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第七百六十一集 办法不是没有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做了 有办法 王哥 那你倒是会说说看的 一听王头领说有办法 其他三人立刻来了精神 急忙向其询问 他们原本对于这件事情就已经是绝望了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王头领说有办法 那就等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明知道希望渺茫 却也想试一试能不能救命 三个人一个个把脑袋凑了过来 眼巴巴的看着王头领 等着他说说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办法 我死 不如赏死 王头领转转眼珠子 咬着牙关说出了这几个字来 其他的三人听到这话 顿时一愣 好像是没怎么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的样子 王哥 你这话的意思是 赵头领诧异的看着王头领 疑惑的问了一句 这些人不可能听不明白王头领这话中的意思 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四个人在一起 谁都不敢妄加的揣秤 我一说错的话 说不定啊就成了众矢之定 王头领听着这话冷冷的白了他一眼 这话说的还不够明白呢 这事情是咱们五个人一起做的 如今出了事情 倘若五个人全都去担这个责任 恐怕五个人全都得交代在这件事情上 与其五个人都交代了 还不如交代一个 让其他四个人好好活着 你们说呢 这下子王头领算是把话说得是明明白白的 他们三个也不能继续装什么糊涂了 可可是咱们这几个又有谁 赵头领很是为难的看着其他三人 要他自己的话 他自然不想做这个被过的 他想要活命 呸 刚一开口 王头领便催了其一口 咱们就咱们四个了 咱们不是五个人一起做的这事情吗 不是还有个没来的吗 要说这赵头领 那也是心善的人呢 王头领都把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竟然还是没有领会 王头领这个意思 是要让那个没在他们中间的黄头领来做这个背锅的替罪羊 一听这话呀 其他人脸色那都是疑病 显然也不是很好做出这样的决定 反观还是王头领 神情震灵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丝毫的拖拉 事到如今 你们自己选一条吧 想活命的话 咱们四个人就一致将这罪过 推到黄老哥的头上去 反正我们在这边啊 属他的年纪最大 他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操死其天也算不上什么损失的 可咱们几个就不同了 也就我和老赵有的气气 你们两个还没家世呢 更别说留个种呢 没错呀 王哥说的对呀 怎么还年轻着 怎么说也得留个种还行啊 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王头领的一番话 确实是鼓动了其他的几人 他们一个个不由地做出了违心的选择来 谁不是自私的人呢 为了活命 这种事情还能选择吗 可是 这一事情 虽然咱们找了黄老哥 可黄老哥摔下马运爵之后 便没他什么事情了 一旁有人皱着眉头说了这么一句 当时这位黄老哥确实是不在场的 虽然他动员了自己的兵力 可是他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 你以为他是真的运了过去 他那是想要算计咱们 这要是攻下的应天城 毕然是有他一份功劳的 可现在咱们失败了 他可就把自己撇惊了 他是撑下的马步甲 而且还是在营帐之前摔的 咱们就说这是在前面阵地上摔的 咱们几个毫发无损拒不承认此事 就说是他逼着我们调兵 而我们几个没有参与进战争罢了 王头领直接将他们和黄头领的身份对调了 以至于他们成了置身世外的人 而黄头领却成了主 其他三个人 一个个脸上神情还是很不自然 毕竟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违心了 好了 此事就这么定了 上边的人要是询问起来 你们可都别说错了 要是你们真狠不下这个心的 自己担这个责任去 王头领可不想和这些家伙婆婆妈妈的 直接冷冷地扔下一句话 起身就走掉了 我都不丈夫了 我看咱们呀 就听了王阁的话了 只能对不住黄老哥了 赵头领已经是认同了王头领所说的话 他见其二人脸上神情有些不理 也又劝说了一句 这两人相识一眼 同时叹气 哎呀 至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那边的黄头领 哪里知晓这四个人 已经悄悄地商量好了 要让他来做替罪羊 他心里还在得意呢 得意自己的明智 没有和这些家伙参合在一起 四个人的酒桌已经走了一个 再喝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三个人也兴兴然地起身 各自离开了这 已是黄昏之时 一天就这么过去 到了夜晚 这更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时候 比起白天的 夜晚呢 更是难以防范 谁也不知道这些人呢 会在什么时候进攻 但凡有些许的松醒 便会被这些人钻了空 胡雅秀 今天我们防守了一日 看样子 是能够建制到朝廷的援军 到来的时候了 不妨今天夜里 我们喝上一杯 好好地敬住一番 白卓今天很是高兴 虽然中间和宋阳 有些不愉快 但到了这个时候 两人也早已经忘记了 这件事情 丧无牙平静地摇了摇头 白晓 这个时候庆祝 着实是早期 今日怕是我的计策成功了 他们轻视了 以为我们到了 潜流济穷之时 他们才会选择前功 两次前功他们损失的人手 对他们人 那也仅仅是九牛一毛八 我担心他们今天夜里 会选择偷袭 偷袭 怕是不太可能了吧 白卓 疑火道 乌亚秀 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今天他们这进宫 可真的是很有问题啊 这先头的一万人 出现了如此的律师 竟然没有任何人前来帮忙 知道他们败退之后 这才有了第二波 而这第二波和第一波也是一样的 不管他们如何进攻 好像都是在上独角戏一般 他们其他的兵力 没有丝毫的增援 我在想 他们是不是得到了命令 是按兵不动的围困我们 而不是攻城 或许如此 至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起信 这无量教 怕是成不了事 宋文雅点了点头 也就是遇到了警卫 他们不慎带兵 要是遇到了一些打过仗的将军 只不他们也不会嚣张到 将我们围困到城内 是啊 那些警卫 无量教刚一围城 他们就慌了 你看看那个赵球 原来对咱们是什么脸色 现在对咱们是什么脸色 这是笑死人了 白竹刚刚没有机会说 现在趁着赵球不在 可算是找着机会了 说起了赵球来 宋文雅可没有什么好笑的 他反倒觉得 这事情并不好 毕竟赵球原本是什么人 他们可是非常了解 现如今赵球为了让他们挑起这个担子 可算是拉下了面子 在宋文雅与白竹两人面前 完全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 越是如此 越不是什么好事情 只怕今天这赵球的付出 日后有机会的话 一定会找回来的 咱们趁着这会功夫 还是吃点饭吧 这晚上怕是回不交易 另外这朝廷的援兵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才能到 我们机会很大 却架不住他们一起上 还是想想会不会再有其他的办法吧 宋文雅说道 沃昔秀 不至于这样悲观吧 刚刚咱不是说过了吗 他们那么多人一起攻城 这也没多少地方给他们呀 更何况他们有那么多的云梯吗 他们怎么上得来呀 白竹谦宋文雅说出这话 知道宋文雅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宋文雅再次摇了摇头 我们扛不住他 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希望朝廷的援军能够尽快到来 唉 白竹叹了口气 这脸上也再也没有露出什么笑容了 刚刚还说着 趁着胜利之时庆祝一下 被宋乌鸦这几句话说的 完全没有了什么高兴的念头 两人回到了住处 随便地吃了点东西 原本赵琼是邀请两人 一同好好的吃上一顿 却也被宋文雅以同样的理由 被拒绝了 毕竟这时候 着实不是什么高兴的时候 夜晚来临 这是宋文雅最担心的时候 夜色之下 远处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即便是对方悄悄地挤紧 他们也未必能够提前地发现 只要他们有这个偷袭的意图 那时候必定是突然发难 守城的难度 只会更加困难 夜晚的闷热 屋子让人的心情变得烦躁 宋雅没有心思睡觉 他坐在院内 抬头看着天空的繁星 以及那一轮弯月 他心里很是担心 这个夜晚怕是不会太过的平静的 屋雅兄 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外面有人盯着 你用不着担心 到时候出了事情 清卫立刻就会来禀报的 白竹见宋雅待在院子里 一个劲的出神 皱着眉头说了他一句 转过头来 宋雅看向白竹 白竹 我这是心里不踏实 所以睡不着啊 我看你还是先睡吧 或许我该去城墙上看一看 这么晚了 城外一片漆黑 你也看不着什么呀 白竹不解的说道 宋雅 着实是放心不下 现在说起这话了呀 他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好了 白竹 你先休息吧 我还是去看看吧 宋雅说到这里 便准备前往城墙上视察了 一听这话 白竹顿时露出了苦笑 乌雅兄 你也真是的 你要真想去 那我就随你 一块过去吧 白竹还是放心 补下宋雅雅 见宋雅雅 执意要去城墙视察情况 他也只能跟着过去了 宋雅雅也没有再拒绝 两人结伴来到了城墙上 夜晚的城墙之上 即便是外边有大军压境 和守卫着的士兵们 尾泥不振的样子 经过了一百天的紧张 到了夜晚 他们总算是能够放松一下 但这才是最为要命的 宋雅雅正是待见这一点 所以才来这里 看看情况 乌雅雅 这还真是有问题啊 他们如此懈怠 等着真的有人偷袭 那还了得 赶紧拆人 将他们叫醒吧 白竹看着眼前这些兵士 竟然一个个磕水不已 压根儿就没有把心子 放在防卫上 这是自然 宋雅雅点了点头 随即便向身旁那几名清醒的士兵 吩咐道 立刻将他们全部唤醒 越是晚上 越不能聪醒 倘若敌人偷袭 我们是完全守不住的 宋雅雅撑着脸 向那几名士兵说道 这几名士兵也认出了宋雅与白竹来 急忙应了一声 便去招呼其他的人了 长枪支上很快就有了动静 这不少的人呢 嚷嚷的起来 显然他们对于宋雅这样的安排 并不满意 他们确实是累了一天了 这个时候 正是想要休息的时候呢 却偏偏被人打扰 难免心里会有些怨气 不过 即便是有怨气 那宋雅雅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毕竟这可不是儿戏 总不能因为想要睡一觉 就把自己的命 给丢在这里吧 虽然不住的传来抱怨声 可宋雅雅的命力 也没有多少人敢违抗的 周围这一片的士兵 渐渐恢复了精神 还不断有人向着 更远的方向而去 四面城墙上的士兵 想必都是这个模样 必须要让他们全部清醒过来才行 对面无量轿的营地 灯火通闭 轿重也在巡逻 看样子 他们是不打算夜邪 宋雅雅向士兵下达了命令之后 目光便落在了城外 无量轿的营地之中 映天城外 到处都能看到无量轿 营地之中的火光 火光之中 除了一些巡逻的轿种之外 再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漫漫长夜 现在时间还尚早 宋雅雅也不敢断定 他们今天晚上 就这样放弃地进宫 在他看来 一切都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不能松懈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资格 去冒这个风险 看这个样子 好像是如此啊 白卓也紧着了眉头 如今他们占据应天赋 不知道还有没有 其他的兵力了 倘若只是这十万的话 那倒也不算是 什么大的威胁 十万人 确实不多 不过我估计着 他们绝不可能 只是这么一点人而已 宋雅雅赞同这样的说法 不过也对无量轿的实力 保留着原有的估计 深随的夜色中 城外无量轿营地的火光 显得格外的清晰 宋雅雅的目光 在这些火光之中来回转动 想要借着这些微弱的火光 看着对面的营地之中 是不是有什么变味 杀 乌雅兄 你听 忽然间 宋雅雅只感觉听到 远处传了一阵嘶喊 身旁的白竹 并叫了一声 提醒他去听 我听到了 宋雅应了一声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七百六十二集 是无量叫营地那边传过来的 他们夜袭 难道不应该是悄悄进行的吗 白竹这心里啊 一下子差异起来了 对方营地传来了厮杀声 足以说明那边的动静 是在干什么 可夜袭其目的 正是要出其不意 可这样一来不正好 暴露了他们的意图吗 但很快 宋无牙便反应过来了 不对 这好像不是无量叫 有夜袭舞 而是他们被别人突然袭击了 别人 莫非是朝廷的援军 白竹一听这话 顿时兴奋了起来 无量叫的营地 在夜里被人偷袭 那除了是朝廷的援军 到来之外 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啊 宋无牙也是很激动 他抬头向着前方看去 却见前方的营地非常正常 他立刻向白竹说道 白兄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杀法之声 距离他们还是有些距离的 并非是应天成正面的方向 这里兵力作为博弱 但确实面对着南方 而朝廷的援军 应该是从北边才对 想到此处 宋无牙便带着白竹 直接下着城墙 就向着北面而去 不多时的功夫 两人便来到了城北 而之前他们所听到的 沙发之声 也越来越清晰了 宋无牙与白竹 快速地登上着城墙 立刻就看到了城外的景象 城北 吴两教几处营地 已经同时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光冲天之中 能够依稀看到双方人马 在一起进行厮杀 大人 那边好像是朝廷的援冰到了 我们要不要出城支援他们呀 看到宋无牙与白竹前来 身后跟随着庶民建卫 眼前的士兵们 也立刻猜测出了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的身份来 他们立刻就向宋无牙询问 是否支援城外的战斗 一旁的白竹也很是在意这事 附和了一句 是啊 无牙兄 现在正是蒋关头 或许我们该出去帮他们一把 继续守着城池 任何人不得离开 宋无牙镇定的命令道 我们人数不多 出城未必能够帮得上忙 倘若我们离开了城池 而这是无量教趁机进宫的话 应天府那就要失守了 到时候 我们想要在宫城 从他们的手中夺回应天城 那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些士兵啊 已经紧张了一天了 这个时候看到援军到了 竟然还有心思出去增援 不过 宋无牙之所以拦住了他们 也并非完全是因为担心城池失守 他是担心这城外的战斗 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 或许这根本就不是朝廷的援军到了 而是无量教那些家伙 演给他们看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出城相处 又或者说 他们装作朝廷的援军 然后败退到城下 遍开城门闯入其内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宋无牙不得不提防这些 毕竟兵不厌诈 总不能无量教一直上他们的当 而不会出主意算计他们吧 所有人的目光 都向着城外的方向瞭望 内心满是焦急 他们完全不知道朝廷的援军有多少人 只是看到城外数个无量教营地 已经化作一片湖海 立为双方缠斗在一起 一时间没办法分出个胜负来 这仗那可是突然间打起来的 倘若这真的是朝廷的援军倒呢 只怕挨打得无量教 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人吧 大人 无量教其他的营地 已经开始集结人马了 看这个样子 他们应该是要前来增援了 得到其他方向无量教营地的动静之后 士兵立刻前来向宋雅汇报的情况 宋雅听后 仔细琢磨了一番之后 说道 看这个样子 恐怕真的是朝廷的援军倒了 倘若这个时候 无量教其他的营地 还是不选择出手帮忙的话 那这一场仗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一样 即便是得到了这个消息 宋雅还是不敢谢的 他依旧宁神看着那边 没有下令 出城帮忙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 远处的情形也仅仅是能够借着火光 看到一些 就连与无量教 发生战斗的那些士兵所穿着的铠甲 和衣物 都看不清楚 在那些人之中 更是没有看到任何旗帜模样的东西 他们的身份 根本无法表明 从傍晚时分 并开始担心的夜席 确实发生了 只是这夜席 却不是宋无牙他所担心的那个夜席 夜晚之中 所有人都认为 城外那与无量教交战的 就是朝廷的援军 毕竟这是他们多首日来的期望 宋雅自然是这样希望的 但他的心告诉自己 事情 不要总是想得太过简单了 无牙修 看这个样子 朝廷的援军兵力不少啊 这都已经好一会儿了 看他们这个样子 一时半会儿是分不出胜负了 这其他的营地 要向这里增援 他们也并没有撤退的打算 应该是不惧眼前 这十万人呢 朝廷增派援军之前 并已经知晓应天府内的情况了 他们若不是多带些人手前来 如何能够平定这里的叛论 宋无牙倒不担心这个 只要是朝廷的援军 那人数就自然不会太少 他担心的是 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朝廷的援军 而是无量教 演给他们看的一出戏 那边的战斗 可谓是热火朝天 其他方外的无量教叛贼 也开始向这边增援 他们增援的速度 可并不这么快 这边战斗啊 已经进行了足足半刻钟的时间 他们才将人集结起来 宋无牙与白竹 几乎目睹了这一场战斗 而仅仅是这半刻钟的时间 被突然偷袭的无量教营地 这时候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律师 其他方向的增援 也在这时候来到了这里 很快便参与见了战斗之中 看到这个状况 宋无牙才愿意相信 这真的是朝廷的援军到了 而不是无量教 再给他们演戏 无量教的增援到达之后 朝廷的援军 还是没有撤退的意思 乌家兄 这下他们不会被包围吧 眼见无量教的叛贼 从两侧聚集过来 人数多的数都数不过来 足足有四五万之多 原本不小的战场 这个时候已经被他们 从两边给拦住了 白竹一下子担心起来 生怕好不容易叛来的朝廷援军 就这样被围奸之后消灭 白兄 只管看着就是 现在我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 我想他们此刻不撤退 应该是有把握与他们一战的 此时夜色深沉 无量教是在明处 朝廷的援军是在暗处 他们即便是人多 也奈何不了的 只怕这一场战斗 很快就会结束的 宋牧鸦看着下边 这样说道 虽然不明情况 但有异点 那是可以确定的 双方士兵的体力 都不可能坚持太久的 这一场战 最多持续一个时辰 在这之后 他们就要想办法停战了 就是因为在这里 看不清楚状况嘛 所以我这心里 实在是放心不下 白主苦着脸说道 他这心里啊 总是惦记着那边的情况 反正战斗已经进行了许久 这双方都在胶着之中 谁胜谁府一时半会儿啊 那一分辨出来 当然 他们自然是希望 朝廷的援军能够胜任 如此一来 他们也就用不着整日 提心吊胆的了 如白主所担心的一样 无量教的增援来到之后 立刻呈四面包夹之势 将朝廷的援军 围困在了中间 无量教营地之中的火光 也因为时间太久 而渐渐息灭 被围困在其中的朝廷援军 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依旧在其内战斗着 好像压根 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撤退一样 即便是被包围了 也依旧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他们僵持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了 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吧 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时辰 按照常理来说 双方的体力 都已经消耗差不多了 是啊 都已经打了这么久了 信不出人死伤了多少 这体力 怕是也没多少了吧 白卓经历过战场 自然也知道 士兵的体力消耗 其实是很快的 根本不可能持续太久的时间 渐渐消耗下来的声音 已经快要听不到了 看来谁也没有什么力气 去呐喊了 无量教的兵力 显然是占却了上风 他们将四周 团团围住 里边的人根本没办法出来 眼看着他们 怕是没有回天之力了 就要做最后的困手之斗了 就在这简要关头 宋牙与白卓都在心里啊 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心想他们这次 是真的完蛋了 朝廷的援军 也栽在了无量教的手中 那他们的应天成 还哪儿还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防守啊 只怕再也等不到 朝廷的第二波援军了 完了 白卓也看出来不对劲了 失望不已 与他一伴 宋牙这脸色呀 也是一品阴沉 就在两人如此悲观之时 突然间听到远处其他地方 渐渐传来了动静 两人同时一惊 回头就向着其他的方向看去 这是怎么回事 就连宋牙听到这动静之后 那都觉得非常的诧异 从这个听来的动静来判断 其他的方向 一定也是发生了战斗 难不成 偷袭此地 这是他们的计策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更多的影帝 白卓眉头一条 吃惊地看着宋无牙 分析了一句 围困在应天府外的无量教 足足有十万人左右的兵力 而宋无牙他们 今天也只会消耗了他们 五千人左右 余下一些伤员罢了 再怎么说他们也有九万人之多 或许十万的数量 根本就没有减少 朝廷的援军到来之后 一定是探查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制定了计划 在夜晚来临之后 向某一个方向的无量教营地 发起偷袭 从而制造混乱 显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无量教此处半数之多的人 前来这里增援 或而言之 其他地方的营地之内 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了 这么说来 刚刚宋无牙与白卓 完全就是瞎操心了 带领援军的将军 早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而现在 才是他真正动手的时候 很快守在其他地方的士兵 快速地集结到了他们的身前 向他们汇报了那边的情况 如宋无牙刚刚脑海中所想一般 朝廷的援军在无量教半数军队 聚集在一起围困他们少数人之时 向他们的营地 发起了进攻 厮杀生再次讲起 那些前来增援的人 立刻察觉到他们是中计了 急匆匆地调动人手回头迎击 却已经晚了 朝廷援军的骑兵所向披靡 在人数上的巨大的优势之下 不过是非常短暂的时间里 便已经突破了无量教数个营地 使得他们损失无比的惨重 无量教的人已经乱了套了 他们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处置眼前所发生的状况了 被围困在重重包围之中的 那一部分朝廷援军 听到了外边的动静 便知道他们的人已经得手了 顿时来了斗志 发起了反攻 这一场战斗啊 可是让宋雅与白卓两人长了见识 也难怪有些武将 看不起他们这些文官了 如今这场战斗也说明了问题 他们从一开始 看着这场战斗 内心的不断变化之下 才领略到了什么才叫做 成竹 宰兄 亏我们刚刚还在担心 看来我们是起人忧天的 人家早已经盘算好了一切 这无量教 压根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彻底被算计在其中了 哈哈 宋雅子突然间笑着出来 摇着头发出了一声感慨 他算是彻底放心了 心里也认定外边来的就是朝廷的援军 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计划 已经有了对付无量教的办法 是啊 到底还是要看带兵打仗的将军 还是他们有办法呀 白卓也认同这一点 确实在这一点上 他们是既不如人的 但是 眼前的危机解决了 宋雅却还是放心不下 走吧白修 咱们也该回去好好睡神一觉 这外边的情况用不着 咱们却担心 宋雅此刻能够安心的回去睡觉呢 不再担心城外的状况 白卓应了一声 便跟在他的身后 一同向着住处而去 走在路上 宋雅雅说道 也不知道无量教这次举事 究竟是有多少人猜买 倘若他们所有的力量 全部集结在了这硬天谷 那这次绝对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不过我觉得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 我也仅仅是希望无量教 有了这一次教训之后 能够消敬几年 吴雅修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呀 这无量天尊 也就是那个废太子 直到现在 咱们都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 这一次 他在不在这周围的营地之中 那也很难说呀 白竹也觉得 无量教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他们剿灭的 说起废太子 宋雅雅也感觉到非常的好奇 他早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之前不是有无量教的人说过吗 他已经修建了一处秘密堡垒 就等着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了 到现在这个秘密堡垒在什么地方 咱们都还不太清楚呢 吴雅修 我看 咱们还有的是机会 去找这个无量天尊的 白竹笑着说了一句 在他看来 这无量天尊与他们交手这么长时间 却依旧没有录密 确实是一个神秘的人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763集 他的身份已经表明了 只是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罢了 应天府的危机也算是解除了 两人回到了住处 这心里考虑的 更多的则是日后无量教 与关山酒楼的行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招惹了锦衣卫 那个赵琼 说是锦衣卫的二把手 其实也未必 锦衣卫的一把手 那可是锦衣卫的指挥士 而他在之下的 则是两位指挥同志 这赵琼便是这两位指挥同志中的一位 可宋牙与他几次接触 却并不觉得此人有什么能耐 正如禁卫们所调查一般 他之所以能够坐上这个位置 凭的可不是他自己的本事 而是指挥士赵无极 对他的关爱 这一次的战局已经挽回了颓势 想必锦衣卫他们也不会再为这件事情而反难 这样一来 宋牙与白卓两人也就不至于被这个赵琼所惦记着 日后也用不着担心锦衣卫给他们使坏了 宋牙与白卓两人被围困在应天府的事情 已经过去半个月之久了 当天夜里 他们两人回到了住处 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事情正如他们所预料的一般 朝廷增派了八万大军前来 在夜里对无量教的营地进行了偷袭 无量教完全无法察觉到这一地 在被算计之下 他们的十万人马很快便土崩瓦解了 正所谓狂风扫落叶 朝廷的援军可谓是势如破竹 在夜色之中 敌人完全无法估算朝廷的援军究竟有多少人 他们只感觉到处都能够遇到对方的攻击 以至于让他们成为了无头的苍蝇 到处的乱撞 让宋牙没有想到的是 无量教好不容易纠集起来的十万之众 竟然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失衡变异 统计之下 无量教的教众足足死的六万之多 也仅仅是少数的一些残党 趁着夜色逃离了阵 而朝廷的援军仅仅只是损伤了两万的数量 这样的比较 足以说明无量教确实是一帮散兵游泳 应天府是守住了 朝廷的军队并未在追缴逃走的无量教叛贼 赵琼在这个时候 总算是松了口气了 他们警卫 算是没有在这应天府的事情上栽了跟头 战事停顿 便再也用不着宋乌鸦这个口头军师了 赵琼啊 压根没有再理会宋乌鸦和白竹两人 两人在应天府带着无聊 也就直接回到了京城 或比一月之久 再次与司徒文小魂相近 如再是为人一般 你们两个总算是平安地回来了 这是菩萨保佑啊 司徒文看到宋乌与白竹之后 喜极而泣 泪水盈眶而出 小魂在一旁也是哭哭啼啼的 看得出来 他们是真的为两人担忧 小姐 菩萨一定是被你的仇心给打动了 便圆了你的愿 听小魂这话 感情司徒文在得知了他们陷入险境之后 竟然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菩萨的身上 虽然这是迷信 可真要是到了这样紧要的关头 他们两个弱女子 那真是叫天 天不应 叫地 地不灵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菩萨的保佑 好了好了 伙儿 小魂 你们两个就不要哭哭啼啼的了 我们这不是平安地回来了吗 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啊 宋乌鸦笑着安慰了一句 虽然脸上挂着笑容 可他这心里也明白 司徒文心里的那种滋味 他们这一次 确实是万分的惊险 倘若不是朝廷的援军及时到来 他们说不定啊 就在应天城城破之时 死在了那城墙之上 司徒文抹了一把泪水 轻轻地抽窃了几身后 荡了宋乌鸦一眼 明知道那边危险 他偏偏要往那边跑 这一次你最好长点记性 免得下次还要这种事情发生 伙儿 这也是公物啊 为官者 哪能指贪图享乐呢 宋乌鸦反驳了一句 司徒文抹也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听着他的反驳 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没想到你们今日回来 我和小环都还没什么准备 你们两个想吃什么 我们这就去给你们买 一会儿做给你们吃 伙儿 这个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我和白兄可是好久没有好好的喝上一杯了 这次我们能够功成身退 是该庆祝一般的 宋乌鸦笑着 看向白卓说道 这白卓已经好几次提出 要和宋乌鸦一起喝酒庆祝 不过宋乌鸦一直都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搞得白卓呀 也没什么心思了 如今好不容易应天府的事情 算是尘埃落定 而他们也正好与司徒文和小环团聚 是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 所以便提议要好好的 喝上一杯 这一听要喝酒啊 白卓立刻就乐开了花了 雅兄 说得没错 咱们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了 我可是好几次说要庆祝的 你偏说不到时候 现在总算是到时候了 咱们一定得多喝点才行 这一次 虽说是朝廷的援军 剿灭了无量教的十万叛贼 可咱们怎么说也算是守住的应天府 没有给这些叛贼 更好的机会 这个功劳也足够圣上好好的称赞 咱们一番了 宋无压连连点头 没错 今天咱们呀 好好的喝上一杯 美美美的睡上一觉 明天一早在朝堂之上 好好地称赞 虽然说这是无量教自己找事 咱们好像没仓和什么 但怎么说 咱们也是打头阵的 这奖赏肯定是少不了的 两人在这里互相吹着牛 司徒文与小桓去给他们忙碌晚饭了 从应天府回来 虽然是周车劳顿 可回到家里 看到司徒文和小桓 两人都是一身的轻松 丝毫不觉得疲惫 可是说着说着 这困息来 两人就稀里糊涂的 就睡着了 等他们再醒来的时候 天早已经黑了 饭菜也准备好了 小桓来了 将他们唤醒的 睡得正香的 突然被叫醒 显得有些萎靡 你们先去洗巴脸 清醒清醒 司徒文 见两人出来 一个个皱着眉头 一脸没睡好的样子 便嘱咐了一句 刚刚小桓还说 看你们睡得正香 不忍心叫你们起来 可是我想 你们这几日在回来的路上 一定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 难得我和小桓下了功夫 给你们做了这么一桌子 丰盛的饭菜 而且你们之前 还嚷嚷着喝酒呢 现在要是睡过去了 怕是八夜都会被恶醒的 我说的是 宋雅点头应了一声 两人各自回去擦了把脸 顿时就清醒了过来 来到了饭桌前 司徒文与小桓 各自招待着两人 又是给他们盛饭 又是给他们倒酒的 看到酒啊 白桌这一下子 就精神了 乌雅兄 什么话也不要说了 请看看这杯 白竹端起酒尊 一眼而尽 随后重重地 哈出一口酒气 满脸地畅快 宋雅将杯中酒 一眼而尽 司徒文与小桓 再次给两人买上 四人坐在一起 一边吃着 一边聊着 与其说 这是宋雅与白竹 为了庆祝 还不如说是为了 向司徒文和小桓 二人倾诉 火别已久 每日每夜 对他们两人的担心 在见到了 他们两人之后 立刻就化作了 千言万语 他们很想知道 他们两人在应天府的 所有的袭击 四人在酒桌上 一边喝着酒 一边闲聊着 应天府的事情 这么说来 你们还招惹了锦衣卫 说起了锦衣卫的事情后 司徒文的脸色 也随之变了 可见他应该是 知晓锦衣卫的 要不然他怎么会有 这样凝重的神情 是啊 只能想到 在应天府原本想寻找 无量教的行踪 可是突然冒出来 一个锦衣卫来 将我们所有的计划 全门给打乱了 一直于到了最后 我们只能干瞪眼着急 所有的事情 都插手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锦衣卫 既盼应天府所有的事情 几杯酒下动 说起这应天府 被锦衣卫整控的事情 白卓那就有一肚子的不痛 可他这话说出来之后 司徒文的脸色 却越发地凝重 他看着宋乌衙 乌衙 你知不知道 这锦衣卫都是什么人 这个我自然知晓 宋乌衙点了点头 没有否认他知道锦衣卫 听到这样的答复 司徒文凝重道 那你们恐怕是惹上麻烦了 这锦衣卫比起关山酒楼来 那可是难缠得多 想必你还不知道吧 叔父已经辞官了 辞官了 听到这个消息 宋乌衙确实是吃了一瓶 司徒义可是把自己的官职 看得明明都还重要 他刚刚坐上了 松江府知府的位置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 就辞官呢 这是为何呀 就是因为锦衣卫的缘由 叔父他架不住锦衣卫的 一再调查 而且他已知晓锦衣卫的手段 生怕锦衣卫无中生有 给他安上一个贪官污吏的罪名 那他这几十年围观留下的清白 可就全都毁了 司徒文 一脸无奈地说道 这事情 宋乌衙确确确实实是不知道 没想到刚刚从应天府回来 便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原本说起了锦衣卫 脸色就不好看的白竹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这脸色呀 就更加的难看了 这锦衣卫 你实在是太混蛋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 司徒大人围观数十年 将来都是清清白白的 如今好不容易坐上了 宋江府之府的位置 又整治了灾荒 眼看着宋江府的百姓们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 竟然被这些混蛋 逼得给辞官了 白竹气愤地叫马起 他一把拽住宋乌衙 瞪着眼睛到 乌衙兄 这事情你管不管 反正我就是 咽不下这口气了 咱们必须得收拾收拾 这锦衣卫才行 白竹这完全是气话了 宋乌衙当节拦住了他 白晓 这话可就不要再说了 收拾锦衣 这谈何容 我们连无量教和观山九楼 都没有解决呢 还哪有什么功夫理会 这锦衣卫 乌衙 难道就看着他们为非作歹吗 司徒文 对于自己叔父被逼无奈辞官 那也是心怀耿耿 他自然也不愿意看着锦衣卫 继续胡作非为 可宋乌衙是真的不想再找其他的麻烦了 眼下这些就够他瘦的 放心吧 锦衣卫会有人收拾他们 他这话呀 也不算是骗人 现如今的锦衣卫 确实是有人在收拾他们 东厂可是一直都盯着他们不放呢 最终锦衣卫也确实是被东厂给吞变了 但最后的结果还不如现在呢 真的吗 司徒文自然不知晓着其中的缘由 疑惑地问了一句 宋牙点头道 伯儿 你知道东厂 这东厂啊 早就看姐妹不顺眼了 他们会帮着咱们收拾姐妹的 要真是这样 那我就不强求你了 司徒文听后啊 点了点头 也不再说他叔父 辞官的事情 一趟应天府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如今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 他们还要面临更大的问题 简一卫的事情 也就是到此为止了 宋乌鸦不是没有胆量去找他们的麻烦 他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理会了 这俗话说的好啊 贪多 瞧不烂 这无量教和观山酒楼的事情 他们便已经是搞得焦头烂额了 再管上锦衣卫 那他们管大 确实是有点宽了 酒过三旬 两人再次喝得迷迷糊糊的了 混一来袭 这饭菜也算是填饱了肚子 剩下的就是找个地方 好好的睡上一觉 这一觉 宋乌与白竹两人可算是睡痛快 直到司徒文与小桓 喊他们起来上朝的时候 他们还险些 还没有醒过来呢 清醒过来的两人 急急忙忙都换好了官服 这本皇宫而去 两人的回归在这些官员之中 倒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也惹来了不少人的目光 这些人哪 或和善或讨厌 完全都写在了脸上 可谓是两种极端的表情了 宋乌鸦与白竹 一懒得理会这些人 反正这些人的脸色呀 他们早已经习惯了 没有等待多久 皇帝便来到了朝堂之中 欧皇万岁 万岁万岁 万万岁 群城跪拜 高呼万岁 皇帝正坐之后 抬手喊了一声平身 百官呐 这才起身站立 站起身的 宋乌鸦的目光 在朝堂之上扫了一眼 并未发现 驻云龙的身影 他深吸了口气 这心里啊 倒也是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早在之前 他们还没去应天府的时候 这驻云龙 与另一个大臣 为了他们的行程 那可是起了很大的争执 当时所有人 便都已经知晓 他们这两人所代表着的 一定就是无量教 和观山酒楼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七百六十四集 而结果也是如此 皇帝不会再睁一只眼 也闭一只眼了 立刻处置了两人 驻云龙还好 只是被贬值 逐出了京城 与他相争的另外一大臣 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很快便被安赏了罪名 连牢房都没有进 便直接被砍头了 有事早纵 无事退朝 太监总管那尖锐的嗓子 打破了之后的宁静 百官们面面相去 看他们这个样子 怕是没什么事情要说 皇帝耐心地等待了片刻 眼见着朝堂之下的群臣 没有一个主动站出来说话的 他当即清了清嗓子 开了口 既然 这位爱卿没什么要说的 那就让朕 来说几句吧 经口一开 皇帝的目光扫握百官 落在了宋牙与白卓的身上 宋爱卿 与白卿 前往应天府调查五两教 一走 就是一个多月 如今能够平安回到朝堂之上 也是一桩幸事 表白爱卿 此番前往应天府 追查五两教 功不可没 朕 会酌情嘉奖的 这刚一开口啊 皇帝便提到了宋牙与白卓两人 顿时引起了其他官员的侧目 但是这么一遭啊 让白卓心里很是受用 满面的春风 急忙 躬身行礼 承蒙圣上上安德 这都是臣 该做的 宋牙与白卓两人客气地回应了一句 皇帝也微微合手 这话怕是就说到了这里 皇帝扭头又看向一旁 他的目光落在了宋牙与白卓两人身旁 不远的地方 那可是一个生命空 宋牙看向此人 只是觉得看起来像是见过 却并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 虽然就在这朝堂之上 但这张脸呢 还算是让宋牙与白卓感到陌生 不过宋牙此刻即便是不知道是谁 也能够啊猜测得到 说完他们 必定是要说锦衣卫的 此人应当就是锦衣卫的 那位指挥使赵无极了 锦衣卫在赵指挥使的带领之下 成绩斐然 此番更是截获了无量教的重要情报 提前得知了无量教要造反的消息 能够让朝廷提前地做好准备 这才遏制了无量教的势力 我既如此在应天府被团团包围之际 还能沉着应对 抵抗这群贼党数次进攻 着实功劳不小 朕将会对锦衣卫重重的褒奖 赵无极当即跪敌谢恩 多谢圣上恩赐 他可是高兴呢 一旁的白卓听着 眉头一紧 立刻皱眉看向着一旁的宋无牙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宋无牙也明白 他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白卓这显然是诧异 明明是他们抵挡住了无量教的进攻 守住了应天府 这么这个时候竟然成了他们几位的功劳了 面对白卓的这般疑惑 宋无牙也只能报以苦笑 这一点呢 他早已经猜测到了 只是一直没有明白地告诉白卓罢了 当时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 那赵穷能够找到他 完全就是为了让他背锅罢了 现在是无量教被击退了 倘若最后赢的是无量教 那他们可就麻烦了 说起来呀 这一点功劳根本不算是什么 宋无牙也不在乎这个 白卓是个计较的人呢 他的不满已经写在了脸上 想必诸位爱卿 对于应天府的战狂 也非常好奇 赵指挥时 你就向大家说说看 究竟这场战斗 是如何的一个结果吧 皇帝看着赵穷 并未就此结束 而是兴致勃勃地 向他询问起应天府一战的结局来了 虽然这个结局他早已经知晓了 可却还是要拿出来 要让群臣再好好地称赞一番才行 赵无极点头开始讲述 此番应天府无量教造反 究竟十万之重 他们先是分散兵力 一举拿下应天府境内大小的城池 随后在我锦衣卫带军入境之后 交集兵力进行围攻 乃何我们先锋军队挂不敌众 最终被他们围困在应天城内 被围困之际 锦衣卫指挥使同知赵穷 临危不惧 立刻着手安排守城 同时向朝廷请求增援 在无量教十万大军围困之下 赵穷坚守城池数日 没让无量教一兵一卒 进入城内 不日之后 朝廷的援军感到 已计谋齐袭无量教 原本便是一群乌合之重的无量教 丝毫抵挡不住我朝的铁骑 仅仅是一夜的功夫 十万之重 溃散而逃 赵无极沉着地向皇帝 说明应天府发生之事 从头到尾地将事情的经过 讲述了一遍 他这话一出啊 白卓那可是嗤之以鼻 他这叙述可不仅仅是一点点出入 其中不少地方可都进行了更改 事实根本就不是如此 要不是宋乌鸦在一旁拦着 这白卓呀 怕是立刻就要纠正着赵无极了 赵无极说完的事情的经过之后 立刻又起战报 此一战 我军兼敌七万之重 伤员不济 而我军仅仅以不足两万之代价 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除此之外 吴亮教仓皇逃走 余下马匹粮草众多 各种兵器甲位 弓箭箭矢 却都成为了朝廷的战利品 赵无极说到这里 便停了下来 可见他这是说完了 早就已经忍不住的白卓 此刻鄙夷地看着赵无极 冷哼一声道 赵指挥使 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锦衣卫得知了 吴亮教造反消息的同时 还得知他们分数录像 应天府运送的财物 这些财物 应该已经被锦衣卫拦截下来了 据赵指挥通知说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怎么不见赵指挥使 你说起这个来呀 白卓的话 显然是赵无极没有想到的 他的脸色刷得一下 便做了惨白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不是忘了说 而是他原本就不打算 把这件事啊给说出来 拦截吴亮教运送的财物部家 可这件事情除了他们 好像也没别人知道了 他万万没想到 白卓竟然知晓此事 还直接给他抖了出来 欺君之罪就这一条 便可以推出去砍了他的脑袋 赵指挥使 何有此事 皇帝听出了不对劲 眉头一紧 冷冷地发出了质问 赵无极根本来不及犹豫 脸上神情一收 当即认了下来 骑兵圣上 却有此事不假 吴亮教分数十路 运送大量的财物 前往应天府 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安排了人手前往截取 这数十路运送的财物 多数被仅为截获 那你为何不报 皇帝听着这话 依旧是冷冷地问他 双眼之中满是疑惑之色 赵无极啊 急忙地遍及 只因 吴亮教占据应天府 树路财物想要运送到京城 多数啊 要经过应天府递解 臣不敢冒失 只能暂时将财物就地隐藏 如今吴亮教败退 臣立刻差人将财物取出 运送回京 只因这些财物 如今还在运送途中 还未到达京城 其内具体都是些什么 价值极许 臣还不得而知 所以臣才没有上报 只因怕误报 而欺骗了圣上 原来如此 如今国库空虚 正是需要补充之事 仅因为截取无量教财物 又是大功一见 赵指挥时 尽快将财物如数都送到京城 听点之后 上脚国库 在听到赵无极这样的解释之后 皇帝的脸色才渐渐恢复了过来 而赵无极也是暗自叹了口气 刚刚白卓一句话呀 差点要了他的命 此时皇帝不再追问 赵无极呀 微微侧目 向白卓这边狠狠地瞪了一眼 就连宋无牙也没有预料到 刚刚白卓会说出这件事情来 要不是白卓说出来 他都早已经把这种事情给忘记了 从赵无极此时的脸色不能看出 他怕是恨透了白卓 要不是白卓多嘴 这一笔财富啊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这位爱卿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皇帝审视着群臣 淡然地问了一句 百官各自低着头 谁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呢 退长 太监总管敲出了皇帝的心思 立刻高喊一声 今天的早朝啊也就是如此了 也仅仅是说起了应天府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可是一句都没有人提起 白卓 没看出来呀 这事情你还记着 我都已经给忘记了 一下了退朝 宋乌鸦便笑着说道 乌鸦兄 这种事情 怎么能忘记了呢 白卓一脸郑重地说着 你看郑无极那家伙 咱明是 不想说这事了 他是想把无量教 搜刮来的明纸明膏 全都收入自己的脑袋 哼 看得出来 宋乌鸦点了点头 这一点他是认同的 简一卫着实是有些手段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难关 哼 这简一卫实在是太嚣张了 确实该好好地整治整治他们了 白卓依旧气愤地说道 要说整治无量教 这事情昨天宋乌鸦就已经说过了 有了无量教和观山九楼之事 已经让他们分身乏术了 如今他可不想再去管简一卫的事情 但是今天白卓这话一说呀 别说他们不想招惹无量教了 只怕那赵无极也不会这么轻松的 就放过他们两人 今天白卓的一番话 算是彻底让他们招惹了锦一卫了 日后他们想避开锦一卫 那都难了 虽然说宋乌鸦之前说过 不愿意再和锦一卫扯上关系 但现在白卓呀 因为这个原有 也算是招惹了锦一卫了 不过宋乌鸦却并不会因此而怪罪白卓 毕竟白卓说这话是有后果 但倘若当时宋乌鸦还记得这件事情 那自然也是会说出来的 白卓 我看咱们呀还不够资格整治他们吧 他们搞得百官是惶惶不可终止 一定还有人想着收拾他们的 咱们也就借机行事吧 倘若有机会就给他们找点麻烦 即便是这个时候 宋乌鸦也不想主动的去找锦一卫的麻烦 倘若他有机会抓住了锦一卫的马柄 那自然不会放过他们的 走在路上边走边聊着 回到了家中 两人一下子就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了 乌鸦兄 你说咱们这次回京 该不会又要在京城 不知道待上多长时间吧 白卓一下子想起了他们前往应天府之前的时间 那可是在京城啊 待了整整五六日 按理来说这五六日时间 那根本算不上什么 可在白卓看来 这已经是漫漫长日了 这一点 宋乌鸦也考虑过了 一时间呢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做的 这个我倒真是没想过 上一次咱们清脚的观山九楼 这一次也算是大败了无量教 两者看似相差不多 可得我们确实要在这京城啊 待上一段时间了 乌鸦兄 你说这观山九楼和无量教 都没有咱们什么事情了 那往后的日子里 咱们能做点什么呀 圣上会不会将我们变为庶民呢 白卓担心地问着 十年寒窗苦读的他 到头来也没能够考取一个公民 这好不容易才得了这么一个官职 白卓把这个看得是相当重的 他不想就这样丢了这身官袍 从此再沦为树民 这一点宋雅也深有感悟 毕竟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这一年多的日子里 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倘若这个时候 让他放弃眼前的一切 去另外找生活 他一定会不习惯的 但是白卓这样的担心 他却从没想过 白卓 你这可就说得严重了 咱们再怎么说 也不至于被贬为庶民呢 最坏的结局 也不过是被贬官罢了 贬为庶民 你就不要再想了 咱们怎么说 也能做个县太爷 县太爷 那还好 白卓有了宋无牙这样的安慰 可算是松了口气的 他这边刚刚松气 那边司徒文与小桓 也准备好了早餐了 给他们两人送了过来 白卓刚才的担心呢 司徒文与小桓两人 显然也是听到了 司徒文边笑边说 放下了盘子里的饭菜和粥 要说这话呀 那可比刚刚宋无牙说的 那些好听得多了 至少这样的待遇 那可要比做个县太也好得多呀 不说别的 他们还是往日一般的日子 自然是潇洒无比的 司徒文还没吃几口呢 就询问起早朝的事情了 乌鸦 今天皇上怎么不要找你们的 是不是又赏赐你们好东西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六十五集 一说这事情 两人的脸色就尴尬起来了 怎么 出什么事情了吗 他们的脸色一有变化 司徒文便看出来了 立刻诧异地问了一句 宋无牙苦笑一声 我们这次可没什么功劳 功劳全都被警卫给抢走了 什么 那怎么行 司徒文一下子怒了 惊呼一声 老实不客气地说道 小桓也在一旁 为他们两人 鸣不平 是啊 不是说那锦衣卫的副指挥是 舔着脸皮 求着姑爷和白猪帮着守朝 最后才守住的城池的吗 怎么这会儿 就都变成他们的功劳了 这事情 姑爷你可不能让着他们 你得和皇上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 你是害怕锦衣卫报复你们 所以不敢说吗 小桓这话刚一说完呢 司徒文就把这话给接上了 这让宋牙与白猪两人更加的尴尬呢 婚儿 小桓 这事情你们清楚 那圣上自然也是清楚的 毕竟这一切金卫那可都是清清楚楚的知详 只是圣上将功劳给了他们 那也是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也都是以他们的名义完成的 这至始至终 只是没有提到我们俩人罢了 宋牙苦笑道 这些名利 我和白兄并不在乎 司徒文翻着眼哼了一声 也不再说什么了 他现在对锦衣卫 那是痛恨不语的 要不然他叔叔司徒义 也不会被辞官回到了 萧山老家 见司徒文闹起了小情绪 宋牙微微一笑 没有理会 清晨的对话并不是特别的愉快 完全就是因为这个锦衣卫 吃过了早饭 自然一下子就开始无聊了 这段时间里 司徒文与小桓 也不知道是怎么在京城度过的 这也实在是太无聊了 哪都去不了 整日在家里还能做什么呢 各自回到房间之后 宋无牙也开始琢磨之后的事情 今天在朝堂之上 和锦衣卫彻底结下了梁子 别的不说 这京城重地 那可是锦衣卫的地盘 他们两人在这京城之中 那就是闲杂人的 没有任何的实权不说 也没有什么医长 也仅仅是认识一个晋王而已 想到此处 宋无牙一下子有了疑惑 她立刻就坐不住了 直接起身就向着 司徒文的房间去了 敲着敲门 得到了司徒文的英语之后 宋无牙便进入了房间 她转身关上房门 惹得司徒文呢 不由地害臊起来了 说大白天呢 你关上房门干什么 司徒文凑过身去 小声地问了一句 宋无牙不由笑道 婉儿 这你还害羞啊 说吧 直接就坐到了司徒文的身旁 一抬手便揽住了她 被她这么突然的举动 吓了一跳 司徒文的身体啊 不由得一阵颤怒 婉儿 前段时间 你知晓我们在应天府有危险 怎么没有去找静王帮忙啊 当然找了 司徒文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随后却又变得吞吞吐吐不已 可是 瞧着司徒文这个样子 宋无牙就更加的疑惑了 婉儿 是出了什么事情 是 犹豫了许久 司徒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确认 晋王被皇上禁足了 我找他之后 他也无可奈何 这好端端的晋王 为何会被圣神给禁足了 这事情让宋无牙感觉非常的诧异 晋王一直在京城 已经有些时日了 没想到 他竟然是被皇帝给禁足了 从之前来看 晋王那也算得上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可为何皇帝要对他禁足呢 难不成晋王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吗 以至于惹恼了皇帝 这才有了皇帝这般的对待 司徒文摇了摇头 他自然是没办法给宋无牙做出这个解释来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当时我连晋王的面都没有见着 好像不单单只是禁足这么简单 就连外人都不得接触的样子 司徒文原本看来是不打算 把这件事情告诉宋无牙的 只是这个时候突然被问起 才无可奈何 婚儿 这事情你怎么不主动和我说起啊 宋无牙看着司徒文问你 司徒文的神色略显慌张 眼神躲闪 我 吞吞吐吐的样子 着实让宋无牙感觉到稀奇 因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司徒文 有过这样的神情 今天竟然因为这件事情 见到了他这个模样 这让宋无牙觉得 这事情里边呢 一定是有古怪的 司徒文一定是知道什么的 只是他不愿意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而已 此前想后 宋无牙猜测司徒文 之所以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也完全是因为宋无牙知道内情之后 一定会刨根问底的去追查的 显然这是司徒文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他选择不把这件事情 告诉三人 婚儿 你还想瞒着我不成 宋无牙冷着脸 摆出了一副严厉的面孔 司徒文看着宋无牙这脸色和眼神 反而更加的犹豫了 婚儿 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呀 难不成你觉得这事情 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还是晋王的事情令我隐听 你不愿意让我去参与此事 宋无牙不解 司徒文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才不让他知晓此事 宋无牙百般询问 司徒文也终究是扛不住了 向宋无牙吐露出了实情 无牙 我是怕你掺和进这件事情去 司徒文担心地说道 晋王被禁足的原因我确实是知道 但我怕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回去找皇上 到时候 只怕因为这件事情惹上麻烦 一听这话 宋无牙便皱起了眉头 官儿 你说就是了 我保证 只要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就不会参与其中的 为了让司徒文定会说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宋无牙甚至都不惜 在他的面前发誓 再次犹豫了一下后 司徒文这才到 还是锦衣卫的事情 前段时间 京城内百姓只见传言 锦衣卫掌握了晋王勾结观山九楼谋反的罪证 晋王被禁足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什么 宋无牙听到这话 大惊失色 他瞪大了眼睛 差一道 锦衣卫还调查到了晋王的头上去 他们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 还说什么晋王勾结观山九楼 这事情还用得着他们调查吗 咱们可是清清楚楚的 晋王绝对和观山九楼没有任何的瓜葛 听到司徒文说出这件事情 让宋无牙倍感气愤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锦衣卫 竟然敢调查晋王 而且还给晋王安赏了这样的一个罪名 倘若这是在以前 或许宋无牙还会对此犹豫一下 多少对晋王有些猜忌 可是自从上次欢抚之后 宋无牙便对晋王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 看着宋无牙气愤的样子 司徒文在一旁结盲劝说道 乌牙 你用不着生气 他们这是无中生有 皇室也没有听信 只是将晋王暂时进族而已 宋无牙长长的呼了口浊气出来 我能不生气吗 这些警卫实在是不知道想要干什么 好好的朝天 便让他们给搞乱了 这剑王别说是没有那个心思了 整天被他们这样冤枉 谁还不担心有遭一日受着这样的不白之冤 被他们这个样子逼下去 怕是没有人能忍受得了了 宋无牙是真的生气 他现在倒是很像以往的白卓 好在这件事情啊 白卓还不知道 这要是让白卓知道了 还不知道白卓要发出什么样的怒火来呢 无量教和关山酒楼的麻烦还没有解决呢 这会儿功夫又冒出了一个锦衣卫来 而这个锦衣卫更是让他们投他 骂也骂了 宋无牙渐渐冷静下来 晋王的事情确实是让他很是恼火 难怪司徒人一开始选择不告诉他 照他现在这个样子 也难怪司徒人会有这样的担心了 气笑了之后 宋无牙围住着眉桶 向司徒人告诫他 伙儿 这件事情可不能让白卓知晓 以他的性格 倘若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必定要和姐妹没完没了的 而且直接去找皇上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到时候别招惹了圣上不高兴 得罪谁 那都不能得罪皇帝 得罪了皇帝那还了得呀 他们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知晓了剑王的事情之后 宋无牙先是发了一通脾气 现在呀 他也算是平静下来的 看着司徒文 也难为 司徒文还考虑这一点了 无牙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情啊 司徒文还是担心 宋无牙会放不下这件事情 听到这样的询问 宋无牙也是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随后这才说道 如今我们刚刚回到京城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盯着我们 加上今天白兄的一番话 必定是激怒了那赵无极 现如今 很有可能他们就得想着发的 抓住我们的把柄 这个时候 我们倘若主动与此时扯上关系 只怕不仅帮不了晋王 反而还会因此而连累着 乌鸦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晋王被安上的罪名 那可是犯上作乱 不管是真是假 这事情你都不能参与 讨若你掺和了这件事情 皇帝必定会对你心存不满的 不管你以前有多少的功劳 也不可能与这样的事情相提并论的 司徒文原来是在担心这个 他的担心一点都没有错 这样的罪名摆在皇帝的面前 他恐怕只会宁杀错不放过 尤其这个人还是他亲弟弟的师父 他会更加的自信 自够皇室多争断 这兄弟之间的争斗 那就从未停止过 面对着皇位 这个九五之尊的宝座 天底下 有多少人想要争强 所以说皇帝不可能不对这件事情 提防着 这件事情在想不够 看看再说吧 我想白兄应该很快就会动身的 我觉得简一位 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们找事情做的 宋文要叹了口气 说道 这事情他确实是无能为力 这涉及的实在是太多了 倘若他招惹了这么多事情 那可能会给司徒文 以及其他人招惹来麻烦的 叹了口气之后 宋乌鸦站起身来 他过来也就是询问一下司徒文 为什么之前他们被困在应天府的时候 不想晋王求援 可谁能知道啊 他这一问啊 竟然还牵扯出这么多的事情 看着宋乌鸦起身 司徒文也是松了口气 好在宋乌鸦没有太过的暴躁 不然的话 真的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惹上麻烦了 出了房间 宋乌鸦迎面就撞见了白竹 白竹站在院子里 正在和建卫说着什么呢 宋乌鸦这边刚出来 白竹便急道 乌鸦兄 圣圣要照进咱们 怕是要向咱们两人交代差事啊 白竹冲着宋乌鸦兴奋地说着 他可是不想在这京城待着的 一来在这京城实在是没什么好事情可做 二来这京城各方势力混杂 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惹出什么乱子来 宋乌鸦一听这话 微微以惊 倒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了 立刻应了一声 好 那咱们赶紧换上官服 请听吧 这个时候 皇上召见他们 宋乌鸦可不觉得 这是要给他们安排差事 他突然想到 刚刚司徒文和他说的话 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这种事件 两人换好了官服之后 白竹心怀激动 而宋乌鸦却心怀忐忑 半个时辰之后 两人这才顺利的见到了皇帝 来到上书房之后 宋乌鸦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无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宋乌鸦与白竹两人向皇帝行礼 皇帝是一两人平身之后 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一旁的赵无极 这家伙往日他们是没有什么印象的 可是在今天的早朝之上 这张面孔他们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得下来 此刻的宋乌鸦与白竹全都在心里诧异着 怎么这赵无极也在这里呀 这家伙怎么在这里 这怕不是什么好事情吧 宋乌鸦疑惑地看着赵无极 原本他还担心皇帝找他们来 是要说晋王的事情 可现在面前站着赵无极 让他更加的担心 皇帝说的就是晋王的事情 两八七这一别就是一月呀 这一月你们收获如何呀 皇帝当先开了口了 笑着向宋乌鸦与白竹两人询问 这一个月的收获 这一个月来 他们两人所做的一切 皇帝早已经知晓了 此刻又拿出这事情来说 显然不像是一个开场白 皇帝询问这话 那一定是有什么用意的 极美圣上收获并不多 宋乌鸦如实说道 守城的功劳 已经被警卫给占据了 而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虽然也调查出了 一些关于无量教的事情来 但是这些事情 和他们终究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毕竟应天府的事情 还有什么事情能够 打得过无量教振败的事情呢 皇帝点了点头 脸上神情并未多大的变化 无量教之前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也难怪你们抓不住他们什么线索 他们已经是被你们逼得是走投无路了 这才选择这最后的路数 可惜的是 他们这最后的路 也没有走通啊 现在好了 一切都解决了 不论是观山九楼 还是无量教 那都是两位爱卿的功劳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七百六十六集 说归说 但也仅仅是说说罢了 皇帝口头上对两人的认可 更多的则是为了安抚他们两人 毕竟功劳让前卫抢了去 他们两人这心里不会没有意见的 这一点呢 皇帝也很清楚 一旁的长无极听着这话 脸上的神情未有变化 皇帝的话说到这里 微微停顿了一下后 又到 如今无量教和关山酒楼 已经不成什么气候了 两妈爱卿 日后也用不着为了这两处操劳 真得想想看 给你们安排个什么职位 才行啊 这话一出 宋无牙这心里啊 也是咯噔一声 这老话说的那是一点 都没错啊 飞鸟进 梁宫藏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了什么用处了 白卓也听出这话中的意思不对 立刻问道 圣上 这无量教和关山酒楼都没有彻底剿灭呢 这个就不劳白大人费心了 赵无极突然站出来 冲着白卓微微一笑 他们两方势力 如今已经分散开了 靠两位大人的力量 想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只怕会很是费力 如今我们仅因为已经封圣上旨意 追查无量教与关山酒楼的余塘 此话一出啊 白卓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若不是眼前坐着皇帝 他立刻就要发飙了 就连宋无牙都没想到 这个时候竟然直接让锦衣卫接手了 他们原本调查的事情 他们追查了整整一年时间的无量教 现在说不让他们管就不让他们管了 这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可这是皇帝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们又能到哪里去说这个理呢 白卓也很清楚 这个时候距离力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也像宋王牙一样 选择了沉默 张无极这边说完 皇帝又开口说道 要不爱卿暂且回去 这不日便会给两爱卿安排 临时让宋牙与白卓 不再追查无量教育 关山九楼的事情 以至于他们连个可做的事情都没有 皇帝甚至都没有想好 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官职 或者是差事 便将他们一直负责的事情 交给了锦衣卫 骑兵圣上 正要准备向皇帝告退的两人 听到这话之后 顿住的身形抬起了头来 赵无极走上前来 向皇帝恭敬道 昨日前 宋江之父司头义 道老还乡 一直与宋江之父一直 恐缺着 丽部还在安排之中 哦 还有这种事情 皇帝听着这话 微微皱眉 疑惑了一句 让两位爱卿 去做这一州之府 倒也不算是委屈 赵无极听着这话 急忙诱道 圣上 丽部对于补权的人选 已经有了安排了 承耀说的是 封在宋江府的安南侯 在司徒大人 离职之后死于非命 如今宋江之府空缺 此案还不曾有人调查 两位大人推理断 颇有一套 不如暂且这二位大人 前去调查一番 安南侯 皇帝听说死了个安南侯 很是疑惑 他都不知道这个安南侯是谁 不过赵无极说到了这事情 他此时正不知道 该如何给宋雅与白卓安排差事 当即便顺坡下驴 直接就同意了 好 这样也好 连外卿意下如何呀 皇帝都同意了 宋雅与白卓还能反驳吗 即便是皇帝询问他们的意见 那他们也不能说什么 当即宋雅公身应道 臣 灵志 白卓也跟着公身 臣灵志 嗯 两位爱卿 刚刚在应天府经历了一场大战 正好借着这个功夫去松江走走 一来能散散心 二来 也能带着家眷回家省亲 皇帝见两人点头领指 笑着把公务 硬是说成了让他们去散心和省亲 出了皇宫 白卓立刻就开始了抱怨 吴雅兄 这社长也真是的 怎能把这些事情 全都交给简一位呢 他明明就很清楚 这无量教和观山九楼 那是咱们两人一手 将他们别到这个地步的 现在好了 一眼看着到了最后清角的时候了 却让给了别人 这不是把咱们到手的功劳 全都给让出去了吗 最可气的 还是让给了简一位 让给谁 我都没有这么生气 宋乌鸦微微一笑 白卓 你呀 就看开点吧 你没看出来吗 这赵无极和圣上 给咱们两人 引了一出双簧的 双簧 白卓对日是疑了 吴雅兄 此话怎讲 他光顾着生闷气 这一点都没看出来 看圣上的表现就是了 再者 今天圣上宣我们进宫 倘若赵无极不说这话 难不成圣上 只是为了安慰我们一两句吗 显然宣我们进宫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 现在好了 咱们可以回松江了 宋乌鸦叹了口气 听着这一声叹气 白卓诧异 吴雅兄 怎么 你不想回松江吗 这个消息 通常告知司徒小姐的话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有什么高兴的 叔叔他已经回孝山老家了 咱们去松江府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破得了这案子 宋乌鸦摇着头说 咱们此去松江 这一路上 少说有几个月的时间 等到咱们去了松江 那南安侯的尸体 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不可直视了 很多直接的证据 咱们可就拿不到了 想要破案 那就看我们 有没有这个运气了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听了宋乌鸦这话 白卓这才反应过呢 眉头一紧 这怕是赵无极 给咱们俩人下的圈套吧 即便不是圈套 他也是没安什么好心的 宋乌鸦没好气的说道 回到了住处 宋乌鸦立刻找到司徒文 管 我们马上动身前往松江 你和小桓竟会收拾一下东西 去松江 怎么突然要回松江了 司徒文听到宋乌鸦这话 非常的吃惊 他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不少的事情 他猛然睁得了双眼 惊呼道 难道你们真的被贬官了 还是彻底被罢官了 二 你想哪儿去了 宋乌鸦见司徒文想到了这里 急忙解释道 我们没事 只是去松江调查安南侯被杀一案 并非你想的是什么禀官罢官的 这次回去顺道也可以前往萧山 看望看望叔叔他老一家 司徒文当即松了口气 拍着胸口道 吓死我了 你一说回松江 我还以为你是被罢官了呢 可这前往松江路途遥远 调查过案子后 你们还要回京吗 这个也不知道 看情况 宋乌鸦叹了口气 也没有多说什么 皇帝只是说 让他们去松江府调查这桩命案 至于之后的事情 他们可不知道 当然他们也不敢询问 生怕这疑问之下 会听到什么不好的结果来 白卓已经回房了 他的心情可是很不好 前往松江的路上 也高兴不起来了 司徒文没有再多问什么 立刻去准备行装 准备赶往松江了 宋乌鸦交代了几句 前去雇佣马车 准备尽快赶城 赶往松江 交代完了这些事情之后 皇宫里却来了人 带来了皇帝的圣旨 宋乌鸦 白卓 接旨 船指太监进入院内 站在台阶之上 居高零下地喊道 宋乌鸦正在院内 立刻来到了眼前 客气地向船指太监 施了一礼 白卓听到了动静 也快速来到了这里 白卓刚一到 那船指太监 立刻打开了圣旨 宋乌鸦 白卓 接旨 臣 接旨 两人齐声应道 恭敬地跪下身 奉天成应 皇帝赵曰 宋乌鸦与白卓 即可前往松江调查 安南侯一案 咱当隔日久 若不能查明 可留于下任之府 咱之后 儿等可归乡探亲数日 臣定 而等待天寻寿 寻防各地民情 亲此 圣旨颁布 内容很是简短 但是这圣旨啊 却让宋呀 心里暖洋洋的 一开始 他着实是有些失望的 失望皇帝对的他们 终究还是为工具一般 表面看似重量 可却并非如此 但此时圣旨一下 也让他明白 皇帝并非是那般的绝情 至少他没有忘记 宋乌鸦与白卓的功劳和苦劳 也理解此番前往松江 他们会遇到的难处 以及他们心里 都在惦记着 松江之后的事情 谢主荣安 宋乌鸦与白卓恭敬的谢恩 接过了圣旨 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 乌鸦兄 我还以为圣上这是要驱逐咱们呢 没想到圣上还定接着咱们 这下可好了 白卓高兴地说道 他之前是真的把宋乌鸦的话 给记在心里了 他生怕在这之后啊 再也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宋走了传旨太监 宋乌鸦与白卓的心情大好 招呼司徒文尽快收拾东西 尽可能地早点上路 今天的时间还早 还不到正午 他们要是手脚麻利点 这正午便能离开京城 司徒文与小桓收拾着东西的同时 因为已经将马车给他们准备妥当了 心情大好的宋乌鸦 看着时间不早了 马上就要到中午了 便决定在这京城的酒楼里 好好地吃上一顿 这也算是为他们自己践行了 说吧 宋乌鸦招呼见了一声 立刻去订了一桌饭菜 就等着司徒文与小桓收拾完东西 四人一同前往酒店 美美地吃上一顿 一个多月后 宋乌鸦一行四人 终于又踏在了松江的土地上 此行只有他们四人 因为没有在陪同他们身边 受到皇帝的召唤 原本跟随着他们的进卫 回到了皇帝的身旁 嗯 啊 不必已久的松江 我们又回来了 白竹下了马车 立刻伸了个懒腰 高兴地说道 宋乌鸦扭头看向身旁的司徒文 叹了口气 哎 虽然是阔比已久 却也不再是家 叔叔他老人家回到了萧山 这松江 与我们也没什么瓜葛了 是啊 一说这话 司徒文便赶伤了 原本他们回到松江 那就是回到了家中 和现在不同了 司徒已辞光回到了萧山 这里可就是他们途经的一个地方 叶雅兄 咱们不要说这种不开心的话 尽快把这安南侯的案子给破了 咱们不就可以去萧山了吗 到时候给他老人家一个惊喜 白卓剑两人的神情都不太对劲 笑着劝说了一句 宋雅点点头 白熊说的没错 咱们快些进城 这天也热 大中午的咱们进去吃点饭菜 好好地休息一下 如此知晓地待在马车上 一路地颠簸 我这腰啊都快要断了 哎 乌雅兄 瞧你这话说的 怎么腰就不行了 你这个年纪 可最是要注意这里的时候 白卓听了宋无牙的话 大有深意地说了一句 顺利地进入到了松江府 这次他们可并没有急着 前往松江的知府衙门 知府衙门连个知府都没有 这安南侯的案子 也是没有人理会的 刚刚落脚 宋无牙可是想着先休息好了再说 从他们得知这安南侯的案子 又算是来到这里的时间 怎么说也得有两个月了 两个月的时间 加之天气如此的炎热 安南侯的尸体 怕是早已经保不住了 想要破这个案子 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城中 城中找了家客栈住下 要了一桌子的饭菜 热了两壶酒 四人便痛痛快快地吃喝了起来 就这样酒足饭饱之后 在客栈里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 四人精神抖擞地来到了知府衙门 你什么人 干什么呢 这样的情形 宋无牙与白卓 他们可是没少遇见 刚到知府衙门前 就被门口的牙医给拦住了 宋无牙与白卓 也都见惯不惯了 这要开口呢 却见衙门里 窜出一个人来 瞎了你的狗眼了 连宋大人与白的人 你都认不出来了吗 这衙门里跑出来的 正是原本就在这里当差的胡补头 他对宋无牙与白卓 那可是熟悉的 远远的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才急匆匆地跑出来迎接 胡补头立声喝了一句 跑到那年轻的牙医面前 抬手一巴掌 就打在了他的脑袋上 你是先来的吧 连这二位大人都不认识 择过了一句后 胡补头冲着四人黑黑笑着 宋大人 白大人 你二位啊 可不有见怪啊 司徒小姐和小怀也许久不见呢 胡补头 客气地冲着宋无牙四人打着招呼 同时也拦在了他们的身前 是有些时候未见了 胡补头一向可好啊 宋无牙也笑着打着招呼 胡补头微微一笑 也说不上好 倒也说不上不好 不过啊 宋大人 您是不是不知道这知府大人他 突然间看到他们四人来到这里 胡补头第一反应 便觉得他们这是要来找司徒义的 可司徒义已经 辞官不在这里了 所以他这话说起来 有些犹豫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七百六十七集 这一点宋牙自然也看出来了 唯唯一笑道 说说他辞官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晓了 此番我们前来 是为了调查安南侯 遇害一案 原来如此啊 胡补头一听这话 这才收起了脸上的尴尬之字 我还以为大人和小姐 是回来找老知府的呢 进去再说吧 宋牙鸦说着 就往里边走 这新知府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任 这几日 我们便在这知府山里办 还没等宋牙迈出几步呢 鼓补头 便尴尬道 宋大人 这新来的知府大人 已经上任了 听着这话 宋牙的眉头一条 差异道 这么快就上任 那他可要调查此案了吗 知府大人 刚刚到任 还在整理府中的事物 还未曾理会此事物 还未曾理会此案的 胡捕头 哭着脸说道 这人命关天的大案子 这位先生任的知府 都不着急吗 这死的人 也不是普通人呢 可是安南侯啊 白竹美好气地 看着胡捕头问 胡捕头被他这话说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尴尬地笑着 宋牙微微合适 好了 胡捕头 你去通报医生 就说我们两位 因公前来 是 两位大人 请稍候 胡捕头应了一声 就往里边走 不多时啊 远远地就看见 一身竹棍袍的男子 走了出来 还没到跟前呢 便哈哈大笑着 向两人抱拳 打起了招呼 宋大人 白大人 别来无恙啊 一听这话 宋牙与白竹 也看清楚了他的命苦 这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令他们二人 没想到的是 这松江知府 刚刚到任的新知府 竟然还是 他们两人的老乡 这位老乡时 这位老乡时啊 不是别人 正是和他们有过一些过节的 祝云龙 兔大人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 他们可没有丝毫 惜了之意 完全都是吃惊 他们两人 怎么也想不到 会在这个地方 遇到 祝云龙 原本他们是 听说了 祝云龙的事情 知道 祝云龙被贬了关 而且被调离了京城 没想到 竟然是来到了松江 二位大人 没想到会在这里 见到本关吧 哈哈哈哈 祝云龙笑嘻嘻地 看着两人 尤其是他们二人 脸上吃惊的样子 让祝云龙很是得意 算算时间 咱们也有三个多月没见了 一晃这夏天 都快要过去了 算算时间 还真是三个多月 从他们前往应天府 再回去的时候 这来来回回 便已经有一个多月 再来到松江府 路途上一个多月 算起来还真是 三个多月 看到这人 若是令本关吃惊的 真是没想到 能在这里见到这人 宋雅点着头 承认自己 确实吃惊不已 祝云龙微微一笑 侧身往旁边一站 二位大人 里边请 咱们得好好的 训语进我 这倒是 宋雅客气地说着 要说他们之间 能有什么好序的 只不过在这松江府遇到 那也算是一桩缘分 宋雅不太 想不尽人情罢了 进了后堂 朱云龙招呼众人坐了下来 便说了起来 看样子二位大人 来到这松江府 应当是为了安南侯一案吧 没错 我们正是为了此案而来 宋雅说道 朱云龙接着又道 这十国树云 安南侯的尸体已经腐了 他的家人 已经将尸体带回 先行安葬了 尸体都已经下葬了 宋雅眉头一紧 这要是隐尸 只怕需要开关了 按你来说 尸体即便是腐败不堪 也应该暂且留在衙门 才对 这话不假 不过武作已经厌过尸身 所以本府便将尸体 交还给了安南侯的家人 再怎么说 这安南侯大乔也是个侯爷 虽算不上是皇亲国戚 好歹也算是个贵位 本府可没有那个能耐 拦着他的家人 不让他这个侯爷入土 朱云龙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这话说的倒也没什么问题 人死后入土为安 这是自古的传统 尤其是在这个天气里 眼睁睁看着尸体腐了 这家人心里 自然是不忍了 宋雅点了点头 竟然有五座验尸 到游房了 二位大人何时到的松江府啊 朱云龙简单地说明了尸体的情况后 向两人询问起来 这松江府的事情 白猪回道 昨日刚到 休息了一晚便来了 二位大人还真是辛苦啊 这一路上周车劳端 理应多休起一番才是 今日难得我们在这松江府再见 吩咐今晚设宴 二位大人务必赏光啊 朱云龙笑着 邀请两人 这朱云龙啊 他是真的改姓的 原本在京城的时候 他对宋雅与白猪客客气气的 那是为了让他们调查吴亮教的事情 这也算是说得过去的 可是现在他们离开了京城 这吴亮教也用不着他们调查了 他依旧如此对待两人 这让宋雅感觉到有些奇怪 既然他邀请两人吃饭 宋雅雅倒也没有拒绝 既然朱大人这般热情 那本官便恭敬不如从命 不过本官可把话说到前头 咱们可都是旧时啊 朱大人可千万不能太过铺盏 啊 就一宋大人所言 朱云龙见宋雅答应了 倒也没有在乎他所说的这些要求 爽快地点头了 这吃饭是晚上的事情 这案子可是要在白天去调查的 宋雅雅看着朱云龙 问了一句 不知道朱大人对此案有何见解 可曾有什么重点回来的嫌犯 我问宋大人 此案本府还未调查准备几日后处置 没想到二位大人此刻就来了 既然二位大人专程为这桩案子前来 那本府便不插手了 朱云龙笑着说道 果不其然 正如虎捕头所言 这朱云龙来到松江府之后 那是压根就没有理会过这桩案子 就好像他知道宋雅与白卓要来一样 等着他们来调查呢 虽然朱云龙这话也让人听着有些不爽 可着实啊 也没什么好说的 毕竟宋雅与白卓确实是专程为了这桩案子而来 他们从头调查也是正常的 说吧这话 宋雅站起身来 嗯 如此我们便先看看案子的经过吧 好凡朱大人分派几名牙医 听从我们使唤 这个自然 朱云龙爽快地答应下你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打扰朱大人办公了 想必朱大人刚刚上任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宋雅客气地说了一句 便准备开始着手调查此案了 朱云龙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 宋大人 此话一点不讲啊 这在京城道也算是每日都闲不下来 可没想到 这知府 更忙 感慨了一番 朱云龙 找来师爷 让师爷带着两人先了解案情经过 之后便由胡普通 负责带着他们前往案发现场 两个多月前 正是一个月圆之夜 安南侯醉酒而归 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之后 也不用洗漱 也不用下人服侍 倒头便睡 直到第二天一早 前来服侍的婢女 看着渗透了窗户纸的鲜红的血迹 换来了院内的家丁 一同进屋查看 却见安南侯啊 已经死于非命 鲜血喷溅的满屋都是 胡普通 现场真的到处都是血迹吗 宋牧雅感觉很是诧异 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向胡普通询问了一句 他在知府衙门所看到的 对案情以及现场的描述 感觉无比的夸张 他这一问 胡普通变着嘴 瞪着眼 朱子很是用力的点着头 宋大人 这密案现场我也见过不少 可这么害人的 还是头一次 那么大的一个屋子 血见得到处都是 滚下人的 说起现场啊 胡普通都感觉有些恐怖 从这一点判断 只怕现场大量的血迹 是真的了 这说话的功夫 宋无牙一行人便来到了 安南侯的侯仪府 远远的 众人便看到侯仪府前挂着白帆 可见这白事啊 怕是还没做完呢 按理说这日子早已经过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这还能听到里边 传来的 永惊的声音 来到门前 这侯仪府的下人 就把他们给拦住了 胡普通 你们怎么又来了 门口的下人一开口 就让宋无牙解人 想不明白了 白竹是满眼古怪的 看了宋无牙一眼 胡牙兄 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呢 宋无牙点了点头 抬头向那下人质问道 李家侯仪死于非命 你们不盼着官府早上抓获真凶 本人看到官府来人如此厌恶 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是什么东西啊 敢在我们会员府门口大呼小叫的 李家人一听这话 当即就怒了 直接就骂了起来 混账 那胡普通啊 一听这话怒喝一声 就差也将那配刀给抽出来 还不赶紧跪下赔赞 这二位可是朝铁在秦斩 送的瑞白的人 你一个小小的奴才 敢对钦差大人如此大呼小叫 出言不逊 我看你是想随你们家侯爷 一道去见阳王爷了 胡五头啊 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这守门的下人当即一个嘟子 就跪在了地上 你想着下的有眼 你帮我来接在大人 这可问死 这可问死 他怕是在这松江府的一亩三分地 也嚣张惯了 哪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天呢 胆子都快要吓破了 宋牙懒得和这样的人记性 好了 去通知你们家住一声 那下人见宋牙没有怪罪 连滚带爬的就往府里跑 在门口等候了片刻 就见着那名家丁 带着一名容貌美丽的年轻妇人 来到了门前 见过两位钦差大人 年轻的妇人 恭敬地向两人行礼 一旁的胡捕头急忙道 二位大人 这位便是侯夫人 哦 夫人还请节哀 宋牙点了点头 说了句场面话 侯夫人微微和首 带着几人进入了院内 绕过罩壁 立刻就看到院内围坐在灵堂之前 高声涌京的僧侣 侯夫人知晓他们前来是为了调查案情 直接就带着他们向后院而去 走到了灵堂之前 宋牙停下了脚步 所以谋命 上炷香也是应该的 遇着这等事 宋牙倒也不拿着自己的身份 照顾其他人呢 给这位安南侯上了一炷香 多谢钦差大人 侯夫人见宋牙一行人为侯一上香 非常感激地道着生气 随着侯夫人来到了后院 宋牙远远地便瞧见了窗户上的大片血迹 窗户纸上大片的血红 令人触目惊心 跟在他们身旁的司徒文小魂 一看到这一幕啊 这脸色就变了 这血迹还真是恐怖 从外边看就感觉到处都是 可想而知这屋子里是个什么情况 这血应该不是建上去的吗 宋牙从外边看到这个状况 便疑惑了一句 先不说这人有多少血 能见到这个程度那就不太可能 更何况这血啊 到处都是 怎么看都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虎捕头微皱着眉头 快步上前 撕开了旗上的封条 推开了房门 一开房门啊 虎捕头立刻就退了回来 走到跟前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 时间已久 这屋子还未有变动过 那原本满是鲜血的地方 也任由它慢慢变化 还未进去呢 抬眼看去这屋内的情形 与那窗户是一模一样 到处都是血迹 呈现出颇见的样子 喂 你们要不要进去 打算进去的时候 宋牙回头问了司徒文一句 司徒文很是果断的摇了摇头 我们不进去了 就在这院子里看看 说的也是人 这屋内的地面上 墙壁上到处都是血迹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找 这屋子不小 一边是卧房 一边呢是书房 中间还有一间厅堂 这三间屋子算起来 便足有十余帐 血迹是从卧室一直到厅堂 足足有六七丈的距离 几乎没有什么空躺的地方 全部都是血迹 这 这可真是血迹三丈啊 白卓看着地面上的血迹 感慨了一句 宋牙缓缓走进屋内 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让他捏住了鼻子 皱起了眉头 侯夫人守在门口 也是没敢见的 只有宋牙一行人 与虎捕头带来的牙医 走着见了 他们刚一进屋 宋牙便回头致日 你们都在屋外护着 虎捕头随我们见了就是 虽然说他们不是第一批 来到现场的人 这现场很有可能 已经被破坏了 但至少现在他们见了 宋牙是不想再破坏这里的 虎捕头跟在了他的身后 宋牙当即问道 虎捕头 这死者的尸体 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就是在这里 虎捕头抬手一指 直接指向了 厅堂的西南的一处角落 看到那个角落 也是大片的血迹 宋牙又问 是什么姿势 当时应该是 靠坐在那个地方的 虎捕头回忆了一下 才回答这个问题 宋牙又点了点头 没有接着再问 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了地面上 地面上有不少的脚印 其中不少的脚印 踩在了血迹上 可见这是前来查看 县整的牙翼们 或者是其他人留下来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768集 脚印太多 已经完全看不出什么来了 只是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将原本地面上的 血迹的形状 给踩得不像样子 我记得死者 当时是喝醉酒回来的 他理应是在床上睡觉的 可他为什么死在了这个地方呢 宋牙检查了地面 没什么问题之后 这才向着死者所在的 那个厅堂的西南角落走去 同时又问了一个问题 西南角就在 一进门的左手边 距离门口 不过是一丈多的距离 在尸体的头顶上 正对着一扇窗户 如宋牙所言 死者回到家里 都没有让下人服侍 直接就倒在床上睡觉了 可最后却被发现 死在了这个地方 这本身 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死者如果不是 自己走过来的 那就是被人抬过来的 除此之外 这满屋子的血迹 又是怎么来的 想要造成如此多的血迹 必须要有大量的鲜血才行 而这些鲜血 是否全都来自于死者 这个不得而知 宋牙仔细查看之后 并发现了一点 这屋内所有的血迹 绝非是来自死者 伤口的自然喷嚏 而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搞成这个样子的 而这个人 恐怕不太可能是死者本人 最有可能的还是凶手 可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个 我们也没有调查出来 胡捕头无可奈何地说道 死者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是没办法 给宋牙一个解释的 胡捕头这话呀 刚刚说完 白卓在一旁道 胡捕头 我倒觉得这个不太重要 不知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的血迹 嗯 注意到了 血迹是凶手 故意弄成这副模样的 宋牙听到这话 当即说道 这一点呢 他刚刚就注意到了 没想到白卓也注意到了 谁知道他刚说完这话 白卓却摇头道 胡捕头 我说的 不是这个 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还用得着 我提醒你嘛 我是说 这血迹是用来掩盖东西的 掩盖东西 这倒是让宋牙诧异了 他还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白卓现在这么一说呀 他立刻就认真地看了起来 他这一看呢 还真是看出点东西了 正如白卓所说 这血迹好像真的是为了掩盖一些东西了 这血迹到处都是 这本身就非常的奇怪 而且这样的血迹 绝对不是来自于死者伤口的喷剑 这个一眼就能够看出了 刚来这儿 宋牙并未过多地注意这些血迹 却被白卓一语道破 这些血迹是为了掩盖某些东西的 乌亚兄 你看这里 分明就是几根手指头留下的痕迹 白卓指向窗前 指向了一张窗户纸 窗户纸上确实有几道如手指印一般的血痕 而且这几道血痕的窗户纸也已经开裂了 宋牙凝重地看了一眼后道 只是有人用沾了血的手 轻轻地抹在了窗户纸上 这个手指印完全看不出来 是不是故意留下来的 但至少有一点 窗户纸没有破碎 便说明这个手指印留下来的时候 此人并没有过多的用力 没错 这很有可能 就是凶手想掩盖的东西 白卓点头说道 从这个上面 宋无牙也很难判断出来什么 毕竟已经被血迹掩盖 而且这手指印是怎么来的 也完全没办法说明 倘若这手指印啊 是凶手破坚血迹之后 才在这窗户上留下来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宋无牙点了点头 又向一旁的胡伯托问道 胡伯托 当时你们前来可曾对侯业府 进行过全面的搜查 这个没有 胡伯托犹豫了一下 说道 他这话一出啊 宋无牙当即就皱眉道 如此之多的血迹 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 这凶手非常有可能会在衣服上 留下血迹 倘若凶手就是这侯业府内的人 那他沾了这血的衣服 就必定还在这地方 宋无牙这么一说 让胡伯托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确实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也没有考虑到这些 当时没有了知府 以至于这案子的调查 也几乎变成了应付差事 现在怪怨他 已经没什么用了 现在开始搜查也来不及了 两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足够让凶手将血迹处理掉了 算了 宋无牙叹了口气 又问道 那死者死在此处 他的伤口在何处 死因又是什么 伤口在脖子处 被一把匕首锁伤 我们在侯业府的后门旁的墙外 发现了他 应该是凶手逃离侯业府时 在翻墙的过程中 无审将其掉落的 虎卜都向宋无牙 说明了凶切的事情 宋无牙琢磨了一下后 没有再多问 他缓缓起身 一寸一寸地搜寻着 厅堂内的一切 整个厅堂搜寻下来 满眼鲜红的血液 丝毫的线索都难以找到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从左到右由上到下 细致到了极底 可厅堂被破坏得最为严重 现场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脚印 早已经看不出什么来了 除了发现死者的那个角落 还需要在细致查课之外 这厅堂之内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目光再次落在了 发现死者的地方 宋无牙还是很疑惑 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紧靠在一扇窗户之下 墙角处有一片空白 死者就是坐在这个地方的 从这一点来看 当时死者 臀部上的衣服 是没有血的 而现场经过如此血腥的对待 在这角落周围也全都是同样的血镜 如此来看 死者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凶手还没有布置眼前这样的现场 可是当时死者是死是活 还没办法判断 这凶手的手法很是简单 凶器杀人 胡乱地布置现场 然后逃离 按理说 这是一种简单的案子 可现在难就难在 过去了两个多月才来调查 白竹看着宋无牙 面对死者所处位置 紧皱眉头犯愁 感慨了一句 如白竹所说 他们来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凶手杀人之后 将现场搞成这样一塌糊涂的样子 还很是自在地离开了现场 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这凶手是谁 说起来 这是一桩简单的事情 可这么做 必定是耗费不少的时间 而且这里还是侯爷府 刚刚进来的时候 宋无牙便看到这侯爷府的下人不少 这么多的下人 在案发当夜难道就没有人看到过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或者说 他们就没有人听到这里有什么动静 或者是有什么不对劲的情况吗 房间里没有侍奉丫鬟 这倒也罢了 可这侯夫人 难道也不在这里睡吗 宋无牙想到这里 稍加琢磨了一下 缓缓站起身来 白小 我们进房间里看看吧 没有过多的纠结这个问题 宋无牙与白卓进入了死者的房间 房间里与厅堂一般 到处都是血迹 空气中泥漫着 一股难闻的气味 床铺是整整齐齐的 刚一进入卧房 宋无牙一眼就看到死者的床塔之上 床铺可是整整齐齐的 一点都不像是睡过人的样子 白卓听到这话 立刻疑问 当时这侯爷可是醉细讯的回来的 但理应直接上床睡觉 即便说当时他没有睡觉 也应该有人将其扶到床上啊 难道说侯爷回来没多久 便死在了房间里 宋无牙摇里摇头 这个我们一会儿说 先看看周围 想不明白的问题 就暂时不要去想 卧房内一定会有不少的线索 这里是侯爷平日里休息的地方 一些关于他的生活细节 那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胡伯头 你去看看床下 宋无牙见胡普通 在一旁看着他们两人调查 便给他安排了个差事 胡伯头点点头 立刻就跑到了床下查看 大人 这床下有一只鞋 胡伯头立刻就有了发现 向宋无牙喊了一声 用佩刀将那只鞋子给剥了出来 一偶发现 宋无牙与白竹立刻就凑了过去 女人的鞋子 只有这一只吗 宋无牙诧异地 看向那只鞋子 这鞋子很小 还是一双粉色的鞋子 旗上没有绣花 有些地方已经看出了磨损的痕迹 可见这双鞋子并非是来自侯夫人的 应该是这侯爷府上某一个婢女的鞋子 立刻去问一下 这鞋子的主人是谁 宋无牙当即拆使胡普通 去找到这鞋子的主人 一只女人的鞋子出现在了死者的床下 是因为什么缘由 这个不得而知 宋无牙可以肯定 这鞋子出现在这里 即便和此案没什么关系 那也一定和这个侯爷有关系 胡普通立刻拿着鞋子来到了门口 招呼一名牙医过来 让他去办这件事情 而他又回到了房间里 宋无牙查看着房间内的桌子 桌子上的茶杯倒扣着 托盘内能看到一些茶水留下的痕迹 他轻轻地打开茶壶 茶壶内的茶叶已经发霉了 但看得出来茶叶还是湿的 想必出事之前 这茶壶里还是满满的一壶茶水 就这样被放了两个月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白卓那边来到了衣柜前 轻轻地打开了衣柜 这里有女人的衣服 白卓看到了衣柜 当即便说了一句 他这话可把宋无牙都给多笑了 白卓 你开什么玩笑 你刚才又不是没见着侯夫人 这侯爷房间里有女人的衣服 这有什么好奇怪 这衣服恐怕不是侯夫人的 白卓见宋无牙笑话自己 扭过头来如此说道 这一下子轮到宋无牙奇怪了 这衣柜里还不是侯夫人的衣服 那这怎么可能啊 这里是侯爷的房间 怎么可能会有其他女人的衣服呢 又或者说这侯夫人有问题 她当即来到了衣柜前 一看到衣柜里的衣服 她就明白了 难怪白卓会说这些衣服 可能不是侯夫人的 这么一看呢 还真是 这些衣服可一点都不华丽 全都是朴素的样式 不像是有钱人家的穿着 这房间难道不是侯爷的 宋无牙诧异地回头看了看 虽然有这样的疑惑 可这房间的规格可是很高的 这里绝对不是一个下人居住的地方 刚刚那衣柜里女人的衣服 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那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衣服不多 这有这么几套 除此之外 没有看到男人的衣服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房间 应该是一个女子的房间 而侯爷 只不过是恰好来到了这里 白卓看着衣柜里的衣服 当即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这一点宋无牙也赞同 这案发的现场 绝对不是侯爷的房间 而这个房间的主人 应该是一个身份 卑微的女子 虎捕头 这房间的主人是谁 宋无牙回过头来 便是疑问 他话刚问完 便看到虎捕头那张脸上的神情 虎捕头脸上的神情非常的怪异 可见他是知道这房间主人是什么人的 怎么 这事情不太好说吗 也是看出了 虎捕头脸上的为难之处 白卓在一旁疑惑的无奈道 虎捕头苦笑一声 两位大人 咱们这位侯爷 除了喝酒之外 就是好色 这房间原本是个寻常女子的住所 至于是什么人 被职也没敢多问 他哪是没敢多问的样子 他分明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只是在他们两人面前不敢多说罢了 再怎么说 这死者大小也是个侯爷 虽然说被人谋杀在这屋内的 为了调查凶手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掌握的 现在可好 碰到这事情 竟然为难了 宋武雅也没有追问 反正迟早她是会知道的 窝室内 除了那衣柜之外 就是那床下发现的一只鞋子呢 这个房间并非是死者的房间 而是属于另外一名 清贫女子的房间 但是这女子的身份 他们暂时还不清楚 整个现场 没有什么多余的线索 仿佛全都被这大量的血迹 所掩盖了 胡言兄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这整个房间里 也就那边还算是正常一些 没有什么血迹 白卓一直盯着眼前这些干涸的血迹 机遇作物 没有找到什么线索的情形之下 立刻就要换个地方 缓紧一下 三人来到书房 这里确实非常的干净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虽然没有人打扰 但也没有多少灰尘 书房内的摆设整整齐齐的 也不知道是从未有人动过 还是原本这里的主人 就是一个比较整洁的人 书架上 书籍整整齐齐的马放在上面 最上面的地方落下了点点灰尘 书桌上 一盏油灯还照着灯罩 旗内的灯芯呢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整洁的房屋之内 看不出丝毫不对劲的地方 反而让宋雅感觉这里 很有问题 虽然有这样的感觉 可他真的是没办法 在这里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呢 扭头看向一旁的白卓 白卓 你可看出这书房 有什么问题吗 白卓听着这话 诧异道 乌雅修 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我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啊 我也没看出来啊 宋雅说道 看来白卓和他一样 没有在这里找出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宋雅不愿就此放弃 又向一旁的虎骨头 问道 虎骨头 这现场与你们第一次见了之时 可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吗 变化 好像是没什么变化的 吴捕头犹豫了一下 不太确定地说道 是否有过变化 还真是不太好确定 不过宋雅 暂时也只能当他没有变化了 现场整个进行了查看 却并未发现 什么重要的线索 走入房间 司徒文娱小桓 还在院落里行走着 那位侯夫人 也恭候在外边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以 第七百六十九集 两位大人 可有发现 他们刚一出来 这侯夫人 便立刻来到了 两人的面前 询问情况 情况还不明确 我们还有些事情 要向侯夫人询问 她这一问呢 可算是难住宋无牙了 出来乍到的两人 也只是在现场 这么绕了一圈 这案子 具体如何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解呢 哪能给她下什么结论呢 侯夫人一听这话 微微叹了口气 低下了头 两位大人这边请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侯夫人招呼宋无牙与白竹 前往应客的厅堂 两人坐下之后 侯夫人招呼丫鬟 为两人准备了茶水 两位大人有什么要问的 尽管问吧 侯夫人吩咐丫鬟之后 便向宋无牙与白竹 示意道 宋无牙点了点头 直接问起那屋子主人的事情 本官在现场查验 发现侯爷身亡的屋子 并非是他居住的地方 侯夫人听到这话 仅仅是犹豫了一下 便点头道 没错 那本不是我与夫君居住的地方 那日夫君醉酒而归 不巧去了那个地方 听夫人这话 那想必侯爷 不是时常在案发现场居住 而是另有地方 白竹立刻接话道 侯夫人微微犹豫 却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 那这屋子原本住着的是谁 宋无牙继续询问屋子主人的事情 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侯夫人明显地表露出了 不愿意回答的样子 她从一开始 虽然表现得非常配合 但宋无牙已经看出了 对于这屋子的事情 侯夫人未必说了真话 是真是假 目前还不重要 对方倘若不愿意说真话 宋无牙再怎么问 她也未必肯说 当然这诺大的侯爷府内 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侯夫人 还有许多的仆人在 从这些仆人的口中 她也能够得到想要的答案 犹豫了好一阵 侯夫人面露蓝色 白竹是等不下去了 看来此案另有隐情啊 夫人 为了早日见她凶手 还请如实先告 唉 侯夫人一声叹气之下 那屋子 原本住着一名青楼女子 是侯爷她从妓院赎回来的 只因为她名声不好 一直安置在那间屋内 却不曾向外人多说 不过这事情 外人也多有知晓 是我们侯府的家丑 那青楼女子 现在在何处 宋无牙问到了屋主 随即向侯夫人追问 侯夫人接着说道 这女子 原本是个清平女子 是被人拐卖到此处的 她百般勾引侯爷 不过是为了 让侯爷帮她赎身 她在我们侯府住了一段时日后 便不辞而别了 说起来 她也算是个白眼狼 侯爷白白给她花了银子赎身 听着这话 宋扬微皱眉头 接着又问 难发之前 那女子 并已经离开了侯府 是的 侯夫人点头 好 宋无牙 又点了点头 那侯爷平日里 可有什么仇见 或者说 与什么人有过节吗 这个没有 侯夫人 很是肯定的回答 侯爷身份高贵 吃喝不愁 平日里 也只有喝酒 与沾花惹草的恶心 除此之外 对外人那向来都是很好的 这一点 大人可向府上下人询问 侯爷平日里 对他们如何 他们心里最有数 好 宋无牙应礼一声 接着又问 那夫人与侯爷 关系如何 侯夫人一听这话 当即一愣 瞬间变了脸子 猛地站起来 向宋无牙 立一声质问 大人这是什么话 莫非你是怀疑 我杀了侯爷吗 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问题 竟然还把这 侯夫人给激怒了 这是宋无牙 没有料到的 他竟往前身陪礼 夫人 您误会了 本官并非此意 本官只是想问夫人 平日里与这侯爷的 接触可多 她的一些事情 您是否都清楚 这般一解释 侯夫人这才哼了一声 缓缓做了下人 刚刚我已经说了 侯爷往日里好饮酒 好沾花惹草 守着皇家的风赏 他是什么都不用做 对于他的品性 我也多有怨言 可毕竟我只是个 妇党人家 管不了那么许多 原本将那青楼女子 接入侯府 我是百般不同意的 可以拦不住侯爷 执意要将其带回府上 侯夫人神情黯然地 说着这些话 言语间能够听得出来 她还是有些气愤的 可听了这些话的宋乌鸦 却不太满意 侯夫人虽然说了不少 可说得太过于委婉 以至于答案的根本 不是她想要的问题 侯夫人不愿意多说 宋乌鸦也就没有继续 在这个问题上多问 她抬眼打量着侯夫人 侯夫人年轻貌美 看样子不过是三十出头的年纪 衣着打扮更是大方得体 确实像个贵族夫人 突然间碰上宋乌鸦 这直勾勾的眼神 侯夫人被看得心慌 愤怒地瞪了回去 被这么一瞪 宋乌鸦这才回过神了 自己太过认真了 刚刚这样盯着一个 刚刚丧分的女子看 着实是不太礼貌 只怕侯夫人都怀疑 宋乌鸦是不是 用心不纯 那麻烦夫人将府上 与此案有关联的人 喊过来吧 本官要询问他们 宋乌鸦结盟开口 毕命尴尬继续下去 侯夫人吸了口气 抬头看向门口 顺宋 去把那些人叫来 守在门口的丫鬟立刻出了厅堂 去招呼那些与本案有关系的下人 纷纷这些 宋乌鸦又向侯夫人问道 还请夫人暂且回避 本官要单独审问他们 侯夫人面入差矣之色 疑惑地看着宋乌鸦 却没有急着起身 看来侯夫人 对宋乌鸦这话不是很满意 毕竟这里可是侯夫 他审问这些下人的时候 居然要避着他这个主子 侯夫人的意思 宋乌鸦也看出来了 这让宋乌鸦有些为难了 毕竟侯夫人要是不走的话 他也不好强硬地让他离开 但是他要在这里的话 难免那些下人 会因为对他的畏惧 而不敢说出一些实情 夫人是怕 这些下人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吗 宋乌鸦淡然地看向侯夫人 问了一句 侯夫人一听这话 当即便站了起来 我有什么好怕的 宋大人想问什么便问什么 尽管向他们询问便是 侯夫人美好气地说了这 便带着微微怒意 快步走出了门外 看着侯夫人离开 宋乌鸦冷笑道 白兄 这侯业服可不简单 这侯夫人不愿意说实话 咱们得好好地向这些下人 旁敲侧击一番才行 是啊 他说话虽然不怎么犹豫 但这话怎么听都有问题 尤其是他说那女子 是个青龙女子 这我可是完全不相信的 白卓也认同宋乌鸦这话 点头说道 他们两人全都看出这一点了 这侯业服还是藏着秘密的 就说了这么一句 外边就来了人了 先前去叫人的婢女 已经将和这桩案子 有关系的一些下人 叫到了跟前来 胡捕头前来向两人禀报 两位大人 人已经带来了 胡捕头 除了这些人之外 你却找了其他的下人 向他们询问一下 案发前后有什么人换了信息 主要是问婢女 刚刚宋乌鸦 就已经留意过了那双鞋子 鞋子的样式 与府中其他丫鬟所穿的相差无几 可见这鞋子 就是来自府中的某个婢女 胡捕头应了一声道 那大人 让他们一个一个进来吗 一个一个进来 宋乌鸦应道 很快 一名婢女 便进入了厅堂内 自下无人 宋乌鸦就是为了 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 好让他们敢把 该说的话 说出来 婢女见过大人 婢女年纪不大 看样子不过是十五六岁 她一进来 便乖巧地跪下 向他们两人行礼 婢女 起来坐下说话吧 宋乌鸦指着指一旁的椅子 让其坐下 婢女缓缓站起身来 却摇了摇头 没有过去坐下 尊卑之分太过明显 在这侯爷府里 她可不敢放肆 更何况眼前这二位 还是朝廷的 钦差大致 见她不敢坐下 宋乌鸦也没有强求 案发当日 你在做什么 宋乌鸦立刻开始的询问 婢女那天 清晨前往房间服侍侯爷 发现了侯爷死在屋内 婢女回话 原来是她发现的死者 那你便从最后一次 见到死者说起 将事情的整个经过 详细地说来 头一天的夜里 侯爷醉醺醺醺地回来 要回屋内休息 却被夫人赶了出来 侯爷便气冲冲地 到了这里 民女想要服侍侯爷 洗脚休息 却被侯爷赶了出来 之后 民女等待了一个时辰 见屋内灯火还亮着 便进去熄灭了烛火 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 民女便不知道了 然后就是第二天的清晨 民女送来了热水 准备伺候侯爷洗脸 却不想 一来就看到了窗户上 到处都是鲜血 民女胆小 便喊来了其他人 一同进入屋内 却见 侯爷已经死去多时了 这婢女将案发 当时的情形讲述了一遍 这可一点不细致 是大概进行了一番描述 是因为过去时间太久了 还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就不能说得更细致一些吗 宋牙疑惑地 看向那婢女问道 婢女低着头 大人 这不行吗 当然可以 不过 你要是能说得更详细一些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的 比如说 当时侯爷被夫人赶出来的情形如何 他们有没有发生过争吵 又或者说 当时他们各自都说了什么话 侯爷来到这间屋子之后 对你发火的时候 又说了些什么 宋牙详细地给这个婢女说明了一下 好让她明白 宋牙想要的细致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了这话 婢女点头道 那婢女从头再说一遍吧 婢爷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咱们一样啊 他们一辈子怕也难得和官府打交道 我看呢 还是我来问吧 白竹听着宋无牙这些话 没好气地指责道 白竹的话让宋无牙有些尴尬 她说的一点都没错 以不能怪这婢女说的简单 实在是因为 她也不知道宋无牙想要听她说什么 现在好了 白竹帮着她说了句话后 便开始询问起来 当天夜里 侯爷是什么时候回府的 快到子时的时候 她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喝了多少酒 还算清醒吗 当时只看侯爷浑身酒气 醉醺醺醺的样子 走路都摇摇晃晃的 不过应该还有些神志的 那她回来之后 便直接回房休息去了吗 是的 民女得性之后 便立刻准备好了热水 前去服侍侯爷了 刚去了 便撞进侯爷的屋内 传来瓷器摔破的声音 紧接着 就听到夫人骂了起来 夫人她说 她说 白竹和婢女一问一答地进行着 刚刚问了这么没几句 这婢女的话呀 就开始吞吞吐吐的起来 好像白竹问的这话呀 她不敢说一样 你放心吧 除了这门 谁也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 白竹看出了婢女的担忧 立刻就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 听到这话的婢女 疑惑地看着白竹 问道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白竹肯定地说道 婢女听了白竹给她的保证之后 这才鼓起了勇气 说道 夫人她说 你最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最好是死在哪个贱女人的肚皮上 听到这话 宋乌鸦都觉得诧异 她很难想象 刚刚那个庄重的侯夫人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过想想也是 这话也是人至长情 自己的丈夫整日与其他的女人寻欢 将她独自留在家中 这样的日子 自然会让她觉得苦闷 发发牢骚 说些狠话 那也是正常的 夫人 她真的这样说的 白竹也吃惊地确认了一句 婢女点了点头 确认自己没说胡话 白竹察觉到自己啊 刚刚有些失态了 急忙回过神来 接着又问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那当时 侯爷说了什么 侯爷当时醉醺醺的 说话也是含糊不清的 不知道嚷了几句什么 然后就摔门出来了 侯爷出来之后 是直接去那个房子吗 不是 好 那他还去了什么地方 因为那个屋子已经空了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那个屋子不干净 侯爷当时离开了房间 去了后花园 去了后花园 这几天天气闷热 这后花园必定有不少的蚊虫 而且他喝醉了酒 怕是只想找个地方睡上一觉 怎么会想着去后花园呢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七百七十集 一女一样的一生 确认自己说的没错 侯爷当时确实是去了后花园 如刚刚所言 宋牙与白竹都很诧异 这侯爷怎么想着要去后花园了呢 白竹立刻疑惑道 她去后花园干什么 去 去找小婉 一女犹豫了一下 说道 离开了自己的夫人之后 这喝得醉醺醺的 快要步行人似的侯爷 竟然去找了另外一个女子 白竹接着询问这个小婉的事情 感觉这个案子的背后 确实是夫子 婢女当即说道 小婉和我一样 也是侯府中的一个丫鬟 那按理来说 应该是你来服侍侯爷的吧 那为何侯爷去找了这个小影呢 原本服侍侯爷的是小婉 是夫人让我来接替了小婉 哦 原来如此 那你接替了小婉之后 小婉做了什么 小婉在后院整理杂物 让一个弱女子去整理杂物 那侯爷见了小婉之后呢 侯爷没见着小婉 就气冲冲的到了那个屋子里 这个屋子原本的主人 是你们侯爷从经院书生回来的一个女子吗 白竹对于那屋子主人的身份表示怀疑 她觉得住在那个屋内的女子 应该不是一个轻柔女子 从那些衣服上来看绝对不是 果然 她这么一问呢 那婢女当即摇头 她不是那种女人 她是 我也不知道她是哪里来的 她没和我说起过 案发现场所在的那个屋子主人 显然不是一个妓女 而且身份还是神秘 这婢女显然与那个女子之前有过接触 但是对于那个神秘女子的身世 她却了解不多 白竹没有回婢女的话 接着追问 那她现在人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 婢女摇了摇头 这个女子在这个案件之中 很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可偏偏 她却不见了踪影 那她是在什么时间不见的 是在 婢死之前吗 虽然刚刚婢女已经说过了 这个屋子在侯爷出事当晚之前 已经空置了许久 但白竹还是想再次确认一下 应该是在侯爷出事前一个月吧 听你刚才说 这屋子不干净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 这个我不敢说 婢女听到白竹问起这个 一下子害怕起来了 神情紧张地看着她 直言说 自己不敢说这件事情 这究竟是什么害怕的事 让这个婢女感到如此害怕 她究竟是因为这个屋子里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呢 还是因为其他的缘故 白竹围皱着眉头 向一旁的宋乌鸦看了一眼 得到了宋乌鸦确定的眼神之后 又继续询问 你害怕的是什么 我 我 婢女依旧是支支吱吱的 说不上来 可她这神情是真的害怕 某种东西 显然话已经没办法继续询问下去了 婢女低着头 身体已经在微微站立了 她的恐惧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而且这个恐惧也绝对不是来源于人 倘若是来源于某个人的话 那这个人给她的内心是留下的多么巨大的疼痛 好了 你先下去吧 白竹建筑 急忙让她下去休息 免得继续询问下去 再问出什么事情 婢女立刻应了一声 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这里 乌鸦兄 你说这屋子弄鬼不成 怎么把这个丫鬟 吓成这个样子 你说她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情形 白竹 咱们这一路走来 鬼怪可是见过不少了 到头来不都是人为的吗 她说这屋子不安静 那必定是有什么缘由的 或许这件事情和侯爷的死 是有直接关系的 咱们再从其他人的嘴里问问看 这小姑娘害怕的究竟是什么 宋乌鸦自然是不会相信什么鬼怪的 那小丫鬟所说的屋子不干净 宋乌鸦猜测 这一定是有什么人在搞鬼 要不然就是有人误解了一些 她完全不理解的事情 乌鸦兄 你说这侯爷品行不端 是不是抢了别人的妻女啊 白竹听了宋乌鸦的话之后 反倒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房间内的衣服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是几件粗布衣服 绝非是侯夫人所说的青楼女子所穿 那些衣服倒像是寻常的百姓女子所穿 从数量上来看 这女子不像是被抢抢到这里来的 这一点宋乌鸦自然也疑惑 但她也说不上来 这是不是侯爷抢了别人的妻女 至于这女子究竟去了何处 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 想了想 宋乌鸦说道 何修 接着学用其他的人 等人都问过了 咱们再考虑这些 好 白竹点头应了一声 抬头向外喊道 下一个 她喊过之后 便见一名家丁走了过来 见过二位大人 家丁跪地 向宋乌鸦与白竹行礼 白竹示意的起身说话 你是与刚刚那名妙女 一同前往现场的人 她是第二个进来 白竹便已经有了猜测 果然 这名家丁点了点头 确认了自己是发现现场的另外一个人 那你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白竹没有一句一句的询问 而是直接让这名家丁 自己复述当时的情形 因为刚刚那名婢女 已经说过了事情的经过 如今也只是为了对照一下罢了 这名家丁 微微点了点头 就开始说道 案发当时 小翠来找我 说是那间 那鬼的屋子 全都是血 她和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白竹给打断了 你说那间屋子 弄鬼 是啊 家丁微微吃惊 疑惑道 大人 难道小翠 没说吗 说到时说了 他只是说那屋子 不干净 白竹点了点头说道 是啊 那屋子不干净 弄鬼 这个家丁 改出了更加确定的说法 如宋雅与白竹所想的一样 这个屋子还真是闹鬼 这闹鬼一说究竟从何而来 宋雅与白竹不得而知 便宣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 一两个月前的事情了 家丁的声音 突然压低下来 好像是在向宋雅与白竹 讲述鬼故事一般 这个屋子 最早是老侯爷的住所 后来老侯爷过世后 就空下了 老侯爷刚过世没几年 侯爷没有了老侯爷的管教 便开始放荡 这家丁啊 还真是敢说 这一开口就是要抱猛料的样子 竟然从老侯爷说了起来 宋雅与白竹觉得很有意思 这家丁啊 想必能给他们说出点 什么重要的线索来 家丁说到这里 微微停顿了一下 有些犹豫的样子 回头看了看周围 竟确实是没有什么人 这才放心的继续说了起来 张花热草 那是常有的事情 而且还经常酗酒 因为这些 夫人可没少和侯爷争吵 可基本是这样 侯爷依旧死心不改 到了后来 侯爷是越来越放肆了 明目张胆的 便带着其他的女子回来 但凡女子回来之后 便被安排在了这个地方 听到这话 让宋雅与白竹有些疑惑 没想到这侯爷沾话 惹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从外边 也不知道带回了多少女子 而这个信息 除了说明这个侯爷 品性不端之外 想必侯夫人这心里啊 也不痛快 所以说啊 她还是非常有嫌疑的 家丁的话 被白竹给打断了 那你们家侯爷 一共带回来多少女子 那些女子 最后都去了什么地方 可想而知 这些女子的数量绝对不少 而且她们的下场 一定不怎么样 家丁立刻回应道 怕是有十来个吧 十来个 这个数量 确实令人吃惊 白竹近乎出声 显然是被这个数量给吓着了 即便宋雅 没有这样夸张的表情 但心里也是大吃一惊 要知道 刚才这家丁 说起这事的时候 又加上之前 房间闹鬼的谣言 让宋雅感觉 这些女子啊 一定没有什么好嫁成 所以才会如此的害怕 家丁苦着脸 紧皱着眉头 连连点头 没错大人 确实是有这么多人 你继续往下说 说是这些女子 最后都怎么样了 另外这屋子闹鬼的事情 你还没有开始呢 白竹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搞清楚这种事情 他们再次回到宋江府 目的不再是探亲 而是因为公务前来调查 侯爷身亡的案件 原本一个堂堂侯爷被杀 这绝对不是一桩小事 面对这桩案子 宋雅与白竹那都是 非常的认真的 但是刚刚调查案件 却从侯府下人中 听到了这样的事情 让白竹隐隐觉得 这被人杀了的侯爷 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他原本还对这侯爷的死 有一丝惋惜 现在却变成了愤怒 家丁捡白竹的神情 一下子变得无比的严肃 急忙接着刚刚的话说道 这屋子闹鬼 原本也是没有这回事的 我看八成 是因为老伙爷 死在了这个屋子里面 一直于他的魂魄 没有散去 这才使得这个房子 阴气密布 最后住进来的又都是女子 而且这些女子 多数都是暴庇 在了这房间里 这死的人多了 阴气又更重了 再加上那些女子 年纪轻轻地死在了这里 八十斤钟啊 还含着一口怨气呢 这才使得这屋子闹鬼了 这么说来 被你们侯爷带回来的女子 全都死在了这屋子里 白竹一脸的凝住 他不相信那些女子 全都是死在了这胡一胡 向这名家丁确认 他本不想看到家丁 点头确认这事 可奈何 事实就是如此的 家丁终究还是确认了这件事情 白竹重重地呼出了口气出来 整个人瘫坐在了椅子上 他一脸的怒死了 乌鸦兄 你来问吧 我欢口气 白竹是真的受刺激 这位已经腐烂的侯爷的过往 实在是让他忍受不了 宋乌鸦深吸了口气 看向那家丁借着刚刚的话题问他 那这些女子都是什么人 她们来自什么地方 这个小人不太清楚 家丁摇着头 表示不知 但他很快又到 侯爷 说是从寄院赎回来的 但服侍过那些女子的丫鬟们 却说不像 好 不像是寄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呢 宋乌鸦听到这里 想起了那衣柜中的衣服 还是说 他们和这些女子有过接触 从他们那里问出来的 这些都有 家丁点头说道 说完这话 他突然低下了头去 好像是做了什么 亏先事被发现一样 不多时又微微抬头 看向宋乌鸦 两人的目光正好相对 这两人视线相对之后 家丁的眼神躲闪到了一旁 吞吞吐吐的 说道 他们 说是 被 被 拐 拐过来的 拐过来的 这话还真是新奇 宋乌鸦微皱眉头 要说是拐过来的 可那衣柜里那么多的衣服 这又怎么解释 与其说是被拐过来的 还不如说是被骗过来的 这样听起来 还算是合理一些 难道不是被骗过来的 这个小人 可就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了 家丁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十来个人 全都死在了侯爷府的同一间屋子里 难道官府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宋乌鸦非常疑惑地 向家丁发问 死了十多个人 官府不应该不知道啊 前前后后这十多个人 足有一两年的时间 而有一年的时间是司徒也在这里做支付的 十多个人 肯定要想办法给台出城外埋掉的 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 另外这侯爷府的下人 也不见得手口如瓶不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 家丁听着这些话 给宋母鸦解惑 这事情官府是不知情的 侯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办法 反正将这些女子全都送出城外 埋了起来 官府竟然真的不知想 这让宋乌鸦有些不太相信了 要说这侯爷有手段 能够将十具尸体 神不知鬼不觉的 给送出城外安葬 宋乌鸦很想知道 他究竟是用的什么手段 难不成还是飞天顿地的法术不成 具体的情况在问 那家丁也不知道了 宋乌鸦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都有些怀疑 司徒义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只是没管罢了 新村疑惑 宋乌鸦接着询问 那这闹鬼的事情 你说说看吧 一直说的 都是这些女子 住进这间屋子之后 一个个全都死在了里边 说到现在 也没有说这屋子里怎么就闹鬼了 这闹鬼 就是今年年初时候开始的 家丁说到这里 神情再次变得神秘起来 当时 刚死了一个女子 尸体被埋在了城外 因此房子就空着了 侯爷 照顾我们下人 将这房子收拾一下 过不了多久 还要用的 可谁知道 就在当天夜里 这间屋子不知道怎么 什么时候就亮起灯来了 我们一直都说 这屋子里死的人太多了 阴气重 突然看到没人住的房间 亮起了灯 也是被吓得一跳 谁也不敢猛人进去 就这么在外面看着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七百七十一集 这看着看着呀 突然就看到屋内 晃动着一个女人的影子 可把我们都可以吓坏了 都说这是王子的女子 不愿意离开这里 要在这里等待机会寻仇呢 当时人们说什么 说什么的都有 就是没有一个人 敢过去看看情话 不过我们这里边了 也是有胆子大的人 他笑着说 肯定是哪个丫头在里边 打扫房间呢 压根就不是 什么女鬼之类的事情 他笑嘻嘻地说完这话 立刻就冲着那房间走去 别看他不当回事 众人可看得清楚的呢 走两步停一步的 算命心里也在犯处 另外有几个人冲着胆子 跟着他一道过去看看情况 几人来到那屋外 也没有直接进去 就在外边喊了问了一句 你想要看看里边的人 是谁 家丁描述着当时的情况 还算是细致 宋鸭听在耳中 倒是能够在脑海中 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来 那一晚 侯府的灯笼 已经点亮 虽算不上灯火通明 却也是灯光闪烁 我这是眼花了吗 回廊里 两名家丁提着灯路 结巴而行 其中一人走到中途 不由自主地 用眼角余光向北边扫了一眼 要说他为什么会看向那边 只因那边是侯府最为让人害怕的地方 从侯爷开始 到现在这屋子里 已经死过七八个人了 而且除了老侯爷之外 死的那可都是女子 阴气重得很 不少人都说这屋子下边 一定埋着一座坟 要不也不会有这么重的阴气 磕死了这么多的人 什么妖怪了 你看到了什么 走到他身旁的另一名家丁 听着身旁同伴诧异的话 同时察觉到 他停下了脚步 也跟着驻足 回头问了一句 刚一回头啊 看到同伴那张扭曲的命骨 着实把他给吓了一跳 你别吓我 你这是怎么了 这家丁胆子也不大 见自己同伴这幅 见了鬼子神情 吓得浑身嘚瑟 就差没把手里的灯笼 扔在地上 说起这灯笼 旁边那张大的嘴巴 瞪大了眼珠子的另一名家丁 整个手臂颤抖不已 手中的灯笼 哪儿还能捏得住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摔在了地上 里边的蜡烛 直接将灯笼点燃 火焰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你看什么呀 眼看着灯笼 嘚的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他也顾不上发呆的同伴 赶忙抬脚就踩了过去 几下子将着火的灯笼踩灭了 他立即怒声向同伴质问 你这是发什么意识了 把灯笼都给烧了 脑 脑 脑鬼了 突然间的一声大喊 那家丁啊 啪腿就跑 一流烟就跑出了回廊 看着地上灰烬 又看着那跑了的同伴 这鱼下的家丁 还满脸的诧异呢 不过 听到刚刚那一声大喊 他这心里啊 也犯着低谷 脸色跟着 就 憋了 哪里 闹 闹鬼了 他也是个胆小的人 这一个人站在这回廊里 吓得脖子都硬了 将着脖子转了许久 都没转过去 他心里也清楚 要说这闹鬼的地方 那肯定除了那死过不少人的房子 就没有其他的地方 而他也很清楚 站在这里往北边一看 正是那个屋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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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鬼了 等他把僵硬的脖子转过去 自然也看到了 那屋子闪烁着烛火的光芒 他是真的信了 两条腿就像是打了结那样 都快要不听他的使唤了 要说这两个大男人 那是一个不如一个 一个被吓傻了 一个被吓懵了 好一阵呢 他才慌过来 不敢再盯着北边看 拖着两条腿啊 就往人多的地方走 前边那跑了的家丁 一边跑还一边喊着 很快这周围的人啊 全都听到了他的叫喊声 你喊了 这大悲夜的 你想让夫人烦你晚上睡不着觉啊 这边跑边喊的家丁 被另一名家丁一把给拽住了 直接捂住了嘴巴 小声地告诫着他 也许是这几声大喊大叫 把心中的恐惧给喊了出来 他忽斥忽斥着喘着气 也算是缓过神来了 怎么回事 见他没了动静 这拦住他的人这才松开的手 问了他一惊 这么一问 那家伙眼珠子差点瞪不出来 抬起胳膊 就向着那屋子 一指 那房子 灯亮了 哪个房子 这人还没听明白 便问了一句 可他这话一出口啊 心里突然也就明白了 一下子吃了大惊 你是说 刚死了人的那个房子 灯亮了 这一会儿功夫啊 周围不少的家丁婢女 都拒接了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 一边过来 一边询问出了什么事情 那缓过神来的这个家丁 立刻就把刚刚的情况 向他们说了一遍 刚刚我和大周 从那边回廊过来 我看到 看到 那个四国人的房子 亮灯了 那屋子 怎么会亮灯啊 不是没人了吗 是啊 难不成真的闹鬼了 哎呀 我说你们呀 先别管闹鬼不闹鬼的 怎么没看这大周啊 这些吓人聚在一起 因为这件事情 你一言五一语地 议论了起来 有人问起大周来 这大周啊 浪浪腔腔地 就从那边走过来呢 这不是大周吗 大周在这里 大周刚到 就有人注意到了他 招呼着众人 看向大周 此时的大周啊 手里哆哆嗦嗦地 提着个灯笼 那灯笼怕是 再被他这么肚子挤下 就要点着呢 他确实是被吓着了 此时面色惨白 牙关都跟着打颤 我说你们两个大男人 不就是看到那个屋子 亮起了灯吗 就这 还能把你们 吓成这个模样 也不怕人笑话 阴门点 一个家伙实在是 看不下去 这两人的模样 是不是闹鬼 那还是没眼的事呢 这两人倒是 先被吓个半死 说出来啊 都让人觉得好笑 就是就是 瞧你们两个那样子 好呢 咱们大家伙啊 一起过去看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人带了个头 要让众人一同 过去看看 这一行人啊 便向着 那前不久 刚死过人的屋子走去 远远的 他们就看到了 刚刚那名家庭 所描述的状况 还真是闹鬼 人群中有人 倒抽了口粮气 小声地嘀咕着 如方才所言 这屋子里 还真是闪烁着烛火 也就是这个 把他们两个 给吓了个够枪 你们两个 刚刚看到的 就是这个 带头的人 回头向那两人 问了一句 立刻就得到了回应 就是 就是 没错 他们看到的 就是这个 这事情啊 还真是好像 说起来 那都是令人 啼笑皆非的事情 房间里亮起了烛火 他们也只是 看到了这烛火 就说这房子闹鬼 把自己给架成了 这个样子 为首的人呐 冷笑一声问道 是不是有人 在这里边 打扫屋子来着 哎 一抹侯爷 不是让你们 将这屋子 打扫干净吗 是的 今天侯爷 确实吩咐过 要让我们 把房间收拾一下 说是过不了几天 还要用呢 一名婢女 接着这话说道 今天侯爷 确实向他们 交代过 说是这房子 很快就要用 让他们抓紧 时间收拾一下 将里边清扫干净 一听这话 为首那名家丁 当即释然了 这不叫结了吗 一定是有人 在屋子里 打扫房间 你们还说什么 闹鬼了 真是可笑 连个大男人 都没人间 一个小姑娘胆子的 这死过人的房子 人家小姑娘 都敢在这大晚上的 进去打扫房间 你们就是看到 这屋子亮起了灯 这就像得尿了裤子 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呢 好像闹鬼 这么一出戏 就这样被解开了 为首的家丁 吃笑着 看着那两人的不敬 也引来了 不少人的附和 一群人看着 那屋子里的 灯光大声地笑着 就在众人 哈哈大笑之际 也不知道是谁 躲在后边 嘟了句嘴 怎么没看到 屋子里有人影啊 这话一出啊 笑声截然而止 房间里亮着灯 他们确实是 没看到人影啊 为首那人略显尴尬 但他很快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人没站在 烛火前面 自然也就 没有了影子 怎么外边 这么大的动静 他也盖出来了 到时候你们看看 是人是鬼 不就清楚了吗 打扫房间 关这门干什么 又是一句疑惑 这一次 他哑然了 短暂的沉默 让他显得 很是尴尬 瞧你这话说的 这么冷的天 敞开门多冷啊 他这般说着 可旁边的丫鬟们 却少有负荷 他们都清楚 这打扫屋子 难免会飘起 不少的灰尘 这要是紧闭门窗 那屋子呛得 人是待不住 这要是让他们来打扫 虽说是这么冷的天 他们也未必 会将门窗打开的 现在可好了 别说是窗户了 门都没被打开 没有人附 他这话说的 都没底气了 或许 或许是打扫完了 刚刚关上了门窗 干嘛呢 干嘛呢 啊 你们这些人 都不干活跑这里干什么呀 烧烧烦呢 啊 今儿晚上还想不想睡觉了 一群人正 谁也没主意的时候 人群后啊 却有人嚷嚷的起来 声音很是尖锐刺耳的 像是皇宫里的太监一般 这些家庭和婢女 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露出了一脸苦涩来 总管 这屋子 闹鬼 来的人他们都很熟悉 正是侯爷府的总管 是总管那长着 衣服老鼠的模样 尖嘴猴腮的 稀稀拉拉的几缕胡子 拼添了几分怪语 这些年轻的家庭和婢女 平日里可 没少受着家伙的欺负 这会儿听见了声音 一个个转身回去 向后看着 那总管走来 众人分散两边 硬是从中间 让出了一条路来 我说你们这些小混蛋 没事少得跟你生事 咱们这可是何一府 乃是尊贵之力 寻成鬼鬼那可是避之不及呢 怎么会闹鬼 这要是被夫人听了去 不知道怎么罚你们呢 都给我把嘴巴关好了 别什么话都往外边说去 管家走到众人面前 冷冷地瞪了他们一眼 告诫着他们不要乱说话 训练过着这些吓人 这总管呢 这才转过头去 看向了那亮着灯的屋子 这是谁点的这屋子的灯啊 也不怕夜里失了火 天 让他把猪祸给灭了 打扫屋子 等明个天亮了再打扫 管家来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这屋子亮着灯呢 这些家庭和婢女 聚集在这屋子不远处 围着这里议论纷纷 刚刚过来 还有人说这屋子里闹鬼 管家也不是不知道 这屋子里啊 死了不少的人 这大半夜的 他们站在这里议论 这屋子里闹鬼 这也不像话语 这屋子里 好像没人 管家吩咐了一句 可这旁边站着的人 一个个全都缩着脖子 往后边躲 没有一个向到屋子里过去 这带头过来的那名家庭 见旁人都躲到后边去 这才小心翼翼地 说了一句 没人 没人呢 这谁把猪花点着呢 你去看看里边有没有人 没人的话把火给我灭了 其他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都站在这里干什么 管家又嚷嚷的急救 又让这周围的人都干活去 可这些人心里 都还好奇着 这屋子里是怎么回事呢 也只有那么几个人 听了他这话呀 赶忙去找事情做了 其他的人 那可都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眼巴巴地看着 那为首的家丁过去 看看情况呢 刚刚还在嘲笑一日 说自己不怕的他 现在也怂了 管家话都说了半想了 他还在原地站着 没动他呢 管家着急了 这眼前的人都不听他的话 让他过去灭了灯 他却一动不动 让其他的人回去干活 这其他的人呢 也是一动不动 这让他感觉到 自己的危言 受到了挑战 一下子就开始 吹胡子瞪眼睛了 瞧着这管家 是真的生气的样子 这为首的家丁 可不想出这个眉头 刚刚过了年没多久 这正是一年好运的开端 这要是触了眉头 他可担心自己今年呢 走一年的被证 不等管家发火 他便硬着头皮 往那房子走去 这要是换做平常啊 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即便是这屋子死过人 那也没什么 毕竟是屋子里死了不少人呢 他也进去过啊 好几次了 可偏偏今天 这些家伙你一言我一语的 让他这心里啊 忍不住的发慌 他往那边走了 管家也把注意 放在了他的身上 没工夫去理会别人了 所有人的视线 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 他可不想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都脸 更何况在这些婢女之中 还有他喜欢的呢 深些了口气 也算是给他自己 壮了壮胆子 硬挺着就往那边走去 他这里啊 已经付出了不少的勇气 可管家却耐不住这性子 在后边叫马道 这是懒驴上不死尿度 你就不能快点过去 被这么一番催促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快步往房门口走去 刚来到房门口 他也没有直接推门进去 站在了门外 便冲着里边喊了一句 你都不要打扫了 赶紧洗了灯出来 明儿再说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七十二集 刚才那是为了面子 吹了牛 现在真到了这眼前 他还真是有些发慌 屋里可没人回应 这让他很是尴尬 他清楚 这么多人在后边看着他 他现在要是走了 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说着 他也不等了 强装着镇子 迈开步子 就向着门口走去 等他抬手 要去开门之时 还没处到门框呢 突然一个黑影 冒了出来 那黑影就直接出现在门前 一下子映住了众人的眼中 从外形来看 这个影子应该是来自一个女子 距离最近的他 视线一瞬间被阴影所遮盖 一个猎气 险些摔倒在地 你你你 怎么怎么让你赶紧出来 他装着胆子 又冲着屋子也嚷嚷了一句 他这话也好想管用 那女子缓缓地向着门前走了 阴影也变得越来越正常 也更加的清晰 看着影子来到门前 站在门口的他也算是松了口气 想着这一下子用不着进去 不过 这屋里的烛火还亮着呢 他急忙提醒了一句 把 把灯谢了 他说话的同时 拿黑影伸出手来 推向了房门 一声尖叫 响彻了侯爷府的夜空 原本就强撑着的他 再看到眼前这一幕时 再也扛不住了 发出了一声尖叫 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 不远处看着的其他人 如他一般 也跟着发出了尖叫 他们等着要看那房间里面 出来的人是谁的时候 那黑影伸出的手 直接摁在那窗户上 一枚血红的手印 便出现在了窗户纸上 人们都被吓坏了 惊恐地看着那黑影 不断地走动 双手快速地在窗户纸上 留下了一个 一个的血手印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那房间里的窗户上 已经满满的都是血手印 总管 这是怎么办呢 人们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 哪有人见过这样恐怖的情况 虽说他们都说这屋子里阴气重的很 是个鬼屋 可他们也从未见过这屋子闹鬼的样子 今儿个他们可就算是进场 别说是总管了 现在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 总管犹豫了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如何处理 他有没有经验 要吗 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 那只有进去看过才知道 他们现在站在外面议论 又能有什么用呢 前面摔倒在地的那人 连爬带滚的已经爬回来了 他早已经是面无人色 像是刚刚从鬼门关出了一样 来几个胆子大点的 跟我过去瞧瞧 总管怎么说也是总管 遇到这种事情 自然要让他来拿主意 他立刻招呼这些家丁 要进去看看情况再情 广过神来的他 快速的呼吸了几下 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下 胸口也不再剧烈的起伏着 几个撞小伙撞着胆子 就到了前面 总管被他们挤在前面 一行人就撞着胆子 往那屋子前走去 四五个人拥促着来到了屋子前 总管撞着胆子更要伸手 撞着胆子刷的一下就灭掉了 总管 这些人又被吓了一跳 总管立刻喊道 拿几个灯笼过来 房间里已经陷入了一片黑暗 总管也没有让人着急的进去 而是先让人拿来了灯笼 灯笼到了 眼前也有了光亮 总管扭头看了看左右 去把门打开 刚刚他是一点都不怕的 这会儿临到了门前 他却招呼起其他人来了 跟在身旁的这些家定 这一个个心里也是没底 但总管吩咐 他们也不能不听啊 前面的几名家定 硬着头皮就往前走去 琢磨了好一阵啊 这才推开了房门 房门枝牙一声开启 外边的光亮啊 立刻照射了进去 赶紧进去把灯笼啊 站在几人身后的管家 招呼着他们进去 将屋里的灯笼 前面的几个人呢 你看着我 我看看你的 谁也不敢第一个进去 也不知道后边是谁退了一阵 这前面的人呢 一下子就撞了进去 差点没把手里的灯笼给扔了 接到房间 家定立刻点燃了屋内的烛火 一下子厅堂便亮了起来 他们看着厅堂内空空如影 紧接着又把卧室和书房的灯顶着 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现 总管 这真是闹鬼了 这家家丁啊 一个人害怕的面无人色 脖子里面空空如影 这就表明了 刚刚那绝对不是人为的 一定是鬼魂作祟 要不然为何刚刚看到了影子 可进入房间里为何什么 都没有呢 别胡说 给我仔细地搜 一寸一寸地掌 刚刚一定是要人装神弄鬼 可别被他人吓着了 总管建屋内什么也没有 这一颗心哪 那也是悬了起来 可这时候他总不能跟这些下人 说这是闹鬼了吧 家丁们领命 仔仔细细地在这屋子里搜索起来 但是折腾了半个时辰 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所有人大气不敢出一下 他们谁都没有说什么 可事实摆在眼前呢 明明刚刚看到房间里有人眼 但他们堵在了门口 从外面进来之后 却什么也找不到 这不是闹鬼 还能是什么呀 不可能 总管的脸色很难看 他是不愿意相信有鬼的 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事情 离里外外地找了一遍 却什么也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啊 管家将此事 禀报给了夫人和侯爷 夫人立刻下令 撕掉了所有的窗帘 换上了金的 房间内也仔仔细细地清扫了一遍 之后便把房间给锁上了 但是没过多久 侯爷便又带回了其他的女子 又重新打开了那间屋子 但即便如此 每当有人死后 房间里还是会上演同样的事情 窗户纸 都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 站在两人面前 家丁将那屋子闹鬼的事情 从头向他们说了一遍 听了这个源头之后 宋无牙也觉得 非常的古怪 你们当时 在搜查那间屋子的时候 有没有在床底下 发现一只女人的鞋子 没有 这个回答 让宋无牙皱起了眉头 当时他们搜查了房间 但是房间里却并没有看到 那床下的鞋子 这样足以说明 这只鞋子出现的时间 是在这之后的 大人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家丁已经说的够多了 他看着宋无牙脸色不是很好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现在宋无牙还没想到 要问什么呢 刚刚他回忆的 那一番事情的经过 其中有太多的事情 需要宋无牙去考虑 所以现在他的脑子里 有些混乱 琢磨了一番后 宋无牙才开口询问道 那这件事情之后 侯爷和夫人的表现如何 夫人很是紧张 做着几场法事 但是没什么用 那血手印和女鬼 还是会出现 除此之外 就是不断地更换 冲户纸了 侯爷对待此事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在那之后 他又安排了其他的女子 住在了那间屋内 而他自己 已时常在那屋子里过夜 家庭琢磨了一下 说道 家里出现闹鬼的事情 这夫妻二人 则是截然不同的表现 侯夫人 表现倒算是正常 毕竟这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是个人 就会感到害怕的 倒是这侯爷 却表现得太过镇定了吧 这屋子里闹鬼 时不时地 就会出现血手印 可他竟然还敢 在这个房间里过瘾 倘若他不是胆子大 那他就清楚 这血手印是怎么回事 宋文雅接着又问 那屋子里住了人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这倒没有 只有屋子空着的时候 才会出现 家丁毫不犹豫地回了一句 他出现得平凡吗 宋文雅继续问着 不是很平凡 也就是屋子没人住的 那空档之中 出现个一两次 前前后后 也就那么几次 家丁继续回答着 这倒也是 这种事情 天天出现的话 那还了得 宋文雅听了这些话之后 基本上已经有些判断了 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定是人为的 绝对和鬼怪 没什么关系的 又向这个家丁 询问了一番之后 宋文雅与白竹两人 接着向其他人 询问了一番 一上午的时间 就这样没了 走出厅堂 私人这才会合在了一处 怎么样 司徒文一看到宋文雅 急急忙忙地 就问了一句 宋文雅摇了摇头 我现在脑子里很烂 这案子比我想象的 还有时间 我得好好地整理一下 他们说的话就行 那咱们先回去吃饭吧 边吃边聊 司徒文当即提议到 四人离开了侯业府之后 便立刻回到了客栈 中午的客栈 也没有多少人 四人找了个角落 就坐了下来 招呼小二点了些菜 就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胡雅秀 你说当时那房间里的人 是怎么出去的 白卓疑惑地向宋雅询问 他只是清楚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鬼怪所为 一定是有人在搞鬼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那个房间就是一个密室 里面一定是有人的 要不然他如何将血手印弄到窗户之上呢 所以说 当时他们所看到的那个黑影 就是在房间里暗中搞鬼的人 而此人可以确定的是 一名女子 当时他们全都围拢在房屋的前面 那屋子里的人 也绝对是不可能 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掉的 可偏偏他们进去之后 这屋子里竟然什么都没有 这可就神辣 完成这一切那都过难 难就难在 他是怎么从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 悄然离开房间的 他完成了一个密室 而我们现在显然还没有线索 解开他的手段 宋乌鸦为了这个问题 那也是苦恼不已 密室的案件 而且毫无破诊 白竹微皱着眉头 眼珠子低溜溜地转了几圈之后 凝中刀 会不会 他是在外面做了这一切 只是因为那影子的缘故 让人们以为这是在屋子里完成的 这种可能应该没有 当时那么多人看着 那个影子是在屋里 而窗户上那些血手印 也是接连出现的 这一切只有在屋子里才能造成 而且当时那影子是随着屋内竹环移动的 这个应该是做不了件的 倘若他是在屋子外 这是很难做到这一地 即便是使用某种方法 让影子出现在屋内 可是那么多的血手印 他就没办法做到 宋乌鸦不觉得这是人在屋外所为 一定是从里边完成的 只是用了某一种 他们想不到的办法 离开了房间而不被人发现 两人谈论了这事情 司徒文与小桓 听得那是一头雾水 他们还不知道 这闹鬼的前前后后呢 对了 你们两个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不妨让我和小桓说说我们的发现 司徒文脸上的神情和他们的凝处竟然不同 竟然还挂着喜悦的笑容 看着司徒文脸上的笑容 宋乌鸦都感觉很古怪 心想他这是发现了什么事情 让他这么高兴 王尔 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你是发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了 说实在的 宋乌鸦还真是好奇 司徒文这究竟是哪来这样的笑容 即便是他这样好奇的询问 司徒文这脸上的笑容 也依旧没有消散 听着询问 司徒文缓缓自袖中掏出了几团黄黄的纸来 你看这是什么 司徒文说着 将那些纸团展开 竟然是几张黄纸 将它们拼走在一起 再仔细看的时候 发现这竟然是一张符传 这是一张符纸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宋乌鸦很是不解 只是一张符纸也算不上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毕竟这侯爷府闹鬼的事情 他也是知道 确实 在这里发现一张符纸 真的是没什么好好奇的 侯爷死了两个多月 这和尚还在院子里涌京 找我几个道士来贴几张符纸避避席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见宋鸦对此事不以为然的样子 司徒文白了他一遍 解释道 这一张符纸是没什么值得好奇的 但是这张符纸不是完整的符纸 它是一张破碎的符纸 有人将它给撕碎了 司徒小姐 这撕碎一张符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毕竟有些人看着东西 觉得这东西能够镇压其碎 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 这就是一张黄纸 吴家兄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白卓不以为然的说道 他可不觉得这黄纸有什么重要的 反而觉得 这就是普通的一个东西 司徒文也瞪了他一遍 这黄纸 必定是在侯爷府闹鬼确认之后才出现的 当时整个侯府的人全都知道这一闹鬼 在当时这情况 即便他们不相信这闹鬼是真的 他们建了这黄纸 难道还能撕了不成 这不是诚心给自己找晦气吗 所以说 撕了这张黄纸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始作俑者 这样的推断不是没有道理 宋无牙算是认同 这样说 也不是没有可能 咱们原本得知这个案子后 便几乎能够确定 杀了侯爷的凶手 就在这侯爷府内 这闹鬼之书 想必也仅仅是凶手想摆脱嫌疑的一个手段 说起来他的手段并不高明 这样的例子我们见过了不少 不过 这一次的凶手竟然是个女子 这让我觉得很是好奇 白卓在一旁也接了一句 乌鸦兄 我觉得你把这件事情说得简单了 好 白兄 有何见解 宋无牙转头 看向一旁的白卓 白卓道 你之所以判断凶手是女子 无非也是因为那个房间里的影子 以及窗户之上所留下的血手印 但这些东西未必就是真的 完全可能是伪造出来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没有想过凶手的杀人动机 以及那屋子里大量的血迹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眼波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七十三集 这时候的白卓 倒是一门正经起来了 不过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个案子很是复杂 有很多的地方是没办法解释清楚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大量的血迹 我们原本推测 好像是掩盖什么东西似的 之前在现场 白兄你在窗户的血迹之下 也看到了一些类似血手印的东西 倘若这些血迹 是为了掩盖这些血手印的话 难道说这血手印上 留下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又或者说 这杀了侯爷的凶手 正是之前装神弄鬼的那个人 宋乌鸦对凶手 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 在他看来 这些事情是完全能够连贯起来的 至少这血手印和闹鬼 就是一回事 而之后侯爷的死 以及那满屋子的血迹 这也足以说明 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没曾想 他的问题刚说出来 司徒文便开口道 乌鸦 我觉得这凶手和装神弄鬼的那个人 或许是两个不同的人 哦 婉儿 哦 婉儿 说说你的看法 宋乌鸦很是惊奇 司徒文想到了什么 先给出问题 然后围绕着问题做出思考 这是宋乌鸦一贯的手法 司徒文立即说道 倘若着杀了侯爷的人 正是那个装神弄鬼的人 那他完全可以在现场留下血手印 将侯爷的死归罪于鬼魂复仇 但他却并未这样做 而是制造了大量的血迹 来掩盖了这一切 难道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如乌鸦你所说 究竟是因为那血手印 暴露了凶手的身份呢 还是说 制造大量血迹的人 是为了保护那个留下血手印的人呢 凶手究竟是不是那个装神弄鬼的女子 这还很难说 但现场有两重血迹 这绝对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咱们从头说起 把问题一条一条的列举出来 之后我们一点一点 去解开这些问题 这样胡乱的思考也不是办法 宋乌鸦立刻做出计划 从头分析这件事情 首先 侯爷从外边带回来不少的女子 这些女子是什么人 是怎么被侯爷带入所中的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女子几乎全都死在了这个房间里 她们又是怎么死的 是某种疾病 还是自杀 或者是她杀的 围绕着这桩案子的开始 是这位侯爷从外边带回来了一些女子 而在这之后没有多久 这些女子就死在了侯府的这间屋子内 不知道从第几个开始 这间屋子便开始闹起了鬼 闹鬼的主要表现 那就是血手印 以及黑色的女子身影 这个是咱们第一个要搞清楚的问题 白竹听着送乌鸦的话 立刻说了一句 但是这个问题 咱们从那些下人的口中 也没有得知 侯夫人更是不肯说出真相 她只是说 那女子是从妓院赎生回来的妓女 显然这些女子的身份 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衣柜里的那些衣服来看 这些女子很有可能就是 普通人家的妻女 是被强行带到这里来的 要不就是从别人的手里买来的 首先白竹便判断了一下 这些女子的身份和来历 虽然不能确定 但是这个猜测 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那这个问题我们记住了 等待求证 接下来就是那装神弄鬼的这个女子 和这些女子又有什么关系 她这样做的目的 想必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和这些女子有关系 那她是想要以此来告诫侯爷 不要再继续下去 还是为了替那些女子报仇呢 宋雅紧接着 又说出了自己心理考虑的问题 不得不说 问题很多 在这不算吵杂的客栈大堂里 四个人一脸的凝住 面对诸多的问题 却没有办法解答 从这些女子开始 一直到了闹鬼之后 她们发现这些都是疑问 没有一个有指定性的线索 去证明某件事情 是她们所想的那样 或者说 能够告诉她们一些 她们不知道的真相 事情的经过是非常连贯的 但是问题却是一碗口这一碗 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装神弄鬼的那个女子 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才去做这些的呢 看着她们都不说话 宋无涯主动分析了 从之前我们调查的情况下 这个装神弄鬼的人 应该是个女子 而且她应该就是 侯爷府内的病人 或者某个女子 就连侯府 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她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密室 从门外 直接进去的家丁 搜查了整个房间 连床底下这样的角落那也长了 但她们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那她当时 是怎么悄然的 从房间里离开了呢 吴彦秀 你说这人 会不会不是个女子 而是个男的 趁着开门的瞬间 屋里漆黑一片 混入了这些家丁里面 白竹突然想到的 这个密室 很可能是这样完成 但这样一来 有一个问题 很难解释 可她们分明看到的是 一个女子的身影 这个身影 很有可能是制造处理的 只需要在灯火前 放上一个纸片 那影子自然就能够出现了 白竹立刻解释道 但问题还是有的 那手印呢 或许此人的手 原文就很娇小呢 司徒文也在一旁 参合了一句 被他们两人这么一说呀 宋无涯都有些要相信了 当时房间里一片漆黑 装神弄鬼的人 要完成窗户上那些血手印 就必须要在房间里 他确实有可能沉着漆黑 混入这些人之中 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房间里 是不是闹鬼 哪有功夫 估计这身旁 是不是多出一个人呢 你们非要这样说的话 那我只能说 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但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小 因为这样一来 操作会非常的复杂 宋无涯皱着眉头 琢磨了一番 觉得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 装神弄鬼的人 必须要大费一番周折才行 虽然觉得这样太过不可能 但细细地考虑起来 这样反倒更加的合理了 司徒文当即又到 我看这样更加说得通 当时他们看到的 不管是影子还是手印 都能够从这些 来判断他的身份 是个女子 倘若那个故弄玄虚的人 就是为了借着这两点 即便是有人怀疑 这是有人搞鬼 那也只会去考虑女的 而不去考虑男的 如此的话 不正好将他的身份掩盖了吗 文说的话很有道理 那这个可能就保留 我们再找办法来验证 宋武娅还真是被司徒文 给说服了 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 但不是没有可能 原本还确定了 这个装神弄鬼的人 就是个女人 现在可倒好 让司徒文与白竹这么一说 反倒又不确定 这下个好 连装神弄鬼之人 是男是女 也搞不清楚 宋武娅苦笑一声后 接着说道 现在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都考虑出了几个问题 除此之外 当时他们搜查房间的时候 并未在房间下发现那只鞋子 可见这鞋子是在这之后出现 胡言秀 这鞋子一定是上一次出现血手印之后 以及案发前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可是说过 但凡出现血手印这样的情况 侯夫人都会让他们将这房间 仔仔细细地打扫一遍 所以说这鞋子 只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的 白竹听到宋武娅 说起这双鞋子来 立刻判断了 这一点 不得不说白竹 确实是很有场景 现在对很多事情的分析都很独到 客官就等了 您的饭菜到了 正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定想而吆喝着送来了饭菜 他这么一吆喝 打断了宋武娅的思路 看着他放下饭菜之后 宋武娅在想说的时候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算了 咱们先吃饭 吃完饭之后 在房间里 再上来 想了一下也没想起来 宋武娅直接招呼他们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私人谁也不再说什么 还是吃饭 刚吃了没两口 宋武娅一下子游了问他 不对了 刚才要说 突然被店销给打断了 差点没想起来 这只鞋子出现在层下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是意外丢到门里 还是有人故意放在门里 我看八长 是不小心掉在那个地方的吧 白竹 想着说道 要是故意扔在那里的 那又是为了什么呀 难不成 就是为了嫁祸别人吗 不小心掉在那里 那他得多不信心 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才能让他慌张到这个地方 把鞋子都丢到了这里 宋武娅皱着眉头说道 他觉得 这只鞋子很有问题 绝非是丢在了这里这么简单 实际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鞋子掉了都顾不上去拿回来的 除非是时间非常的紧迫 他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让鞋子掉在那边 花音刚露 小魂问他 姑爷 那是不是这个人 当时钻到了床底下躲避什么 会不会是因为 他目睹了杀人的现场 所以才会像你说的那样 心里害怕到了极点 所以才慌张地逃走了 这才把自己的鞋子 给留在了案发现场 那间屋子的床底下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如果事情就是如此的话 那么这个进入房间的女子 恐怕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她就是那个装神弄过 让这间屋子闹鬼的那个人 宋乌鸦接着小魂说的话 说了一句 虽然说小魂的推测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还是有些事情无法解释 当时他出现在案发现场 目的是为了制造血手印 可不巧却撞见了 侯爷回来 要在这个房间里睡觉 他的计划 也只能就此搁置 没想到之后目睹了凶杀现场 在凶手逃离现场之后 这才慌不择路地 丢掉了一只鞋子 但是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出现了破绽 那就是时间问题 当时侯爷回来的时候 已经接近无印 这和以往血手印出现的时间 有些出入 听了宋乌鸦的话 小魂没有继续说什么 宋乌鸦便又说了一句 以往那血手印出现的时间 可不是在接近午夜的时候 我觉得这床下藏人的可能性 不是特别的大 正在吃饭的四人 被宋乌鸦这么一句话说的 放下了手中的碗筷 他的话刚说完 司徒文便提醒道 有话一会儿再说 先吃饭 司徒文都发话了 也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思 就连宋乌鸦 也得乖乖地吃饭 吃过了午饭 四人回到了房间 案子刚刚开始调查 搜集了不少的线索 此刻他们正在慢慢地整理着 房间内 四人围坐在桌子前 这禁卫被皇帝召回去之后 他们也少了不少的得力帮手 就像现在 他们所遇到的难题 也没有人给暗中调查一番 只能他们自己来 乌亚鸦 咱们还是接着 刚刚的话说吧 白卓见谁也没有开口说什么 便提议道 宋乌鸦点头说道 那我就继续说下去了 说了这么一句 见其他三人都看着自己不说话 宋乌鸦这才开始说道 关于那只鞋子 咱们就说到这 房间内出现大量的血迹 想要弄成这个样子 侯爷一个人的血 怕是也没有这么多 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乌亚鸦 那血手印的血 来自何处 咱们还不清楚呢 白卓听宋乌鸦 说起血迹的事情 还质疑那么多的血迹 不可能只是侯爷一个人的血 立刻就把血手印给说了出来 宋乌鸦当机点头 没错 差点把这个给忘记 血手印竟然确定是血 那这血总有个来处啊 我倒是想到一点 啊 能够接触到不少血的人 恐怕就只有厨子 或者是在厨房帮忙的人 这侯府天天见点昏的 那也是很正常 杀上一只鸡 那就足够用了 那咱们之后再去 可要着重调查一下 这厨房的事情啊 白卓一听这个 也非常的认同 没错 之前我还交代了胡卜头 或许很快关于那只鞋子 也会有新的线索 宋乌亚点头说道 关于鞋子的事情 宋乌亚交代给了胡卜头 只是侯府的下人 实在是太不 这一时半会儿啊 也问不完 所以他们离开侯府的时候 胡卜头还没有询问 出个什么结果来呢 血手印 必定是要用到血 唯有除虎 是最能够得到这东西的力 说完这个问题 宋乌亚继续说道 还有就是 书房为什么没有一滴血迹 是因为凶手 至始至终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恐怕是这样的 白卓直接认同这种说法 司徒文突然站了起来 这一下子引来了三人好奇的目光 都看向着他 没曾想站起来的司徒文 不过是拿起了茶壶 给他们四人各自倒了一杯茶水 唉 宋乌亚不由地泄了口气 他还以为司徒文是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轻轻地放下茶壶 司徒文说道 刚刚说到这血迹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进去的东西 确实是有一些没有考虑进去的事情 这一定 宋乌亚承认 他已经察觉到了 司徒文接着说道 听你们说 你们在血迹之下发现了血迹印 这也仅仅是你们的看法 倘若这血迹印不是在血迹之下 而是在血迹之上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时侯爷醉酒 进入这间屋子的时候 窗户上有没有血迹印 我想应该是没有的 倘若要是有的话 即便侯爷不会害怕 那钱去服侍侯爷的婢女 应该也会害怕的 但是他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那就说明 当时窗户上并未出现过任何的东西 是非常正常的 司徒文给他们分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案发之前 那间鬼屋是非常干净的 那些血迹 以及血迹之中混杂的手印 全都是在侯爷进入房间之后 到第二天清晨十分这段时间出现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774集 这位侯爷也非常有问题 从屋子闹鬼之后 他陆续又带着几名女子进入这里 甚至在他身亡当夜 还睡在了这屋子里 好像他根本就不害怕这些屋子闹鬼的事情 又或者说 他很清楚这屋子为什么闹鬼 宋无牙觉得 这个侯爷很奇怪 毕竟那是个鬼屋 而且还死过不少人 就算是宋无牙这样的无神论者 让他去那样的房间居住 他这心里也会感到害怕的 绝对不会当作没事一样 丝毫不为所动 是啊 但凡知晓之是个鬼屋 一般人即便不怕 也不想真人这样的晦气 可这个侯爷 偏偏完全不当回事 想怎么住 就怎么住 白卓也诧异地说道 鬼屋 这可不是个什么好地方 宋无牙见过胆子大的 但是对于这种房子 住得安心的人 绝对没有 但是奇怪 就奇怪在了这里 这个侯爷却住得非常安心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除了他知晓这一切之外 还有什么能解释这些的呢 那个侯夫人 也知道不少的事情 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不愿意告诉他 从一开始 和侯夫人对话之时 宋无牙就已经察觉到 这侯夫人 必定是知晓一些内幕的 但却不愿意 将这些事情说出来 当时他猜测 或许这些事情啊 和侯爷有关 为了保护侯爷的面子 所以不便说出来 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在保护凶手 或者说是保护自己 凶手极大的可能 就是在这侯府的这些人之中 让外边进来行凶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宋无牙说完这话 他在自己的脑子里 不断地思索着 这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 自己有什么地方 是遗漏了的 想来想去 也实在是想不到 什么遗漏的地方 该说的也都说了 这问题多的是 一条一条的列举出来了 宋无牙得抓紧时间 在下午的时候 求证才行 今天夜里 他还要去赴云 这驻云龙上任 松江之府 遇到了他们 那也算是有缘 这一顿饭 自然是少不了的 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 大家都在琢磨问题 不压修 说起来之前 那家庭说过侯府的管家 咱们今天去的时候 后期没见着这个人吧 白竹突然疑惑地 说了一句 将话题 竟然直接扯到了 那个管家的身上 说起这个管家 他也仅仅是出现在了 别人的回忆之中 今天去了侯府 他们还真是没有见着 宋无牙皱着眉头 琢磨了一下后 说道 这个管家确实是没有见着 不过 他和这个案子 好像没有什么牵练 唯一的牵练 就是发现闹鬼这一次 他也在场罢了 这大小 也是个管家 侯府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的事情 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这样关键的一个人物 咱们可不能错过 必须要会会他 说不定 还能从他的嘴里 问出点什么重要的线索来 白卓是把注意力 放在了这个管家的身上 如他所说 这管家关于侯府的事情 一定是知道不少的 宋无牙点了点头 没有再去纠结管家的事情 而是说起了那位 年轻貌美的侯夫人 我也没有询问这位侯爷 是多大的年纪 看那位侯夫人的年纪倒是不大 从那些下人的口中听说 这侯夫人和侯爷 是时常有争执 这侯夫人敢和侯爷争执 她也是出身不凡的 案发当夜 侯夫人与侯爷吵架 在这之后 侯爷去了后花园 她是去见一个 叫做小婉的女子 这女子是侯府的婢女 应当和侯爷的关系不一般 但是当天夜里 侯爷并未见着小婉 在这之后 才去了那间鬼屋 宋侯爷接着之前的话 又把案发当晚夜里 所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说起这里来 她呼一道 你们说 这前前后后的事情 会不会就是已经算计好了的 要不然后也怎么可能 在自己的侯府里 找不到家里的一个丫鬟呢 宋侯爷说着自己的推理 看向其他三人 让他们来帮着琢磨一下 这个到底如何 三人面面相去 对于宋侯爷所说的这个说法 也是不敢直接认同 乌鸦 你这说的外面也太夸张了吧 司徒文威威摇头 不可置信地说道 那要真是算计好了的 那不就说明 凶手就是侯夫人了吗 这又冒出来的一个推测 将凶手的嫌疑 锁定在了侯夫人的身上 要说侯夫人是不是有作案动机 那还真是有的 下人们已经说过 因为侯爷的品性不断 以至于侯夫人 时常与侯爷发生争吵 这显然说明 对于侯爷带回来的这些女子 侯夫人是心存怨恨的 那她就完全有可能杀了这些女子 这也恰恰说明了侯爷 为什么如此镇定 就是因为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侯夫人所为 但是侯爷千算万算 没有算计到侯夫人 竟然会将她给杀了 司徒小姐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侯夫人的嫌疑确实非常的大 白竹破破其代的 就顺着司徒文的话说了起来 司徒文直接给了她一戒白眼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这俗话说的好 一夜夫妻百夜恩 这侯夫人好敦端的侯爷夫人不做 为什么要做个寡妇呢 二 你这话说的可未必 虽然说是一夜夫妻百夜恩 可也难免夫妻之间 生出矛盾 从而引发悲剧的 宋武鸭当即纠正 因为她很清楚 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可以说是不胜美举 侯夫人的嫌疑是非常的大的 只是没有太过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 当然 也仅仅是这么一说 究竟是不是侯夫人 那还未必 如今案件的线索摆在前面 但是已经陷入了僵局之中 毕竟整个案件之中 缺乏关键的证据来证明 不管怎么说 我倒是觉得 这个侯夫人虽然有嫌疑 但她一定不是凶手 司徒文还真是敢说 也不知道她这样的气势 来源于哪里 但这样的肯定 宋武鸭是不能肯定的 她摇里摇头 马尔 这事情很难说 不要意气用事 现在咱们还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其中有很多关键的东西 咱们还需要考虑一下 刚刚顺着听来的线索 已经整理了一番 大概的情况 他们已经了解了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 还有诸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他们还有的是调查的时间 想必找到答案 还是很有希望的 胡亚修 我看咱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去侯业府瞧瞧吧 吃完饭已经有一会儿的功夫了 他们有诸多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 还是得再去侯业府问个清楚才行 白竹这话刚说完 司徒文又给了她一个白眼 这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着急着去侯业府干什么 你们说完了 也不问问我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不是发现了一张黄斧吗 白竹诧异道 难不成你们调查现场那么久 我和小桓就发现了一张破碎的符纸吗 白竹疑惑地看着司徒文 在她看来 司徒文和小桓只是发现了这一样东西 小桓听着这话呀 立刻就来气了 哼了一声 哼 说得好像小姐和我一点用处都没有吃的 我们可不止发现这么一个东西 啊 你们还有其他的发现 小桓的话让白竹吃了一惊 确实 这一点他们还真是没有想 一开始司徒文说起了他们发现了破碎的黄斧之后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宋乌鸦也都以为司徒文没什么发现了 毕竟他们只是在院外 并未在现场能够发现有用的信息 那是非常小的 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 司徒文与小桓竟然还发现了这其中的事情 这自然是好事 宋乌鸦立刻招呼 司徒文道 二 你快说说看 你们还发现了什么 咱们先说这黄斧的事情 司徒文道士也没有直接开始说明 反而是卖了个棺子 黄斧显然是被人故意撕碎的 这撕碎黄斧的人究竟用意如何 所有人都知道这房间闹鬼 可偏偏有人在房间外撕碎了一张黄斧 至少可以确定 这撕碎黄斧的人一定是知晓 房间闹鬼是假的 他从头说起这黄斧的事情 正如他所说一样 这黄斧可是辟邪的 一般人不会如此对待这东西的 司徒文说出了一番疑问之后 又接着说起其他的事情 这个院子本身我感觉就有些问题 司徒文换了个话题 直接说起院子来了 一开始我和小桓倒也没有注意这院子如何 但我们注意到 进入这个庭院的门竟然不是阅门 阅门 那是一般庭院内所用的一种圆形的门 象征着团圆 这是吉祥的用意 一般稍微讲究点的人家 都是会用到的 之前宋无牙他们去过不少的地方 这阅门也是见过不少 但不管什么样的地方 这阅门那是必不可少的 建筑院子的门不是阅门 这一点虽然说不上什么问题 但确实看起来有些奇怪 司徒文正是因为这一点 才觉得这个院子有些奇怪的 发现进入院子的时候 经过的不是阅门后 我这才留意起这个院子来 司徒文从这一点觉得这个院子奇怪 才留意的更多的钱 这院子比较空旷 周围除了这一间屋子外 再无其他的建筑 不仅如此 这屋后都没有墙壁 整个房间是在院子的正中央的 在院子里胡乱地栽种了一些草木 乌鸦 你说这把房间建在院子的正中央 是不是很古怪 确实很古怪 这些我倒是没有留意到 我这屋子或许是因为某些讲座 比如说是风水云有的 虽然宋武雅也觉得 这房子有些古怪 但也不太好说这是什么原因 毕竟风水雪 人人都相信 难免这屋子 就是因为这些才盖成这个样子 他的话 司徒文没有反驳 接着又说道 最古怪的 是这院子的几处地面的泥土 非常的松软 而且潮湿 先前说起这院子里 有胡乱栽种的一些草木 正是这些位置上 我感觉非常的奇怪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司徒文 询问起他们关于花草的事情 当时他们一心 全都在那房间里的案发现场 这院外的东西 他们是一点都没有留意 宋武雅与白卓相识一眼 纷纷摇头 他们确实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看到两人这般表情 司徒文 接着说道 我总感觉这个院子很奇怪 尤其是那些花草 现在想起来 他们好像是以某种形状 拱围着那个房间 玩儿 这个我们一会儿过去 再看看就是了 除了这些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 宋武雅继续向司徒文 询问他所发现的事情 你们当时询问了几名侯府的下人 难道没有发现他们很古怪吗 司徒文没有直接说 反问了他们两人一句 刚刚说亭允古怪 现在又说这侯府的人古怪 宋武雅又看向了白卓 白卓同样看向了他 眼神里也满是疑惑之色 显然他们两人又是一样的 没有发现这些下人有什么古怪的 你们真没看出来 司徒文这下感觉诧异了 睁大了眼睛 要说刚刚的庭院 他们一心注意这案发现场 没有察觉这些 这也说得过去 但是他们向那些侯府的下人问话 那可是问了好几个呀 竟然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古怪之处 这实在是让宋武雅非常疑惑 他刚刚又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也没有察觉到这些下人 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娃尔 你就直接说吧 我们实在是没有看出来 他们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宋武雅尴尬地笑着 他和白卓是真的没有注意到什么 他们的表现 让司徒文也有些不理解 这些人一个个神情古怪 而且一点都没有因为 这是侯府而小心行事 反倒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很是随意 我和小桓当时在外面 就听到他们在议论侯爷的事情 而且从他们口中所说的话 那是一点尊敬都没有 更别说是畏惧了 这私底下的话 反正侯爷已经死了 这人就用不着害怕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宋武雅倒是替这些人做了个便捷 但司徒文紧接着又说道 那位侯夫人就在他们的旁边 这他们都不避讳 难道他们还以为侯夫人听不见不成 说到此处 司徒文突然话锋一转 略显疑惑道 不过 那侯夫人也真是 就在她旁边说的这些话 她竟然真的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脸上连点多余的表情都没有啊 那侯夫人 确实是有些不得近 说起这个侯夫人 虽然说司徒文 刚刚还说凶手一定不是她的 但现在也是觉得她古怪不已 而宋武雅更是 不管是从他们前往侯府的时候 还是他们离开侯府的时候 这位侯夫人 也仅仅是向他们说了一封客套话 多于这桩案子过多的事情 那是一点都没有询问 我们去的时候和走的时候 她甚至都没有和我们说起这案子如何 也没有询问过我们调查是否有进展 就连说起这桩事情的时候 她的眼中连点情绪的波动都没有 好像侯爷的死 对她来说 根本就不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七十五集 乌鸦兄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白卓可不觉得送乌鸦所疑惑的这些 是什么好奇怪的事情 之前咱们不是已经知晓了吗 侯爷和夫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很好 侯爷到处沾花惹草 早已经把她这位夫人不管不顾了 侯夫人多少次和侯爷发生争吵 怕是侯爷死了 她会高兴才是 好了 暂且休息一下 等下午咱们再去瞧瞧看 宋乌鸦呼了口气出来 脑子已经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继续讨论下去 只怕会变得混乱起来 其余三人点了点头 也没有继续商量什么 下午 四人再次来到了侯府 这次侯补头没有跟着来 但这侯府的人呢 已经认识他们几个了 见四人过来 这守门的 立刻就向里边禀报去了 不多时 侯夫人再一次地来到门前迎接四人 将四人接进了院内 绕过罩碧 进入了院内 如上午一样 和尚们的法事还在记性 也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宋乌鸦为死者上了住香 这一次 他又停在了灵堂之前 侯夫人 这法事做了多久 近两月了 侯夫人见宋乌鸦突然停了下来 也跟着驻足 看向了灵堂的方向 和尚的数量不少 一个个也都是衣着光鲜亮丽 看情形便知道 必定是这松江府附近的 大寺庙里的高僧 那要做多久 宋乌鸦很好奇 这法事做了两个月了 还在继续 即便是家里有钱 也不至于如此 侯夫人当即解释道 要做足九九八十一天 如此一来 侯爷才能历经八十一年 可以直接往生极乐 不用坠入轮回 好 原来是这样的讲究啊 宋乌鸦捕捉的点头 这样也确实是太过讲究了 不过 这也无可厚非 宋乌鸦没有再多问 和尚们的法事还在继续 宋乌鸦自死 没有过去打扰 只是看了看 便示意侯夫人向前 直接向着案发现场的 那个院子而去 很快 几人就走到了 先前司徒文所说的 那个院子的入口处 这里果然不是一个月门 而是一个方形的门洞 当即 宋乌鸦就这个门 问了一句 夫人 这院子的门倒是奇怪 为何不像别人家中 是月门呢 是不是这其中 有什么讲究啊 这 被宋乌鸦询问起这个事情来 侯夫人的脸上露出了蓝色 犹豫着说不上来 许久 侯夫人这才摇了摇头 我嫁入侯府时 这里便是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讲究 确实如大人所言 一般人家 应该是院门才对 这院子之前 我也少来 后来公公死后 侯爷时常在这里居住 我也来过几次 只是当时心思不在这个上面 倒也没有询问 这门是怎么回事 院门没有个解释 这宋乌鸦倒是不奇怪 这和院门显然是存在已久 和眼前这种杀人的案件 那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因为中午时 司徒文说起了这院子古怪的问题 宋乌鸦将注意力 也放在了这院子上 他要好好的 看看这院子究竟古怪在什么地方 身旁跟着的白灼 那双眼睛早已经开始在这院子里搜寻着什么了 司徒文所说的屋子 确实是在院路的最中间 而在这屋子周围 确实是有不少的花草 这些花草特别的分散 随意的看去 确实是毫无章法 像是随随便便弄起来的 他没有接着向侯夫人询问什么 目光向周围看着 眼前这些被司徒文所指出来的花草 引起了宋乌鸦的格外重视 他感觉 这些花草绝非是随意的栽种 一定是有规律的 侯夫人 冒昧地向您问一句 府上可有一个叫做小婉的病名 宋乌鸦停止了询问 白灼倒是把这画啊 给接过来的 一说起这个小婉来 侯夫人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得阴沉不已 大人何故问起这个来 是不是有人向大人尼交舌根了 大人不要听信他们所说的那些话 侯夫人对于这个小婉好像显得很是紧张 白灼只是这么一问 他好像就猜测到白灼所听到的那些事情 是什么 他直接辩解了一番 让白灼有些无奈 他只好重新把问题给细致地说了一遍 侯夫人 我只是想知道这个叫做小婉的病名 现在何处 他 侯夫人犹豫了一下 才道 他已经被我赶走了 夫人为何要赶做小婉 白灼听了这话 追问道 可她的追问 让侯夫人很是不高兴 大人 这是我们侯府的家事 我身为侯府的主人 难道赶走一个下人还不能吗 白灼唯唯公身 算是为此事给侯夫人赔礼了 直起身后 白灼礼貌地问道 树在下冒昧 这确实是夫人您侯府的家事 原本本官是不该过问的 那可如今侯府发生了命案 侯又死予非命 如今凶手还在消耗法外 本官也只是想 要尽快地将那凶手抓拿 这事情既然发生在侯府 那侯府李妾的事情 都可能和案子有关 还望夫人您能够配合 白灼客气地 把话给说明白了 他们是来调查案子 可不是来管他们家事的 这案子的进展如何 那侯夫人自然是非常关心的 可她要是关心这案子 那白灼为了能够破案 向她询问一些问题 她理应配合才对 侯夫人听了白灼这一番话之后 深深地吸了口气 小婉仗着自己的银行 稍有几分姿色 竟然勾引侯爷 身为侯夫人的我 哪能容得下她这样的下人 所以 我就把她给赶走了 原来如此 白灼听后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的话 夫人是案发当日 将小婉赶走的 正是 这一次 侯夫人倒是痛快 直接点头应了一声 如今侯爷走了 就为是邪的事情 夫人可曾向朝廷上报啊 白灼 询问完了小婉 又问起了绝尾的事情 没有 侯夫人摇头道 这显然让白灼 觉得很奇怪 她诧异道 是因为 小和一年幼的关系吗 不是 侯夫人冷着脸 说了一句 白灼见这个问题问出之后 侯夫人的脸色又变化了 而侯夫人这样的回答 也让她立刻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显然侯爷还未留下任何子嗣 这样一来的话 这侯爷的爵位 怕是就没有人继承 也难怪侯夫人 没有向朝廷上报 看来她是怕上报了之后 朝廷将原本属于 他们侯府的遗弃 全都搜回去 白灼也是识趣 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 追问下去 她想了想 又问道 侯爷出事后 可有什么人 离开侯府吗 没有 侯夫人冷着脸 摇头说道 这一点是要确认的 凶手几乎可以确定 就是这侯府的人 倘若事发之后 没有人离开侯府 那这凶手 必定就还藏在这侯府之中 问完这个问题 白灼顶了顶头 看她这个样子 显然也是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了 之前整理过好多的问题出来 这个时候白灼 可是一个 关于先前的问题 都没有询问 乌鸦兄 我们是否 再去现场看看 回过头来 白灼看向宋乌鸦 向她问了一句 宋乌鸦摇里摇头 先不着急着进去 一会儿再说 刚刚白灼向侯夫人 询问的这些问题 宋乌鸦也在认真地听着 她自然觉得 这问题问的还是太少 她也趁着白灼 询问的这会儿功夫 仔仔细细地 向着院子看了一番 侯夫人 这院中的花草 为何不集中栽种 怎么冬一块西块呢 您不觉得这样 看起来很乱吗 这院子的状况 司徒文说的 已经很详细了 如她所说的一切 这院子之中 不少地方都透着古怪 尤其是这院内的 这些花草 那是最为古怪的地方 乱七八糟的布局 也实在是 看不出什么道道了 她这么一问 侯夫人 胆然道 这院子的事情 我可懒得去管 至于这花草 为何是这个模样 你找下人们 询问一下吧 这花草的事情 侯夫人竟然不知晓 要让她去询问那些下人 府上可有管家 宋牙接着问道 既然要去询问下人 还不如询问一个 知道事情比较多的 这个管家 显然是最合适 不过的人选的 更何况在这之前 他们就说再来呀 就一定要见见 这个管家才是 侯夫人 依旧是 侯夫淡然的神情 不知道 这 这让宋牙 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接话呢 侯夫人现在的情绪 可是很不好 她这肚子里呀 已经生了闷气了 依宋牙猜测 一定是刚刚 白竹的问题 让她很是不爽 一下子哑然后 宋牙也在疑惑 刚刚白竹 询问那个问题的时候 这侯夫人的情绪 有着明显的变化 她想了想之后觉得 应该是白竹 询问起小婉的事情了 小婉已经离开了侯府 她和侯爷的关系 那自然是没办法 向她本人询问了 去把你们的管家找来 就在这时 司徒文却冷冷地 向一旁的侯府下人 吩咐道 那下人一听这话 看都不看侯夫人的脸色 准头就去了 这下可好了 司徒文的访客为主 让本来就已经 有些不高兴的侯夫人 脸色变得更加的难看了 身为侯府的主人 却听着别人在这里 发好诗里 这心里是什么滋味 可想而知 家人去了管家 侯夫人气愤地 哼了一声 也没有再说什么 对于管家的所在 侯夫人不知道 是因为先前的 问话而生气 还是因为 对于这个问题 而产生了抵触 不管怎么说 他们先后两次 来到侯府 除了侯夫人 这个主人之外 那管家必然是 最重要的人物 但偏偏这个人物 没有出现 整个侯府之中 宋武呀 总感觉这里 透着一股怪异的气氛 他说不上来 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心里啊 总觉得很奇怪 侯夫人的表现 不像是一个 寻常死了丈夫的女子 而侯爷的死 不知道是因为 时间已经过去 两月之久的关系 还是因为 他们原本之间 关系就不好 侯夫人 看待这件事情 显得非常的冷漠 从头到尾 宋武呀 都没有从他这里 感觉到那种 迫切的想要抓到 凶手的心情 反而对这些事情 不管不顾 好像抓不抓到凶手 那都是无关紧要的 侯夫人 不知道这位管家 来侯府多久了 宋武呀停顿了 一会儿之后 又开始向侯夫人 询问问题 侯夫人深吸了口气 面对着宋武呀的问题 冷冷道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他来的 可比我要久多了 侯府的管家 在侯夫人 嫁入侯府之前 并已经在这里了 之前听下人们说 他的年纪 也并不算太大 仅仅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 这样的年纪 坐上侯府管家的位置 可以说是能力出众 他的冷漠 让宋武呀的问话 不太好进行下去 但这问题 该问 还是要问的 眼前的情况 非常的尴尬 宋武呀左右看了看 他们待在这院落之内 面前就是案发现场的房间 一切都还是昨天的样子 在他们离开之后 牙医又重新用风调 将这里封上 院落内 接触花草 显得非常突兀 关于花草的问题 刚刚宋武呀 已经向侯夫人询问过了 但是侯夫人却表示 不知道这里的状况 这让宋武呀 不知道该向谁询问了 他来到最近的一株花草前 看着地面上潮湿的泥土 当即皱眉询问了 夫人 这花草向来是谁给咬什么 从这花草下泥土的湿度来看 显然就在刚才不久前 有人给这里浇过水 时间应该就是午后刚过 避开了最炎热的太阳之后 在这里浇着水 夏季最热的天气 已经快要过去 但是在这南方之地 依旧是显得非常的炎热 夫人挑眉 看了看 那片没有经过精心打脸的花草 抬头向着身旁的闭女 吩咐道 去问一下这里是谁在浇水的 这次他算是配合 毕竟有了刚刚的一幕 只怕他也知晓了 即便自己不找人前来 这司徒文也会吩咐侯府下人 去把这人找来的 所以他索性啊 痛快一些好了 招呼了下人 侯夫人便一副没事人影 将目光转到了一旁 不去理会其他 调查问题 宋无牙已经问了不少了 这院落还是奇怪 像是经过某种风水上的布局 他想到此刻 当即便又问了一句 夫人 这院落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说 在什么时候经过重新的修整啊 这个院子很古怪 按照常理来说 在这阔气的侯府之中 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院子 院子内布局很是单调 空空的院落之内 除了这一间屋子外 就是那些看似很随意的花草丛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醒目的地方 甚至连一广该有的院门 这里都没有 一般的附属人家 在修建庭院的时候 那都会有统一的设计样式 更别说这里是侯府了 这建造之初啊 必定是经过一番仔细设计的 各处地方 那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绝对不会胡来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776集 但是整个侯府之中 这里如此格格不入 和其他地方的风格那是完全不同 以至于让人觉得这里 不像是侯府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这个缘由 宋无牙才想到或许是因为某种原因 这个院子在整个侯府建造之后的某一个时间里 进行了修改 翻整 通过其他院落的样式来比对 宋无牙感觉 这个院子原本应该是两个院子 后来是被合并在了一起 具体说这个院子用来做什么 那就不得而知了 听了宋无牙这样的询问 侯府人面色已明 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便做了一副完全不清楚的样子说道 大人想必也清楚 像我这样的侯夫人 那向来都是养尊处优的 这侯府上上下下的事情 自然有人去搭理 我用不着去管这些 这个院子原来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也并不清楚 又是一个不知道 这侯府内的事情 侯夫人好像是真的不知道的样子 但她现在所说的话 宋无牙是有些不相信的 因为在这之前 她的公公 也就是老侯爷 曾住在这里 她作为儿媳妇 绝对不可能不来这里的 所以 对于这里的一切 她多少也是该知道的 即便不知道 那也是关心的 所以 这里有很多的地方 表现出很是古怪的样子 她难道就不好奇吗 虽然心里有所疑惑 但是宋无牙没有明知说出来 毕竟这案子还在调查 值得她考虑的事情还有很多 而且她现在也拿不准 这侯夫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 倘若她只是因为刚刚的远古 闹点女人的小情绪 那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没有必要因为这个 和她斤斤计计 等她的气消了之后 也就没事了 她心里 刚有这样的念头 不愿意继续追究 司徒文却在旁边 瞪了宋无牙一眼 这一眼让宋无牙 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 司徒文用这样的眼神 看着她 是什么意思 刚刚的事情 她显然也察觉 除了这侯夫人 还是不满 司徒文不愿再多说什么 便没有开口 只是给了宋无牙 这样的一个眼神 也不知道这是 怪允宋无牙不追着询问 还是其他的运用 宋无牙干咳了一声 掩盖着自己尴尬的同时 也算是给司徒文 传递的一个消息 同时自己不去理会这件事情 等了好一阵 见宋无牙都没有接着询问什么 白卓便把话给接了过来 侯夫人 这侯府上上下下的事情 可都是管家在打理 平日里 你与侯爷 是否会过问这些事情 侯夫人微微地 呼了口气出来 像是被他们问得 有些不耐烦了 若都是我们亲自打理的话 那要他们还干什么 自然是管家来处理了 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些事情 不满意的时候 这才会亲自去说的 白卓是碰了个钉子 不过好在 侯夫人只是这一点点的表现 并没有太过明显的表明 自己不耐烦的样子 这个问题 问与不问都没什么区别 这一点本来就是明摆着的 用不着多问什么 白卓微皱眉头 却也不气馁 继续问道 那在闹鬼的事情上 是你与侯爷处理的 还是管家处理的呀 归根结底 这案子的主要起因 好像还是在这闹鬼之事上 白卓直接问起了这件事情 闹鬼 原本白卓以为 侯夫人会说起一些 关于此事的事情 可没想到的是 侯夫人眉头紧皱 发出一声惊呼 大人可不要听那些 吓人乱嚼舌根 我们侯府干净得很呢 这屋子 也不过是我公公 死后安详的地方 怎么可能闹鬼 侯夫人竟然试口 否认这件事情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要知道这件事情在这之前 他们可是向侯夫人问起过的 但是当时她也没有这样的反应 白卓错愕地看向一旁的宋乌鸦 很是疑惑地又问了一句 夫人 您觉得这个时候 和我们隐瞒这件事情真的好吗 据说每次这屋子闹鬼之后 那可都是您亲自下令 让他们将屋子自己清理的 这一点白卓不可能忘记 这侯夫人绝对是知道这件事情 她此时装作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缘由 还真是不太好说 但她这很明显 是想要向他们两人 隐瞒一些事情 至少她知道的事情 怕白卓询问下去 并扬装自己不知道 从而猛哄过去 白卓说得如此坚定 侯夫人这脸色也发生了变化 正如他们所想一样 这侯夫人是想要 跳过这个问题不作回答的 这谁又愿意说 自己家里闹鬼呢 侯夫人无奈地 承认了自己知晓这件事情 但鬼怪一说 分明是糊弄人的 必定是有些人 想要借鬼魂直说 从而将侯爷的死 跪罪于鬼魂之上 可侯爷的死 分明是和鬼魂没有关系的 大人可要明鉴啊 听到这话 宋牟丫这心里不由一动 先前司徒文在客栈的时候就说过 他觉得这侯夫人绝对不是凶手 也像侯夫人的话 恰恰像是验证了司徒文所说一般 让宋牟都觉得 这案子和他没什么关系 但一下子让他没有了所有的嫌疑 可宋牟丫又总是不太放心 倘若侯夫人是凶手的话 那他绝对会想方设法地 让自己写作嫌疑 毕竟有了之前那些下人的证义 让宋牟觉得这个侯夫人的嫌疑 还是很大的 这房屋闹鬼 不少下人将这桩案子 和这屋子闹鬼的事情 联系在了一起 这完全就是一个 很好的脱罪的机会 但是侯夫人却没有这样做 他告诉白卓 他并不相信这屋子闹鬼的事情 也不相信侯爷是被冤鬼所杀 这足以说明 他不是凶手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虽然这让宋牟很是吃惊 但是事情都有个例外 他并未就此下定了 就认定侯夫人 不是凶手 作案 那都是要讲究很多要素的 首先作案动机 以及作案的时间 这两点必须要满足才行 侯爷死在夜晚 这应该不用太过质疑 所以当天夜里 知道侯爷住在这里的人 嫌疑必定是最大的 这其中侯夫人算是一个 那个伺候侯爷的婢女 也算一个 另外其他知晓的人 那都是有嫌疑的 在这侯府上上下下 有这么多的人 实在是很难从这一点上来判断 因为但凡在这个侯府中的人 那都是有机会的 就好比 之前他们发现这个屋子闹鬼的事情 是有人经过这里 发现屋内亮着灯火 这足以说明 但凡经过这里的人 那都是可以看到侯爷 住在这个屋内的 尤其是那个装神弄鬼之人 他一定会留心这里的 即便他不是凶手 他也会时常注意这里 而凶手 目的是为了杀侯爷的 那他对侯爷也是非常的了解 也足以知晓侯爷的一切举动 白竹的问话 在这个时候也陷入了僵局 好像也没有什么可问的 不然还请放心 我们身为朝廷的钦差 这鬼怪之说 虽然是不会相信的 这种案件 必定是人所问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我想 我们能够把它给揪出来 对于鬼怪之说 原本白竹是半信半疑的 但随着与宋雅 移岛追查各个案件 对于鬼怪之说 他已经了解 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如今侯夫人担心的 说出这话 宋雅雅自然要表明 他们的立场 另外 他自然也很有信心 抓到凶手 如刚刚我所言 夫人在每次这房子 出现血手印之后 都交代下人 将房间彻底清理 不知道夫人是否注意到 下人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 可否在房间里 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 宋雅雅 还是在询问这刚刚的问题 他知道这闹鬼的事情 和这桩案子 一定有着深刻的联系 他的问题 刚刚问出来 这侯夫人眉头一紧 也没有发现什么 一听他这话 就有些言不由衷了 白卓不是傻子 顿时就听出这话 不对劲来了 侯夫人 你是想让我们 找到凶手呢 还是害怕我们 找到凶手呢 白卓这次 可是直接就问起来了 他可是想要 尽早找到凶手 但是这个侯夫人 说话一直都是 吞吞吐吐的 之前他就已经说过了 要想将案件真铺 那就必须要知晓一切 他也告诫侯夫人 不要对他们藏着掖着 可是这话呀 才刚刚说出没多久 侯夫人 又是这般的表现 当然是抓到真凶 绝不能让侯爷 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的 侯夫人回答得很是干脆 他是希望宋雅与白卓 能够抓到凶手的 既然夫人 想要让我们抓到凶手 那就不要在任何事情上 隐瞒我们 我们之所以询问这些 那自然是因为 在调查的现场之后 从中得到了线索 你所回答的这些问题 很可能就给我们提供了 找到凶手的重要线索 白卓一听这话 立刻认真地说道 侯夫人微微低下了头 好似为刚刚所说的话 而表示歉意 稍假犹豫之后 不等白卓将刚刚的问题重复 侯夫人主动开口说道 他们确实是在那个房间里 发现了一些东西 白卓竟有效果 立刻追问 那都发现了什么 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一些女人的东西 侯夫人这次 总算是坦白了 不过她这话呀 可是让宋雅与白卓 有些差异 他们两人纷纷疑惑 女人的东西 这话疑惑过后 宋雅雅突然有些不解地问道 出现女人的东西 那不是很正常 之所以她会这样认为 那是因为这个房间 原本就是用来让别的女子居住的 而且房间里 也遗留着一些女子的衣服 这个房间里出现女子的东西 分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才对 大人有所不知 在闹鬼之前 房间便已经被打扫干净了 但是在这之后 房间里原本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了 却偏偏发现 衣柜里放着一些女人的衣物 床头的柜子上 甚至还有梳妆的东西 侯夫人给宋雅解惑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之后 宋雅雅就立刻想到了 当时他们进入案发现场 在房间里见到的一只女人的鞋子 以及衣柜里那些女子的衣服 想到此处 宋雅雅立刻问道 拿发之后 现场的衣柜里的那些女子衣服 也应该是突然多出来的 侯夫人点了点头 确定了宋雅所说的事情 这可好 原本宋雅以为这衣柜里的衣服 应该是来源于 之前在这屋内住过的女子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这样 至于他们在床下发现的鞋子 这一点也不用多问 鞋子就是这侯府之中婢女的鞋子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或许是有人藏在了这里 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放在了这里 宋雅雅没有开口询问鞋子的事情 而是接着询问那些衣服的问题 那这些衣服夫人可熟悉 知道他们来自于哪里吗 是府上丫鬟们的衣服吗 不是 侯夫人很肯定地摇了摇头 夫人 你可确定 白主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在侯夫人摇头回应之后 立刻向其确认道 这一点侯夫人很是确定地点头说道 没错 在这事后 我也怀疑这是府内的丫鬟才搞鬼 查遍了所有人的衣柜 也没有发现少了什么衣服 所以这些衣服 绝对不是我们府上丫鬟的 房间里突然出现的这些东西 本身就值得怀疑 而且还是一些朴素的女子服装 不管是什么人通过这些衣服 也差不多能够判断出这些衣服主人的身份 而侯夫人看到这些衣服之后 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自己府中的这些丫鬟 所以他调查了这些丫鬟的衣柜 但是结果是非常确定的 这些衣服并非是来源于这些丫鬟那里 在得到了这个答案之后 宋乌鸦陷入了疑惑之中 他不知道这些衣服的来历 他一边想着 一边又说道 这些衣服不是病女的衣服 那会不会是之前那些被侯爷带回来的 女子所穿的衣服呢 也不是 侯夫人依旧很是肯定地说道 这一点夫人也能够确定 宋乌鸦很是诧异 毕竟这些女子是侯爷带回来的 侯夫人未必知晓他们的底线 而且因为这些事情 侯夫人与侯爷争吵过几次 侯夫人怎么可能会留意 这些女子身上所穿着的衣服呢 那这么说来 夫人对这些女子还是了解的 宋乌鸦顺着这话呀 就问了一句 她这话一出啊 侯夫人一下子就顿住了 见侯夫人没有像刚刚那样爽快地说什么 宋乌鸦便要接着寻了 她没等她开口呢 便听着一个女子声音急匆匆地喊了一惊 夫人 管家不见了 回头一瞧啊 这正是刚刚被司徒人使唤的去找管家的婢女 这婢女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 没想到这会儿才回来 还偏偏挑到这个节骨眼上呢 一听说是管家不见了 侯夫人这脸色顿时就变了 她不见了 那她去哪儿了 管家在侯夫虽然算不上是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毕竟也是个重要人物 婢女摇着头 不知道 一个管家不见了 侯夫人竟然如此的惊慌 这样的表现可让人有些看不明白 惊慌的样子也仅仅是在那一瞬间 很快侯夫人便反应过来 急忙收起神情 向那婢女吩咐道 继续去找 搞清楚她去了哪里 招呼了婢女余生后 侯夫人在看向宋亚与白竹的时候 这恋人上的神情有些紧张 两位大人 你们再看看现场 或者是找些下人们问些情况 我有些事情暂且失陪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七十七集 侯夫人直接向两人说了一句 转身就走 也不给两人说话的机会 侯夫人便已经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瞧着她离开 白竹 白竹 疑惑 我也许 你看这侯夫人 怎么突然如此紧张 那管家和她是什么关系 怎么管家不见了 她这般惊慌是错 刚刚她的反应可不是装出来的 完全是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自然的惊慌反应 看来 咱们找这个管家 还真是找对了 我看问题 就戳在这个管家的身上 也许吧 宋乌鸦不太确定 但也如白竹所说 她也认定这个管家身上 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的 这侯夫人是越看越奇怪 刚刚你们两人 向她询问那般问题的时候 她的表情可是非同寻常啊 当时我可是仔仔细细地 看着她那张脸 几乎一个问题变换一个表情 即便是她最后主动 说出来的那些事情 我都感觉那是假的 司徒文看着他们两人 替他们总结了一下 这个侯夫人刚刚诡异的表现 听着这话呀 宋乌鸦没有直接去猜测 侯夫人是出于什么目的 倒是向司徒文调笑了一句 二 你不是说这侯夫人 绝对不是凶手吗 是啊 司徒文听到这话 现实诧异 随即就明白 宋乌鸦这话的意思了 当即反驳道 难道你现在就认定 她是凶手了 这个宋乌鸦还真是不敢说 她没有认定谁是凶手 摇里摇头 喂 我是开玩笑的 怎么样 还是分析一下 刚刚侯夫人给咱们透露的一些情况吧 我也修 这院子 恐怕原本不是这样的 很有可能是最近 才改成这个样子的 白卓当先开口 她说了一句 停顿了下来 凝重地看向周围的花丛 有道 这些花草 如此的别扭 但看起来是有意为之 我们要不要 将这些土地给掘开 看看这下边 是不是埋了什么东西 白卓的目光 竟然盯在了那些花草丛上 竟然怀疑这些泥土之下 埋了什么东西 这里按时在浇水 宋乌鸦还真是没想过 这里会不会埋了东西 现在白卓这么一说呀 倒也勾起了她的好奇心来 说起这花草丛啊 宋乌鸦又想到 刚刚侯夫人 果实招呼下人 去将这浇水的人找到了 怎么现在都没个动静 左右看了一番 也没见着什么人 刚刚还在周围的几名避孕 全都跟着侯夫人离开了这里 空荡荡的院子 现在可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 司徒文在听了白卓的话之后 疑惑地问了一句 嗯 白卓给出了很肯定的答复 但是听到这话 宋乌鸦则表示怀疑 我看未必 那些女子死后不都被送出了成为埋了吗 这可是那些下人说过的 蔡芦说了 倘若这下边真是埋了尸体的话 那为何还要让人给这里浇水呢 难道只是为了让人们以为这里就是一片花草丛 蔡芦说 既然我这样怀疑 咱们挖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白卓倒也不说自己为何怀疑 是说挖开看看就是 要说这样也算不上什么问题 宋乌鸦也没有过多的说什么 他点了点头 好 有功夫让胡捕头他们挖开瞧瞧就是 说起胡捕头 之前宋乌鸦交代他们去调查一些事情 到现在呀 半日的功夫都已经过去了 竟然还是没有回信 宋乌鸦虽然想起来 但也没有着急着去催 他倒是着急 刚刚那个去找娇花的婢女 怎么这会儿也不见他回来报信呢 方才侯夫人说起这闹鬼的事情 她原本是想隐瞒的 在白卓的追问之下 她解释说 是怕你们因为闹鬼的事情 而无法追查杀人真凶 你们有没有怀疑过这个解释 这两人刚说完这话 司徒文便在一旁给他们提了个问题 怀疑这个解释 文 你是想说 他这个解释不过是随口一说 其实他是有原因要将这闹鬼的事情隐瞒 宋乌鸦立刻就明白 司徒文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分明是觉得这侯夫人故意这么说的 现在回想起来 侯夫人的回答有些努力 当时他也完全有时间去考虑 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而他的回答 也确实是说得过去 但要是深秋的话 还真是有些漏洞 现在被司徒文说起来 宋乌鸦也开始怀疑起来 他紧接着 又联想起之后的事情 又道 我们之前调查现场的时候 在房间的衣柜里 发现了一些女子的衣服 这些衣服原本我们以为是先前住在这个屋内的女子留下 但在侯夫人说后 显然不对 这些衣服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而且他说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这些个女子的衣物是在闹鬼之后出现的 何想而知 是这个装神弄鬼的人故意放进去的 但是当时说起这件事情 侯夫人一开始也是选择隐瞒不说 现在仔细一番琢磨之下 还真是觉得这个侯夫人或许是真的要隐瞒这件事情 为的就是不让我们知晓其中的一些事情 可是呢 他最后 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事情给说出来呢 白卓立刻疑惑道 那早知如此 那之前何必隐瞒呢 这谁又能知晓啊 宋雅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刚咱们可是问到了关键的地方 那和那个丫鬟来得实在太不是时候了 打断了我们的询问 或许咱们继续追问下去 这侯夫人还能说出什么要紧的事情 之后再问就是了 咱们下午之行 怕是没有什么收获了 唉 白卓叹了口气说道 未必 宋无奈摇头道 表示情况还不至于这样糟糕 白秀 这你可就说错了 我们不仅不是没有收获 反而还有了不小的发现呢 吴亚秀 你真有发现 白卓很是诧异地看着宋无奖 在他看来 今天这完全就是没有什么收获 那么成 你是说那个管家的事情 最值得怀疑的事情 好像也就是这个管家 好像也就是这个管家了 但是宋无奖所说的并不是这个管家的事情 不是这个管家 而是床底下那只鞋子的事情 鞋子的事情 你是说 你是说 白卓听着这话很是不解 毕竟侯夫人前前后后所说的事情 他们全都听到了 但他却没有觉得 这之中透露了那只关于鞋子的事情 也许吧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宋无奖也没有把话说的太满 而是谦虚了一句 侯夫人说过 这屋子里的一些东西 是在闹鬼之后 多出来的 听他的口气 他应该对那些女子有所了解的 之前我们也了解过 但凡那些住在这屋子内的女子死后 他们的东西 就全部都扔掉了 而且这房间里也被听理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说 在案发之前 这个房间里 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衣柜里没有那些衣服 床底下也没有那只鞋子 宋无奖给他们几人 分析自己所判断的事情 说到这里 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只鞋子出现的时间了 他接着又到 而这只鞋子 显然是来自于 侯府中某一个婢女的叫声 所以当时极有可能 就是有一个婢女 躲在了这床榻之下 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之前从下人们口中得知 关于闹鬼的前前后后 以及案子发生的前后 案发当意 侯爷回来之后 先是和侯夫人 进行了一番争吵 在争吵之后 他与侯夫人分开 但是他并没有 直接来到这个房间 白兄 你可记得当时侯爷 是先去找了一个 叫做小婉的婢女 这个当然记得 但是应该是没有找到 这个婢女才对 白酌记得这件事情 也记得当时侯爷 去了后院 没有找到小婉 宋吾亚点头接着说道 对 当时侯爷并未找到小婉 随后他就来到这个房间里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 没有找到小婉呢 姑爷 那侯夫人不是说过吗 在案发之前 那小婉就被他赶出 侯府了 听到了这个疑问 小桓在一旁 回答了宋吾亚的问题 没错 宋吾亚点头道 当时侯夫人确实是这样说的 但我回他是撒了谎 他说小婉不在府中 那侯爷为何还要去找小婉呢 要知道 这侯爷深夜归来和夫人吵架之后 竟然要去找一名婢女 可见这叫做小婉的婢女 和侯爷的关系 并不一般 所以说 从侯爷去找这小婉这一点 就不能看出 当时小婉就是在侯府之中的 只不过的是 当时他所在的地方 是没有人能够找到的 确切地说 这侯府的下人 没有去找个地方 找小婉 话说到了这里 他们也都明白 宋吾亚这是要说什么的 乌鸦 你是说 当时小婉 藏在了这个房子的床下 司徒文 诧异地 看向了一旁的房子 说道 宋吾亚再次郑重地点头 没错 当时他应该就在这个房间里 至于是不是已经躲在了床下 这还未知呢 我猜测这个小婉 便是那个让这个屋子变成鬼屋的始祖勇者 或许侯爷 早已经知晓了这一点 所以他并不担心这房子闹鬼的事情 或许这也是他为什么在找不到小婉的情况下 选择来到了这个没有人居住的鬼屋之中 侯爷就有可能猜到了小婉在这里 所以他在这里找小婉的 白卓顺着宋吾亚的话也说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得到了宋吾亚的点头赞同 宋吾亚就是这样想的 或许当时侯爷和小婉见了命 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小婉之所以躲在了床下 或许是因为凶手来到了这里 很可能他目睹了凶暗的现场 那找到小婉才是最关键的事情 但问题是 现在小婉不知道去向何处 那些下人们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而侯夫人则说 小婉是被他赶出了侯府 白卓听到宋吾亚说 小婉可能目睹了当时的案发情形 那他也就一定知晓凶手是谁的时候 却无奈地说出小婉 去向不明的事迹 小婉的行踪成了谜团 但不管怎么说 小婉必须要找到的 侯府之中藏着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 之前侯爷带回来的那些女子 已经有数名身亡 但是她们是怎么死的 死后尸体被弄到了什么地方 这些都是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另外除了死掉的 还有几名是不见了踪迹的 且不说这小婉 在案发之前住在这间屋子内的女子 便不见了踪迹 侯府的人 没办法给出她们的确切行踪 不知道是有意隐瞒 还是真的不知道她们的去向 我记得你们当时在调查现场的时候发现 现场的窗户上应该是留下了血手印 但是却被那些血气给掩盖了 司徒文也掺和了一句 这说明在凶手行凶之前 窗户上已经出现了血手印 但是这血手印并未完成 这样也解释了 为什么偏偏书房没有一点血迹 而当时侯爷来到这里 应该也看到了这里的血手印 但是他并未因恐惧而离开 依旧待在了这个房间里 所以说明他并不害怕这些血手印 少家停顿之后 司徒文接着说道 当然 也如乌鸦推测的一样 当时血手印显然没有完成 而装神弄鬼的那人就在这个房间里 他是和侯爷见了面的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小婉 但之后他停止了这一切 一直到了凶手前来 我有一点是想不明白的 那就是凶手来到这里的时候 一定也看到了窗户上那些 没有完成的血手印 难道他就不怀疑 这屋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说起这件事情 那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毕竟在这个屋子里 没有完成的血手印 那是非常明显的东西 除非说 这房间里的灯一直都是熄灭状态的 要不然不用进入房间 但凡路过这里的人 那都是能够看到这些的 而他们也会怀疑 这往常闹鬼血手印是不间断的在进行着 怎么这会儿停下来了 很有可能 当时这间屋子内是一片漆黑的 想到这里 宋乌雅便说了一句 但白卓却立刻摇头质疑 乌雅修 我看未必 你要知道 这闹鬼的时候 房间里的一切那都是非常明亮的 我想那装神弄鬼的人 应该不会选择 在漆黑一片的情况下去做吧 这也说不好 这侯府上下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件事 有人就想要解开这个谜团 倘若他在第一次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 继续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堵在房间里 从而暴露 所以在第一次之后的其他时候 或许这人是在一片漆黑之下 做的这些事情 宋乌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不觉得这个人会这样的胆大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时这个屋内 或许是一片漆黑 那凶手没有看到窗户上的血手印 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话说到了这里 司徒文又把问题说到了源头上 之前和你们说过 之前你们说过 这小碗 倘若真的是这个装神弄鬼的始作俑者 那他哪里来的这么多血 要不要去厨房瞧瞧 用不着去厨房瞧 找几个人问问就是了 宋乌雅 没有去厨房查看 准备找几个下人询问一番 过多时 几人费了一些力气 才找来了一名婢女 这名婢女 唯唯唯懦懦地站在几人面前 低着头 不敢抬头看她们 你平日里 在这侯府之中 都做些什么事情 宋乌雅立刻开口询问 眼前这名婢女 每日所做的事情 婢女跌着头 小声道 打扫庭院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七十八集 打扫庭院 宋乌雅诧意地看着她 很是疑惑 让你一个小姑娘 打扫庭院 是的 婢女很是肯定地 回应了一句 虽然说她们都是下人 比起这侯府的主人来说 那是卑微的一些 可即便如此 一般人也不愿意 让一个小姑娘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打扫庭院 一听便知道是个泪活 只怕眼前这小姑娘 如此消瘦 正是因为这个缘由 那你平日里 都打扫哪个体验 在这里打扫吗 宋乌雅想了想 又问了一句 她特意 知道这个院子 只是想起 刚刚让人去找 那个给这些花草丛 浇水的下人 所以就问了一句 她这么一问 婢女果真还点了头 婢女小声地 嗨了一声 这可倒好 踏破铁蝎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刚刚她还想着 找到这个浇水的婢女呢 现在就冒出一个 眼前给这个庭院 打扫的婢女了 当即 宋乌雅便问起这事情了 那这院子里的花草丛 可是你每日 在浇水吗 是的 眼前这名婢女 再次小声地 给出了她 肯定的答复来 这里是你 每天在浇水 白卓也惊呼了一声 是谁交代你 给这里浇水的 宋乌雅没理会 白卓这一声惊呼 向婢女询问道 她看着婢女 唯唯诺诺的样子 可见胆子并不大 万一让白卓 给吓着了怎么办 是管家 婢女回答道 宋乌雅疑惑道 那她是怎么和你说的 管家说 要让我每天 在正午的时候 给这里浇水 正午 这个时间浇水合适吗 宋乌雅对于正午浇花 感觉有些差 不论是听别人说起 还是科学依据来说 正午浇花 好像都是不对劲的 尤其是在这炎热的夏季 正午浇花 多数情况下 是不利于花草生长 管家交代的 我也只能照做 他说要让这些花草 好好长起来 婢女也没有什么解释 只是说 她是听着管家的命令 来做这件事情 听了她的话 宋乌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询问 关于这些的问题 你认识小婉吗 认识 婢女肯定地回答道 好些时间没有见着她了 那你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吗 小婉现在成了关键的人物 宋乌雅很想搞清楚 小婉的去性 但是眼前这个婢女 无能为力地摇着摇头 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小婉和侯爷的关系 宋乌雅接着问道 小婉有了侯爷的孩子 婢女没有犹豫 直接就说了出来 什么 白卓又是一声惊呼 这么说来 侯爷和小婉是这样的关系啊 难怪侯爷当天夜里回来 和夫人争吵之后 会直接就这小婉呢 那你可知道 小婉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宋乌雅接着 又是一个问题 就是侯爷死的那一天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小婉 婢女给出了一个日期 时间上算是合得来 这样一来 他们之前的推测 也算是有了一些可信度 而现在宋乌雅 也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侯爷出事之后 或许凶手再次进入了现场 她察觉到窗户上的血手印 或者是床下的那只鞋子 从而知晓当天夜里 这里还藏着一个人 从而她推断出 藏在床下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小婉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小婉在案发的当天 就消失不见了 小婉是做什么的 宋乌雅思索了一番后 又问道 小婉在厨房帮忙 承认要杀鸡抛鱼 婢女一开口 就给出了宋乌雅 更加确切的答案来 刚刚他们就推测 这个装神弄鬼之人 必定是能够接触到一些鲜血的 而厨房是最好的地方 如今从眼前这个婢女口中得知 小婉所做的事情 正好与此有关 这不正好验证了他们之前的猜测吗 但是 宋乌雅又疑惑起这件事情来了 她一个弱女子 为何会做杀鸡抛鱼的事情 宋乌雅诧异地问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婢女明显地犹豫起来 难得的是 在这个时候 她悄悄地抬头看了看宋乌雅 在这之后 她才用几乎都快要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是夫人让她去的 猴夫人 宋乌雅周眉道 你有什么 夫人知晓了她和侯爷的事情 便发她去厨房做这种事情了 婢女小声地回应道 听着这话 宋乌雅想道 眼前这名婢女 也是做着本不该女子做的事情 她将这事情和她刚刚所说的 联系在了一起 你这也是夫人罚你的 不是 本以为自己猜对了 没想到婢女却否认了 不过 她紧接着解释道 是管家罚我做这个的 那你这个 又是因为什么 宋乌雅听到这里 好奇地问了一句 婢女这下子沉默了 没有开口说什么 等了片刻 她还是没有张口 宋乌雅猜测 这话呀 她怕是说不出口的 但这可不是猜测的时候 宋乌雅追问道 怎么 你不敢说 还是不好说出来 管家他 他强迫我做 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没答应 她还是说了出来 却并未说明白 她来到这个闹鬼的院子打扫 原因是受到了管家的惩罚 而之所以会惩罚她 是因为管家强迫她 她没有答应 这 宋乌雅眉头紧重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让宋乌雅不太好意思 接着继续询问下去 毕竟眼前这个婢女年纪不算太大 怕是因为羞耻之心 不愿意说出来 没有着急着在询问什么 宋乌雅仔细地考虑了一下后 看向司徒文 说道 二 接下来的问题 还是你来问吧 我和白兄暂且回避一下 乌雅 这还有什么好问的 是什么事情 难道你猜不出来吗 宋乌雅不过是想要确认一下 却遭到了司徒文的怀疑 不过这话说的也是 具体什么事情 这恐怕谁都已经知道了 但宋乌雅确实是想要得到肯定的答复 要不然她会心存疑虑的 但是司徒文说出这话来 让她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就在此时 眼前的婢女却突然开口道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她这一句话 可算是解除了宋乌雅的尴尬 看样子事情并非是他们所想的那样 就连司徒文也跟着诧异了一镜 那这管家 究竟是逼迫你做什么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啊 他让我 婢女又变得扭扭捏捏的 他让我去夫人那里偷东西 什么 四人听到这话 同时吃惊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缘用 她是让你去偷夫人的东西 偷夫人的 婢女还是一副有难言之隐的样子 钱财 宋乌雅见她许久都说不出来 索性就自己说了一句 但是婢女却摇了摇头 不是 这可真是让宋乌雅都感觉到好奇了 这婢女究竟是想要说什么 那管家到底是让她去偷侯夫人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至于让她开不了口 那是什么 你都是说呀 怀主着急的喊着 婢女磨磨蹭蹭的 不知道要说什么 宋乌雅既然听着 都有些急不可待了 衣服 终于 婢女小声地说了出来 衣服 侯府的案件之中 衣服可是出现过不少 那现场的柜子里就是 还有他们叙述的事情之中 那也是出现过的 如今这位婢女的口中 又听到了关于衣服的事情 而且还牵扯到了管家和侯夫人的身上去 什么样的衣服 司徒文追问了一句 管家让这名婢女 去偷侯夫人的衣服 这事情本来听着 就是一桩奇怪的事情 更何况这衣服 本来就不算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偷来 也换不了多少钱 婢女微微抬头 贴身的衣服 没想到 宋乌雅把这一茬 给忘了 管家竟然要的是 侯夫人的贴身衣服 可见这家伙 也是个心有邪念之人 此人听着 心里都觉得尴尬 没想到 这管家对侯夫人 还有这种念头 那这件事情 夫人知道吗 司徒文没有像 宋乌鸦与白竹那样 尴尬那么久 很快便问了一句 丫鬟摇里摇头 这个我不知道 我没敢向夫人说 这件事情侯夫人是否知道 这不得而知 但是说起这件事情 他们又想起了刚刚的那件事情 侯夫人得知管家不见了之后 表现出来的神情非常的惊慌 但是很快他便强装镇定 想要掩盖自己刚刚惊慌的神情 也不知道他这样的表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从这个小丫鬟口中 没想到有这样的收获 管家迷恋侯夫人 已经到了病态的地位 竟然强迫婢女 为其偷盗侯夫人的贴身衣物 而他有这样病态的邪念 也足以有杀了侯爷的动机 看来这管家对侯爷 那也是有杀人动机的 虽然这个动机未必是那么强烈 但至少还是有的 通过这一顶 宋雅分析者说道 哎 没想到啊没想到 白卓感慨了一句 这管家既然是这样的人 那他对待侯爷可想而知 而他又是对侯夫 最为了解的人 那你说会不会凶手 就是他呢 毕竟对于鬼屋的事情 或许他也很清楚呢 毕竟他管理着下人 小丫的事情 或许他已经预知了 这也是说得过去的 毕竟侯府上上下下的事务 几乎都是过于管家去管理的 这下边的人一举一动 他虽然未必全都知晓 但他也是很容易 掌握这些人的行踪的 倘若那个装神弄鬼的人 正是小碗的话 这管家未必不会知道这一切 大人 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要是没有的话 我得去干活了 婢女见他们几人谈论了起来 把他放在立旁 随问了一句 听着这话 宋雅考虑了一下 又看向其他三人 见他们也没有什么表示 便说道 但是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你先去忙吧 该问的问题问了不少 一时半会儿啊 还真是想不到要问什么呢 不过这个婢女 已经给他们透露了不少的信息了 至少有很多事 他们从未想过的 时间上早 还不到傍晚 今天夜里他们要前往支府衙门赴宴 这事情可不能忘记了 胡捕头也不知道调查得如何了 要不我们找他过来问一下 白卓见婢女走后 便向宋雅说道 胡捕头帮着他们调查事情 这已经半天过去了 他们下午又来到了侯府 想必侯捕头 以及乙肝牙役 也在继续地调查着 但是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并未将见到猴捕头 也不知道这猴捕头在什么地方 宋雅摇了摇头 算了 我看现在咱们呀 还是回去整理一下 刚刚得到的纪索 还原一家案子的筋骨 这猴夫人忙着离开 应该是去找那个管家了 等下次再来的时候 可能咱们就能见着他了 那咱们现在就回去 宋雅居然要说回去 这让白卓觉得很是诧异 毕竟他们来到侯府也没有多久 而且只是找人询问了这么几句话而已 现场或许还有他们遗落的线索 现在站在案发现场门前 也都不进去了 而宋雅雅 给出了很肯定的答复 那你回去吧 接下来 可要用得着官府呢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管家 和那个叫做小碗的闭女 不管是死是活 必须要找到他们两个 说是没有多长时间 可当他们再回去的时候 天也有些暗了 马上就是傍晚了 他们得准备晚上赴宴的事情 四个人在房间里坐下 宋雅雅当先开了口 婢女小碗 怀了侯爷的孩子 这事情可不是一件小事 正儿八经的侯府人 到如今也没有给侯府带下一个子嗣 这或许就是侯爷不断从外边带回女子的因果 侯爷的爵位那是世心网替的 他没有子嗣的话 但他死后 爵位可是要被除封的 侯府面临着一个问题 侯爷死了 但是侯爷却没有留下子嗣 这样的话 他的爵位是要被除封的 目前这所有的一切 那都是要被收回去的 所以说 这种情况之下 最不可能杀了侯爷的 正是侯夫人 或许司徒人之前那般确定这一点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吧 没错 我之所以说侯夫人不是杀人凶手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果不许然 司徒人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之后 才会如此确定 好端端的生活 就这样被剥夺的话 侯夫人怕是没办法接受 侯爷修 你说侯爷之所以找来这么多的女子 会不会就是因为 他想要一个孩子呢 白竹顺着这个话题 插了一句 侯爷已经人到中里 他自然也会考虑 自己子嗣的问题 更何况他有侯夫人之后 已经不少年头了 但是依旧没有子嗣 也不难说明他的急切之心 这种可能 宋牙一想啊 还真是应该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779集 白兄 或许事情就是如此吧 这也让我想到 侯爷前前后后 找来过不少的女子 但是这些女子 却没有给他留下几次不说 还死在了这个屋子里 即便没有死在这里 那也是不见了踪迹的 终归来说 侯爷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留下子嗣 而那个小婉就怀了侯爷的身孕 但是在侯爷出使之后 他也不见了踪迹 这一切都好像是在说明 有人不愿意让侯爷留下子嗣 可究竟是什么人 不愿意让侯爷留下子嗣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 司徒文疑惑地问道 难不成 他不愿意让侯爷的爵位继续下去 宋无疑面色凝重 在司徒文的话之后又道 不知道 我朝的爵位是否可以传给子嗣之外的人 比如说是兄弟 或者是侄儿一类的 这 白卓脸色顿时一变 好像是不行 但是难免会有特别的情况 宋无疑好像是曾经听说过 这爵位可以传给兄弟 以及侄儿的 但不知道在这里 还行不行得通 但是眼下他们没办法确认这件事情 躺着禁卫在的话 那可就好办得多了 问他们的话 他们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 面对这个问题 宋无疑却说道 这个问题倒是好解决 今天晚上 咱们去问问那驻云龙驻的人 就知道 这倒是个好主意 驻云龙一定知道这回事的 白卓听着也是一袭 倘若真的可以的话 那么这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嫌疑对象也有了 只要找到证据证明 谁是杀人凶手就是了 宋无疑知道了这事情之后 感觉这种案子 基本算是破了 他刚说完这话 他立刻反应过来 眉头一紧道 不对 刚刚有一件事情 说错了 说错了 什么事情 白卓正高兴着呢 他也觉得这案子怕是要破了 但是这个时候 突然宋无疑这么一说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这也是宋无疑突然间注意到的 差点就把这一点给忽略了 这侯爷找的这些女子 也不过是这前后几年的时间 而且从数量和时间上来算 他们在这里的时间实在是太大 即便是侯爷 真的想要让他们给自己留下子嗣 但这么短的时间里 也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说 这里边 还是有问题 差一点就把这事啊 给遗漏了 虽然说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是为了调查侯爷的死因 但既然他们知巧的之前 还有这么多的女子 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这个屋子内 他们自然不能放着这件事情 不去理会的 也要调查个清楚才是 时间不多 即便是真有人不想要让侯爷留下子嗣 那也应该在确定 这些女子是否会有身孕之后 才决定除掉他们吧 所以说 这些女子的死亡和失踪 那绝对是另有原因的 可能和杀死侯爷的凶手 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倒也是啊 这么看来 这些女子的死 或许另有原因 很有可能 他们是被侯爷弄死的 听完了宋无牙所说的话之后 白卓立刻认为 这些女子的死 应该是和侯爷有关系的 无牙修 你还记得今天下午 在侯府的时候吗 我说过咱们把那院子里的花草地 给掘开 看看这下边 是不是埋着东西吗 记得 你是觉得 这下边埋着的是尸体 宋无牙之前就已经反驳了白卓这个观点 他认为这花草下埋藏尸体的可能性 太小了 毕竟每天浇水 那尸体会加速腐烂的 不可能没有丝毫臭味的 但现在说起这桩事情 他也没有继续质疑 如白卓在侯府所说 不管如何 挖开看看就知道 这下边是什么东西 没错 我认为 侯府里死了这么多人 是不可能一点消息都走路不出去的 当时司徒大人坐着松江府 以他的为人 倘若知晓了这件事情 如何不去过问 可显然司徒大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猜测 这些死了的女子 根本就没有抬出去埋掉 而是直接被埋在了这个院子里 白卓说出了自己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的缘由 白卓的分析不无道理 如他所言 倘若这件事情真的有 那司徒义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但恐怕这件事情 司徒义是真的不知道 他或许得到了封赏 但是在侯爷府内 并未找到任何的线索 除此之外 管家和小婉 也要彰提出通缉令 务必要找到他们 同时咱们还要调查一下 这侯爷是否还有兄弟 倘若他还有兄弟的话 那这凶手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兄弟 即便不是他们亲手所为 那也绝对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宋乌鸦基本上 确定这事情是怎么回事了 从一开始调查这种案子 到现在不过是不到一天的时间而已 他们竟然已经能够快速地 锁定了嫌疑的目标 不得不说 他们的速度已经是够快了 或许用不了明天 他们就能够破了这种案子了 不对 还是不对 这高兴了 也不过是高兴了这么一小会儿 宋乌鸦突然一拍脑门 皱着眉头说着这么一惊 乌鸦修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总是一惊一乍的 白卓不解地看着宋乌鸦 不知道宋乌鸦这是在干什么 自己刚刚说完的话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竟然就自己给推翻了 不仅是白卓 就连司徒文和小桓 也是不解地看着他 姑爷 你就不要这么太较真了 咱们的时间不是还快意着吗 刚才你说的这些 一条一条去验证 倘若不对 那再多想也不迟啊 一直都没怎么说过话的小桓 这时候看着宋乌鸦 也是不太忍心他这么一惊一乍的 好像生怕他闹出什么病了 司徒文也连忙劝说 是啊 乌鸦 小桓说得没错 这案子是一点一点来调查的 着急也没用啊 而且你这一会儿一个想法 只会让脑子越来越乱 对破案也没有什么帮助的 这案子本来就复杂 我们多用点心就是了 没有必要这般来来回回地折腾 话是这样说没错 宋乌鸦也理解他们对自己的关心 但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之所以觉得不对 因为他发现 自己现在思考问题越来越片面了 或许是因为这太多的时间 都在追查无量教 却没有经历案件 少了对案件的调查 我这头脑也不敏锐了 眼前这个案子各种线索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总是会遗漏一些事情 思考问题变得非常片面 他的话越说越是落幕 言语之中 也不隐藏对自己的自责 说实话 他确实是考虑问题变得片面了不少 这一会儿功夫啊 他就折腾了两三次 见死乌鸦这样说 他们三个相识一眼 也不知道再该劝说什么了 乌鸦 那你说说看 你又把什么事情给遗漏了 司徒文也没有再劝说他什么 而是问了一句 我们忘记了现场的情况 松崖之言道 刚刚我们都在想 倘若侯爷有兄弟的话 那么这个案子的凶手 基本上就已经找到了 但是我就忽略了现场的情况 现场有大量的血迹 而且将原本留下来的血手印 还给掩盖了 倘若真的是侯爷的兄弟 想要夺取他的侯爵 那他将这凶手的嫌疑 推在闹鬼的事情上 不恰恰是最好的办法呢 一旦这案子调查到了他的身上 那他这侯爵还怎么继承 更何况现场被凶手搞得是一片狼藤 那些血又是怎么回事 常人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血 他已连串 又说出诸多的问题来 这全都是他刚刚遗漏的东西 这些虽然看似并不重要 但也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 毕竟这些问题表现得实在是太过奇怪了 听完了送乌鸦的话 司徒文胡了口气 事实上 这个案子或许真的是非常复杂吧 案子有的 仅仅只是线索而已 他们调查前后 并未发现任何的罪证 不仅如此 宋无鸦更是想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但目前来说 好像我们遗漏了重要的凶器 凶器是在后门之外的街道上发现的 当时地面上留下了一些血迹 这个凶器是不是用来杀害了侯爷 这也不太好说 而且是什么人把他丢在了外面 是从里边扔出去的呢 还是说凶手离开侯府之后 不小心遗漏在了侯府之外的呢 遗漏不太可能吧 白卓结果的话 毕竟他避手掉在地上 毕竟是叮当一声催响 凶手即便是掉了 那也会知晓得 会将其再捡起来 白卓 那要是凶手不敢去捡呢 比如说 他看到有人往这边来走 或者说 当时他欢乐神 那不是还有一只鞋子在床底下吗 小桓立刻反驳白卓所说的话 小桓的反驳 也解释得通 那只床底下留下来的鞋子 宋无鸦他们就是这样解释的 白卓被小桓这么一反驳 一下子找不到任何的话来反驳小桓 也算是认可了小桓这样的说法 那这么说来 就只有可能是凶手把匕首扔了出去 白卓立刻把刚刚所说的两条之中另外一条拿了出来 看来凶手就是这侯府之中的人 他故意将凶器扔出去 就是想要混淆视听 好让官府以为凶手已经从侯府之中逃走了 或许凶手就是这样的打算吧 但不管凶手如何打算 凶器被扔在了街道上 而现场留下了大量的血液 却不知道该做何解释 白卓 我们上午在现场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看到任何喷溅的血解 宋乌鸦在白卓说着那个问题的同时 也在考虑着他所遗漏的东西 说起着凶器来 那自然就想起了伤口 伤口是脖子处 这一点毋庸置疑 无补地亲口告诉他的 当时死者没有经过挣扎 可见当时他确实是喝多了 但是脖子受到伤害 血流如注 倘若不用什么东西止住的话 那必定是有大量喷溅血迹的 但是他们在现场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被那大量的血迹 所掩盖住了 没有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看到 白卓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看到 他的观察也算是细致 能够从那样的血迹之中 找到血迹之下的手印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喷溅的血迹 他确实是没有看到 可是没有喷溅的血迹 那又怎么可能呢 除非是被掩盖了 要不然这里就不是第一现场 或许 是被那些血迹所掩盖了 又或者说 原本就没有那样的血迹 宋牙疑惑地皱着眉头 他的双眼看向白卓 以及司徒文和小桓 想要他们三个人 给自己一个答案 可是这样的答案 又有谁能够给出呢 看着三人无奈地摇头 他也只能深深地 吸了口气 乌鸦 时间不早了 天色已经暗了 不是要去知府衙门赴宴吗 这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 司徒文提醒了宋牙一句 该是去知府衙门赴宴的时候了 宋牙听着这话 当即点了点头 他差点把这事啊 给忘了 没错 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刚才还说起来 要向朱云龙问问 关于侯爷的事情 既然答应了朱云龙 那自然不能爽运 无论他是什么人 也不能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设得理解 四人一道来到了知府衙门 朱云龙怕是早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差人在门前等着了 二位大人 里边请 门口的衙役 看到四人前来 立刻招呼他们进入衙门后院 朱云龙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二位大人 请坐 请坐 朱云龙起身相迎 将四人请入座内 此时已是八月 南国的天气 依旧闷热 宴席设在院内的凉亭之内 微微风来 多少有些凉快 饭菜并不多 算不上丰盛 只是挤到看起来 可口的菜肴 为了几壶薄酒 家常便饭 不成敬意 还望二位大人 不要嫌弃才是 朱云龙随即坐下 客气地向两人说道 朱大人客气 宋雅微微一笑 回道 这朱云龙啊 对他们两人那也算是了解了 知道他们不喜欢大摆排场 便只是简单地操持了一番 这样的九州 他们正好待着习惯 虽然与朱云龙之前有些不愉快 可既然朱云龙都已经不再提这档子事了 那他们何必纠结这个呢 虽然说他们追查观山九楼 也对观山九楼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朱云龙依旧没有对他们表现出任何的情绪了 现在细细想起这件事情 宋乌鸦都有些怀疑 这朱云龙究竟是不是观山九楼的人 锦衣卫 在他们前往应天府之前 并已经接手处理观山九楼后续的事情 虽然之后如何 他们并不清楚 可宋乌鸦也知晓 落入他们手中的观山九楼残党 那绝对是好不到哪里去的 可偏偏朱云龙 只被禀官来到了这松江府 虽然说是降了一击 但对他而言 影响并不算是太大 如果只是说 锦衣卫还没有处理到他的头上 那宋乌鸦是不相信的 毕竟朱云龙是首当其冲的 这其冲有什么门道 宋乌鸦也不去多想了 既然这些事情不用自己 那自己也就不多想了 反正他看不上这些锦衣卫 但也知道锦衣卫 一定会把这观山九楼给铲除的 虽然说这松江府 对二位大人而言 那也算是帮个故土了 奈何如今物是人非 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本官便略尽地主之一 请二位大人一杯 端起酒杯 朱云龙是一二人 宋乙与白竹也端起酒杯 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今天来此的目的 好像只是为了喝酒吃饭一半 在祝云龙的劝术之下 三人一直都在推杯换盏 不过是半个时辰的时间 月亮刚刚挂上枝头 三人就已经喝得是满脸通红了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醉 演播 苏子 营以 第七百八十集 周大爷 我看这酒 喝得也差不多了 白竹舌头好像都有些大了 放下酒杯 便向朱云龙说明 他现在是喝不下去了 朱云龙怕是酒厂老手 相比较宋牙与白竹两人而言 他的情况显然是好多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咱们先吃菜 吃菜 朱云龙也不强求他们两人喝酒 见白竹以人尽兴 便招呼他们吃饭 虽然说司徒文和小欢也陪同在一旁 可至始至终 他们也都只是在旁边坐着 偶尔吃点饭菜罢了 饭桌之上 好像也没他们什么事情 放下的酒杯 宋无鸭想起了此行来的另外一个目标 他当即开口询问道 朱大人 我有一个问题 香香大人请教 宋大人 尽管说 本福若是知详 此人相告 朱云龙一听这话 也是客气地答应了下来 随即 宋无鸭便问了起来 国超爵位 可以兄弟之间传递吗 不可以 朱云龙 听到了这个问题之后 毫不犹豫地 便给了宋无鸭确定的答复 不仅如此 他还直接说明了侯爷的情况 宋大人这样问 怕是在调查侯爷之死的案子中 有所发现吧 不过本福可以确定地告诉宋大 侯爷他没什么兄弟的 如今他已经身亡 他的结尾是要被处封的 令宋无鸭回忆的这件事情 现在算是有了答案 显而易见 他们之前的猜测那已经是错误的了 侯爷竟然没有兄弟 而且也不存在这种传承 所以说 他们所想的那个凶手 完全是不存在的 而如今侯爷的爵位 面临着被除封的境地 这样一来 对侯夫人可是最不利的 如此看来司徒文之前的猜测 应该是对的 要不然的话 侯夫人那真的是想不开了 要把自己这样的身份给葬送掉 可话又说回来了 先后有过这么多的女子 侯爷只怕胃的 就是给自己留下点血脉 可奈何最终 她还是没有达成这个心愿 就连那个原本有了身愿的婢女小婉 现如今呢 也不知去向何处了 原来如此 那看来我们是想错了 宋雅听后 深吸了口气 笑着说道 宋大人 仅仅是一天的功夫 看样子对于凶手的猜测 已经有了一些苗头了 二位大人 不愧身受圣上之器重 这段之财 确实是少有人 能出二位左右啊 朱云龙也跟着笑着 张口竟然拍起了两人的马屁呢 虽然知道他这是客道话 可是听着还真是觉得有些尴尬 他们两人的才能 他们自己可是清清楚楚 如此泱泱大国 怎么可能没有能力比他们强的人呢 白卓借着酒精 脸上也看不出尴尬之色呢 他只是嘴上推脱道 朱大人 这话说的 在下 不敢承受啊 哎 白大人何必这般谦虚啊 你们二位的能力 那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自然也不是拍你们二位的马屁 本官还不至于如此 朱云龙笑着解释了一句 宋无牙微微笑着 朱大人过誉了 谦虚了一句后 宋无牙又问道 朱大人出来松江鼠 对这里的环境看似已经熟悉了 这侯爷的事情 不知道朱大人还知道些什么 说不定朱大人和我们两人说上这么几句 这案子很快就破了 好 朱云龙当即应了一声 既然送的人说 或许对破案有帮助 那本府便把知道的就告知二位大人了 稍稍地停顿了一下 朱云龙好似在考虑这话 该从哪里说起的样子 这位侯爷祖上也是开国共臣 说来也怪了 他们家几代单传 到了他这一代呀 也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绝位自然而然地落入了他的手中 可奈何家族世代香火不忘 侯爷一心哪 只想着要上一个孩子 买盒婚后数年 侯夫人这肚子 一直就没有什么动静 侯爷可没那个耐心挡下去 若不是顾及侯夫人驾驶不凡 怕是早就将他修了 另娶了 侯夫人也是怪 偏偏就不让这侯府 再娶几方小的 以至于侯爷最后竟然花银子 从外边买了几个未出嫁的姑娘回来 想要为他延续后代 可这些女子 个个也都没有完成她的心愿 不是突然病死 就是借机给逃了 可怜的侯爷 到死也没有留下一个种 朱云龙还真是不见的 这侯府前前后后的事情 他倒是知道不少 直接把他们今天调查出来的事情 给说了出来 早知道他了解这么多的话 还用得着宋雅与白竹这么费劲的 去询问吗 宋雅不由地苦笑一声 没想到朱大人知道的挺清楚 哪里哪里 这为官一任哪 难得这宋江府有这么一位侯爷 身为知府怎么能不了解一下呢 朱云龙笑着说道 方才听朱大人所言 这位侯夫人的家世背景不错 不知道她是什么事 宋雅很是好奇 这侯夫人是什么样的家世背景 听着这话 朱云龙歪歪一笑 这侯夫人哪 她的父亲与安南侯一般 也是一位侯爷 原来如此 宋雅点了点头 一开始 她以为这侯夫人不过是一般的大伙人家女子 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一重身份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来看这侯夫人的嫌疑是最小的 但是她有这样的家世 也未必不可能是她 尤其是刚刚朱云龙 说了很重要的疑定 明明她没办法给侯爷留下子女 却也不让侯爷另取她事 殊不知她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才这样做的 难不成仅仅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名声吗 答案虽然不知 但有一点是必须要搞清楚 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搞鬼 不愿意让安南侯的爵位 继续世袭往替下去 之后的酒席 也没有进行多久 宋乌鸦一行人便向朱云龙告辞 离开了知府衙门 再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反倒是成为了客人 这种感觉呀 确实是有些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事情也必须要看得开了 此人回到了客栈 便早早休息了 这次不同往日 他们没有大把的事情 也没有太多的闲情雅致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尽快将这种案子调查清楚 好像皇帝覆灭 一位侯爷被杀 即便这位侯爷 皇帝并不重视 那他们也不能怠慢 务必用最短的时间 将凶手找到 到今日 侯爷这一案 已经发生两月之久了 侯爷的尸体 早已经腐烂 而案子 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虽然线索找到了不少 但是有用的证据 却少得可怜 他们实在是没办法 从这个当个的 两个月之久的案件中 将所有该有的线索找出来 躺在床上 虽然喝了酒 但宋雅不想就这么早早地睡不去 他在脑子里 还在想着案子的事情 如他今日所说 这好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从未经历过任何需要推理的事情 以至于他现在重新断案的时候 好像有些力不从心的样子 真是好奇怪 实在是想不通 想不通 不得不说 宋无牙的脑袋 好像是真的不够用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有查案的缘故 如今接手的这个案子 处处透着古怪 但是古怪的地方 又没办法解释得清楚 宋无牙思前想后 也没能够想明白这其中的一些问题 就拿现在来说 他苦思冥想 却也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人 在宋无牙还以为这爵位的传承 能够与兄弟之间传递 毕竟皇家的皇位就是如此 但是眼前的情况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位侯爷竟然连兄弟都没有 而且爵位 也不能够如此传递 这样说来的话 不让侯爷留下子嗣 恐怕目的 不是为了抢夺侯爷的爵位 凶手只是和侯爷有仇 就真是真正的 那得重新换一套思路 凶手是出于什么目的 杀了侯爷 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办法确定 凶手的杀人动机 他们都不清楚 想要破案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的 躺在床上 脑海中一片杂乱的问题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宋无牙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 当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前天来到松江府 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命案的调查没有多大的进展 却牵扯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顾雅秀 咱们今天是先去侯府 看看情况呢 还是直接去支付衙门 发布通缉令呢 白卓这一大早起来呀 看到宋乌鸦立刻就问了一句 他看起来精神不错 昨天晚上估计也是害怕喝多了 今天耽误事情 所以适可而止 没有喝太多 目前他们想要找到的两个人 一个是侯府的管家 一个是侯府的婢女 这位管家昨天突然不见了踪迹 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离开的 只是在找他的时候却找不到 至于小婉 那早已经不知去向 足足都两个多月了 宋乌鸦也没有打算短时间内 将他给找出来 他更想找的 还是这个管家 说的也奇怪 这位管家突然不见了 这侯府上上下下的人 可都是知道他的 但是谁也没有留意他 你说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 竟然没有人留意 说的也是奇怪 宋乌鸦没有直接回答白卓的问题 而是笑着 说了这么一句 白卓可着急的等他这个回信 吴亚鸦我问你话呢 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去侯府看看 说不定这管家已经回来了呢 嗯 咱们先去支付衙门 将胡博都带上 之后一同去侯府 这样一来 咱们也能问问胡博都 之前交代他办的事情 现在办的怎么样 另外要是那管家没有回来的话 通街的事情 将会胡博都就是 考虑了一下后 宋乌鸦说出了自己的安排 昨天他交代胡博都 要调查那只鞋子的事情 这已经过去整整一天的时间了 胡博都也没有主动的来找他汇报这件事情 侯府的人是不少 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海捞针的事情 谁又能完全记得住两个月前的事情呢 即便是记者 那也未必能够记得住每一个细节 而且还是关于别人的细节 对于这个事情 宋乌鸦报的希望并不是很大 他们正说着这话的功能 似乎文娱小桓也走过到房间 来到了厅堂 乌鸦早饭要了吗 司徒文刚一坐下便问了一句 宋乌鸦点了点头 已经要过了 哦 司徒文点头后问道 那今天还要去侯府吗 去是自然又去 宋乌鸦很是确定地问的 毕竟那是案发现场 而且凶手只有可能就是侯府 我们不去这里 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 哦 那你今天还要进现场那个房间调查吗 司徒文继续问了 案发现场 宋乌鸦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我觉得啊 我和白兄已经看得过紫色的了 再去那房间里 也未必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即便那房间里真有线索 我们想要找出来 那必定也是耗费一番心血的 不然今天呢 还是去侯府 其他地方看看 这诺大的侯府 咱们也总不能只是盯着一个案发现场看才对 这一点 宋乌鸦昨天夜里就已经有所计划了 但是他觉得 这样的计划 应该会遇到不小的麻烦 别说这里是侯府了 就算是寻常的大伙人家 也会遭到一些刁难 侯府人的性格 昨天他们已经有所灵教了 今天他们要是提议在侯府 其他的地方调查 尤其还有搜查他的房间 恐怕这就不是一件好办的事情 是啊 这凶手应该就是侯府的人 他除了现场之外 必定还有其他的活动地方 或许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司徒文点头 赞同送来这样的说法 小桓也跟着点头赞同 就是 昨天不是还说 要去厨房看看吗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第七百八十一集 对 没错 白卓一听到厨房 直接就嚷嚷起来了 那小婉在厨房做活 这每天 必定能够接触不少禽出的血液 这也解释窗户上的血手印 是怎么来的了 没错 这也算是他们的一个线索 如今他们所掌握的线索太少 但是 能够继续追踪着调查下去的 也就只有这么一条 讨论了一下今天的安排 店小二那边 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粥和包子 一并端到了四人的面前去 大家先吃吧 吃完就去 宋牙招呼了他们一声 拿起一个包子 吃了一口 嚼了几下就咽了下去 他抬头看向司徒文 宫儿 你今天和小婉 就不要跟着我们去现场 一听这话 司徒文立刻就不乐意了 难不成还要让我和小婉 在客栈里待着 不是不是 见司徒文怕是 会错自己的意思 宋牙接盲解释 我是想要你们 到这街头去打听一下 这侯也凭着你们为人 或者是做过什么 让人惊惊乐道的事情 他时常在外面喝酒 而且还是喝得醉醺醺醺的味 难免会借酒说些什么话 说不定这里边呢 还透露着什么事情 听了这样的解释之后 司徒文 这才给了他好脸色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我还以为 你想要让我和小婉 待在这客栈呢 以前你是担心 观山酒楼和无量教 如今这两股势力 都已经快消亡了 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原本我们就不害怕 而且这观山酒楼和无量教 也一直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 是你自己太过小心了 司徒文美好气地抱怨了一句 诉说着他和小婉以前吃的骨 不管做什么 不管去什么地方 他和小婉 几乎都是在客栈 或者是租下的住宿呆着 跟着他们 虽算不上游山玩水 那也是有机会 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的 偏偏宋牙已担心他们的安全 不让他们随意走动 如今一切都安定下 他们可不能就这样 憋屈地待在客栈里 小姐 这下咱们终于不用 天天待在房间里 无所事事了 小婉搞笑地拍手叫好的 看来他们之前 真的是憋屈坏了 是想一个人 整天待在房间里 哪能待得住啊 那还不得憋出病来 即便是深归大院 那不也得透透气呢 好了 你们吃过东西 就分头行动 不过虽然让你们出去 但是一定要小心才是 这天底下 怀着歹心的人多得事 处处都要留个心 不管是什么人 即便是慈眉善目的 老头老太太 那也要提防着一切才是 宋无牙 还是不放心地 交代着他们两人 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听着宋无牙如此唠叨 司徒文翻着白眼 无牙 不至于吧 你把人们想得都太险恶了 尤其是年事过高的老人家 还能害人不成 他有这样的想法 宋无牙一下子就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宋无牙可对这些事情 知道得太清楚了 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 那也不乏一些心怀不正直 婉儿 我这不是和你开玩笑 你误要留意才是 你如此行走江湖 什么都不提防的话 迟早是要出事的 你要是不警觉起来 我可就真不让你出去了 宋无牙是真的担心 而且他也知道 这世界是多么的险恶 见宋无牙如此较真的样子 司徒文也急忙答应着 虽然说这话呀 听起来有些说气话的样子 但宋无牙多少也是放了些心的 四人吃完了早餐 便分头行动 司徒文小桓 就在这松江湖的街头行过 准备找各式各样的人 询问关于侯爷的事情 而宋无牙与白卓两人 直接来到了知府衙门里 找到了湖捕头 两位大人早啊 虎捕头见到的二人 立刻高兴地打了一声招呼 他也很清楚 宋无牙与白卓这么一大早地来找他 是为了什么 虎捕头早啊 两位大人 这是专程来这里向属下 询问哪鞋子的事情 虽然他知道 但还是问了一句 不出意外 两人点了点头 虎捕头带上几名弟兄 随我们一起再去一趟侯府吧 反正这些人呢 是驻云龙交代下来让他带着的 自然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 虎捕头也不推辞 立刻答应了这件事 走在前往侯府的路上 宋无牙便问了一句 虎捕头 昨天调查的结果如何 回答人 昨天调查了侯府上下的男男女女 但是结果却并不太好 毕竟已经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当时的事情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地想起来 而且还是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们都说不太清楚 原本就已经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了 宋无牙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毕竟事情确实是如虎捕头所言 过去的时间太久了 这种小细节 很难会有人注意的 他刚刚稍微有些失落的时候 这虎捕头 大喘气得诱到 不过 不过什么 白竹原本也失望了 听着虎捕头这话 顿时一愣 没好气到 虎捕头 你说话不要这样大蠢气 有什么话 你就一遍都说出来啊 虎捕头听着这话 哭笑一声 白大人 您这也太着急了 那我就接着说了 我这一次啊 一字净把话给说完 说完这话呀 虎捕头停顿了一下 见他们两人 谁也没有开口搭理他 他赶忙讲述起来 这鞋子的事情 是没有什么人留意的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倒是让他们觉得非常奇怪 有些病女说啊 管家曾向他们要过 他们的旧衣服 鞋帽之类的东西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 管家是要干什么 但是管家当时说 这些旧衣服 要用来重新缝制 然后施舍给那些流浪街头 没有衣服穿的人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拒绝 就把不穿的衣服 盖了他 这次胡捕头算是把话呀 全都说完了 虽然他没有调查 当时谁穿的新鞋子 但是关于管家的这件事情 到时和鞋子 扯上了关系 这么看来 管家手里很有可能 就有这些婢女的鞋子 宋雅现在倒是觉得 这个管家的嫌疑 变得非常重大 突然间的消失不出 曾经还做过 那些龌龊的事情 如今又牵扯出 另外一桩的 不得不让人怀疑 白竹也分析着 这管家对侯府的事情 必定是了如指掌 所以他很有可能 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他原本就知道 那装神弄鬼的那个人 就是小碗 从而得到了 一只小碗的鞋子 然后通过栽赃嫁祸 将罪名推到了 小碗的头上去 他私下控制了小碗 并且让我们觉得 小碗这是畏罪潜逃了 但是此时说起这话 宋乌鸦看向狐捕头 问道 狐捕头 你可曾让侯府的婢女 试过那只鞋子吗 这个自然试过了 但是有不少人 都能够穿得进去 无葡萄 自然也知晓这一点 只可惜没有任何的结果 宋乌鸦点了点头 也是 他们多数都是年纪差不多的 而且这脚大小相差 也没有多少 这鞋子 还是不足以作为证据 原本在床下发现的 一只鞋子 完全可以作为证据的 但是目前经过验证 却一点用处都没有 这只鞋子究竟是谁的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这个管家去了什么地方 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而他之前向婢女们 讨要那些衣物 又是怎么回事 一路边走边说 倒也没有留意 这么快就到了侯府 站在侯府门前 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侯府门前的家丁 也没有人敢拦着他们 但宋乌鸦还是招呼其中一人 向侯夫人禀报一声 毕竟这里是侯府 即便是侯也很快会被撤封 但也不能因此而施了礼节 侯夫人对于几人的到来 没有表现出一点精切的模样 她很清楚暗自没破 宋乌鸦与白竹一定还会再来的 两位大人 今儿个来得早啊 今天在见找宋乌鸦与白竹的侯府人 也没有了先前那班子和气的态度 这说起话来 都好像有些阴阳怪气似的 宋乌鸦苦笑一声 打扰了 打扰倒是不怕 只是昨天两位大人忙碌了一天 这现场也看了 下人也询问 不知道两位大人 何否已经有了线索 侯夫人的态度 那是真的变了 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人问着 还没有任何线索 只向凶手的两人 在面对侯夫人这样询问的时候 确实是有些不好回答 案发已经两月之久 这现场前前后后进过多数 已经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邓和王 侯府家的业大 这到处都是人 嫌疑的目标实在是太多 想要排查也很难 宋雅无奈地笑着 也说出了自己的一番难处 可这话在侯夫人这里 显然也没有什么用处 她轻横一声满熟悉 两位大人里边请吧 将两人请入了侯府身 宋雅与白竹相识一眼 这心里都是疑惑 心想今儿个这侯夫人 是吃错了药了还是遇到了什么变故 怎么对待他们两人的态度 如此大胜呢 这根本就不像是昨天 他们所见到的那个贵妇 反倒像一个街头市井的泼皮貂覆 建了院子 管了那么一颗工 宋雅才开口向她问了一句 不知道府上的管家可曾找到 昨天侯夫人急匆匆地去找管家 也不知道她是担心某件事呢 还是担心这管家 当时她的脸色可并不好看 急切的样子都好像是快丢了魂一样 回来了 两位大人若是有什么问题 尽管去找他就是 侯夫人冷冷地回应着 那是一点情绪的波动都没有啊 两人听到这个回答 那又是对视一眼 这还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了 他们想着 这管家呀 芭城市有什么问题 或许这凶手就是他 他昨天那时跑路了 没想到今天他竟然回来了 好像还真是应了 宋雅昨天说的那句话 他们今天可能就会见着这个管家了 管家身上有很多的遗体 这是宋雅与白竹迫不及待的 想要求证的东西 没有着急着去找这位管家 宋雅接着说道 夫人 为了掌握更多的线索 今日我们要去侯府其他的地方 调查一番 宋雅的话 可不是在询问侯夫人的意见 只是在通知她 好让她知晓他们接下来 要在侯府做的事情 调查侯府其他地方 有什么好调查的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对于这件事情 侯夫人直接就开始抵触了 来之前宋雅就已经考虑到 会有这个可能了 但没想到 还没开始就遇到了阻拦 好像这侯夫人 很不愿意他们调查似的 自然是调查凶手的线索了 这凶手在兴凶之后 衣服上必定会存有血迹 而她离开现场 一定会回到自己认为 安全的地方去 所以说 倘若凶手就是侯府之中的 某个人的话 那她一定会选择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而且 在她不注意的时候 很可能就已经留下了 非常重要的线索 倘若我们找到了这个线索 那就能够为我们指明 凶手是什么人了 宋乌鸦可不是和她商量 此刻也是认真地说明了 调查其他地方的缘由 可侯夫人此时 却依旧不理会 她的神情甚至看起来 有些慌张 侯夫人 依旧拒绝 不行 有些地方你们不能去 有些地方 是侯府的禁地 一般下人都不允许去的 我也不能随意进入 两位大人想要调查其他的地方 那是可以 即便是调查我的房间 也是可以 但是唯独一个地方 两位大人是不可以前往 侯夫人的话 让两人无法理解 他们不清楚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侯府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是不允许任何人去的 她的言词很是激励 而且还是不等 宋鸦与白卓搜查那个地方 便提前阻止了他们 可见她非常担心 宋鸦与白卓去这个地方 只怕这个地方 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侯夫人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很好学 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宋鸦苦笑一声 调侃了一件 但这一句调侃的话 侯夫人却再次急声地说道 不行 好吧 那我们先去看看那些能去的地方 这总可以了吧 宋鸦也不想和她太过僵持 反正他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先将其他的地方看上一遍 倘若没有什么发现的话 那再看其他的地方也不迟 见她这么说 侯夫人顿时松了口气 像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就这样落地了 瞧着侯夫人这个模样 宋鸦与白卓相视一眼 这心里啊 都觉得奇怪不已 不过既然暂时答应了她 那也就不和她绕什么弯子了 宋鸦琢磨了一下 说道 侯夫人 本官觉得案发现场的院子 还是奇怪 想要将院内的那些花草除掉 挖开下面查看一番 你觉得如何 这原本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宋鸦现在竟然还在和侯夫人商量 也着实是给做了她的面子 侯夫人听到这话 毫不犹豫地说道 只要大人不是拆我家的房子 你想怎么招就怎么招吧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七百八十二集 对于这一点 侯夫人竟然没有阻拦 还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侯夫人 有一件事情 我想向您问一下 白卓 白卓 白卓在一旁见侯夫人 答应了这件事情 也提出个问题 好像宋鸦答应了侯夫人 不去她所说的那个地方调查之后 侯夫人的情绪便好了许多 除此之外的一切 她都不在乎了 大人请问 白卓的话 她也没有丝毫反感 直接就同意了 白卓也不犹豫 直接问道 夫人可知晓 如今侯爷身亡 她的活觉 可是要面临被除封的结果 用不了多久 你就不再是侯夫人了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白卓竟然说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侯夫人听到这话之后 脸上的神情也仅仅是微微一变 随即便恢复了原样 不瞒大人说 这件事情我是知晓的 夫君在世的时候 也一直都惦记着这件事情 我们家已经数代单传了 奈何我们夫妇二人 却一直没能留下子嗣 所以夫君为此也发愁不已 因此而想了一些其他的办法 侯夫人对于这一点 竟然很是大方地承认了 她是知道这一点的 而且对于她没能和侯爷 带一下子嗣的事情 那也是直接说了出来 先前对于这一点 他们也进行了一番猜测 不过他们所猜测的结果 可是和现在所听到的 有些不太一样 两人像是愣住了一样 侯夫人左右看了看 两人后问了一句 两位大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倘若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想去为我夫君上炷香 夫人请便 宋乌衙没有阻拦侯夫人 任由她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夫人离开之后 宋乌衙立刻招呼 胡捕头 胡捕头 你立刻带着弟兄们 将那案发现场 庭院内所有花草之下的泥土挖开 看看下边 是不是埋了什么东西 这是白竹 一直都惦记着的事情 宋乌衙立刻吩咐胡捕头 他们去做 胡捕头应道 属下遵命 该安排的都已经安排了 胡捕头带着人去找工具 准备去案发现场所在的院子 还忘了 他们两人站在庭院之内 这心里考虑着接下来的事情 当然 他们接下来 是要去找那个管家瞧瞧 毕竟这个管家 现在可是存在着很多的疑点 吴亚衙 你说这侯夫人 未明也太奇怪了吧 白竹疑惑地向宋乌鸦说道 他好像现在什么都能答应 就是不能答应我们去某一个地方查看 我看这个地方 八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 他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 或者说 那个凶手就躲在了这个地方 这个很难说呀 不过这个侯夫人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奇怪 尤其是他情绪的变动 足以说明这个地方 确实不简单 目前咱们还不知道这地方究竟是在哪 但是 我们得留意一下他的动静 或许 正如白兄你所说 这个凶手 很有可能就是被他给藏里起来的 宋乌鸦也赞同了白竹这样的猜测 毕竟这个神秘的地方 能够让侯夫人如此重视 想必也不像是他所说的什么 侯府重要的禁地吧 白竹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周围 接一名婢女过来 当即召唤一声 那个姑娘 你过来一下 正从前边不远处 路过的婢女 听到这一声吆喝呀 当即抬起头来 看向着宋乌鸦与白竹这边 他扭头看了看周围 见着周围也没有什么人了 但他好像觉得 宋乌鸦与白竹不是在叫的 但是他们两人又一直看着自己 他疑惑地抬手 指了指自己 是一两人喊的是不是他 白竹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过来一下 这婢女呀 才犹豫地走着过来 她看起来有些胆气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 他们两人的身份 你们的管家回来了 白竹张口就询问起管家的事情 逼你点头 嗯 回来了 管家确实是回来了 这正好能让他们 好好的询问一番 那我问你 你们侯府是不是有个什么禁地 是不允许你们去的地方 宋乌鸦也问了个问题出来 婢女听着这话一论 但随即点头 后院的佛堂 夫人不让我们再进去 原本那里不是禁地呀 不知道为何 夫人突然就不让任何人去那里了 哦 这话听的呀 两人有些诧异 宋乌鸦接着询问 那具体 夫人是什么时候不让你们进去的 这个 婢女微微仰着头 仔细地回忆着具体的时间 很快她就想起来了 好像就是侯爷死之前没多久 侯爷死之前没多久 宋乌鸦微皱眉头 这个时间可是很古怪 恰恰就在侯爷死之前没多久 未免也有些太巧了吧 白卓看了宋乌鸦一眼 见她像是没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当即便吩咐那婢女道 你去把管家喊来 我们有话要问她 是 婢女立刻应了一声 公身失礼后 立刻就离开了这里 她急匆匆地离开之后 去找那管家了 两人继续留在这里 这刚刚并女说的话 可让两人有了谈论的事情 乌亚鸦 这还真是巧了 难不成还真是让我给说对了 这时先生和侯爷的死 那就是一天一后的事情 我可不觉得这其中 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这佛堂 咱们还是得找机会 进去看看才行 白卓觉得 这佛堂非常值得怀疑 毕竟侯夫人阻挠他们进去查看这里 就可以说明 这佛堂里 是有问题的 而如今他们刚刚询问出来的结果是 这佛堂原本不是禁定 是侯夫人前不久下令 不让任何人接近的 宋威亚转身往前走了几步 左右看了看这侯府的庭院 笑着说道 佛堂内必定是有什么秘密的 不过这个秘密 咱们暂时不要去理会 毕竟是侯夫人 如此在意的地方 一定是有她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虽然我很好奇 究竟有什么事情 是比追查她丈夫被杀真相 还要重要的 估计也不说这个 还是想想看 一会儿那管家来了 该从什么地方询问她 刚刚答应了侯夫人 暂时宋威亚不去考虑佛堂的事情 今天他们原本是想要发布通缉令 追查侯府管家的 但是没想到这管家 竟然没有逃走 而是回到了侯府 可见昨天她不在 或许是因为某些事情 她既然还在侯府 那她的嫌疑多少也能减少一些 不过 即便是卢子 她依旧是目前最值得怀疑的人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换到东西了 正琢磨着这件事情 管家还没有到来 那边却匆匆跑来了一名牙医 牙医急匆匆地跑过来 一边还在大声地叫喊着 还真换到东西了 宋雅眉头紧皱 惊讶地说道 白雄 看来还真是让你给猜中了 不雅修 咱们先去看看挖到什么东西了 白卓也是一惊 虽然他之前说过这话 但毕竟那也仅仅是猜测 但是目前好像验证了他的猜测一样 他哪能不兴奋呢 牙医已经跑到了两人的面前 气蠢吁吁地开了口 下边挖到骸骨了 没错 果然让白卓给猜中了 那些花丛之下 竟然真的埋了东西 不是别的 正是人的骸骨 走吧 我们过去看看 宋雅点了点头 就往前边走去 刚走了没两步 他突然停下 向跟在身后的牙医交代道 你就留在这里 等一会儿侯府的管家过来 你让他在这里等着我们 我们去那边看过情况之后 就会回来的 让牙医留在原地 宋雅与白卓两人急忙 向着案发现场的院子走去 院内 虎捕头已经带着人 将庭院内的花草除掉了 花草下的泥土非常潮湿 这是每天浇水的缘故 周围散落着 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土 几名牙医正小心翼翼地 用铲子清理这坑里的泥土 生怕将里边的骸骨给弄坏了 看到两人到来 虎捕头回头向两人道 两位大人 这下边埋着一具骸骨 其他的地方还没挖开呢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般 整个院子内 同样的地方还有六处 宋雅不敢想象这些地方 是不是也是如此 倘若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至少还有六具尸体 被埋在这里 花草丛下 已经被牙医们挖开了一个坑洞 骸骨还没有被挖出来 只是露出了一截 宋雅与白卓两人靠进了坑洞前 低头往里面那么一看 顿时就被吓到了 这 白卓指着坑洞内的骸骨 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虎捕头见状 也知道白卓这是要问什么呢 大人 属下正要说呢 这尸体被埋的方法 还是行门 居然是头朝下 猜进了图里 虎捕头带着下边的人 这么些年来 为了验尸也不知道 挖过多少人的坟墓了 但是像眼前这样 头朝下埋在土里 那还真是头一次见的 宋雅紧皱着眉头 眼前这种古怪的埋葬方式 他仔细地回忆了一番 感觉在自己的记忆中 好像没有这样埋葬的 屋雅兄 我看这地方还是邪门 咱们之前不是说 这院子古怪 或许是和某种风水玄学 有关系 你觉得眼前这个状况 会不会也是道法的一种 白卓面对着眼前 突然有了想法 疑惑地问了一句 风水玄学 历来不是常人所能够理解 其中的学问 实在是太过深奥 眼前这个状况 就完全让他们 陷入了一片迷雾 究竟是不是风水玄学 这一点还是很难说清楚 但是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 那眼前这一幕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见死人埋在家里 本来就是一件古怪的事情 更何况还是这种看着就邪门的 埋葬方式 白卓的话 自然让宋鸭好好的思索了一番 可他也想不出来什么 白兄 或许有这个可能吧 不过咱们对于这些 知想的实在是太少 也很难判断眼前这个 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 白卓却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看 这很像是一种道法 或许这些 被埋在这里的海骨 和侯爷没有子嗣 是有关系的 立刻将其他几树也挖开 人手不足 向侯府调请 另外 立刻将五座找人 对这些海骨进行辨认 先搞清楚他们是男是女 另外 他们被埋在这里 已经有多久的时间了 宋无牙向胡伯涛 吩咐了一句 这突然发现的情况 或许就能够解释出 之前那些女子 为何会不明不白地 死在了侯府之中 当然这其中 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比如说 下人们说那些女子死后 是被抬到了城外 但是眼前这些海骨却说明 那些女子很可能 就是被直接埋在了这里 除此之外 那些死亡的女子之中 有些是直接失踪的 很有可能眼前的这些 就是那些突然失踪的女子 这样的话 下人们确实是看到了 有尸体被人抬到了城外 也能够解释 那些突然失踪的人 是去了什么地方 交代完了这些之后 宋牙转身 向着来蛇的方向走去 哎呀 我们回去看看 那管家到了没 另外 眼前这些海骨 必须要找下人们核对一下 先前没有询问出什么来 但未必就代表着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诺大的侯府之中 这么宽敞的地方 埋了七具海骨 不可能忙过所有人的 更何况那管家 还特意交代过 那名婢女来这里交水 足可见 他是知晓这件事情的 宋牙边走边说 这海骨的事情 他觉得管家 必定是知晓的 两人再次回到了 先前离开的地方 管家果然已经到了这里 二位大爷 不知道 这要小人有什么事情 管家显然在焦急地 等待着两人的到来 远远地看到两人回来 便立刻迎着上来 客气地询问道 宋牙与白卓也没有说话 走到了跟前 才打量起此人来 身为侯府的管家 他这一身衣服 比宋牙与白卓穿的还要好 隔铁的穿戴 衬托着他这略显不凡的身份 看起来他年纪已经不小了 足有四十多岁的样子 从面容上来看 倒也算是本本分分的 没有一点奸诈狡猾之字 这样的人和先前那婢女 所说的话结合起来 还真是很难把他 想象成那个样子 昨天去了什么地方 宋牙一开口 就问起昨天的事情 听见宋牙询问昨天的时候 管家立刻回应 因为昨天一位老乡来到宋江府 我与他一道办了点事 所以耽搁了一天 真是这样 这话宋牙可是一点都不相信 从昨天侯夫人的表现 就不能看出 她这一定是撒了谎的 千真万劝 管家很是认真的顶头 但宋牙紧接着也问 那得离开侯府外出办事 难道都不像家主支货一伤 这 管家一下子就尴尬了 昨天侯夫人的表现就说明 管家是擅自离开侯府的 侯夫人以及其他的人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被一句话给问住了 管家微皱眉头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无读罪 演播苏子 引语 第七百八十三集 只因小人在侯府又不少年头了 平日里侯爷和夫人 也没什么事找小人 而且最近侯爷顽固 夫人心思并不在府上砸我之杀 小人也不敢为了这种事情 去叨扰侯府 所以就没有打招呼 自行离开了侯府 好 原来是这样 那管家你在这侯府 还真是混得开呀 管家又一次地解释 也让宋雅不再好反驳什么 他只好笑着调侃了一句 说完这话 看着管家尴尬地笑了一下 管家 先前我们曾听府内的下人说起过 侯爷身亡的那间屋子闹鬼 这件事情 你可知晓 白竹借着宋雅的话 问起了那鬼屋的事情 这鬼屋是建厂 而且多数的证据 都是在这里 管家不可能不知觉这个地方 所以白竹 想要先听听看 他是不是和那些下人 有不一样的说法 或者说他会不会 也像那侯夫人那样 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承认这件事情 而想到管家听着这话 面色一变 立刻点头 没错 是有这么回事 这事情我不仅知道 而且还先在去 因为那窝子抓鬼呢 比起那些下人 管家说起这件事情 那脸上的神情可就没有那么多的害怕了 他说在嘴里 好情这件事情对他而言 只是一桩新切的事情 并非是什么恐怖的事情 白竹也是被这样的回答搞得微微疑了 哦 那管家不妨说说看当时的情况 当时应该是下人第一次发现的窝子闹鬼 管家见白竹好奇问题 便立刻说起了这件事情 他们见我喊来 我们几人一同进入屋内查看 一开始屋内是点着灯火的 但是就在我们要进去之前 灯火突然熄灭了 屋内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当时我们壮着胆子进入了房间里 发现了什么 讲述的过程中 突然问出一个问题来 就好像他现在说的不是事实的过程 而是一个编撰出来的故事 这样的话让宋雅很是恼火 但他还是冷静地说道 你们进去之后 什么都没有发现 你不对 管家立刻就反驳了一句 他们两人直接对视一眼 从各自的眼中 都看出了惊奇 这个事情的经过 他们从那个下人的口中 已经听说过一次 所以宋雅知晓 他们进入那个房间之后 在那房间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 但是他这个从下人口中听来的事情 到了管家这里 竟然遭到了反驳 这不仅让他怀疑 究竟是那个下人说错了呢 还是管家故弄玄虚 在编撰故事 骗他们 管家到底在那个闹鬼的房间里发现了什么 两人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他究竟是发现了什么 那你发现了什么 白主急忙询问着 管家看他们这着急的样子 也没有再美关子 直接说道 发现了一只鞋子 女人的鞋子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管家竟然说他在那个房间里 发现了一只鞋子 什么样的鞋子 是谁发现的 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宋伍娅一连问出三个问题 他想要搞清楚 这管家发现的鞋子 和他们在床下发现的那只鞋子 是不是来自同一个人 一只女人的鞋子 就是我们侯府婢女所穿的那种鞋子 管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 那只鞋子 正是宋伍娅他们所看到的 一模一样的 一只鞋子 宋伍娅吃惊地向白主说道 没想到 他还真的发现了和我们所见到的一样的鞋子 虽然还不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吓到宋伍娅了 白主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他明白宋伍娅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前前后后 这只病女的鞋子出现了两次 虽然可能不是同一只 但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些令人惊奇 不得不说 这件事情实在是令人吃惊 那这鞋子是谁发现的 你可知道它是谁的鞋子 宋伍娅 重复了他之前所说的三个问题之中的另外两个 等着管家告诉他 管家立刻又道 这鞋子是我在床下边找到的 至于是谁的我还不知道 不过我怀疑这是小碗的 小碗的 听到管家这话 又让宋伍娅吃了一惊 确实 这一点很难说明 管家竟然怀疑是小碗的 没错大人 我怀疑这就是小碗的 管家刚刚说这话的时候 还有些怀疑 但是现在呀 基本上非常确定的 但是他说这鞋子是小碗的 那必定要有些证据 或者是线索来说明才是 你可有什么证据证明吗 白主当即问道 管家摇了摇头 这个我没办法直接证明 但是我发现小碗 在侯府行迹非常的可疑 我怀疑闹鬼子事情 就是小碗所为 所以这只鞋子 也最有可能是他的 那你可找过小碗 去试过这只鞋子 或者说你看见过他混鞋子 宋伍娅进管家 并不是特别确定这件事情 便仔细地问了一句 管家摇了摇头 我没有找过他 毕竟我也不能直接怀疑他 所以我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办法 白主好奇道 他刚问出这话 很快又疑惑另外一件事情 打断了正要回答他这个问题的管家 你说你不能直接怀疑他 为什么你不能直接怀疑他 毕竟你可是个管家 他不过只是个病女罢了 确实 这个问题很是奇怪 按理说管家管理下边的那些下人 他总不能连个下人都不能怀疑吧 这个时候 这个社会体系怎么会这么明朗 面对白卓的质疑 管家摇头说道 他可不是别人 他和我们侯爷关系不一半 我可不想得罪他 你还害怕得罪小管 这话让白卓更加的吃惊了 堂堂一个侯府管家 竟然会担心得罪一个婢女 虽然说这个婢女和侯爷的关系不同寻常 但也不至于如此 但是管家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是的 想必大人已经知晓 我们侯爷一直都没有子嗣 所以他最大的希望 就是有人能够给他生下一个儿子 这小婢子 这小婢虽然只是一个婢女 可他要是给侯爷生下一个儿子 那自然切到我的头上去了 我得防着有这么一天的时候 所以不能得罪 没想到这个管家 还是一个如此心思缜密的人 没有发生的事情 他都要事先考虑一下 还真是不简单的 听了这话之后 宋无牙的心里更加的怀疑他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这些 但至少一个这样心思缜密的人 是更容易犯下这样令人难以破解的案件的 那你可真是够辛苦 这种事情都考虑到了 宋无牙冷笑一声 如嘲讽一般的看着他说道 那你说你想着另外一个办法 那你说说看 是个什么办法 管家刚刚因为白拙的这个问题 把原本要说的话给耽搁了 现在被宋无牙说起 他便接着这话说道 我当时想到 不管这鞋子是不是小碗的 既然丢了一只 那必定还有另外一只 只要找到是谁丢了一只鞋子 或者是换了新的鞋子 那就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所以你之后找到那些婢女们 谎称是要将他们不要的衣服鞋子 拿去送人 从而来验证这鞋子究竟是谁了 宋无牙刚刚问起那话的时候 就已经猜测到这管家 接下来要说什么 毕竟这件事情 和之前他们所打听到的 也就只有这个能够挂上钩了 果不其然 管家正如宋无牙所猜测的一样 说出了这件事情 他这可倒好 直接将原本是他身上的嫌疑 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摆脱了 倘若他这话是真的 那他还真就洗脱了之前的嫌疑 但倘若他这话是假的 那么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宋无牙不清楚 这管家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但他更觉得这话像是假话 毕竟有的事情 关于他对侯夫人 有非分之想的事情后 这一事就让宋无牙觉得不同寻常 更何况昨天侯夫人在得知管家不见了之后 那种神情的表现也不是寻常的表现的 他有所怀疑 侯夫人那般担心管家不见了 或许是知道管家有什么问题 他可能是担心管家去做某些事情 猜测仅仅是猜测 这个猜测是很难判断案情的 毕竟这算不上证据 管家的话也算是无懈可击了 宋无牙原本想要询问他对于侯夫人的事情 但是话到了嘴边 他还是没有开口 白卓在一旁看了看他 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可见他应该也想到了这一点 估计是在好奇宋无牙为什么不问 怕白卓捣乱 宋无牙只是短暂的思索后 便又询问出新的问题了 那你用这个办法 找到这双鞋子是谁的了吗 没有 管家很是惋惜的摇了摇头 他没有因为这个手段 就找到那个人 结果如宋无牙所想的一样 倘若他真的找到了 那刚才说起怀疑小婉的时候 也就不是用怀疑的口气去说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 宋无牙接着问道 那你之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 之后 之后我就盯着那些婢女们 看她们有没有什么 行迹可疑的 随后我就发现 想晚的行迹最为可疑 所以我才怀疑着闹鬼的事情 就是她做的 管家说出了自己之后的作法 显然她盯着侯府的这些婢女 是要搞清楚 这些婢女都做了些什么 她是不相信这房间闹鬼的事情 她知晓这一切 都是有人在故隆玄虚 宋无牙点了点头 那只鞋子 你如何处置 鞋子还在我的房间里 我留着呢 管家立刻说道 这可是重要的证据 说不定哪天呢 我就要用这只鞋子 去试她一番 看看她究竟是属于谁的 到时候也就知道 这装神弄鬼的人是谁了 大人 说不定这只鞋子的主人 就是那个杀害侯爷的凶手呢 鞋子再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而这一次 却不是他们所看到的那一只 也就是说 那个床下 曾经有两次被人放了一只鞋子在那里 这让宋无牙觉得古怪 她想不明白 什么人会在同样一个地方 两次在不同的时间里 将一只秘密的鞋子放在那里 太过古怪的事情 让人觉得疑惑 宋无牙亲自找到了那只鞋子 一定是有人留在那个地方的 虽然也可能是有人故意丢在那里的 但至少他知道 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事情 但是管家所说的事情 那可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鞋子他说是他自己发现的 但是现场还有其他的下人 这些人可不曾想宋无牙说起 发现鞋子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 这管家在和他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肯定撒了谎的 要不然两只鞋子 怎么可能丢在同一个地方 你说的没错 这只鞋子既然是在那间屋子里发现的 那肯定是那个装神弄鬼者留下来的 只要找到了他是谁 就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了 或许到时候 侯爷的死就是他所为 也说不定了 宋无牙顺着管家的话 笑着说了一句 他这话完全就是给管家说来听的 说完这话 他立刻又到 对了 听下边的一个病女说 你让他每天在那屋子外的庭院内 给挤出花草丛 浇水 今天发现了骸骨 这些骸骨如此古怪 宋无牙自然要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才行 而目前的情况来看 最有可能知晓这件事情的人 此刻就站在他们两人的面前 听了这话 管家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点头道 没错 有一个丫鬟 做事不利索 我就让他去干一些聪货 不过说起来 让他给这些地方浇水 那也算是便宜他的 这么轻松的事 不知道多少人抢着要去做呢 对了大人 这事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我只是想问你一下 那个院子什么时候被改动过 怎么院内种的一些花草位置 会那么古怪 宋无牙没有直接说明院子里 挖出了骸骨 这个时候的管家 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看是否能够 从他的嘴里 套出一些什么话呢 管家摇了摇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可是侯爷亲自操办的 原本这个院子不是这样的 好像是一年多前 侯爷突然就下令 让我们把后边的院子拆了 然后将院内的一切产平 就变成了这个样了 那些花草 还是后来种上去的 宋无牙询问他这些话的目的 是想要搞清楚 这些被埋在院子里的 骸骨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管家呀 好像并不愿意说这个 将一切全都推到了 侯爷的身上 不知道他是有意 将这件事推脱呢 还是他真的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两种可能之中 宋无牙更加愿意相信的是 管家明明知道这件事 他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八十四集 毕竟这些骸骨 实在是泰国的害人了 它可能是不想和这件事情 沾上什么关系吧 听了这话 宋无牙并没有质疑他什么 只是微微皱眉 想着该怎么问下一个问题 那侯爷自然不可能 亲自去做这件事情 必定是找你来执行的吧 宋无牙直接这么问道 管家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可和他之前的表现完全不同 在宋无牙与白竹 不断的询问之下 管家的脸色也没有过多的变化 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心虚和担心 比起之前那些下人 以及侯夫人而言 这位管家实在是显得太过镇定了 镇定得好像他早已经知晓了 宋无牙与白竹会问他什么 而他也准备好的如何回答的样子 才没有丝毫的慌张 但是现在宋无牙说起这个问题 让他无法避免 这才出现了这样的神情变化 怎么 难道不是吗 白竹看出宋无牙这个问题 算是问住了这位管家 立刻逼迫着问道 管家本来就犯难 这个时候被逼完 更是来不及多想 他显然之前没有考虑到 宋无牙会这么问的 这个问题 让他无法避免 也没办法不去承认 虽然这侯府是侯爷的 但是侯爷并非什么事 都要亲自去做的 就是那院子里花草之下 所埋着的那些骸骨 必定是他支持某个人 或者某些人埋在那个地方 没有没有 管家慌张地摇着头 是交代我做的 他最终还是承认了 毕竟他也很清楚 这件事情他是绕不过去的 侯爷向下边交代事情 那必定是先找他这个管家的 而且在这些下人之中 管家在这侯府的年头 是最久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他或许就是侯爷最信任的了 那都交代你做了些什么 宋无牙笑着问道 管家慌了神了 他越是犹豫 就越是荒 交代我拆了后院之后 将庭院清理干净 随即就种下了那些花草 好像也就这么多了 管家像是在一边琢磨 一边说着 说着这种言不由衷的话 宋牙微微笑着 那花草是怎么种下去的 事情的关键就在这些花草的下面 究竟是谁将骸骨埋进去的 现在看到管家这个吞吞吐吐的样子 宋牙与白竹 这心里就已经知道了 一定是管家将这尸体埋在那些花草之下的 虽然神情有些紧张 但是看得出来 管家并未慌张到极点的样子 他脸上神情慌张 可是额头上连一丝汗水都没有渗出来 见他许久没有说话 宋牙也不想继续等下去了 他冷冷地说道 那些女子的尸体 是你埋下去的吧 大人 他们可不是我杀的呀 就这么一句话 让管家直接把真话给说了出来 果然他知晓这一切 他之前就是为了隐瞒这件事情 但是他没想到 宋无牙已经知道这些了 院内的骸骨已经被挖出来了 管家是知情人 宋无牙看了他一眼道 走吧 我们去那边瞧瞧吧 说完这话 宋无牙便向着那个院子走去 管家跟着他们两人也来到了这里 却见那些被埋在地下的骸骨 已经全都被挖了出来 侯府的家丁被喊来了不少帮忙的 他们在虎捕头的指挥下 将花草丛下的骸骨全都给挖出来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满是吃惊 他们显然不知道 这些骸骨怎么会在院子的花草丛下 但是这么多人之中 宋无牙还是看到了其中有几人脸上 没有露出那种吃惊的神情 可见他们之前是知道 这里有这些骸骨的 管家也不可能自己完成这些 必定是找了一些家丁来帮忙 那些没有露出吃惊之色的家丁 就是管家找来帮忙的 快说吧 宋无牙也懒得问他了 直接让管家主动交代 再次看到这些骸骨的管家 这脸上的神情可真是不怎么好看 大人 这些人不是我杀的 这都是侯爷杀的 管家一开口 再次撇清自己和这些骸骨的关系 告诉宋无牙 这些人全都是侯爷杀的 侯爷一直都没有子嗣 所以他想要传承香火 也不知道从哪 听来了一个道法 说是用七个女子的尸体 以某种阵法摆下 就可以聚集阳气 使侯爷阳精旺盛 从而能让他担下子嗣 管家一股脑的 将前前后后的事情 全都说出来了 如宋无牙所猜测的没错 眼前这些被挖出来的骸骨 确实是那些被侯爷带回来的女子 他们没有被送到城外 而是直接埋在了侯府的院子里 这也难怪为什么这么多女子的尸体被送出去 而知府衙门那边却没有得到一点风声 果不其然 事情如我所料一般 宋无牙如侍候诸葛一般 得意的说着 将这一切说出来之后 这管家也释然了 怕是这个秘密藏在他的心里 也是怪难受的 院内的这些花草摆设的位置 果然是有学问的 还真是被白卓一语中的 这古怪的位置白方 果然和阴阳道法有关系 侯爷爷真是糊涂 他竟然真的相信这种事 被他带回来的十多名女子 只怕全都遭到了毒手 这里只有七个人 那其他的人呢 白卓可记得这个数字的 这里人数明显不对 他可不能不管其他的那几个 管家哭着脸道 其他的都埋到城外去了 那些女子确实也没有逃脱命 他们也都死于非目 不过这件事情 现在总算是大白真相 侯爷已经死了 这些女子具体是不是他所杀 但是没办法确认 管家的话 宋亚没有完全相信 他不知道管家还藏着什么秘密 但是他很清楚 今天他从管家嘴里听到的这些话 至少有一小半是假的 话说到了这里 宋亚自然要搞清楚这些女子的来历 他们都是什么人 宋亚看着管家问道 他们都是侯爷从别处买来的 有的是农家女子 有的是青楼女子 管家对这个知晓得很清楚 宋亚刚一问 他就立刻做出了回答 听着这话 宋亚心想 他们的身份是没办法确定 要说眼前的布置 那管家刚刚所说的话 还是比较值得相信的 侯爷没有子嗣 利用这种手段来获得子嗣 那也未必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这种极端的手法 着实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骸骨都被挖出来了 而武座也来到了现场 宋亚还是让他进行了验尸 而最终的结果 他也确认这些骸骨 是一些年纪在二十左右的年轻女子 管家 那这件事情除了你们几个之外 这侯府还有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抛去内心的伤感 宋亚镇定精神 他知道那个装神弄鬼的人 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装神弄鬼 或许就是为了告诫侯爷 好让他不要再残害这些女子 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得逞 侯爷不仅完成了他所谓的阵法 竟然还让小婉怀上了身语 这件事情不知道和这个阵法有没有关系 但至少侯爷怕是会相信这个的 原本宋亚以为 这些女子并非是侯爷所伤 她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女子怀上自己的孩子 但是这些女子来到这里之后 没过多久便死于非命 这让宋亚以为是有人故意 不想让他留下子嗣 想要断了他侯爵的世袭 可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来 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不想让他留下子嗣 想明白了这一点 宋亚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案子 昨天从祝云龙的口中得知 侯爷是没有兄弟姐妹的 宋亚就知道 他们觉得最有希望的一条路线 是彻底的断了 到了今天 知道了这件事情 宋亚也有了新的猜测 侯爷的死或许是一起突发事件 不是有人有意要谋害他 而是因为某一件事情 突然间激怒了凶手 这才让凶手杀了侯爷 要知道侯爷死之前 那可是喝得最熏熏的 他完全可以做出激怒凶手的事情 加上当时他死在了厅堂内的一个角落里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从现场的血迹来看 宋亚还是愿意相信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掩盖现场留下来的那些证据 所以他把务事和厅堂弄成这个模样 而偏偏书房一点血迹都没有 可见当时凶手是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里会留下什么痕迹 在脑海中快速地将这一切整理了一番之后 宋亚还是感觉 这个案子缺少了一些什么重要的环节 让他没办法将整个案子 在脑海中勾划出来 由胡捕头带人 将这几具骸骨整理妥当 全都送回到了知府衙门中 而宋亚与白竹 却没有着急着离开 毕竟他们今天的事情 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原本他们是打算 看看这侯府其他的地方 却因为突然发现了骸骨 以及这位管家的出现 使得他们没有心思 去其他的地方查看 不过这前前后后 也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如今太阳已经高高挂起 再有一个时辰 这就到正午了 这一切都是侯爷做的 或看未必 他必定是有帮凶的吧 白竹冷冷地看着管家 他可不相信这个管家 毕竟现在侯爷死了 还不是他想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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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是千真万确呀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哪敢杀人呢 也就是侯爷镇的王公贵族 才敢这么做呀 这些女子都是被他给堵死的 我们只是帮着将人埋到院子里而已 管家急忙解释着 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 和杀人的事情扯上关系 原本白竹这话呀 说出来也就是吓唬吓唬这管家 要真给他定罪的话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管家苦着领 向两人解释着 两人神情都没有丝毫的变化 好了管家 宋吴牙 见白竹想要的效果已经达到 他做起了何时劳 我们也没说你是杀人凶手 侯爷杀了人 你隐瞒不报 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帮袖 不过眼下 我们也不会追究你什么责任 你不是说 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只鞋子的主人吗 那你可以好好地找一下 看看这鞋子究竟是谁的 对了 香腕 现在何处 白竹在宋吴牙说完的同时 冷冷地问了一句 被白竹的问题 搞得管家都有些像是惊弓之鸟了 他这话一出口啊 管家便是一个机灵 大人 这个小人可真是不知道啊 这小碗好像是突然失踪了一样 也不知道他跑去什么地方了 这都两个月了 我们一直都在找他呢 管家哭丧着脸 说道 小碗已经失踪有两个月之久了 这段时间 管家也一直在找人 可惜的是他一直都没能够找到 如今宋鸦与白竹来到这里 有重要的线索 追查到了小碗的身上去 但是现在小碗不见了 他们的线索也就是断了 那你们就一点都没有线索了 这侯府这么多人 难不成谁都没有注意到小碗是怎么不见的吗 宋鸦丧 宋鸦皱着眉头 管家看来是真的不知道了 他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而且侯府如此众多的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知晓他现在的去处 这样的事情着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小碗的身上有着太多的谜团了 只有找到小碗 才能够解开他身上的这些谜团 算了 既然你不知道 我就不多问你了 宋鸦无奈的咒没说到 那就再说说其他的事情 虽然没办法问出小碗的事情 但是这其他的事情 或许能够给他们一些线索呢 关于管家和侯府人的事情 宋鸦还没有开口询问呢 他在琢磨着 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问出这件事情 第七百八十五集 稍加琢磨了一下后 宋鸦问他 你们家侯爷和夫人的关系如何 他们父亲二人的关系好得很 管家见总算是不再问他没办法回答的事情 立刻就放松了起来 虽然他们二人没有子嗣 但是侯爷却从未观用过夫人 嗯 宋鸦眉头一紧 这话和他们之前所听到的 又不是一回事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接连询问的两件事情 竟然有了不同的两种答案 前前后后的事情 他们不知道谁说的是对 谁说的是错 反正这其中啊 一定是有一个人说的假话 那些下人们的说法 宋鸦更加相信一些 毕竟他们人数比较多 而且所说的事情也都一致 和他们比较起来 管家就有些事单力薄了 他的话和之前下人们所说的 截然相反 但也不能说他是假的 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 那他们没吵架吗 宋鸦很是好奇地问 他从下人们的口中得知 侯爷和夫人可是时常吵架的 虽然吵架的内容 具体是什么 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吵架的严重程度 那可不像 一名婢女可是说过 夫人曾经更是口出恶言 说侯爷死在那个女人的肚皮上 虽然最终的结果 侯爷不是死在了别的女人的肚皮上 但也确确实实是死在了女人的事情上 对这件事情 宋鸦非常的质疑 虽然他没办法确定 究竟是下人们说的对 还是管家说的对 但是这两天与侯夫人的接触 宋鸦觉得 他对于侯爷的死 并不是特别的关心 自己的父亲死了 他却表现出一副 非常默然的样子 这确实是古怪的 从这一点来看 宋鸦更加相信 他和侯爷的关系 并不是特别的好 吵架 这也是难免的事情啊 管家无奈地笑着 倒是承认了他们夫妻吵架的事情 毕竟夫人也是女人 她看着侯爷带回来了这么多的年轻女子 这难免会吃醋的 看着侯爷带回来的多了 自然就发生了争吵 本来还以为管家在这儿啊 又要撒谎了呢 原来他只是想要维护侯爷和夫人的面子罢了 现在看来 这一点是确定的 当时侯爷和夫人 确实是吵架了 而侯爷对于夫人 那也是比较理性的 他并未动手 只是争吵一番之后 还主动离开了房间 去找小碗 但是他并未找到小碗 直接来到了这个房间 线索再次回到了这里 宋牟丫看着管家 说道 你现在立刻去看下 那只鞋子的主人是谁 最好是尽快将其找出来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虽然时间还很短 但是案发到现在 已经两个多月了 宋牟丫不想这样拖下去 他想要尽快地 处理完这种案子 他心里 其实还是放心 补下吴亮教和观山酒楼 虽然皇帝 要将这些交给锦衣卫去做 可毕竟锦衣卫的行事风格 让宋牟丫有些不放心 见宋牟丫交代了自己的事 管家立刻点头 应了一声便逃一似的 离开了这里 在宋牟丫与白竹面前 管家心里已经发出了 他被左一个问题 又一个问题 问的是头晕目眩 颜秀 这管家 我看是向我们撒了谎 白竹在管家离开之后 立刻就提醒宋无牙 这一点宋牟丫也有同感 是 原本我们从那名婢女的口中得知 这管家有着令人不齿的癖好 对侯夫人更是有着非分之想 可是今天 她竟然只是这么几句话 就把这事儿得说过去 而且还让我们没办法从这里边挑出毛病 这件事情咱们也就不说了 可她前前后后所说的话 和我们先前所听到的 可是有不少不一样的地方 除此之外 就拿刚刚她的话来说 我就觉得很有问题 作为一个下人 维护主人的面子 这是情理之中的 可是昨天我们看得出来 这侯府的下人 不仅不惧怕主人 而且还对主人没什么多的好看 可偏偏和管家 却和那些下人不同 形成了一个完全对立的样子 这让我觉得 她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 乌雅秀 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深究了 目前我觉得 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疑点 那就是鞋子 白卓听了宋无牙的话之后 没有附和着说什么 而是提起了那只鞋子的事情 我们发现了一只鞋子 而管家也发现了一只鞋子 你说这两只鞋子 是来自两个不同的人呢 还是说这两只鞋子 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说起这只鞋子 还真是有问题 在那床底下发现一只鞋子 并已经让宋无牙 与白卓绞尽脑汁了 没想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了一只了 而且这一只 还是在最后闹鬼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她发现这只鞋子的时候 是这个房子刚刚闹鬼的时候 可他们除了这只鞋子之外 并未发现房间里有任何的人 这还是说明 当时房间里一直空空如影 那个本该在房间里的女子 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办法 离开了房子 宋无牙顺着白卓提起了这个话题 猜测起了当时的情况 她看下白卓 说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白卓 你说当时这管家 会不会在床下看到的 不是这只鞋子 而是一个女子吗 无牙顺 你是说 那天他们在床下发现的是人 这话让白卓吃惊不已 但宋无牙绝不是开玩笑的 她说出这话完全是认真的 其他的下人都不知道 管家发现这只鞋子的事情 很有可能她向这些人隐瞒了 这样的话 她也完全可以把其他的事情隐瞒 这也仅仅是宋无牙的一种猜测罢 毕竟当时的情况如何 谁也不清楚 管家和那些下人们所说的情况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说法 熟真熟假是没办法辨认出来的 我也就是这样一说 至于是不是 那还来说 宋无牙没有太过确定这一点 不过关于鞋子 她倒是有着另外的说法 但是床下出现鞋子 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为何我们在现场发现了鞋子之后 她也在床下发现了鞋子呢 从时间上来说 她是在捡 但她这么说就正好为自己的事情进行了辩解 一个床下出现两次鞋子 而且都是一只 这本身就是一桩奇怪的事情 更何况在这之前 他们已经从下人的口中调查出了管家 关于她威胁婢女偷盗侯夫人贴身衣物的事情 以及向婢女们索要旧衣服 同样是关系着衣服的两件事情 虽然是没办法直接联系起来 但是整个事件之中 好像到处都能够找到和衣服有关的线索 白卓听了宋无牙这话 紧皱着眉头 思索了很久 乌亚兄 你说这管家和那病人之间 究竟是谁说的谎呢 白卓突然向宋无牙 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来 虽然说他们两人之间说话 出现了矛盾的地方 但是不是有一个人说的假话 不是通过这个来判断的 虽然那女子 说了管家对侯夫人有非分之想 甚至想强迫她去偷取侯夫人的贴身衣物 除此之外 婢女还说之前管家 曾搜集过他们的衣物 通过婢女所说的这些 让宋无牙与白卓觉得 这个管家的嫌疑非常大 很有可能那只鞋子 就是来自于管家的手中 她放在那个地方 是故意栽赃给侯府之中某个婢女的 但是说起来 他们两人都说的是真话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毕竟同一件事情 宋无牙与白卓他们两个人 还有着不同的看法呢 白修 这不太好说 现在管家去找那个邪子的主人 我们大可以耐心地等待上一段时间 或许就有新的线索 当然 也不排除那婢女对我们说的假话 或许管家对她的处罚 让她怀恨在心也说不定 宋无牙没有否定白卓的猜测 当然也没有完全相信 她这样的做法和说法 而是给出了一个折衷的考虑 当然 她听了这话后 白卓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也只是点了点头 好吧 吴亚修 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 目前想要确认这件事情 还真是不太容易 好了 我看咱们呀 是找几个下人来确认一下 先前管家说的事情呢 还是直接到处去看看呢 询问完了管家之后 他们又没什么事情合作了 之前订好了 要去侯府其他的地方调查一番 现在正好有着时间 刚说出这话 白卓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哦对了 刚刚管家在的时候 忘记询问她关于侯夫人所说的那个 不能缺的禁地的事情了 哎呀 这到底是 我也给忘了 宋雅甘笑一声说道 不过 这件事情用不着着急 反正侯夫人如此阻挠我们去那个地方 我们直接和她硬着来 那也不是回事 啊 我看这件事情就缓一缓 之后再说吧 那个不允许他们前往的地方 现在还用不着着急 宋雅很清楚 侯夫人一定是有什么秘密 这个秘密他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查到的 那现在咱们到处看看 白卓点了点头 问道 嗯 宋雅应了一声 两人就向着侯府其他的地方走 侯府不小 这么大的地方 想要找到一些线索 还是比较困难的 想要找到线索 就必须要仔仔细细 里里外外的找 但是这样毫无目的的去找 那也不是个办法 整个侯府之中 人最多的地方 莫过于后院下人们住的地方 所有的下人都在这里 倘若凶手就在这些人之中 那在这个地方 也是最容易找到线索的 所以 宋雅直接招呼白卓 来到了后院 他们刚来这里 便看到所有的婢女 都被召集在了这里 而刚刚和他们分开的管家 此刻正在这些婢女面前 我告诉你们啊 这都已经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了 可是伤害咱们侯尉的凶手 到现在还没抓的呢 管家站在这些婢女面前 恶狠狠地说着 这可和她刚刚在 宋雅以及白卓面前的时候 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她瞪着双眼 左右地看着这些婢女 这只鞋子 她突然高举起手来 手里赫然是一只婢女 所穿的鞋子 她的音调 突然变得尖锐许多 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 所以调查此案的大人 怀疑这只鞋子的主人 也许就是杀害侯爷的凶手 而这鞋子 我想你们都非常的熟悉 这正是你们这些丫鬟们脚上 所穿的鞋子 别以为鞋子一样 我就找不出这是谁的了 鞋子大小 那只有脚质的 所以说 谁穿上了这只鞋子 而且合脚的话 那这只鞋子 就是谁的 管家大声地向着这些婢女说着 她可是一点都不担心 找不到这只鞋子的主人 宋牙与白卓瞧着这一幕 倒也没有打扰 就在不远处看着 想要看看这管家是不是 真能把这个人给找出来 乌鞋兄 我倒是觉得 这只鞋子的主人 未必能够找得出来 白卓对于这种事情 那可是没有什么希望 感觉这管家 最后也只是白费力气 与他不同的是 宋乌鞋 更加担心的是 另外一种情况 我倒是害怕 这正好穿上这只鞋子的人 未必知道这鞋子 是否会试着 是啊 白卓明白宋牙与在担心什么 这脚的大小 未必能够说明什么 毕竟这些便利之中 难免会有一两个人的脚 是一样大小的 鞋子 虽然能够说明一些事情 但也能够误会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是无法判断 而眼前这一切 或许到头来只是闹剧罢了 管家没有注意到 已经到了他身后不远处的 宋乌鸦与白卓 还在那边兴致勃勃的 让那些婢女试穿这只鞋子 婢女们 脸上的神情各不相同 面对这只鞋子 他们知道这鞋子 是用来找凶手的 这脸上也都是写满了担心 虽然他们未必就是这鞋子的主人 可是看着那鞋子的担心 心里啊 确实是担心 自己正好穿得上去 可管家在这里看着呢 他们也不能不穿 只好任由管家盯着 就这样试穿这只鞋子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 第六个试穿的婢女 将那只鞋子正好穿上之后 管家立刻大叫一声 来人 给我将她拿下 管家赋予了那些家丁权力 两名家丁立刻上前 将那婢女给摁住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七百八十六集 婢女惊慌不已 她急忙大喊 管家 这鞋子真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鞋子 她大声地叫喊着 告诉管家自己是被冤枉的 这只鞋子根本就不是她的 她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管家才不理会这些人 她冷冷道 你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 你为何正好将其穿上 你别在这里跟我解释 等到了钦差大人的面前 你自向他们说明去吧 把这事情 直接推到了宋雅与白卓的身上去 管家说着 大手一摆 招呼那两名家丁 拉着这名婢女 就要去找宋雅与白卓两人 没想到她刚一转身 就看到了身后不远处的二人 顿时吃了一惊 挑起了眉头 停下了脚步 二位大人 没想到 你们来这里了 小人正有事情要向二位大人禀报呢 那杰子的主人 小人已经找到了 管家在微微一愣之后 立刻向两人谄媚道 听到她这话的宋雅与白卓两人 那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放了她吧 宋雅一开口 直接就让放人 管家顿时就愣住了 显然她没想到宋雅要让她放人 她很是诧异的 看着宋雅问她 宋大人 那鞋子 可是她的 说不定杀害侯爷的凶手 就是她呀 您 您 真的要放了她 大人 那鞋子不是我的 我是冤枉的 那婢女 见眼前这二人 就是两名钦差大人 立刻大声的嚷嚷起来 此时宋雅 抬头向那婢女细看过去 这才发现 这婢女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他们在案发县城那个院子 找到的那个 给花草葱浇水的婢女 这事情也未免太巧了一些吧 之前她还在说这管家的事情 没想到 这才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 就被管家在这里拿住了 忘了 宋雅淡然地重复了一句 对于宋雅雅的话 管家自然是不敢违抗你 她找这个婢女 原本就是为了向宋雅与白卓交差 而现在既然宋雅雅 要让她放人 她自然要放人的 当即管家扭过头去 冲着那两名家丁 斗着眉头摆了摆手 两名家丁立刻会议 急忙松开她 紧紧抓着那婢女的双手 任由婢女的身体 晃了几下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婢女面露委屈之色 瘫坐在地上 没有急着说什么 反而是抱着两条胳膊 揉了情 大人 您可以好好地审问她才是 管家不明白 宋雅为什么要放了这名婢女 但是她还是一口咬定 这婢女很有问题 听着这话 宋雅冷冷说道 管家 你这样做未免也太简单了一些吧 侯府如此之多的婢女 你说这只鞋子 是她的就一定是她的了 这脚的大小 难免会有相似的地方 你也不看看其他人 是否能够穿上这只鞋子 便将她抓着起来 管家做事啊 实在是太过猛撞了 至少她这样做 没有一点理由 宋雅冷冷地批评了一番之后 管家的脸色变得难看清 大人矫情的是 你矫情的是 她点头认同着宋雅对她的批评 看向刚刚那名婢女 宋雅向她说道 你先起来吧 婢女点了点头 从地上爬着前 刚刚的一幕 这周围其他的人 可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呢 其他的婢女 看到宋雅将她放了之后 也是为她松了口气 管家执意要将她拉着 去见两个钦差 这让与她相处 时间较久的婢女们 个个心里都为她捏了一把汗 来到这里 宋雅没有因此而离开 她拿出了自己找到的那只鞋子 她将这只鞋子和管家的那只鞋子进行了比较 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好笑的事情 这两只鞋子竟然还是同一只鞋 宋雅笑了一声 谁能想到他们拿到的两只鞋子 竟然是来自一只鞋 她从壁里那边将鞋子拿过来 两只鞋子一左一右地摆放在了面前 他们的大小可是相差不多 但是都来自同一只鞋子 这两只鞋子你们都过来试一试 宋雅雅向那些婢女吩咐的 虽然说这不能说明是谁的鞋子 但是至少能让她有个大概的范围 不管是一个人也好 还是两个人也好 总该有个怀疑的目标才对 刚刚被抓的婢女在最前面 也就第一个试穿了 在她之后 很快其他的婢女也都穿上了这只鞋子 可是到了最后 结果却令人无比的吃惊 你还说这不是你的鞋子 管家看到这个结果 怒声大喊了起来 别说 就连宋雅雅都没有想到整个侯府之中 能够穿得上这两只鞋子的人 竟然只有眼前这名婢女 能够怀疑的目标 现在只有一个人 那这两只鞋子不是她的 那还能是谁的呢 大人冤枉 这鞋子真不是我的 这名婢女也是慌得神了 惊慌失措地哭很轻 向宋雅便解 这鞋子不是她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除了她之外 恐怕也很难是别人的了 乌亚修 这里边少了一个人啊 白卓看着这一幕 在一旁提醒了宋雅一句 没错 在这些婢女之中 确实是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失踪了的小婉 这一点宋雅也是记着的 但是小婉现在并不在这里 即便她也能穿上这只鞋子 那也排除不了眼前 这个婢女的嫌疑 大人 请你相信我 这鞋子真不是我的 面对这样的情形 婢女早已经哭成了累人了 她可不想被认定为 是杀人凶手 她必须要辩解 见宋雅与白卓全都冷着脸 谁都没有说话 婢女突然抬头看向管家 大声呼喊道 大人 一定是管家她诬陷我的 她早就对我不满 因为我没有答应 帮她去偷夫人的天生衣物 所以她才四季报复我 先前 她从我们这里 要走了我们的旧衣服和鞋子 这鞋子 就是她放进去的 到了这个时候 她已经顾忌不了那么许多了 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不等宋雅反应过来 管家便发出一声怒吼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让你做过这种事啊 你们的那些衣服和鞋子 我早就送给别人了 管家可不会承认这件事情 她迫不及待地解释着 想要说明她不是那样的人 可这个时候 谁会去理会她说什么呀 所有人都觉得 那名婢女受了欺负 所以对着管家的态度 也变得愤怒不已 他们同为下人 平日礼合这位管家之间 难免会有些交道 这期间自然是少不了 磕磕绊绊的时候 不管是管家 还是这名婢女 那都有可能为了这样的矛盾 而故意栽赃对方的 管家在大叫之后 这周围的下人们 也开始了议论 我早就看管家不对劲了 没想到 她对夫人有这种非分之想啊 你瞧她色眯眯的样子 好几次 她都借过在我身上 摸来摸去的 这些婢女也真是大胆的 借着这个机会 什么话都往外边说 这些话呀 不仅仅是宋雅与白卓听到了 那管家自然也听到了 她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可见这些话呀 让她很是难堪 难堪还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这些事情足以让宋雅与白卓 对她产生怀疑了 她自己很清楚之前 因为突然不见的缘故 宋雅与白卓 便向她询问了诸多的问题 可见这是在怀疑她 如今她好不容易将怀疑解除 没想到又惹出这样的麻烦来 她现在心里真的是后悔万分 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她就不主动向两人 请求去找这鞋子的主人了 好了 大家静一静 这些话大多数 都是一些抱怨的话 宋雅与白卓听了个大概 这其中说什么的都有 但毕竟只是空口无凭 一时间所有人 都向着那名嫌疑突然变答的婢女 她委屈地跪在那里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宋雅可不想在这里 看着那些婢女争执 她要的是搞清楚一些问题 如今这两只鞋子 全都能被这婢女穿进去 而且几乎正好 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宋雅也不会因为她的这一番话 就不再怀疑她 相反 她反而更加怀疑她了 面向管家 宋雅皱眉说道 管家 看来你在侯府的名声和人员 并不是很好啊 大人说的是 管家低着头 这脸色呀难看到了几点 对于这件事情 她也不得不承认 好像成为了千夫所指一般 管家如丧家泉一般 只能灰溜溜地低着头 不敢再乱说什么了 本来这周围的婢女们 对她就很不满意了 她要是再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 只怕会引起公愤的 到时候这些婢女 再给她说出一些什么坏话来 她就更加不知道该怎么洗白了 教训了管家一句之后 宋雅雅没有向那婢女询问什么 而是看向了其他的价值 你们平日里 看似于管家之间有不少的过节 宋雅雅大声地向他们问了一句 但是 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 刚刚还对管家冷言冷语的他们 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论说什么 这小声的嚼舌根 终究和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不同 他们怕是也不想这样地得罪 这管家吧 当然宋雅这样问 也并非是有意要询问他们这事的 因为她也很清楚 这样问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说真话的 小婉你们都熟悉吗 宋雅真正要问的 还是小婉 如今出现了一桩事迹 这两只鞋子是同一只脚 细看之下这大小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的鞋子 有些很难说 不过宋雅雅觉得 这鞋子一定是能够说明什么的 目前这鞋子只有失踪的小婉 没有试穿过 所以很有可能小婉 也能够穿得上这只鞋子 谁也没有开口说什么 但是宋雅雅看到他们都点了点头 显然都是知晓小婉的 那你们有谁知道 小婉是什么时候不见了他 宋雅雅接着又问道 这个问题问出之后啊 这些下人一个个交头接耳了 低过了起来 耐心的等待了片刻 这些人呢 还在继续说着 宋雅雅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看他们议论下去 好了 你们也别在这里讨论了 从左边开始 一个一个说 把你们最后一次 见到小婉的时间说出来 宋雅雅直接下了命令 这样一来他们谁都跑不掉 从左边的第一名家庭开始 他们纷纷说起了 最后见到小婉的时间 这个时间各不相同 宋雅雅仔细地听着 很快所有人都说完之后 他心里便有了结果 他们之中 有人最后见过小婉的时间 是发生命案的前一天 也就是说 侯爷死的那一天 小婉就已经不见了 这么说来 小婉是不见了的第二天 侯爷才死在了房间里 宋雅雅看着这些下人 让他们确定这件事情 那说出这个时间的下人 立刻点头证明这一点 宋雅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没有在着急地说什么 扭头看向了管家问道 管家 你是什么时候见过小婉的 这个 管家被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 竟然犹豫了起 他看到宋雅疑惑的眼神之后 急忙说道 这个 好像是侯爷死之前的前几天吧 我偶然去了一趟厨房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见过小婉 她是在后厨见到的小婉 而且时间还是在 案发的好几天前 这对宋雅雅的判断 是没有多大帮助 管家 小婉不见之后 你们有没有去找过她 宋雅雅 立刻又向管家 询问小婉的事情 管家听着这话一乐 急忙说道 大人 当时夫人说小婉被她赶走了 我们就没有找过小婉 是这样吗 虽然这话呀 宋雅雅已经听过一次了 但这个时候 她还是露出一脸疑惑的 看向管家 管家脸上的表情非常的正常 这话显然是没什么问题 事情的经过或许就是如此 这样一来 小婉的去向 就和侯夫人联系在了一起 可是侯夫人 却腾塞了这个问题 让宋雅与白竹 无从判断 管家的话 宋雅雅还是相信的 小婉的失踪 成为了最大的谜团 虽然这件事情是解释的过去的 可宋雅还是觉得 这个小婉 才是最主要的证据 小婉找不着 那就只能从眼前 这名婢女身上下手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影影 第七百八十七集 他能够穿上这只鞋子 而且还只有他一个人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巧了 要说他和这鞋子没关系 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事情 你起来说话 宋雅雅 招呼那跪在地上的婢女 起来说话 那婢女听到了宋雅雅的话之后 抽气着站了起来 宋雅雅上下打量着他 和寻常的婢女相比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敢直接输出这挂架这种丑事 他也算是了不得的人了 虽然说 可能他是为了 洗脱自己的罪名 迫不得已 大人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那鞋子真的不是我的 婢女小心翼翼地 看着宋雅雅 再次说明了一句 鞋子是不是你的赞情不论 但是这只鞋子除了你 别人穿着那都是不合适的 你说这鞋子不是你的 那我都会觉得奇怪 宋雅雅直接说明 他可是怀疑这鞋子 就是这个婢女的 你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这婢女啊就又着急了 喊了起来 大人 这鞋子真的不是我的 宋雅雅听着这话 不由地皱了下眉头 被打断了之后 他现在接着刚刚的话说道 鞋子是在案发线上发现的 而且是前后两次 如今你正好穿上了这鞋子 你却说这鞋子不是你 你是想说 这鞋子不是你的呢 还是说这鞋子 不是你留在案发现场的呢 是 他听到宋雅雅这样详细的询问 顿时一阵犹豫了起来 显然他都不知道自己 一直在否认什么 你先搞清楚你想说的是什么 宋雅雅美好气的说道 婢女这下呀是认真琢磨起来的 他仔细地想了想之后 又跑过去认真地看了看 那两只鞋子 大人 这只鞋子是我的 婢女在仔细地查看了那两只鞋子之后 突然喊了一句 她拿起了其中的一只 而这一只 这个鞋子不是宋雅雅他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一只 而是管家拿出来的那一只鞋子 这让宋雅很难判断 婢女承认这只鞋子是她的 是为了更好地解释 这鞋子的事情 还是说这是真的呢 刚才你不是还说 这鞋子不是你的吗 白卓听着婢女的话 冷冷地质问道 婢女结盟说道 大人 刚刚民女慌了谁 说错了话 这只鞋子是我的 但鞋子绝对不是民女留在现场的 到现在她才算是把话给说明白 白卓听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只鞋子是你的 那它出现在管家那里 是因为它之前曾向你们要过旧衣服和鞋子 宋无牙知道这婢女会怎么解释这鞋子 出现在案发现场 所以也就不等她说了 直接把这话给说出来了 婢女那自然是连连点头 毫不犹豫的 便确认就是那么一回事 这下子可是轮到管家慌了 她连连摇头 大人 这鞋子确实是小人在现场床下发现的 正所谓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他们两个的意思 分明就是在说对方在说谎 听着他们两人争执 宋雅与白卓两人脑袋都抓大的 虽然很明显他们两人之间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说谎的 但是这个谎言实在是难以拆穿呢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 宋雅大喊一声 制止了两人补主的争吵 在宋雅看来 他们两个不管是谁 那都是嫌疑不晓的 在管家的身上 那是有污点的 她做出某些事情来 也是正常之中的 而这个婢女 分明已经承认了这只鞋子是她的 但是另外一只 她却并未承认 她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这两只鞋子是怎么回事 所以她承认了管家拿来的那一只是她的 但是另外一只 却并不承认 眼看着如此一番争执之下 这都已经中午了 被他们两人搞得头头大了 宋雅看了看白竹 问道 白秀 都已经中午了 我看咱们呀 还是先回去吃了饭再说吧 一个上午 他们也算是收获不晓 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他们却退缩了 不是他们不想处理 只是这件事情真的不好弄 只能暂且放着 等下午时间充足了 再看情形如何吧 宋雅的提议 白竹立刻点头 没错 乌雅秀 咱们还是先回去吃点东西吧 见宋雅与白竹 要去吃饭 管家反倒是着急了 大喊一声 二位大人 那我们这 不等他把这话说完 白竹抬头瞪了他一眼 冷冷道 你们的事情 等下午再说 扔下这话 两人离开了侯府 便直接回到了客栈 回到客栈的时候 司徒文和小桓 已经先一步回来了 已经在大堂内坐着 等他们回来吃饭了 你们怎么才回来啊 瞧见他们两人回来 司徒文 冲着两人摆了摆手 招呼他们过来 奇怪地打量着两人问道 这都过了中午了 今日他们是没有守时 当然也是因为那 管家和碧雨的事情 两人坐下了之后 小桓在一旁 为两人倒上了茶水 这临到中午 忽然遇到了点麻烦事情 这还是把事情 扔下回来吃饭的 宋牙抱怨着 他们回来晚的原因 你们今天上午 有什么发现吗 和司徒文分工合作 他们那边有了一些进展 不知道司徒文和小桓 今天有没有在街头上 大听到什么事情 我们可打听到了 一件大事 司徒文听着宋牙询问 突然间夸张地说道 是啊 你们一定想不出来 我们打听到了什么 小桓在一旁附和道 瞧他们两人这个表情 还真是把宋牙与白竹 给唬住了 这 难不成这侯爷 风流的运势 整个松江府人人皆知 宋牙实在是想不到 司徒文和小桓 两人要说什么 他只好试探 他说了这么一句 但是他这么一说 司徒文和小桓 同时摇头 显然不是这种事情 可再让他猜 他还真是不知道 该怎么猜了 他照着眉头 摇头说道 实在是猜不出来了 你们就直接说吧 说完这话 宋牙端起面前的茶水 作了一口 这侯府也真是的 我和白兄怎么说 也是堂堂两个钦差大臣 这一上午 竟然连杯茶水都没有放过 宋牙喝了杯茶水 这才想起来 他们在侯府那刻是连口水 都没有喝着 说完这话 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打断了他刚刚的话 急忙又道 文 你快说说看 你们打听到了什么事情 我刚要说 被你给打断了 我看还是你们先说说看 是什么事情把你们两个给耽搁了 司徒文 刚刚确实是准备说的 谁承想啊 这还没开口呢 宋牙就把话给抢了过去 一听这话 宋牙就知道 刚刚自己突然抢话 怕是惹着司徒文了 那好 白卓 你就说说刚才的事情吧 宋牙端起茶杯 刚刚喝了口茶水 还真是觉得渴了 直接就把这话呀 递给白卓了 白卓一听啊 当即不乐意道 不想笑 这事情还是你来说吧 我这会儿嗓子干得厉害 还是让我喝喝茶水吧 与他一样 白卓这也是一上五妹喝水呢 这么大热的天 他自然也是扛不住的 没办法 宋牙只好将茶水呀 一眼而进 随即把茶杯递给了小桓 是一小桓呢 再给他倒上 唉 还不是因为那侯府的管家吗 他今天回来了 我们直接找了这个家伙 没想到这家伙 也拿出了一只鞋子 和我们说 这是在案发现场 第一次出现弄鬼状况的当晚 他在床底下发现的 这鞋子的出现 让我和白兄那时非常的惊奇 毕竟 这也不可能有人同一个错误 犯了两次吧 所以 我们就让这管家 去把这鞋子的主人给找出来 宋牙接过小魂递过来的茶水 几口就把茶水喝完之后 这才有接着刚刚的话继续 这耽搁时间 就耽搁在这件事情上 这管家还真的是 把这只鞋子的主人给找出来了 就是侯府之中的一名婢女 这名婢女 我们之前还见过 而且还从她的口中 得知了一些不简单的事情 但现在她和管家两人互相针对 我们都不知道谁说的是真话 谁说的是假话 说起这件事情 宋牙的脸上 不由地露出苦恼之色来 原来如此 那既然鞋子是那个婢女的 那这鞋子出现在现场 必定和她有所联系 再调查一下她其他的事情不就好了吗 或许 或许 调查她平日里的日常 就能够得知答案了 司徒文 倒是面对这个问题 没有露出苦恼之则 只是淡然地说道 宋牙叹了口气 现在她承认的这只鞋子是她的 但是却说 这是管家拿了她的鞋子 故意栽赃她的 另外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只鞋子 她也正好能够穿得上 但是她却不承认这只鞋子是她的 如今除了小婉之外 这侯府就只有她能穿上这两只鞋子了 两只鞋子 司徒文听着这话 露出疑惑之色 那是同一双吗 这两只鞋子丢失的时间可是不同的 怎么还会有人穿着丢了一只的鞋子走动呢 鞋子不是同一双 是相同的两只 宋牙解释了一句 现在就是说明不了这鞋子是怎么回事 按理说一名婢女 丢了两只同样的鞋子 那她就少了两双能穿的鞋子 旁人是不可能不注意到的 毕竟一个婢女 能有多少鞋子 她总不能光着脚 所以说 现在还不好盼盼 她说的话是真实的 宋牙苦笑一声道 茶水也喝了几杯了 宋牙说出了这桩事情之后 司徒文和小婉也跟着琢磨着起 他们正琢磨的时候 宋牙却突然问道 婉儿 你们点个饭菜吗 刚刚是渴了 现在说完了这话呀 她倒是想起该吃饭的事情 一听这话 司徒文没好气地 白了她一眼道 你还知道饿啊 饭菜自然是要了 等着吧 她这话音刚露 电响二便吆喝着 将饭菜送到了四人的面前来 饭菜上桌 谁也不再多说什么 先填饱了肚子再说 吃饱了午饭之后 四人回到了房间 这才认认真真地开始商量今天的事情 刚刚宋牙虽然说了管家和那名婢女的事情 但是关于现场院内 发现埋藏着的骸骨这件事情 还没有告诉他们两个呢 刚坐了下来 宋牙这话呀 就开始了 哦对了 刚刚忘记和你们说今天现场发现的事情 宋牙这一开口 司徒文便诧异道 你们今天收购不小啊 在现场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 院内那些栽种位置 比较奇怪的花草下 挖掘出了七具女性的骸骨 这些女子正是被侯爷带回来的那些女子 她们全都死在了后方 有的被埋在了院内 有的被埋到了城外 宋牙叹着气说道 为这些女子的悲惨遭遇感到惋惜 这侯爷还真是丧心病狂 他杀的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把人给埋在了自己家里 司徒文 吃惊不已 毕竟把尸体埋在自己的院子里 这种事情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 宋牙点了点头 之所以埋藏在院子里 那也是有原因的 侯爷听信别人 以这些女子的尸体 用特别的手段埋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布置了一个阵法 用来帮助她传宗接待 这些女子尸体的用法 宋牙也说了出来 实在是太悲惨 司徒文听好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身为女子 听到这些女子竟然有这样的遭遇 他心里怎能舒服得了 比起他里 小桓就直接的多了 这个侯爷真是该死 他死的活该 那凶手完全是天天行道 是啊 白主感慨了一句 这凶手或许也是出于做好事的目的吧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也得找到凶手才行 毕竟他杀了人 也不能因为他是天天行道 我们就是放他一马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还有谁会去遵循法律 到时候必定天下大乱 这钥匙放在以前 白主说出来的话呀 那和小桓也差不了多少的 但他现在身份不同 而且在宋无牙的影响下 他自然也知道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必须要遵守法律 宋无牙凝重地说道 这侯爷该死的话不讲 不过该处置他的 不应该是认分 只有官府才有权利处置他 对了 白主突然道 司徒小姐 你们之前不是说 发现了重大的事情吗 现在说来听听吧 吃饭之前我就好奇了 现在迫不及待的 你想要知道结果了 刚刚因为一个邪恶阵法的缘由 搞得四个人的情绪都无比的低了 白主怕是也想要 以此来缓和一下气氛 所以才惊奇地向司徒文询问 不过也是 宋无牙差点忘了这件事情 说起来他心里也是好奇不已 司徒文深深地吸了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说道 这个事情 暂且放在最后再说 还是先说说这位 该死的侯爷身上的事情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无独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七百八十八集 说起死了的侯爷 司徒文还是满肚子的气氛 谁也没说什么 只是看着他 等着他把话说出来 在松江府 这位侯爷倒也不是恶贯满盈之辈 原本以为这侯爷仗着自己这样的地位 怎么说也是高人一等 虽然不至于鱼肉相礼 但也一定会做出一些不齿的事情来 但是没想到的是 说起他来 好像城里人对他的了解也并不是很多 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也没有问出什么来 不过 对于这侯爷的爱好 不少人呐都是知道的 侯爷好喝酒 这是谁都清楚的 而且时常喝得酩酊大醉 除了这个喝酒的爱好之外 这侯爷 还真是没有什么劣迹 关于侯爷带了一些女子回侯府的事情 这城里更是没有人知晓的样子 我们问了许多 这才从一些人口中 听到他们知道这件事情 这侯府的下人也是守口如瓶 既然没把这侯府里发生的事情给说出去 要问起这些女子的来历 那他们可就不知道了 司徒文从头说起 他们一出去询问他 便是这侯爷的事情 到了最后侯爷的事情打听了一下 但也是无关紧要的 据说这侯爷 时常在一家叫做醉仙楼的酒家喝酒 这酒家就在不远处 出了我们这个客栈 往前边的大街一走就能够看到 这侯爷去醉仙楼喝酒倒也没什么 不过这百姓们却说 这醉仙楼里是真的藏着神仙的 司徒文这话说的可就有些夸张的 这天底下哪有神仙 醉仙楼里藏着神仙 究竟是什么人 如此神通广大 竟然会被百姓称之为神仙 宋雅好奇地问道 这能够被人称之为神仙的人 这人必定不是简单之人 宋雅以前对于这样的人 他也仅仅是记得 关山酒楼有很大的能量 不过他自己也没有怎么领教 但是现在关山酒楼都没了 又冒出了一家名叫 醉仙楼的酒家来 还说什么藏着神仙 据说这醉仙楼的掌柜 那不知道是哪里人士 但此人绝对是一个奇人 说他是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那都有些谦虚了 此人的能耐用他们的原话说 那可是能上天入地的人啊 司徒文还是夸张地说道 白竹听到这里 立刻就说了一句 卢雅兄 你说这该会不会是 关山酒楼戒失狂魂了吧 我看未必 宋乌鸦不觉的关山酒楼这么快 就敢再胡左飞围了 毕竟锦衣卫 那边还盯着他们呢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机会 做这种事情 但是刚刚否定之后 他却突然想到了助云龙 助云龙来到这里 究竟是为何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虽然说是被禀官 但是好巧不巧地来到了这里 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要知道松江府原来的知府司徒义 因为锦衣卫的缘由 不得不主动辞官 可这助云龙呢 锦衣卫不可能不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吧 偏偏在司徒义辞官之后 他就立刻来到了这里 仔细想想 这好像就是给助云龙 铺好的路一样 在京城为了送押的去向 而争执起来之后 另一位大臣 已经是身手易处了 而助云龙却来到了这松江府 在他来之前 司徒一恰好就被锦衣卫给逼走了 这未免也太巧了 欧阳秀 怎么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你可别瞧瞧这些 关山角楼的人 别忘了这些人 可都是朝中重臣 而且在他们的背后 必定还有一位大人物的 如今这位大人物是谁 我们还不知道呢 而锦衣卫也没有追查出来 这关山角楼的势力 还是不容小觑的 白卓却是很认真地分析的 他觉得这完全有可能是 关山角楼技师浑浑 要不然如何解释这 最先楼的掌柜 有如此通天的神通 宋伍阳还是摇了摇头 白秀 不要这样着急地下定 门的话听起来 确实是有些夸张 不过他还没说 这掌柜都做过什么事情 又怎么能说 他有通天的本事呢 说不定啊 他呀 就是个普通的一个酒店掌柜 只是喜欢吹牛罢了 司徒文夸张的言语 把两人给唬住了 不过现在他也没有说出来 这掌柜子究竟怎么厉害了 怎么就神通不得了了 搞得白卓一口咬定 这一定就是关山九楼 借师还魂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 那还好了 正好可以来个顺藤摸瓜 至于是不是像白卓说的那样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 这松江府城内的百姓 对于这最下楼的掌柜 确实是有着非常夸张的敬佩 司徒文 不确定白卓所说的是对是错 但是这个神通广大的酒馆掌柜 确实是个能人 二 你该不会是想说 侯爷带回家里的那些女子 全都是他给找来的吧 宋威亚听完这番话后 没有再琢磨这个酒馆掌柜 而是江琪和侯爷联系在了一起 毕竟司徒文开始说的时候就表明 这是要说和侯爷有关系的事情 果然 司徒文点了点头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这侯爷 去哪找来这么多女子 我看八成是通过这个人 倘若不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掌柜也未必会被这么多百姓津津乐道了 那咱们还真是得找个机会调查一下这个掌柜 白卓明白了司徒文的用意之后 立刻提议要去调查这个酒馆 调查酒馆 还怕没有机会吗 今天这顿饭咱们是吃完了 要不然现在呀 就可以醉 既然这样 那咱们今天晚上 就去这家醉仙楼瞧瞧 瞧瞧这醉仙楼掌柜的 究竟是不是三头六臂 神通广大 宋威亚笑着 向白卓说道 突然冒出一个醉仙楼来 让几人不由的 想到了观山酒楼来 宋威亚希望白卓这个猜测是完全错误的 毕竟他可不想要看到观山酒楼 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不管怎么说 醉仙楼和侯爷有所关系 那就必须要搞清楚 他们是做什么的 虽然他们此行前来是为了调查侯爷身亡一案 但是既然得知了侯爷 曾杀了数名女子 而这些女子 有可能是醉仙楼为他送去 宋威亚自然不能不管 倘若这次不管 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 无恙兄说得对 咱们今天晚上就去瞧瞧 白卓可谓是雀雀欲试 要不是中午他们已经吃过了饭 不然的话 现在白卓就要忍不住 去那个醉仙楼了 宋无恙点了点头 目前侯爷得到的这些女子已经身亡 她们的来历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她们遭受如此凄惨的命运 可不能再让别人重蹈她们的覆辙了 无恙兄 这个事情咱们就不要再说了 越说越生气 现在咱们既然已经决定 要晚上去看看情况 那就等之后再说吧 别忘了 咱们之前在侯府 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没有解决呢 这下午去了 咱们还得把那管家和婢女的事情搞清楚才行 白卓听了宋无恙的话 脸的点头 随即又提起了今天中午 他们临走时遇到的那个麻烦事情 管家和婢女双方争执不下 这让宋无恙与白卓也不好处置 毕竟他们两人也没办法确定 这两人究竟是谁说了真话 谁说了假话 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这一点 那就不能随乱说 不管这事情说到了谁的头上 那都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宋无恙抽了口凉气 皱起了眉头 这件事情让他很是范畴 乌鸦 这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范畴的 如今这鞋子的主人已经找到了 那婢女竟然敢承认这只鞋子是他的 这是摆明了说那管家有问题 昨天那管家突然消失 而且他有举报别人的污点 另外还有自己藏私的一些事情 不管怎么说 他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 你们先调查一下此人吧 司徒文见宋无恙为这件事情犯愁 所以给了他一些建议 宋无恙点了点头 认同了司徒文的说法 白卓在一旁也说了一句 乌鸦秀别忘了侯夫人昨天的表现 足以说明这管家是很有问题的 没错 这侯夫人 很是在于管家的行踪 他必定是知道一些关于这管家的秘密 所以应该是担心这管家突然离开侯夫 宋无恙自然没有忘记这一点 但是他也很清楚 想要从侯夫人的口中打听到这个 那是非常困难 可侯夫人一定不会和我们说明这是怎么回事的 他要是真愿意告诉我们的话 昨天我们问他的时候 他就该说了 昨天曾问过这件事情 但是侯夫人却搪塞了过去 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难以提齿呢 还是另有隐情 这侯夫人实在是太不知轻重了 白卓气愤地指责道 明明死了丈夫 可在我们调查案情的时候 不是对我们有所隐瞒 就是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 你说他让我们不去调查的那个地方 不过是一个佛堂而已 这佛堂还是他婆婆生前所有 也不知道空置多少年了 这里边能有什么秘密 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白卓气愤地抱怨着 可一旁的司徒文和小桓听 这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那这就很有问题了 佛堂之中必定藏着什么秘密 或许这案子的关键就在于佛堂了 我看你们也就不要和他太客气了 直接进去佛堂 看看这佛堂里面究竟是什么秘密 司徒文听了白卓的话之后 倒是非常干脆地 给出了他们建议 觉得这个佛堂必须要直接查看 必定有着重要的证据 这次宋无涯 也只是淡然地点了点头 文儿 我何尘不想 但是目前这个状况 我们并不怀疑侯夫人是凶手 那他阻拦我们 多半也不是为了怕我们查到凶手 而且我们现在 连一点有用的物证都没有 这般猛撞之下 没有调查出凶手来不说 说不定反倒帮了凶手 宋无涯之所以没有直接去那个佛堂查看 确实是因为如此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侯府他们已经去过数次 可是到头来只是从下人们口中 询问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只是这些 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来破案 宋无涯强压着自己胸中的烦躁 让自己冷静下 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 让他们根本没办法来调查出凶手的身份 凶手是男是女 那装神弄鬼的人是不是凶手 这些都没办法确定 如今这些问题摆在眼前 可全都缺乏关键的证据 他们俩人苦思明显 目前所得到的这些线索 也没办法追查出新的线索 你要是担心这个 那就等时机成熟了 再去开那个佛堂吧 司徒问也很清楚宋无涯心里的担忧 毕竟他知道 宋无涯想完完全全地用证据 来证明一切 所以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这话说完 他却又突然提了一句 那还是先整理一下 现如今的线索 从最去怀疑的人开始 调查他们的行踪 以及对他们的一切进行搜查 我想不可能一点证据 都不留下来的 侯府之中一定有证据 能够证明凶手是谁的 这也算是给宋无涯鼓励了 这个时候必须要找到 合适的方式才行 宋无涯呼出一口灼气 刚刚他在心里 一直在考虑接下来 该怎么去找线索 他刚刚仔细地思索了一番 对于侯府而言 最可能保存下来的证据的地方 不是别的地方 那就是案发现场 大秀 我们下午还是仔细地 调查一下案发现场 我看也只有案发现场 最有可能让我们找个证据 宋无涯当即向白卓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可听着这话 白卓却皱眉道 无涯秀 这都两个月过去了 案发现场 早已经不是两月之前的样子了 只怕证据 早就被凶手给毁掉了 白卓 这话你可说的不对 宋无涯当即反谋 他这样说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案发现场自报案之后 就被官府给封了 那这封条一封 这凶手也不敢随随便便地撕开 这现场一直都没有人进去 倘若真的有证据的话 一定还在现场留着 好吧 希望如此 白卓显然是不抱有希望的 他只是不想再反驳什么 司徒文也赞同宋无涯这个说法 乌鸦说的一点都没错 虽然说凶手很有可能在杀人之后再次进入现场 将他留下来的证据破坏掉 但是他再进去现场 也一定会留下证据的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场一定有什么地方 是你们没有发现的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说 那咱们下午就仔仔细细地 在现场搜查一下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白卓本来也同意了宋无涯的提议 他只是觉得 这样找到证据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已 如此一来这下午的行程 安排便算是安排好了 他们两人安排好了 司徒文和小桓还没有着落呢 小姐 那我们下午还要出去打听事情吗 小桓见他们不说话了 便开口问了一句 司徒文点了点头 当然 难不成你想跟着他们去现场吗 那遍地鲜血 看着都恶心 我可不想去 咱们下午就再去打听一下 关于这侯爷的事情 另外 咱们不是打听到那件事情吗 得好好确认一下才行 可不能放着他们不管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译 第七百八十九集 司徒文的话说完之后 宋乌鸦无奈道 玩儿 刚刚就让你说这件事情 你看看 这差点就忘记了 原本他们很是好奇 司徒文和小桓 究竟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的是 司徒文偏要先说 关于侯爷的事情 这一开口 就说到了最新楼的 那个掌柜 在这之后 他们就说起了侯府的案子来 倒是把这个重要的事情给忘记 司徒文顿时尴尬起来 调皮的吐了吐舌头 现在说也不迟啊 就是就是 姑爷你着急什么 你这不是还不去侯府的吗 小桓在一旁也帮衬着 白竹苦笑一声 我说司徒小姐 还有小桓 你们两个就不要计较这个了 还是赶紧和我们说说看 你们究竟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早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一直拖到现在 都还没有说出来 现在好不容易又提起来了 他们两人自然迫不及待的 想要知道 司徒文见他们两人这般急气 知道刚刚确实是吊足了他们的胃口 此刻也不再啰嗦 直接说了几点 无量叫 这一开口就把宋牙与白竹给震住了 什么 宋牙吃惊的 妹儿 你不是开玩笑的 你在街头上 发现了无量叫的踪迹 是啊 这宋江府的无量叫残党 不是早就绝迹了吗 咱们当初还是从这里 开始调查无量叫的呢 在这之后 不是关山九楼霸仗的宋江吗 现在怎么又有无量叫了 白竹也很诧异 要知道松江府这个地方 可是他们两人和无量叫 开始交手的地方 他们就是在这里 调查出了村民离奇失踪的案件 从而知晓着无量叫 在背后训练着一批心狠手辣的杀手 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 司徒文瞪了他们一眼后 接着说道 我没说我们发现了无量叫的踪迹 我们只是听人说起无量叫 而且他们说 在这里看到了无量叫的残党 这还不是发现了吗 宋雅无奈地指正道 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情 但是道听途说来的 那自然也不是空穴来风 要说无量叫在松江府绝迹 这一点宋雅还真是不敢保证 但是他觉得 这里一定不是无量叫的重要所在 司徒文还是认真地告诫他 无奖 既然百姓们说这件事情 那就得警惕起来啊 咱们先不说这无量叫 毕竟无量叫已经不归你们管了 可你们也不想想看 现在是谁在负责铲除无量叫的 几位 宋雅与白卓 两人异口同声的惊呼道 他们离开京城之前 关山九楼和无量叫的事情 那就已经全权交给了谨一位去处理 而在这松江府 听到了无量叫的事情 倘若这个事情 也被谨一位所知晓 那他们必定不会放人不管 而是来这里调查个清楚 司徒文当即顶头 没错 叔叔他刚刚辞关没有多久 所以我猜测 锦一位就藏在这松江府内 他们应该也会调查无量叫的事情 恰好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祝元龙 他好像没事人一样 竟然只是成为了一名知府 我觉得 祝元龙或许是投靠了锦一位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而剿灭无量叫 那本来就是你们的成果 而剿灭无量叫 那本来就是你们的成果 却被锦一位给霸占了 这一次不正好是一个机会吗 原来司徒文还想着这件事情呢 唉 宋武鸦听了这话 当先叹了口气 婉儿 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参加了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 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既然锦一位会 那就交给他们吧 免得和这帮家伙交恶 到时候在恒生之节 对我和白兄都没有什么好处的 是啊 难得这一次白卓 竟然赞同了宋武鸦这样的做法 这要是换作以往 白卓必定言辞激烈地指责宋武鸦的不作为 但是现在他也想明白了 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面落惊异之色 好像觉得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你们真就这样让给他们了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司徒文吃惊地问着他们两人 他觉得 不能这样便宜了锦一位 毕竟于情于理 都不应该 让锦一位这般顺理成章的 剿灭无量教的功劳 给揽下 但是宋武鸦还是摇了摇头 从圣上将这差事 交给他们的时候 这事情就已经看明白了 锦一位人多事重 不是我和白雄能招惹得起的 倘若想在这官场上混下去 就不要找这种麻烦 乌鸦 你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乌鸦了 司徒凝重地看着宋武鸦 许久之后 吐出了这样一句话 这让宋武鸦恶然 他无法反驳 因为这是事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宋武鸦便不再是原先 那个棱角分明的宋武鸦了 原本他以为 自己这样的性格 是不可能被磨灭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感觉到自己 也快要变得腐朽了 别说是他了 那个一腔热血的白雄 现在和他也是一模一样 白雄看着宋武鸦为难 在一旁帮着他说了一句 司徒小姐 你就不要这样说乌鸦兄了 我们两个都一样 在这官场上混迹多了 也就明白了一些事情 对我们来说 这只是吃了一点小贵罢了 毕竟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要是他们犯了案子 那我们绝对不会含糊的 如今我们只想保住这个官职 从而有机会为更多的人申冤 白雄说出了宋武鸦的心里话 他不愿意为了那点利益 去和锦衣卫脑 那样只会使他们倒霉 他现在只想要帮着百姓们 解决冤家错案 不想像司徒义那样 辞官回家 司徒微皱眉头 低下了头 听了白卓的这一番话之后 他也不再责怪宋雅什么了 私人自死 就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宋雅与白卓 也在短暂的休息之后 再次前往了侯府 他们要进入案发现场 仔细地再进行一番搜寻 希望能够找到 之前他们所遗漏的那些证据 不管怎么说 这个案子已经耽搁了太久的时间 虽然他们只是调查了两天 可是这两天的时间里 他们的收获实在是太少了 他们虽然说有的是时间在这里耽搁 但是却也不能总是这样拖延下去 刚刚司徒文所说的话 宋雅雅虽然是拒绝了 但是他心里何尝不想将原本 属于他们的功劳再拿回来 但是他考虑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他不想和锦衣为起这样的争夺 究其原因 也是和司徒文有关系的 他倘若只是孤身一人 不管任何事情 他都无所谓 但是他不想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将司徒文牵连 甚至可能牵连到司徒义 所以他才断然拒绝了司徒文的说法 他一来是为了他们 二来也是为了自己 胡普道 将封条撕开 来到了那间满是鲜血的房间之前 宋雅深深地吸了口气 招呼胡普道 将房门上的封条撕掉 打开房门 胡普道点了点头 上前将房门上的封条撕掉了 这是他们第二次进入县城了 一进入旗内 看着满屋子暗红色的干枯血迹 这眉头也不由他皱了起来 眼前的情形常人看了 那都是会作呕的 虽然血腥的场面 他们也见过不少 但是类似眼前这样的场景 他们可是从未见过的 一进入屋内 顿时就感觉到一股压抑的气息 随之袭来 乌鸭兄 我们分开找 还是 看着眼前 白桌没有急着迈步进去 而是向宋雅问了一句 还是一起找吧 我们一寸一寸地搜寻 宋雅想了想 说道 两个人一起找一个地方 遗路的可能性会降低不少 这样也不会费功夫 白卓点了点头 便随着宋无牙走进了现场 他们小心翼翼地 直接跟随着宋无牙 来到了书房 乌鸭兄 怎么下来这里了 白卓很是疑惑 因为整个房间里 也只有这书房 显得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的血迹 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便觉得这里 凶手可能并没有来过 所以这里一尘不染的样子 宋无牙却不这样认为 白卓 咱们还是认真地找找看 虽然这里没有血迹 但是我们不能断定 凶手没有来过这里 凶手来过这里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他行凶之后身上 或许沾染了血迹 而书房内没有任何的血迹 这可说明不了 他是否在行凶之前 来过这里 进入书房之中 两人四处看着 目光一瞬间 同时落在了书桌上 书房之中 书桌这个地方 是最常有人的 但是侯爷并非在这里居住 这书房对他而言 只怕也没有什么用 想必他也从未来过这里 而现在他们站在这里 左右看着 整张书桌上 能够引起他们注意的东西 还真是没有多少 书桌上空荡荡的 除了一个烛台之外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宋乌鸦与白竹的目光 自然而然地 落在了这烛台之上 乌鸦秀 这烛台在案发之后 就没有被换过 这里边的蜡烛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白竹当先注意到了 烛台上的蜡烛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宋乌鸦看向蜡烛 确实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这一点 他们在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但是此刻白竹让他 看这个蜡烛 宋乌鸦还真是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这蜡烛怎么着了 白兄 这蜡烛有什么问题吗 他很是诧异地问了一句 看向白竹 等待着白竹给他解答 白竹微微皱眉 如此大惑人家 这蜡烛很少会烧到 这种情况的 而且这书房 想必侯爷也是少来 可为何这蜡烛 确实刚刚用完不换的 听到他这么一说 宋乌鸦才注意起来 蜡烛已经烧干净了 上边的蜡油表面 非常的光滑 没有半点的灰尘 这书房侯爷是不常来的 虽然桌子上 没有什么灰尘 但是书架上的书本 依旧能够看得出这一点来 那是许久都没有人动过的 这里现在还保持着 他们第一次来时的状态 书桌上的摆设虽然简单 但是怎么看 都像是最近都有人来过 这里的样子 当然这个来过 可不是下人 来这里打扫的意思 毕竟书桌看起来 是被人用过的 难不成案发之前不久 这书房有人用过 难不成是侯爷吗 宋乌鸦明白了白竹要说什么 便问了一句 白竹所想 果然如宋乌鸦所猜测一般 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没错 侯爷兄 我觉得是有人用过的 不过我想应该不会是侯爷 毕竟下人都已经说过了 侯爷整日子都在外 除了饮酒做了之外 他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了 只怕这书房他也用不着 这蜡烛看着自然就有问题了 要不然这蜡烛 原本不是在这个房间里 是凶手又放到了这里 宋乌鸦疑惑地看向白竹 问了这样一句 他们两个人都觉得 这个书房已经有些时间没有人用过了 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蜡烛出现在这里 虽然这样的判断有些太过武断 但是他们两人还是相信自己的猜测的 想到此处 白竹缓缓拿起了那蜡烛 仔细地在眼前看了起来 不得见啊 突然 白竹轻轻地抽动了几下鼻子 立刻皱起了眉头 乌鸦兄 这蜡烛不对劲啊 你闻我看 好像有一股 不知道什么样的味道 一听这话 宋乌鸦便感觉这蜡烛 一定能给他们指出一条线索来 我看看 说着 他便将鼻子凑到了白竹递过来的蜡烛上 虽然放置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但是宋乌鸦还是能够闻到一丝淡淡的味道 这味道他还真是说不上来 不是香味 自然也不是刺鼻的味道 但很是古怪 怎么样 乌鸦兄 白竹迫不及待地向宋乌鸦确认道 这蜡烛上确实有味道吧 宋乌鸦点了点头 没错 上边确实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那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味道 白竹疑惑地问道 要说这是什么味道 宋乌鸦自然没办法判断 他摇了摇头 这我可真是不知道 但他很快又想到 白竹 咱们去看看其他的蜡烛 是否有同样的味道 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白竹点头 两人立刻进入厅堂 将厅堂内的蜡烛拿了出来 仔细地闻了几次 可这一次 他们却没有闻到刚刚那古怪的味道 除此之外 他们将其他的蜡烛全都闻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相同的味道 看来只有这一只蜡烛是有问题的 找遍了三个房间里所有的蜡烛 除了这只之外 确实再也没有其他的蜡烛有同样的味道了 所以宋雅和白竹非常确定 单单只是这个蜡烛 有问题 乌亚兄 我看这一定是凶手放进来的 白竹突然非常肯定地 向宋雅说道 这蜡烛的蜡油表面非常明亮 可见这东西 一定不是已经被烧干净了 我想一定是有些粉末状的药物 其目的可能就是要治人昏迷 或者是死亡 对于白竹所说的这一点 宋雅也基本上肯定 毕竟他们也想不到其他的可能性了 所以宋雅点头道 我觉得也只有这个效果了 但是目前我们也确认不了 这究竟是什么效果 不如试试一试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罪 眼波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九十集 她的话 直接把白竹给吓了一跳 白竹猛地瞪大了眼睛 吃惊地看着她 吴家兄 你可不要乱来 这怎么能开玩笑啊 白竹一说要试一试这东西 那分明是要点着这只蜡烛 然后看着味道 究竟能把她们怎么样 但是这样做实在是太危险了 白竹立刻就制止了她 可不愿意让她做 倘若这真是要命的毒药 宋乌鸦交代在这里 那可就麻烦了 白竹 这个你就放心吧 宋乌鸦微微一笑 对此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看这东西差不多已经烧光了 即便是它是杀人的毒药 那也不够计量了 这并不是宋乌托达 而是这东西已经烧光了 虽然他们闻到了一些残留的味道 但是这味道并不刺鼻 她觉得这东西更可能是迷香之类的东西 而不是杀人的毒药 见宋乌鸦如此执着 白竹也不知道该怎么拦着她呢 要知道 宋乌鸦一向就愿意做这种没谱的事 而她也拦不住宋乌鸦 现如今司徒文不在眼前 她也没有其他的法子呢 这要是真出了事 她可真的没办法向司徒文交代 当即 白竹不由地叹了口气道 早知道今天下午 就让司徒小姐和小婚一起来了 白竹 你这是什么话 难不成你还打算找门人告状不成 宋乌鸦听着这话 白了她一眼 见白竹一脸苦恼之似 随口说道 好了 你先出去吧 我自己来 你从窗户上掏口窟窿看着我 捅着到时候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的话 你还能及时发现 抢救我一下吧 明知道有这样的风险 宋乌鸦还是要去做的 当然也不是她自己要找死 她必然要想着一点后路了 无奈之下 白竹只好点了点头 听从了宋乌鸦的安排 白竹被宋乌鸦给推出了案发现场 随即关闭了房门 整个案发现场如今成为了一间密室 而这里边只有宋乌鸦自己 她拿出了哪个烛台 炒出火折子 点燃了蜡烛 放在身旁静静地看着火苗 等待了起来 渐渐地 火苗不断地吞吐 余下的蜡烛随着温度的升高 蜡油开始融化 刚刚她们所闻到的那古怪味道 这时候突然间被放大 奇怪的味道出现之后 宋乌鸦闻了闻 也没有从气味上辨别出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过 很快便出现了味道 随着味道不断变得强烈起来 宋乌鸦感觉有些头昏脑胀 乌鸦 白竹在外面 透过窗户上捅破的窟窿 在看着房间里宋乌鸦的状况 这是宋乌鸦提前交代给她的 只要情况有不对 她就立刻打开门窗 进入里边将宋乌鸦带出来 此刻 她突然看到宋乌鸦摇晃了几下 不等她反应过来 就看到宋乌鸦整个人一下子 好像没有了精神 顺着椅子 就滑落在了地上 白竹见这是出了事了 惊呼一声 就推开了房门 闯了进去 这 刚一打开房门 一股奇怪的味道扑面而来 白竹顿时屏住了呼吸 她闯了进来 直接拖起宋乌鸦 就将她搀扶到了外面去 来人哪 叹了叹鼻息 宋乌鸦这是彻底昏死过去了 白竹结盟招呼牙医 准备将宋乌鸦送去就医 很快牙医跑了过来 听从白竹的吩咐将宋乌鸦抬去就医 而白竹在这般慌张之下 也没有忘记让胡捕头将案发现场内的蜡烛熄灭 将其再次封闭 免得被有心之人钻了空子 趁着这个机会进入现场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宋乌鸦只感觉自己脑袋像炸裂了一半 她恢复过了意识之后 眼睛一时间根本无法睁开 而她的耳边却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声音 一开始声音有些模糊 完全听不出来是什么动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乌鸦听清楚了这是什么声音了 那断断续续的声音 竟然是一位女子的哭泣声 她听到这哭声的时候 整个人瞬间清醒了许多 她不用多想 能在自己身边哭成这个样子的 恐怕也只有司徒文一个人了 努力睁开双眼之后 宋乌鸦轻声地唤了一镜 可她躺了已经一天多的时间了 嗓子干哑的根本说不出话来 她这话出口 也仅仅是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声响 根本就算不上是话 可即便是这样 她这一点点声音传出的动静 还是被听到了 小姐 姑爷醒了 小桓听到了宋乌鸦发出的声音 仔细一瞧 又瞧见了她双眼微微眯着 立刻就招呼司徒文 告知她宋乌鸦已经醒了 呼声一下子变成了抽气 司徒文急忙擦去了眼中的泪水 仔细地看向了宋乌鸦 却见宋乌鸦果真是醒了 她这异性 小桓高兴不已 而司徒文也停止了哭泣 却依旧是一脸担心的样子 宋乌鸦看着司徒文 泪眼扑梭的样子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事情她确实是做得有些猛状 都怪她当时没有听白卓的劝述 不过这也是因为她没有想到 那蜡烛之上的味道竟然有如此强劲的效果 她仅仅是吸了那么几口 整个人便失去了知觉 我还以为你这就把我给扔下了 司徒文停止抽气之后 一开口便是责怪的话 她看着宋乌鸦醒来 心里那自然是高兴得不成样子 可她心里还是有怨气 毕竟宋乌鸦让她太不担心了 卧儿 对不起 清醒过来的宋乌鸦有了这么一会儿功夫的混合 这话呀 也能说得出来了 她必须要向司徒文道歉 这次事情确实是太过冒失了 虽然以往也有过冒失的事情 但是这一次却不同 她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桓在一旁高兴地流出了不少的泪水 此刻看着司徒文和宋乌鸦两人 突然说道 对了姑爷 我去给你热汤喝 司徒文点了点头 小桓已经一溜烟地跑着出去了 她顺着小桓出去的方向看去 外边的光线明亮 显然这还是白天 你呀 总是说你都不听 总是去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司徒文怪远地说道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讨论你就这么去了 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这个世界上 还怎么活 两人走过一年多的时间 从一开始的误会解除 到后来司徒文接手宋乌鸦 而现在司徒文 早已经将宋乌鸦看作是自己的丈夫了 虽然二人还没有成亲 可也只差着拜天地入洞房的程序 在司徒文言里 宋乌鸦与司徒一样 那都是她至亲的人 宋乌鸦不知该说什么 她确实有错在先 而 我也没有想到 这药力会这么忙 原本我以为那蜡烛 都已经烧光了 即便这是迷药 也不碍事 谁知道她一下子就轰过去了 宋乌鸦苦笑不已 她无奈地向司徒文 解释着自己当初心中所想的事情 司徒文白了她一眼 你知不知道你让多少人为你担心 白猪当时都吓坏了 让牙医将你送去医馆 大夫都皱起了眉头 太以为你是不行了呢 白猪 她 宋乌鸦见司徒文说起白猪 这心里啊 也觉得对不起白猪 要说司徒文如此担心她的安危 而白猪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若宋乌鸦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司徒文也只是伤心而已 而白猪当时没有能够制止宋乌鸦 她必定会心怀内疚的 白猪 她 她没事吧 你放心吧 当时大夫说你没事 她才算是松了口气 司徒文见宋乌鸦担心白猪 并告知了她实情 那白猪现在呢 宋乌鸦没有看到白猪 便问了一句 白猪去调查案子了 司徒文解释道 她可不能像我一样守在你床前吧 还好 我这好像也没睡过去多少时间 只是昏了一个中午罢了 宋乌鸦苦笑一声 便要挣扎着起来 她也不想耽搁时间 得赶紧将这案子调查清楚才是 谁知道她这话一出口 司徒文惊呼道 什么 你以为你才昏迷了一个中午 你昏迷那都是昨天上午的事情了 这都快要两天了 两天了 宋乌鸦也大吃一惊 她刚刚还以为自己 不过是昏迷了几个时辰罢了 没想到竟然昏迷了一天多的时间 她急忙叫起来 但是这动作一大 这脑袋里便传了一阵阵的刺痛 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宋乌鸦也明白了 她现在这个状态 也没办法去调查案子 只好作罢 继续躺下 躺下之后 她这心里还惦记着这件事情 不过这次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至少搞清楚了 这蜡烛里的东西 是什么了 宋乌鸦说起这个来 还是有点开心的 毕竟多多少少 这也算是对他们调查案子 有所光着的线索 可司徒文 见她露出笑容来 顿时责怪道 你还能高兴得出来啊 白猪当时都说了 你们都已经猜到这东西 不是毒药就是毒药了 你非要再去冒险试探 现在好了 知道是迷药了 可这代价 外面也有些太大了吧 她说的也是 当时他们确实是确认了这件事情 但是宋乌鸦 还是想要更加直观地看读答案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处 被司徒文这样批评 宋乌鸦 急忙继续说起刚刚的话呢 这蜡烛里 那是一种强烈的迷药 我就闻了那么一两口 整个人就昏死过去 将近两天 倘若有人睡在了这个房间里 凶手点燃了这只蜡烛 那他可就要在这房间里 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了 不等司徒文在说什么 宋乌鸦的话就继续了 而这房间里 既然发现了迷药 那只有一种解释 这个人要对付的人 绝对是侯爷 宋乌鸦 直接说出了他的猜测 但是司徒文听到他这样的判断 却质疑道 乌鸦 他要对付侯爷 这又是何必呢 反正侯爷时常喝醉酒 不用迷药就自己昏死过去了 我看这蜡烛里的迷药 必定是用来对付那个女鬼的 司徒文 直接说起了那闹鬼的房间里 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 宋乌鸦仔细一拙 当即点头 他刚刚明显是有些太过着急了 这考虑的也是有些仓促 这倒也是 方米耀的人 显然是知道这闹鬼 一定是有人装神弄鬼 但是他不知道 导致装神弄鬼的人是谁 但他又很想搞清楚这个人是谁 所以采用了这样的手段 只要那个装神弄鬼者进入鬼屋之后 将蜡烛点燃 那他闻到了迷烟之后 必定会昏死在房间之中 而且这个房间必定不断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知晓这人是谁 顺着司徒文的推理 宋乌鸦也说了一番 相比较他刚刚所说 这倒是更加说得通 司徒文认同道 没错 这人或许是侯爷 或许是侯夫人 也有可能是管家 这一点我也同意 宋乌鸦点头确认 如司徒文所说 给这根蜡烛做手脚的人 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三个 这迷要的可不简单 绝对是常人所能够得到的 这侯府之中 侯爷和侯夫人身份尊贵 想得到这个东西必定不难 而管家在这侯府当差 那也绝对是个负责流油的差事 这口袋里的钱一定不少 弄到这个东西 那也绝对是轻而易举的 这一次的冒险也算是值得 毕竟让宋乌能够确认了 三个嫌疑人 这三个嫌疑人一个已经死了 另外的两个都显得神神秘秘的 不过 突然 司徒文话锋一转 微皱秀眉 这蜡烛显然是用过的 可是被用在了谁的身上 这可就不好说了 这蜡烛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抓住 那个装神弄鬼的人 但是最后又没有抓到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必定是没有抓到的 或者是抓到了 但只有放下这根蜡烛的人 知道结果 司徒文的话 也是提醒了宋乌鸦 他在脑海里飞坏地旋转 想着这个事情 我们一开始可是在书房里发现这只蜡烛 而书房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去的 所以当时发现这根蜡烛 我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现在想想 或许书房的蜡烛已经有好长的时间没有跟火 虽然若是想要拿住装神弄鬼指 那么这根蜡烛应该放在最为显眼的地上 比如说 听堂的拱桌之声 从蜡烛的位置开始 宋乌鸦进行了分析 他还是之前和白卓一起的判断 这根蜡烛 必定是被人刻意地放在了书房里 他的话音落下 司徒文立刻说道 他放在书房的墓底自然是不愿意被人发现 而且他也没有时间 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将这根蜡烛带走 只能处死瞎策 这样一来 他很有可能就是杀害了侯爷的凶手 或许他是前往房间里查看 是否有人被迷倒 却发现是侯爷昏死在了这里 他害怕这事情败露 或者说是担心侯爷调查此事 所以他只能将侯爷给杀了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醉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九十一集 这种可能有 但也不至于吧 宋威亚想着还是摇了摇头 这猴爷喝醉了酒 睡个一两天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谁会在意这个 那要不然是他进入了现场 这猴爷已经死了 所以将那蜡烛藏起来 免得到时候官府调查这桩案子 发现了这个蜡烛将他找出来 到时候他反倒成了杀人凶手 司徒文另外说出了一种想法 而这一次 宋威亚觉得很有可能 或许这个人并非是伤害侯爷的凶手 他只是进入房间查看情况 却发现侯爷死在了里边 为了避嫌 也不愿意让别人发现这只蜡烛的事情 免得被误认为是凶手 所以故意藏了紧 但就在点燃蜡烛之后的那个夜晚 凶手进入了这个房间里 将侯爷杀死在了这里 但这样一来 好像还是有一点没办法说清楚 听了司徒文的话之后 宋威亚仔细地琢磨了一下 这个推理之中有一点是说不过去的 反而 当时既然这根蜡烛已经点燃 这房间里必定是充满了迷烟 倘若凶手进入了房间之中 那他必定也会吸入迷烟 从而昏迷在现场 宋无牙说出了自己怀疑的地方 但是当时现场内 只有侯爷的尸体 另外这迷烟功效巨大 我只是吸了这么几口 便昏迷了将近两天 所以说 侯爷死的时候 这现场是没有迷烟的 要不然 就是他死的时间不对 这想来想去呀 这一点是没办法解释清楚的 所以宋无牙没有赞同司徒文的说法 而司徒文 听到宋无牙的质疑之后 这仔细地琢磨了一下 这一点确实是说不过去的 郭爷 你的药来了 正说着的时候 小桓端着托牌走进了房间 他刚一进房间 便向宋无牙招呼了一声 一听这话 宋无牙微微吃惊的 刚刚你不是说 给我热汤去了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药了 这俗话说得好啊 良药苦口利于病 这中药是真的苦 那个味道 宋无牙都受不了 小桓几步走到了宋无牙的命前 郭爷 这可不就是汤吗 这是药汤 那股浓烈的药味 随着小桓走来 宋无牙便已经嗅到了 这股味道 让他对药汤一下子 就有了排斥的心理 原本就不怎么喜欢这个味道的他 现在更是不想把这一口喝下去 来 乌鸦 司徒文 已经从小桓的手里接过了药碗 放在嘴边 吹了吹热气 成了一小勺药 递到了宋无牙的命前 这个时候可不是宋无牙露怯的时候 即便是有所抗拒 那也该乖乖地把这碗汤药给喝下去 一碗药汤让宋无牙感觉是生无可令 此刻他的嘴里满是浓郁的药味 他只想尽快地让嘴里爽快点 心里刚刚有了这样的念度 小桓便又给他端来了汤水 姑爷 这次可不是药了 大概是看到了宋无牙的目光 以及脸上的愁容 小桓急忙说明了一句 一听这话呀 宋无牙才算是松了口气呢 他还以为又是一碗汤药呢 这次总算不用再喝那种东西了 属实没想到因为这一个决定 宋无牙竟然耽误了一天多的时间 躺在床上 这会儿身体啊 还有些发转 宋无牙现在是真的有些后悔了 后悔自己太过鲁莽 要不然这一天多的时间 说不定能够啊 发现更多的事情了 司徒文放下了汤碗 给宋无牙擦了擦嘴 无牙刚才说到哪里了 原本刚才他们是在谈论案子的 小桓突然进来 被他这么一打扰 倒是把这事啊给忘了 现在听着司徒文的话 宋无牙也回想了一下道 刚才我说凶手没有运到 可能他进入房间的时候 房间里是没有运的 要不然就是侯爷死的时间是不对的 刚刚他就是说到了这两个问题 这是他怀疑的地方 毕竟这样强烈的运烟 凶手闻到之后不可能没事的 不过要是说回来 这运烟就是凶手制造的话 他或许是有办法 避免吸入口鼻之中 所以才没有运到 司徒文听后点了点头 他琢磨着这件事的可能性 宋无牙自然也不能光挡着司徒文 他心里也在猜测 第二种可能 差不多可以被排除 毕竟有尸锦报告在 侯爷死亡的时间还是可以确定的 看来凶手一定是以某种办法 避开了密研 这想来想去 还是这种猜测是最有可能的 单凭一个迷烟 还是说明不了什么 毕竟这根本算不上是证据 他没办法锁定凶手是谁 不过 管家和侯夫人这两个嫌疑人之中 宋无牙更加偏向于怀疑管家 管家可能对侯夫人心怀不轨 那他就完全有可能将侯爷杀害 从而让侯夫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他也能够顺理成章地接近侯夫人 当然他后边的这些猜测 那完全是建立在那个婢女所说的话 是正确的前提下 也不知道白兄有没有解决了那管家和婢女争执的事情 宋无牙想起了这件事情 便顺口向司徒文问了一句 司徒文摇了摇头 这一天以来 我哪顾得上学问这个 都在担心着你呢 说的也是 宋无牙昏迷不醒 司徒文可谓是心急如焚 他哪还有功夫去理会案子的事情 当我知己 必须要搞清楚这两个人之间 究竟是谁在说谎才对 宋无牙深吸了口气说道 你呀 现在还是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想这么多的事情了 等你彻底恢复来了 再去考虑也不迟 你现在这么犯愁 好若这身体恢复不了 你还怎么断啊 比起眼前的案子来 虽然宋无牙无比在意 但是司徒文 却更加的在意的是她的身体状况 宋无牙点了点头 她知道司徒文对自己的关心 但是这些事情压在她头上 她要是不解决 这还真是不痛 正说着这事情呢 宋无牙抬头看了看外边 问道 这会儿什么时辰 白胸还不回来 说天还亮着呢 蓝猪怕是没有这么快回来吧 司徒文回头向着外边 看了一眼 见外边依旧明亮 回过头来说道 待在客栈的房间里 宋无牙这心里也是够憋屈的 心里想着案子 但是却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如何 刚说起白卓来 这房门突然就被推开了 三人立刻抬头看去 却见白卓推门而来了 他们很是诧异 毕竟刚刚司徒文还说白卓这会儿啊 应该不会回来的 没想到话音刚落 他就回来了 这还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宋无牙见到白卓高兴不已 正好可以向白卓 询问一下案子的事情 白卓也吃了一惊 看着宋无牙随即惊喜道 欧牙兄 你醒来了 他这高兴啊 也只是这么一下子 转瞬间的功夫 他这脸就拉下来了 我说欧牙兄啊 我当时怎么说你的 我说让你不要冒险 你偏偏不听 白卓黑着脸 冲着宋无牙美好妾的说道 你可知道 当时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把你送到驿馆之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向司徒小姐说这件事情 你可不知道司徒小姐 当时的样子 他那可是恨不得掐死我啊 白卓很是夸张的 说着当时司徒文的样子 完全把司徒文 给说成了一个女魔头 好像司徒文啊 真有那么可怕似的 虽然这话说的夸张了一些 但是宋无牙也能够明白 白卓这是想要告诉宋无牙 当时司徒文知道了 这件事情之后 是多么的着急 一旁的司徒文听到这话 也没反驳什么 只是狠狠地瞪了白卓义 倒是一旁的小环 听不下去这话 哼了一声道 难道小姐还怪你怪错了不曾 你又不是不知道 姑爷就是这样冒冒实实的 以前她可没少做这种糊涂的事情 小姐几次交代你 可要好好地看着姑爷 她说她做了什么傻事的时候 你可要拦着才行 你可倒好 三番五次交代的事情 那是一次都没有办成过 嘿 白卓一听这话眉头一条 正要反驳 好了白卓 宋无牙笑着拦住了白卓 小环这话说的也没错呀 你听着就是了 本来就要反驳小环的白卓 这会儿听到宋无牙见人这么说 这更加不乐意了 当即指责道 乌亚兄 你好像是没有这个资格说我吧 再怎么说 这是你惹的话 我可是跟着你 造了罪挨拉骂了 你现在 这么倒打一旁 反倒怪起我来了 好好白卓 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宋无牙赶忙向白卓赔罪 是我说错了话 白卓你不要生气 咱们还是说说这个案子的事情吧 案子 白卓疑惑地看着宋无牙 随即又看了司徒闻影 乌亚兄 我看你还是等身体好利索了之后 再想着解决案子的事情吧 我这不是好了吗 宋无牙不解道 难不成 你已经破了这个案子了 宋无牙可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连案情都不愿意和自己说了 白卓没有回答 是一旁的司徒文 给出了他答案 是我让白卓不和你谈论这个的 我想要让你好好休息几天 原来是司徒文担心宋无牙的身体 才叮嘱白卓 等他醒了之后也不能对他说案子的事情 白卓看着司徒文问道 司徒小姐 我看乌亚兄这状态也不错 就用不着把他晾制了吧 到底还是白卓知道宋无牙 知道他一定是按耐不住的 便向司徒文问了一句 司徒文 看了看宋无牙 琢磨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好吧 乌亚兄 你可是不知道啊 这案子我就差那么一点点 可就破了 白卓这一开口 便藏不住这心里面的高兴气 好像比起看到宋无牙醒过来 还要开心不少 就在你昨天和你的时间里 和服用出来的事情 这一次 我几乎可以认定凶手是谁了 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说的这个凶手是谁 这话让宋无牙吃惊 也让宋无牙疑惑 他不明白的是 昨天究竟是发生的什么事情 竟然能够让白卓一下子几乎确定这凶手是谁 对此 他琢磨了一下 还是将自己最为怀疑的人给说了出来 管家 吴亚秀 你怎么猜得到 白卓也很吃惊 宋无牙说出管家的 虽然说之前他们就对管家有所怀疑 但是同时他们还怀疑 另外的几个人 包括那个婢女 以及侯夫人 这些人全都是在怀疑对象之力 更何况现场还发现了两只女子的鞋子 而这鞋子正是来自那个婢女 这几乎可以说得上 是他们对得上号的唯一的证据了 宋无牙不加思索道 刚刚我就和文尔讨论过了 那将我放倒的迷烟 我想只有侯夫人 或者是管家能够得到了 毕竟这东西可不是全场之物 想必要不少钱财的 加之我对这些人进行了一一的分析 觉得管家的嫌疑是最大的 没错 几乎可以确定的 就是这个管家 白卓再一次确定了宋无牙的猜测 可她为什么能够确定是管家呢 宋无牙还不知道 昨天究竟在她昏倒之后 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宋无牙还不知道呢 她现在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一切 我想 昨天在我运走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怎么能让你就能够确定 管家就是凶手呢 宋无牙迫不及待地 向白卓询问 白卓咳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说道 乌亚兄 昨天我就说你不要这么冒失 你偏偏不听 可是错过了一桩大事情啊 那管家 竟然因为鞋子的事情 向那病女报复 他报复了那名病女 宋无牙皱眉惊讶到 这未免也太嚣张了一点吧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在这种风间浪口之前 他竟然还敢做这种事情 这不是明摆着 要让我们怀疑他吗 白卓对此也表示怀疑 不过他也只是这么一说 随即便继续说道 就在你出事不久之后 病女便向侯夫人告状 而侯夫人也差人来找到了我 当时那名病女 在说出了管家的一些秘密之后 并一直担心管家来报复他 所以他一直都躲着管家 但是没想到的是 在这侯府之中 管家的权力不小 他最终 还是没有躲开这一劫 白卓这就开始说起 昨天发生在侯府的事情 不过他这叙述实在是有些慢 宋无牙迫不及待的心情 根本就等不了 他几次想要催促白卓快点 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 免得被他这么一打扰 白卓说得更慢了 管家找到了他 直接冲他发难 现实口头威胁 最后直接就动起手来 那脸上 身上 可全都是鱼痕 他向侯夫人哭诉了 整件事情的经过 管家想要让他改口 像我们说 之前他所说的那些话 全都是假话 而管家也会帮他 将鞋子的事情给圆回来 但是病女 没有听从管家的事情 所以遭到了毒打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独自 眼波 苏子 隐移 第七百九十二集 不知道白卓是不是看出了宋牙有些不耐烦的样子了 之后便顺顺当当的将事情给说完了 可听到这里 宋牙还是觉得诧异 那管家是什么态度 他直接否认了 说没有找过他 也没有动手打过他 白卓回应道 那这件事情很奇怪 宋牙觉得很是疑惑 毕竟他觉得 管家这时候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 增加宋牙与白卓对他的怀疑 这管家真的敢这么做 这不是明显告诉我们 他是有问题的吗 面对宋牙的疑惑 白卓也是一样的反应 没错 欧牙秀 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除此之外 那婢女还有证人在 我才相信了这一点 一听说有证人 宋牙也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是说 有另外的下人给他作证 证明管家对他动手呢 宋牙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白卓很是肯定的点头英识 白卓 这样的证言是做不了证据的 毕竟他们本就熟识 要是串通那也是说不定的事情 这个不能算的 宋牙非常严谨地否定了这样的证论 但是白卓却摇头 同时还又说道 除了这个 还有另外的一个证人 还有另外的证人 宋牙这下更加疑惑了 这另外的证人 除了侯府的下人之外 还能有什么人呢 谁 我 白卓一口回答 让宋牙没想到的是 这个证人竟然是白卓自己 这可真的就有些让宋牙吃惊了 他皱眉疑惑到 你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当时是侯夫人 差人找你的吗 而那个时候 婢女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都告诉了侯府里 按理来说 你是看不到当时发生的情况 你怎么会是她的证人呢 在得到了通知之后 我立刻前往侯府 在找这两人的时候 我可是亲眼看到 那管家一巴掌 打到了那婢女的脸上 还把她打倒在地了 这要不是我突然出现 看到了这一幕 并且及时阻止 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是怎么样的呢 听完了这一切 宋牙没有着急着在问什么 也没有下定论 她在考虑这事情的前前后后 究竟会不会是管家 威胁那名碧云 她心中暗自猜测着 当时我意外昏迷 白兄必定是乱了阵脚 一切的心思 全都是在我的身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管家和婢女之间 发生了这样矛盾的事情 着实是有些巧的点 不过他们两人之间 出现这样的矛盾 那也是不奇怪的 毕竟他们原本 就有着不小的矛盾 但是我们两人 正在调查这个案子 对管家的怀疑 也是表露出来的 管家对于这一点 不可能没有察觉的 他按理来说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结外生枝 这一点是宋雅最想不明白的事情 难不成管家以为宋雅这是死了 这案子也就会这样不了了之 所以才回去找那婢女 但是这样一来也不对呀 毕竟婢女已经交代了 管家打她的原因 是为了让她改口 这就说明 管家还是非常在意这个案子 白秀 你就没有怀疑过这个婢女撒谎吗 宋雅雅觉得 事情太过简单了 虽然那婢女是个弱女子 但是宋雅雅 也没有完全相信了她是无辜的 原本就对她和管家有所怀疑的宋雅雅 还没有猜测出他们两人之中 究竟是谁在说谎 没想到这会儿功夫 又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婢女被打 但是管家却并不承认 这又是一个难以争辩出来的事情 却让白竹肯定了这一点 乌雅雅 这点我怎能考虑过 不过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了 白竹也怀疑过这一点 但是她最后还是觉得 这个婢女是无辜的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婢女之前 和我们说过那管家的一些事情吗 宋雅雅眼珠子转了两圈 立刻想明白白竹要问什么了 你是说 她威胁那名娇花婢女 却偷到侯夫人的贴身衣物 没错 可见这管家不是个证人君子 白竹说的就是这一点 你可知道 昨天我从侯夫人的口中 确认了这件事情 她是知道管家威胁婢女 却偷到她衣服的事情 而且她对管家这人 也急看不上 要不是因为侯爷拦着 她早就把这管家赶出侯府了 侯夫人她竟然知道这件事情 宋雅雅眉头一紧 那她是怎么说的 她曾经抓住过婢女 偷到自己衣服的情形 而且当时那名婢女 共述的就是受到管家的威胁 那这名婢女是谁 何时与管家有矛盾的这个 不是这个 白竹摇了摇头 你还记得 第一天我们去侯府 向我们说明发现案发现场的 那个婢女吗 就是她 是她 那个负责侯爷的婢女 宋雅稍微一琢磨 就想起了这名婢女 毕竟她想宋雅与白竹 说起当时案发情形的样子 宋雅雅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白竹点头 没错 就是她 她原本就是负责 侯爷和侯夫人起居的 所以最能接触到侯夫人的衣物 而管家 就是找到她去偷拿侯夫人衣物的 没想到的是 被侯夫人 直接给抓了个正常 自那之后 侯夫人便让她去另外的地方 服侍侯爷 不让她再去自己的房间里了 而这件事情 最终也不了了之 倒是后来 也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说起这名婢女 宋雅雅还真是没想到 对于管家的事情 竟然有两名婢女 先后遭到过她的威胁 但是结果她们都没有得手 而管家好像还是死心不改的样子 这样一来 从这样的证据 也差不多可以证明 这管家的人品不端了 侯夫人为了自己的面子 之前没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现在为了那名受伤的婢女 怕是说出来 向他们两人证明着管家的为人 没想到宋雅昏迷之间 白卓竟然得到了这样有用的线索 这还真让宋雅雅有些哭笑不得 难不成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吗 宋雅雅突然笑出了声力 这可真是有意思 侯夫人这一开口 怕是就直接给这管家定了身份 是啊 这管家还真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家伙 不说他对侯夫人痴心妄想 但是有这种龌龊的做法 便让人不能容 白卓也气愤地说道 在这样封建的社会中 这位管家所做的事情 那可真的是令人不耻 我知道这位管家 面对这样的执政 还有什么好巧变的 宋乌鸦对这样的人 那自然是瞧不上的 毕竟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可耻了 白卓听着这话 微微一愣 皱眉道 不过说起来 这家伙还真是嘴硬 都这样了 他竟然还是不承认 做过这样的事情 偏要说这完全是 他们故意栽赃 乌鸦兄 你说这不是嘴硬吗 他还是不承认 宋乌鸦感觉非常的奇怪 按理来说 都这么多人指证他了 难不成他还真是被冤枉的 是啊 白卓非常确定这一点 显然管家对于这样的指责 还是不承认确有其事 这不仅让宋乌鸦有些怀疑 这管家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 毕竟之前和他争吵的那个婢女 那也是存在怀疑的 而且侯夫人也是一样的 嫌疑也没有洗通 要是听从他们两人的话 而就认定这个管家有问题的话 那还真是有些失功允了 更何况这也不能够直接证明 这管家杀了人了 只能说他品行不端罢了 这事情看来我们得好好地调查一下 毕竟管家嘴硬 也未必没有可能是冤枉了他 宋乌鸦还是觉得 应该给这个管家一个机会 好让他辩解一下 或者说调查一下 具体的情况如何 白卓却眉头一紧 吴亚秀 这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我看这事情发生就是如此 虽然不能说他就是杀人凶手 但他这品行不端的事情 那一定是板上钉钉的 你想想看 侯夫人那是什么身份 即便真是有意要栽赃这管家 那也绝对不会用这样的借口 确实 这一点白卓说的没错 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 可是不同于宋乌鸦她生活的那个时代 女性的地位低不说 而且思想非常的风静 她们甚至连胳膊都不愿意外露 更别说是这样在她们看来有伤风化的事情 所以说 在这样的世界之中 即便是女性遭到了侵犯 那她们多数也会选择沉默 更有甚者 宁愿选择自杀这样的极端方式 也不愿意去报官 或者将此事告诉别人 可想而知 白卓这话是多么的正确 这让宋乌鸦有些为难了 她虽然一开始 听到那名婢女说管家有这样的心思之时 这心里除了厌恶之外 那可差不多就认定她是这样的人了 但是事情发展到了现在 变得这样的曲折 她突然有些可怜这个管家 事情究竟是否如此 确实是很难说明白 虽然白卓非常肯定 但是宋乌鸦心里依旧觉得不踏实 三个女人同时指账 难道这还用多考虑吗 司徒文剑两人为了这件事情 说了这么一会儿 也略有不满地插了一句 身为女子 她自然对于这样的银贼感到深恶痛惧 自然是恨不得以最严厉的手段来惩治对方 听着司徒文的话 小桓也开始帮着 是啊 姑爷 这天底下男傲女子拿自己的清白看玩笑的 我看这管家一定不是个好东西 这一下子管家可成为了众师之地 他们三个全都想要将其除之后快 宋乌鸦凝重地皱着眉头 这事情暂且不说 这管家是不是那样的人 咱们还需要验证 可不能因为他们几个女子的话 就直接给她定罪 不管是什么样的罪名 不管是什么样的缘由 必须要有证据才行 乌鸦凝 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白卓有些不解地看着宋乌鸦 好像这事情 宋乌鸦做得太过婆妈了一样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宋乌鸦这样考虑 也只是不想给无辜的人 安上一条这样的罪名 他当即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猜测 那名婢女 原本就和管家存在矛盾 所以她的话未必能够当真 而侯夫人 那天在听到管家不见之后 她的身情表现极其地不寻常 所以 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不知晓的 倘若他们之间是什么恩怨的话 那侯夫人的话 也是不可以相信的 这一下子 宋乌鸦直接将那三个人之中的两个人 给排除了 而余下的那名婢女 却是发贤案发现场的那人 司徒文听了宋乌鸦这话之后 当即瞪了她一眼 说道 你这一下 这个不可信 那个不可信 你是觉得我们女子 活该受到这样的侮辱吗 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 司徒文竟然还喝她急呢 宋乌鸦接盲解释道 管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用别人 虽然他们三个人 指证了这件事情 但是呢 管家却并不承认 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说明这件事情 你让我如何确定 这一下可好了 因为这件事情 两人还差点闹劲 宋乌鸦这话说出之后啊 司徒文脸色阴沉 却也不再说什么了 也不知道她是理解了 宋乌鸦这样的做法 还是为此而生气了 白兄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宋乌鸦见这话题 也是说不下去了 急忙向白卓问了一句 想要尽快地转移话题 说点别的 免得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和司徒文生气 当然 宋乌鸦可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而和司徒文生气 毕竟他很清楚 司徒文平时不是这样的 这次也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身为女子 而听到了别人做出这样侮辱女子的事情 所以才会动怒的 白卓也明白 宋乌鸦这个时候问他这话的意思 当即说道 当然还有 也不知道是真有还是假有 反正白卓应了一声 就开口道 宋乌鸦 这佛堂我去过了 你猜 我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 白卓这话 道上宋乌鸦吃惊不少 说实话 他还真是好奇这个佛堂里边 究竟是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那侯夫人 竟然要对他们这样的隐瞒 白卓微微一笑道 今天中午 我特意留下来晚走 其实我的目的 就是想要趁着他们吃饭的功夫 然后悄悄地去看看 这佛堂究竟有什么秘密 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差一点就被那侯夫人给撞见了 你差一点被侯夫人给撞见 这么说来 他在中午的时候也去了佛堂 宋乌鸦听着这话 眉头一紧 也是为白卓这样冒手的举措 而感到担心 虽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毕竟之前和侯夫人有言在先 他也不想要和侯夫人搞价 这样只会给他们带来诸多的麻烦 看着宋乌鸦的吃惊 白卓微微一笑道 好在我做事比较谨慎 这才让他赶在了我的前头 我看到了他 他却没有看到我 不过这也正好 虽然没进去佛堂 不过这佛堂里的秘密 我也差不多知道了 那侯夫人竟然鬼鬼祟祟的 带着一个石河进入了佛堂之中 石河 宋乌鸦听到这疑惑之后 突然惊喜了 你是说这佛堂里藏了个人 没错 白卓非常肯定地点头道 侯夫人先是打开了门锁 可随后又敲了敲门 在外面说了一句是我 那佛堂的门才被从里面打开 只是那么一眼 我倒是没有看清楚佛堂里的人是谁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793集 不过 我看得出那衣服 是个女子 好像和府上的婢女 所穿的衣服差不多 白卓看得还真是够仔细的 那么一瞬间就看了个大干 他这样的话 宋牙听着高兴 但是这心里还是有些犯低谷 白修 你没有看错 宋无牙向白卓确定地问了一句 白卓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没有看错 乌亚秀 你说这个女子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那个侯夫人 说是被她赶走了的小碗呢 小碗 宋无牙皱着眉头 嗯 很有这个可能 不过她为什么要将小碗 藏在佛堂之中 而且 她又为什么要说小碗被她赶走了呢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恐怕这一点 我们要去看看这个小碗才能知道 白卓自然无法猜测出来侯夫人这样的用意 但是想要知道这一点 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宋无牙点了点头 或许 我们不用去找这个小碗 直接去找侯夫人的话 应该会更加直接一点 我想既然我们发现了里边的秘密 侯夫人也不会再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他们两人跳开了这个话题 司徒文也没有继续向宋无牙奋南 见他们说起这件事情里 他也饶有兴趣地说了一句 确实 这可真是够新鲜的 宋无牙也不由地笑了 要说这是金屋藏胶 那也勉强能算得上事 可是这侯夫人藏着一个婢女 确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不过目前看来 这事好像除了白卓一尾发现之外 这侯府上下的人还没有人知晓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这气氛呢 才算是缓和了下来 宋无牙 看了司徒文一眼问道 娃儿 你觉得侯夫人 将这婢女藏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司徒文心思缜密 而且也是出于女子的独有感觉 他直接说道 之前不是说 这个小婉怀了侯爷的身孕吗 或许她现在肚子大了 侯夫人害怕有人害她 所以将她藏了起来 一来也是能够保护住 她肚子里的孩子 也难怪侯爷都已经死了 可侯夫人 却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嘿 宋无牙惊喜不宜 伙儿 还真是有你呢 这一下子就说说的真相 我可真是没往这个方向去想 你这么一说呀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了 不对呀 白竹在这个时候 很不是时宜的说了一句 倘若侯夫人有这样的心 那她之前 为什么要和侯爷争吵 难道他们争吵的原因 不是为了这个 而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原本这件事情 由司徒文这么一说 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没想到白竹 又横插一杠子 这事情一下子有了转变 毕竟白竹说的 也是有道理的 这可难住了他们几人了 要说这侯爷和侯夫人争吵 他们还真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再也想不到其他的原因了 就在他们犯难的时候 小环仔一旁道 姑爷 他们原本争吵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可会不会 这位侯夫人将小婉藏起来 也是因为侯爷的死 所以他才想要保护小婉 好让小婉生下那个孩子来 这样一来 侯爷或许就有了血脉 而到时候侯爷的爵位 也就用不着被除封了 小婉的话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松牙点头道 小婉说的没错 侯夫人或许是出于这个考虑吧 但是说完这话 他立刻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 究竟是什么人 想要让侯爷断子绝孙呢 而侯夫人好像也知道 有人会威胁到 怀有身孕的小婉 所以才将他藏着起来 从一开始 他们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但是直到现在 他们都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在搞鬼 对了 欧亚兄 白主突然惊呼一声 咱们还没有去那个罪仙楼呢 你可别忘了这场 之前管家不是说过吗 侯爷将那些女子杀了之后 以某种法阵的形式 埋在了院子里 你说 这些女孩子很有可能是这最先楼的那个掌柜 给侯爷弄去的 你说侯爷所得知的那个法阵 会不会就是这最先楼的掌柜 给出的主意啊 没错 咱们是该去一趟这最先楼了 宋姑爷点头确定着 同时抬头向外看了一眼 天色渐暗 可见这是要到傍晚了 咱们今天晚上 就去这最先楼走上一趟 看看这里边的情况究竟如何 对 昨天要不是你突然晕倒 说不定咱们现在啊 已经知向那里边的秘密了 白竹又提起了宋姑爷晕倒这件事情 确实 宋姑爷太过得冒失了 以至于耽搁了时间 宋姑爷接盟又转移话题 对了 文儿 昨天你们下午 又打探到了什么事情 也没有再询问到什么了 这侯爷在松江府的名声 说好不好 说坏也不坏 好像他这个侯爷 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这街头上 不少人都说见过侯爷 还和侯爷一起喝过酒呢 司徒文摇了摇头 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事情 毕竟在这街头上打听事情 那犹如大海捞针一般 更何况他们两个女子 本来询问事情 就不方便 那咱们收拾一下 差不多该出去 去那个最仙楼 出去 宋姑爷也没有再向司徒文 询问其他的 而是招呼他们 收拾一下 准备去最仙楼吃饭 天色尖安 宋无牙一行四人 向着醉陷落而去 出了客栈 微风一吹 宋无牙 感觉头有些发胀 不过还好 他的意识 是比较清醒的 不至于因为这点风 就再次晕倒过去 不过他们三人 却无比地担心宋无牙 生怕他没有好利索 这出来 又出了什么事情 脑袋发胀 让宋无牙的脸色 并不是很好看 几乎一直都在盯着 他的脸 在看着的司徒文 立刻就注意到了 他脸上这样的表情 无牙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 咱们就先回去吧 反正你不是说过 有的是时间吗 咱们再找时间 再来也不迟啊 司徒文劝说了一句 想要让宋无牙 回去休息 宋无牙却笑着摇摇头 没什么 只是头有些发胀 没有什么大问题 今天晚上再好乐 睡什么觉 明天一早 必定精神满满 这话完全是他胡说的 明天自己这身体 是什么状况 他自己可真是不清楚 但他看到司徒文 好像又有劝说 就往抢着说道 对了玩 我好像记得 你之前和小桓 打听到了 关于无量教的事情 你说这无量教 会不会在这松江府 死会复燃呢 听到这话的 司徒文明显一乐 看着宋无牙疑惑道 无牙 你怎么突然 说起无量教来了 你之前不是说过 无量教的事情 不要再去理会吗 就将这些事情 交给锦衣卫去处理 怎么这会儿 你又说起无量教来了 司徒文的话 让宋无牙一下子哑然 他之前确实是 说过这样的话 他现在也无非是 为了转移话题 故意这样一问的 没想到司徒文解得清楚 直接就让他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尴尬地犹豫着 犹豫了好久 才闪消道 娃儿 我这不是随便问问吧 毕竟咱们对于宋江府 也是有感情的 我也是突然想起了 之前无量教 在这里培养那些杀手 现在这是生怕 他们在顾忌重施 让这里的百姓 再次遭罪啊 这个你就放心吧 俗话说得好 吃一剑长一智 他们再敢这样对待百姓 只怕百姓立刻就知道 他们是什么人了 这可就用不着担心了 宋无牙对此 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毕竟这里的人们 曾经遭受过无量教 这样的残忍对待 他们一定对同样的手段 有所戒备的 宋无牙点了点头 这开口准备 再说点什么的时候 却见着最先楼啊 已经到了面前 哇 这里人还真是不少 咱们这进去 有座位吗 白主当心惊呼一声 抬头看去 最先楼门庭若市 这里边有多少人 那就不知道了 这外边的人 也有不少 这人们前脚接着后脚的 向里边走着 即便是最后 人也一点都没有 因为前面的人 变得更多 而失去耐心 依旧慢慢地 向里边走着 乌亚秀 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白卓惊呼过后 有些担心地 看向着宋无牙 问了一句 宋无牙摇了摇头 既然来了 哪能就这样离开呢 他显然是担心 长时间的等待 会让宋无牙受不了 毕竟他现在身体 还比较虚弱 还是很容易 出现意外 白兄 就等上一等吧 最为担心 宋无牙的司徒文 此刻却并未 表现出担心的样子 而是劝了白卓一句 白卓微皱着眉头 这脸上满是担忧之似 不过听了司徒文这话 他欲言又止 耐心地等了起来 这醉仙楼的份菜 应当不贵 这会儿功夫啊 宋无牙那也没闲着 他饶有兴趣地 看着前边的人群 却见着人群之中 穿什么样的衣服的人都有 可见来到这醉仙楼 吃饭喝酒的人 也不全都是达官显贵 可见这醉仙楼 不像是观山酒楼那般 没有钱的人是不允许进去 是啊 你看前边 那两个光着膀子的汉子 只怕刚刚做完苦力回来 带着一身汗来这里 喝上一壶 好回家美美地睡上一觉呢 白卓也注意到了 前边的人群 那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明白宋无牙说得没错 这醉仙楼绝对不是 观山酒楼那样的存在 那这么说来 这里就不是观山酒楼 借食还魂的地方了 司徒文立刻补充了一句 之前白卓猜测 这醉仙楼很有可能就是 观山酒楼 借食还魂的所在 但是现在看来 应该不是这样 毕竟观山酒楼的目的 是为了领财 所以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 吸引有钱人来这里 但是眼前来看 来到这醉仙楼的人 不完全都是有钱人 想必这不是观山酒楼的手段 宋无牙往前走了一步道 是不是观山酒楼 借食还魂 咱们不管 咱们今天来这里 主要的目的 是要搞清楚这醉仙楼的掌柜 究竟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那侯爷所得知的 邪门法镇 以及那些姑娘 是不是从他手中得到 倘若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话 那这醉仙楼 咱们直接给他查封了就是 一个醉仙楼 是不是观山酒楼 对宋无牙来说 那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 搞清楚这醉仙楼幕后 是不是做着肮脏的事情 乌亚秀 我看这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白竹立刻给宋无牙 浇了一盘冷水 不过这对于宋无牙而言 也不算是什么冷水 因为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个地方是个酒楼 里边是什么情况 他们自然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这么多人进进出出的 这明面上必定是个酒楼 至于背地里 这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宋无牙他们可不会 那么轻易的就发现的 这就好比 一开始他们前往 观山酒楼一样 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 进去吃一顿饭 但是后来 他们摸清楚了 观山酒楼的套路之后 便想到了办法 搞清楚了他们里边 是个什么样子 但是即便是这样 更深一层次的 他们还是没办法接触了 显然这一次 他们在这里的情况 也是一样的 宋无牙这次 前来更多的是 摸清楚这里的状况 他们想要彻底搞清楚 这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想必还需要再来几次 才能搞清楚 这还真的是让人 等得不耐烦啊 就这样 在最先楼的门前 一步一步地往里边挪着 白卓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但前面这么多的人 可就完全没有 像他这样的状态了 这些人 那可是心甘情愿地 在这里等待着 也不知道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宋无牙在想 这地方竟然叫做最先楼 难不成这里的酒 非常的好喝 想到此处 宋无牙笑着说道 白卓 你也不瞧瞧 这里可是叫做最先楼的 不明思义 神仙来到了这里 那都是要醉着离开的 可见这里的酒是什么滋味 今天咱们可要尝尝才行 你就耐着点性子 一会儿喝上一壶酒 现在的苦闷呢 那可就全都忘却了 无牙 今天你可不许喝酒 刚已开口说到了酒 司徒文立刻就给他拦住 宋无牙一愣 笑着说道 宋无牙 你瞧我今天这脑袋有些发胀 只怕今天晚上是睡不好了 正好和白熊喝成两倍 这大晚上的也能好好地睡上一觉 听着他这话 白卓在一旁打去的 宋雅秀 你什么时候睡觉 要和这些酒睡来马醉了 我看你这是肚子里的酒虫 在折腾了吧 白卓那是一点都不给他留面子 而且也不想着帮着他一般 竟然直接就要拆穿他 不过宋无牙还真不是因为这个 他只是好奇 这些人为什么喜欢来这里吃喝喝酒 他觉得一定是酒有问题 所以才决定看看这酒怎么样 宋无牙急忙解释道 白熊 你看这么多人排着队在这里吃饭 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这里的饭菜能有多好吃 这酒又能有多好喝 我觉得呀 这事古怪 只是想要搞搞清楚罢了 最先楼里藏着秘密 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发城这饭菜里 也藏着什么秘密呢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794集 宋无牙很清楚 一个饭店的饭菜做得好 或者是酒水比较干纯 那可是会让人迷恋上饭菜 或者是酒水的味道 这一点宋无牙还不曾遇到过 所以他觉得 这个最先楼啊 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 而这些人 热衷于这里的 必定是有其他原因的 可司徒文 才不会这样想呢 他听了白卓的话之后 还真是认为宋无牙 这是想要喝酒了 无牙 你就别在这里装蒙作样的 说这些话了 反正今天我是不允许你喝酒的 司徒文强硬地 向宋无牙说道 不允许他喝酒 看这个情况 他今儿啊 是没办法和司徒文 把这话说到一块儿去 没办法 他只好点头应道 好好好 今天我不喝 不过白卓 一定得尝着 这酒水是不是真的能够醉心 不允许 看这个样子 你还真是认真的 白卓听到这话 有些吃惊 他原本以为宋无牙 只不过是想喝酒了 但是现在听到宋无牙的话 他才觉得 宋无牙是真的想要看看 这酒水是不是有问题 说完这话 白卓这才认真的 看向周围 眼见在他们前面 不少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 最先楼里边 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 但是他们这个模样啊 还真是一件古怪的事情 像宋无牙与白卓他们 倘若不是为了来这里调查情况 他们早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 被白卓这样质疑 宋无牙瞪着眼睛 认真道 白卓 你当我是在看文笑呢 咱们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的 好好好 是我刚刚错怪无牙兄弟了 白卓急忙道歉 向宋无牙保证道 一会儿我进去 一定好好地品鉴一下 这里的美酒 看看是不是 真能把人的活儿 给给我走了 白卓的话 却遭到了司徒文小华的不信 白卓 你还真当着醉仙龙 真的能把神仙给喝醉啊 小华 轻蔑地说道 这就是一个名字罢了 他要是叫上一个非生酒了 难不成你还真当自己喝上一口 就能成仙啊 这一顿话呀 可真是够香 白卓一下子被气的 差点没垂胸顿足 小华 你说话这么冲干什么 我又没说这里 真能把神仙给喝醉了 再说了 这是你家姑爷的事情 你找他说去啊 你怎么说就我来了 白卓本来还想嚷嚷几句呢 可是这话呀 越说越软 最后竟然委屈了起来 小华却一点都不在乎这个 哼了一声 姑爷那是我们自己家人 这出气肯定要找外人了 外人 我怎么能算是外人呢 在那 白卓一听这话 可真是着急了 这一张口 就和小华辩解起来了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 张王急着要说出口 却听小华猛的一喊 嘿 小华突然大叫一声 把白卓给吓了一大跳 这嘴边的话呀 一下子就打断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呢 就看着小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白卓还在那里愣着呢 宋乌鸦与司徒文两人 却毁心地笑了起来 两人这一笑啊 可把小华给羞涩的 红了脸了 扭头看向了一旁 也不说话了 白卓这时候啊 他才反应过来 这脸色也跟着红成了一片 没有再注意他们 宋乌鸦 却注意到了周围 不少人都看向了他们此人 那眼神可是格外的古怪 刚刚小华情急之下 那一声大喊 原本只是想要打断白卓的话 没想到把周围的不少人哪 都给吓个哭枪 这会儿他们呀 正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四人呢 好像是等着他们给个说法似的 注意到了这一点 真是让宋乌鸦感觉无比地尴尬 比起其他人来 另外三人可就好多了 他们的注意力啊 压根就没有在这周围人的身上 也就没有那个心思了 诸爱 听我说 正担心着眼前这些人会不会冲着他们理论一番的时候 只听着前边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这一声可好 正好给宋乌鸦解了围了 所有人的目光抬头向着那边看了过去 诸爱 今儿请回吧 咱家店里的酒卖光了 你们明儿再来吧 什么 酒卖光了 这可怎么行 是啊 今儿我们怎么睡的枪啊 这一下子周围就炸了过了 所有人都急不满意 他们就等着这一顿 没想到掌柜的跑出来 和他们说今天的酒卖光了 可想而知这些人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要说宋乌鸦与白竹他们 那都是有些失望的 毕竟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打探消息的 但是没成想他们等了这么久 竟然白白浪费了时间 心里哪能舒服得了啊 这个就是那个掌柜吧 司徒文的注意 也在这人的身上 打量着对方的装扮 向宋乌鸦问了一句 刚刚看到了此人的装摆 宋乌鸦也猜测 这就是最先楼的掌柜 看此人年纪不大 不过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 一脸笑容留着一座小胡子 一脸和善的样子 倒不像是一个坏人的模样 也不知道他们猜测的对不对 那侯爷的事情 是否和他们有关系 白竹失望地叹了口气 就应该听我的 刚刚咱们就该走的 这可好 白白在这里 占了这么一会儿功夫 今天这顿饭 咱们得好好吃上一顿了 要不然 咱们直接回客栈去吃吧 司徒文 见着最先楼是没戏了 便提议回去吃 不过宋乌鸦 却摇了摇头 不必了 我们就在这吃 你看 那边是什么 说着 宋乌鸦就冲着不远处 挪了挪嘴 众人向那边看见 却见正是一间酒家 距离这最先楼 并没有多远的地方 主位 请听我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你们即便是进来了 店里也没有酒水供应了 实在是抱歉 大家 还是请回吧 掌柜的满面和风 恭敬地向这些人解释着 他这个掌柜的 那是真的没有一点架子 不像之前关山酒楼那些人 即便是个小小的藤棍 哪都把谱啊 摆到了天上去 着实是让人高攀不起 周围是怨声在道 所有人对今天喝不上酒的事情 耿耿于怀 好像他们 就是为了这一顿酒 活着才是 不少人已经不再纠缠着掌柜的了 不过他们的心情并不明 低着头往外边走着 在嘴里啊 还骂骂咧咧个不停 嗨 咱们走吧 就去乌鸦兄叔的这里 吃上一顿 白竹无奈地叹了口气 摇着头就往那边走去 你瞧这家店 叫什么 越来酒家 这名字着实是普通的一点 哪能比得上人家 这最先楼气派啊 面向那家酒馆 他们看着门面 便已经知晓 这地方的生意啊 并不怎么好做 远远地看过去 别说是门口没有什么人了 就是里边 也是空空荡荡的 距离不远的这两个酒家 看规模 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这生意的情况 那可真是天差地别呀 是啊 这店名还真是一个招牌 这起得好了 那自然有人来 起得不好 那自然就没有人待见 不管怎么说 咱们先进去看看吧 不过这最先楼 开在了这里 必定是抢了 越来酒家的生意 估计这掌柜的 也是有不少怨言的 咱们正好进去 听听他亲手 原来呀 宋威亚是抱着这个目的 来这里吃饭的 他在这最先楼里面 打听不到什么 那就向别人打听 最先楼的生意 如此之好 而与之比邻的 越来酒家 却是这样一番萧条的景象 掌柜的不可能心中不弃 这多多少少啊 也会注意这最先楼的事情 所以说 在这里 打听最先楼的事情 虽然未必能够打听得到 他们原本想要知道的事情 但是也必定 能够打探到一些 出乎意料的事情 这说话的功夫 他们就已经到了 这越来酒家的门前 毕竟这里距离最先楼 着实是没有几步的距离 唐官手托着下巴 正在门口的饭桌上 打着盹呢 这好一会儿没有生意了 他都快要睡过去了 虽然这店里没有什么生意 可是这掌柜的 那是一点都没有掉以轻心 一直在柜台后边 盯着门口呢 看到宋无牙他们 突然走到了店里 掌柜那是一个激励 直接就跳了起来 他根本不去招呼藤官 自己跑出来 就招呼起他们四人来了 几位客官里面请 里面请 小店饭菜可口 从四川请来的大厨 您绝对能够吃成一口 地道的川菜 也正好在这颜色的夏季 拔一拔这体内的事情 掌柜的就像是连珠炮一样 向着门口几人走来的同时 不忘向他们介绍着店里的情况 掌柜的笑脸相迎 路过那唐官睡觉的桌前 不动声色的 抬腿踢了他一下 那唐官顿时一个机灵 清醒了过来 正要询问怎么回事的时候 却见掌柜的就在身旁 之后才看到掌柜面前呢 还站着另外四个人 几位客官里面请 唐官哪 这才振奋起来 赶忙请着几人往里边走 又急急忙忙的往里边跑去 要去擦桌子 一看着他这个样子 掌柜的脸那一下子就黑了 猛的转过去 你跑到那里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擦一擦这张桌子 是他热天的 你让几位客官 坐在这里边干什么呀 坐在这门口 不是正好凉快一些吗 唐官听着这话 急匆匆的跑过来 听从掌柜的指挥 擦起了桌子 这掌柜的还真是会做生意 他这是要故意 要让宋无牙他们 坐在门口的位置 好让外边的人 看到这里是有人吃饭的 您几位要吃点什么 我给几位介绍一下 他这是一点说话的机会 都不给宋无牙他们呀 刚刚说完 就立刻又接着说了起来 一听这话呀 宋无牙结末说道 随便来几道拿手的好菜就是了 好 公子这么说了 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尝试一下这 蜀锅的味道 掌柜的还在这里向他们推销蜀锅的饭菜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稍加琢磨了一下 宋无牙点头道 好吧 全凭掌柜的安排 咱们今儿就尝一尝这四川的味道 掌柜的高兴的 应了一声 立刻冲着后厨喊了一声 起锅 吆喝了一声 见跑堂的也将那桌子擦了出来 掌柜的急忙将几人请入了座中 几位要不要喝点酒啊 掌柜的招呼完了饭菜 又开始招呼几人喝酒 听着这话 宋无牙看向了白卓 见白卓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吧 最终他们还是拒绝了这掌柜的提 毕竟这里不是最先楼 他们用不着着 看这里的酒如何 可掌柜的还是不放弃 您几位恐怕还不知道吧 瞧瞧旁边嘴前楼了吗 小店的饭菜和酒水 那是和他们一模一样啊 掌柜的大师傅 那是从四川沟去 请来的 人家酒水更是没得说了 咱们这枪咱之地啊 难得一见的好酒啊 原本要放弃的他们 听到掌柜说出这话 一下子又打消了念头 毕竟他们原本是想要搞清楚 这最先楼是什么状况 现在听到这个掌柜 说他们这里的饭菜和酒水 那都是和这最先楼是一样的 这下子宋无牙算是明白了 感情这最先楼之所以如此火爆 那完全是因为 他们的饭菜和酒水 让这南方的人感觉到了心性 来了兴趣之后 宋无牙笑着问了一句 能是什么好酒啊 怎么南方还能喝不到 那是自然 你们可知道分酒 掌柜的面带神秘 向他们说了一句 这分酒 宋无牙自然知道 他可是非常的清楚 这分酒 那不仅是山西的名酒 那可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名酒 比起人们所熟知的茅台和武良意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都没有那分酒的酿酒历史酒饮 茅台酒 便是晋商带过去的分酒 掌柜好奇地问了一句 他可不知道这旁边的经营手段 但是听眼前掌柜的这话 好像他这完全就是模仿最先楼的 掌柜的拍着巴掌说道 没错 一看这位公子就是行家呀 不瞒您说 小店这酒啊 正是从山西弄回来的 这可是分酒里面上好的竹野青啊 味道独特 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真品呢 二位公子可否尝一尝 哦对了 二位小姐 你也可以喝上一点 这竹野青啊 味道去香 而且也没有那么浓烈的酒精 入口甘醇 正可谓是男女老少 皆宜之极品啊 嫣然像一个酒托一样 宋乌鸦他们这要是不大呀 还真是不好收场了 索性 宋乌鸦便顶头 先来上一壶 我们尝尝馅 得嘞 嘿嘿嘿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秘密 第七百九十五集 掌柜这下才算是满意 立刻吆喝一声 便去弄酒去了 白卓见掌柜离开 这才说道 吴云鸦 这分酒 我倒是听说过 之前在冀州的时候 下边的人 曾送给我一坛 不过我当时爱于身份 没有收下 你当时在英州 那可正是 深邪的地界 怕是没少喝吧 那也没有 应州当地便有酒房 那边少没分酒的 宋鸦摇里摇头 表示他在应州的时候 也是没有喝过这分酒的 吴亚 这掌柜的如此古怪 也不知道这酒 是不是有问题 司徒文 有些担心 毕竟这掌柜的太过热情 恨不得将这里 所有的东西一股脑的 推荐给他们一样 他这话刚说完呢 掌柜的便端着酒堂 盘子跑了过来 不等他们说什么 这檀方 便被他给起来了 果然这盖子一开 一股独特的酒香 便迷茫了开来 哇 这个味道还真是不错 白竹闻到了 这股奇特的酒香 那一下子便被吸引了 看着酒坛 掌柜得意的说道 怎么样公子 我可没有骗你吧 这酒的味道 就是非常的奇特 这葱江福啊 你们想要喝到这样的干唇 也只有小店我撤离了 哈哈哈 不对啊 掌柜 刚刚你不是还说 这就是和醉仙楼一样的吗 理应醉仙楼也能喝到才对啊 宋无牙这一开口 便开口质疑了一句 那掌柜的顿时一愣 马上便干笑了一声 掩盖着自己的尴尬 我这不是忘了吗 再说了 这头孩是晕见 我自然不能帮着他们宣传呢 解释了这么一句 掌柜的赶忙摆下酒杯 给他们四人一并倒上了 看着眼前这四杯酒啊 司徒文顿时皱起了眉头 他之前还说不让宋牙喝酒 可现在这不识趣的掌柜 竟然给他们全都倒上了 看了司徒文一眼 宋无牙笑道 娃儿 那咱们就尝一尝这山西的家庭吧 听着这话 司徒文也没有反驳什么 一旁的白酌 早已经是按捺不住了 直接断起酒杯 细细地品尝了起来 这下可好啊 他可管不了其他的了 只顾着这酒水了 宋牙心里还在想 刚刚这掌柜的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他之前说这酒水以后 只能在他这里喝到了 这话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 而就在刚刚 他们要去醉仙楼吃饭的时候 这醉仙楼却突然说酒水卖光了 让众人回去 这两者此时不谋而合 显然这就是一回事 宋牙微微一笑 他感觉自己今天呢 来这里还真是来对呢 这掌柜的必定知道 最先楼的一些事情 除此之外 这掌柜的也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想必他这酒店里的竹叶青 也不是特意跑到山西拉回来的吧 想到此处 宋牙招呼了掌柜的一声道 对了掌柜的 怎么以前没见过这个最先楼啊 这位掌柜的 那是非常想要做宋牙他们的生意的 只怕他这酒楼啊 被最先楼把生意抢了之后 这一直都是在苦苦支撑着 如今好不容易看到有人登门 他自然会热情地招待 只怕今天这顿饭呢 即便是不收宋牙他们的钱 也得做这个生意 毕竟这生意 那对他们来说 也算是个好兆头了 要不然为什么非得让宋牙他们 坐在门口这边的位置呢 那自然不是因为怕他们在里边热着 那无非是想要给外边的人看看 他们这里也是有生意的 好让别人冲着这一桌子 人过来吃上一顿 反正宋牙他们 也是有意要在这里吃饭 而这个掌柜的又这样热情 原本他们也只是想要在这里 吃上一顿饭罢了 没想到掌柜的 却说出了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也正好随了他们的意思 在这里吃着饭 还说不定能听到一些什么事情 也没多久的事情 也不知道怎么着了 人们吃了他的饭菜和酒水之后 好像上瘾一般 别说是我了 这整个城里其他地方的城里 都受到了不少的影响啊 听着宋牙的询问 这掌柜的便开始了抱怨 显然这最先楼的出行 让他们的生意很是不好做 他怕是天天抱怨 也没有个人愿意听 今天好不容易遇到宋红牙他们几个 这怕是有了倾诉的对象了 这一开口啊就抱怨了起来 说起这最先楼 掌柜的脸色那可是难看得不得了啊 虽然嘴上抱怨 但是他也清楚 这最先楼的饭菜和酒水 让人吃了之后 那是上瘾一般的 足可见 他虽然觉得这事情古怪 可却也很是羡慕 是啊 我们出来这松江府 听人们说起这最先楼来 说这里的酒水 那是只有神仙才能喝得了的 所以我们便好奇想过来瞧瞧看 这最先楼的酒水 究竟是有多么的神奇 但是没想到今天他们的酒水卖光了 卖光了也就算了 可在外面等着的那些人 却对此极不满意 几乎是怒不可遏的母养 听了掌柜的话 宋无涯 也将他们原本在最先楼里 所看到的一切 说了出来 你说 这些人是不是疯了 掌柜的气度大骂 我们这也是酒呀 为什么就不能来我们这呢 他确实是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这最先楼 究竟有什么好的 明明他们这里也有同样的酒水 为何就是不来他们这呢 哈 对了掌柜的 方才听你说起 你这里也有最先楼供应的好酒 看来你这生意 做得也不错嘛 至少也算是知己知彼啊 宋无涯调笑着说了一句 那掌柜的一听这话呀 自嘲的笑了一声 公子啊 你这话可真是说笑了 我这哪是什么知己知彼啊 掌柜的 这怎么就不算啊 至少你知道这最先楼供应的酒水 是什么酒水啊 还有他们的厨子 是四川来的 你都知道 还说不是知己知彼啊 白卓也知道 宋无涯这是要干什么 笑着向那老板说了一句 老板一听这话呀 反倒是笑了 姑子说笑了说笑了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我就是过去瞎了一眼 不过说起来卓也轻了 我一开始还这么不浪 我还是听别人说 我才是小的 对宋无涯他们的询问 这掌柜的竟然还一点都不瞒着 有什么都直接就说出来了 他是去最先楼调查过的 对其内的一切 虽然算不上是了如指掌 可也知道不少 掌柜的 您除了这些 就没打听一下 这人们为什么非得去他们那里喝酒啊 宋无涯可不满于他所说的这一点 毕竟这是他们商业上的事情 对于他们打听最先楼 那是没有一点关系的 掌柜的眉头一紧 这一点我还这么不浪 也奇得怪了 你说我这酒也找来了 饭菜也找来了 可评文就是没人愿意在我这吃 当时我还找来的别人试吃 结果他们还是说我们这里的不如最先楼的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像是被勾走着魂一样 看来直到现在 这位掌柜的也没有搞清楚 他们家饭菜和最先楼 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 原来如此 那看这掌柜的 你可要好好的再打听打听啊 要不然你们家这生意啊 可叫黄了 宋无涯善笑一声 无奈的说道 谁说不是啊 掌柜的也皱着眉头附和道 说吧这话 掌柜的急忙又道 几位稍等啊 我去给几位催催这饭菜和酒水 看着掌柜离开 白卓笑了一声道 叶雅秀 这掌柜的还真是够直接的 这话都敢往外面说 也不怕最先楼找他的麻烦 怕是最先楼也懒得搭理他 反正也不担心他抢走声音 宋无涯笑着说了一句 这一点还真是让人觉得奇怪 掌柜的很快便回来了 带回来的酒水 几位 尝尝 我这山西的竹也行 哈哈哈哈 掌柜的笑容满面 回来之后啊 便招呼着众人品尝手中的美酒 他亲自给四人倒上 甚至连司徒文和小桓这样的女流之辈 那都是不放过 端起酒杯 宋无涯立刻感觉到一股清香袭来 不由得称赞道 这酒还真是不错 味道有些奇怪啊 白竹喝了一小口 立刻皱着没说道 那掌柜的笑着解释道 公子啊 这第一次喝卓越枪 这味道啊 确实是感觉有些奇怪 不过 喝酒了 自然就觉得这股味道 香甜了 白竹的点了点头 倒也算是给这掌柜面子吧 一人喝了一杯之后 感觉这酒啊 还真是新奇 掌柜的满脸笑容 这位公子 这酒不错吧 日后可要常来光顾小店呐 明明刚才就已经知道 宋无涯他们不过是路过此地 竟然还要挽留他们多来 可见他是多么盼望店里有客人呢 宋无涯几人点了点头 应付着掌柜的 掌柜的 这醉仙楼 平时来的可都是什么人呢 除了吃饭喝酒 这里边就没有其他的玩乐了吗 虽然宋无涯知道这掌柜的 未必知道什么 但你还是想要向他打听一下 这醉仙楼的事情 掌柜的琢磨了一下说道 这一点还真是没有 这醉仙楼里除了喝酒吃饭 也没有其他的了 听说这醉仙楼掌柜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 宋无涯既然打听不出这醉仙楼里边的状况 那就打听一下这醉仙楼掌柜的事 那位刚刚死了的安南侯 好像和这醉仙楼的掌柜私交不浅呢 这可不是宋无涯听说的 完全是宋无涯自己的猜测 他无非是想要在这位掌柜的这里得到验证 哎呀 安南侯啊 听宋无涯说起这位安南侯 掌柜的叹了一声 显然对安南侯有所了解 这位侯爷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管府到现在也没给出个结论 就说朝廷派的两位千差大人来这里调查此案 不知道如今是否有了结果 哎呀 是啊 这死了一位侯爷 那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宋无涯也感慨了一句 殊之 他眼前坐着的这两位 正是朝廷下派的钦差大臣 要说起这位侯爷 那还真和一般的蒙公贵族不一样 这掌柜的 对于这位安南侯 还是有所了解的 此时便和宋无涯说了起来 安南侯 那可真是一个平易近人呢 以前也常来我这小舅尔喝酒 他也没什么架子 就往这旁边一坐 管他周围是什么人呢 反正自己吃喝就是了 而且时常啊 与旁人一同喝酒 喝请他们一些酒水呢 这么说来 后来便没有来过这里了 宋无涯试探的问了一句 这掌柜子点了点头 是啊 自从这最县楼开张之后 侯爷就不往我这小店跑了 要说他身为侯爷 这心里是有烦事的 年纪也不小了 却一直没有子嗣 常常为了这件事啊 而发愁啊 后来和我们说 这位最先楼的掌柜有办法 也不知道什么办法 不过 他如今不明不白的死了 这子嗣啊 怕谁也没有着落了 听到掌柜的这话 感觉整个松江府都知道 安南侯为了子嗣的事情而犯愁啊 宋无涯烧家一酌吗 便又问了一句 是啊 也不知道这最先楼掌柜 有没有给他享受什么法子 说不定啊 这法子还真是有的 我们可是听城里的百姓说 这位最先楼的掌柜 那可是神通广大的 哼 没想到这掌柜一听这话 竟然轻蔑地哼了一声 什么狗屁神通广大 那都是糊弄人的 这小子 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他那副长相便知晓了 掌柜的怒气 好像是没由来的就出来了 这怎么听着都像是同孩 冤家的互相贬低 掌柜的 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啊 白卓听着这话 立刻便说了一句 掌柜的却不以为然道 嘿 公子 你可不知道那枪 我长得那副奸诈模样 别说这长相了 他背地里做的那些事啊 不少人 那可都是知道的 话说到这里 宋乌鸦与白卓 才振奋起来 先说来这里啊 还真是没有来错 这掌柜的 必然是知道一些什么事情的 难不成这最先楼掌柜的 背地里还做一些肮脏的故当 宋乌鸦立刻追问 可这话一问出来 那掌柜的 全面似一鸣 突然说道 姐妹稍等 我 我去 给姐妹看看饭菜准备的怎么样了 嘿嘿 本以为这话算是套出来了 可没想到啊 这到了关键时刻 掌柜的竟然避开这话不说了 这可真是急死人了 宋乌鸦看着他离开 想要追问 却已经来不及了 宋乌鸦 这掌柜的一定知道什么 我们得从他的嘴里 把这话给掏出来才行啊 白卓也是心急不已 毕竟他们今天本来就是为了打听这最先楼掌柜的事 如今最先楼进不去了 好不容易在这小酒馆里面听到了这话 哪能说不问就不问呢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隐 第七百九十六集 宋乌鸦点了点头 是啊 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这掌柜的怕是也不会随意说出来的 你看他刚刚的样子 分明是被我们问到了这件事情之后 没敢随便地说出来 是啊 司徒文也在旁边说道 我看这掌柜的也是个话多的人 可偏偏这时候指出了要说的话 足可见他 不是随便想把这话说出口的 我估摸着 他一定是知道 这最先楼的掌柜做过什么事情 要不然 我们给他的银子 让他开口 听着司徒文给出的这个主意之后 宋乌鸦摇着摇头 我看这银子 并不好用 那也未必 你瞧他现在 这生意这般 只怕早已经囊中羞涩了 目前他一定是强撑着 我们给他银子 他未必不会收到 司徒文 倒是觉得这个办法 很简单 想了想 宋乌鸦顶头道 试试看吧 实在不行 把身份挑明了 估计他也不会隐瞒什么 目前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知道一些情况 今天这个机会 他们必须要把握住才行 毕竟到手的线索 必须要搞清楚才行 要不然这时间呢 一点点的拖下去 谁知道还会出现什么变故 如今侯府的状况 他们已经基本上是搞清楚了 只是目前还是难以判断 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三个嫌疑人都有作案的动机 管家对侯夫人有垂严之心 而侯夫人案发当夜曾和侯已 发生过争吵 至于那个婢女 她的鞋子出现在了案发现场 这本身就值得怀疑了 他们三人刚说完这话 一名跑堂的跑了过来 给几人准备了些饭菜 宋吴牙看着眼前的这些穿菜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些穿菜 和她所见到的那是完全不一样 不过很快 宋吴牙就反应过来了 算算时间呢 这个时候辣椒这东西啊 还说不定没有穿到中国呢 所以这穿菜没有辣椒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们掌柜的呢 宋吴牙看着跑堂 前来送饭菜 立刻就问了一句 跑堂被这么一问呢 当即就愣住了 有些犹豫的 这掌柜她 她有事 瞧她这个模样 恐怕是刚刚掌柜的 对她有所交代 是故意要避开他们的 宋吴牙微微一笑 说道 你去和你们掌柜的说 就说我们有生意 要找她做 跑堂硬了一声 放下了饭菜之后 便往后边跑去 这家伙还真是够可以的 想必是察觉到 宋吴牙他们 一定会寻根问底的 所以故意逼着他们 宋吴牙的话 还是有效果的 那掌柜的 果然很快就走了过来 看她这脸上一脸蓝色 估计猜测着 宋吴牙这话呀 多半是个借口 目的就是为了 把她给请出来 掌柜的 你说你这酒馆 就我们这艺术客人 你有什么可忙的 宋吴牙笑了一声 打趣的询问道 掌柜的尴尬一笑 不知道 公子要找在下 做什么生意呀 虽然觉得这很可能 只是宋吴牙随便一说 但是这掌柜的 还是询问了一句 也没什么 只是刚刚掌柜的 说到了那 最先楼掌柜的事情 却突然离开了 在下想向掌柜的 打听一下这些事情 宋吴牙 直接说明了自己的用意 果然她这么一说呀 掌柜的脸上 顿时露出抗拒之色 宋吴牙紧接着 有道 当然 倘若掌柜的 告知我们这些事情 这多多少少 也是会给一些酬劳的 她这话刚说完 一旁的司徒文 便直接拿出了 五两银子来 放在了桌子上 掌柜的瞧见这五两银子 这神情一下子就变了 虽然说她这酒馆不大 但是这五两银子 想必在她心里 那也算不上什么大截 可当下这情况 却有些不一样呢 酒馆入不敷出 多多少少的银子 对她来说 那都是有价值的 瞧着那五两银子 好一阵之后 掌柜的这才说道 好吧 正如司徒文所说 这掌柜的 缺钱缺的厉害 要不然也不会 答应这件事情 那掌柜的 不妨和我们说说看 这最先楼的掌柜 都在背地里 做了一些什么 见不到人的事情 宋无涯 直接就问了起来 既然这掌柜的 不敢明说 那显然这事啊 并不好说 一定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不然 他也不会 这般扭扭捏捏的模样 这犹豫了好一阵呢 掌柜的 才开了口 方才 我与几位说起这 安南侯不得子嗣的事情 几位可还记得吧 记得记得 当然记得 宋无涯点头应着 没错 这事啊 其实和这件事啊 有所关系 掌柜的询问了 几人一句之后 再得到了回答 便开始说道 其实 这侯爷 找这位最先楼的掌柜 那掌柜的 是给他出了主意的 虽然说什么主意 我不知道 但是我却知想 侯爷经常会从这里 带走一名女子 我约摸 差不多有十来个个了吧 真是没想到我 这位酒馆掌柜的 竟然还真的知道这件事 而且连侯爷带走了 多少女子 那都是一清二楚的 事情正如宋雅他们所想一样 侯爷院子里埋藏的 那些女子骸骨 既是来源于 这最先龙 可现在 私人从这位掌柜口中 得知了这件事 却没办法作为证据 毕竟他们之间 本就存在矛盾 作为证业 还有所欠缺 当然这件事情 一定不是空穴来风 宋雾鸭很是肯定 事情就是如此 宋雾鸭没有打断 酒馆掌柜的 让她继续说着这件事情 掌柜的见他们没有说话 也知道 这是对自己所说的这些事 还不满意 如今已经过去有些时间了 可也不听说这侯爷府上有什么动静 有好事的人也在打听这件事 可是侯府的人却说 这群女子都已经死了 掌柜的接着说着 可谁也没见过什么事 所以也没有乱说什么 也不知道 如今这事 是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这个最尖楼掌柜除此之外 还做什么够当 他怎么给侯爷找到的这群女子 宋雾鸭见着掌柜的话题 说的有些偏了主题 立刻又重新问了个问题 掌柜的毫不犹豫的就说道 这个我还真是听说我以前 好像这些女子 是那家我从别的地方 请女儿来的 具体是从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方的人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具知道此事的人说 那些女子的口音很生硬 怕是离这儿 有些距离的 这些女子的身份 差不多是搞清楚了 既然是从外地被掳来的 那这事儿啊 就不是小事儿了 他看着掌柜的 见掌柜的话说到了这儿 好像是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他继续询问道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诶 这 被他这么疑问呢 掌柜的又露出了为难之色 他不说话 不代表别人 不知道他心里有事 想必除此之外呀 还有另外的事 而这件事情 那是更加的不简单的 估计这会儿啊 掌柜的心里已经叫苦了 早知道这么难交差 他这五两银子就不赚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 显然已经晚了 这银子他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我时常看着一些 行迹可疑的人出入醉仙楼 他们不是去吃饭喝酒的 是去找他掌柜的 至于他们在做什么 我实在是不得而知了 掌柜的苦着脸说道 这事儿啊 也好像是真的不知道了 话问到了这儿 好像是没有办法继续尽情下去了 掌柜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 他说出这话呀 显然心里还是比较担心的 只是不知道他心里在担心什么 不过好在呀 这些话已经足以让宋无牙他们 对最先楼的这位掌柜 有所知晓了 好了 掌柜的 这银子是你的了 宋无牙直接拿过银子 递给了那掌柜的 掌柜的慌张的接过来 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 毕竟这几个问题说起来 那还是比较简单的 虽然说他觉得 这些话不太好说出口 毕竟这是别人的事 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宋无牙估摸着 之所以这掌柜的 不愿意说出这话 一定不是怕招惹对方 毕竟他调查了 对方的酒水和食谱 那已经算是招惹对方了 更何况 如今他还堂而皇之的 要和最先楼抢生意 这足以说明 他是不害怕招惹最先楼的 但是他却说这些事的时候 表现出这个模样 让宋无牙觉得 这背后一定还有什么隐情 或许掌柜的知道了些什么 让他感到了恐惧 拿了银子 这掌柜的 好像还是有些 不太放心的样子 左右疑惑地看着几人 没着急着走 而是问了一句 几位 没 没别的事了 没有了 招呼饭菜上来 我们吃饭了 虽然只是问了 这么几个问题 但是宋无牙 也觉得差不多了 毕竟看得出来 这掌柜的事说不下去了 倘若他们继续询问下去 只怕也得不到 什么更多的线索了 反而让这掌柜的 变得不自在 就这样 吃了一顿 别样的穿菜之后 四人回到了下榻的客栈 吴亚秀 你说这掌柜的 是不是还知道 什么其他的事情 显然在那个酒馆的时候 白拙见宋无牙 不再向他掌柜询问什么 他自然也不好多问 这不 刚一回到客栈呢 这心里的疑问 就说了出来 宋无牙淡淡地点了点头 我想他一定还知道 其他事情的 只不过这事情 他不太好开口 或许他觉得 说出这事来 可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看未必 他一个小军馆的掌柜 什么 司徒文 却呛了他们两人一句 他要是真有那能耐 他这生意 怎么一点起次都没有 就是就是 小桓也在一旁 附和着司徒文这话 你看他那个 吞吞吐吐的样子 估计也不知道什么 但是他们两人的话 立刻就遭到了 宋无牙的反驳 这俗话说的好嘛 这同行是冤家 别说他知道什么了 就是不知道 那也一定会想办法 抹黑最先楼的 我看他这个样子 心里一定是藏着 什么其他的事情的 宋无牙这话一出啊 司徒文和小桓两人 顿时不再说什么了 事情是显而易见的 那位掌柜的 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想恢复自己的生意 而有最先楼在这里 他的生意 显然是不会有什么起色的 所以说 只要是有个机会 他一定会想办法 搞垮最先楼的 当然 他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不可能 不对我们说一些什么的 即便是假的 那也是会说的 但是目前他却没有 太过抹黑最先楼 可见他是真的 不敢再说后面的 那些事情了 乌鸦兄 你说咱们是不是 该私下去找一下 这个掌柜的 白卓听了宋无牙的话之后 立刻就想了一个办法 听着这话 宋无牙也琢磨了一下 或许正如白卓所言 这个掌柜的 之所以不敢和他们说实话 或许就是因为当时在酒馆之内 虽然没什么人 但是毕竟还有跑堂之类的 好吧 那咱们再找个时间 去问问这个掌柜 看看他是不是因为在酒馆里 才不敢说这些的 宋无牙 倒也不排除白卓的这个说法 只能说去看看情况吧 或许真的还能问出什么事情了 时间不早了 都休息吧 宋无牙见几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即便向他们说了一句 让众人回房休息 三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案情还是没有丝毫的进展 虽然有了三个重要的嫌疑目标 可是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证据 来证明这一点 也是让宋无牙头疼不已 也不知道是美好利索 还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 躺在床上的宋无牙 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 来到松江府的第四天 宋无牙一大早起来 倒也算是精神 好像昨天的迷烟 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一般 已经没有了什么 头昏脑胀的症状 姑爷你没事了 小婚一大早的 就起来给宋无牙熬好了汤药 当他送过来的时候 见宋无牙的精神毒素的样子 不由得惊起了一句 是啊 宋无牙笑了笑 摆动了一下肢体 低头看了看自己 那这汤药 小婚看了看宋无牙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汤药 弱弱地问了一句 这药啊 宋无牙还真是不愿意喝的 毕竟那个味道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 可不喝吧 这又是小婚辛辛苦苦起了个大早好的 这也太对不住他这份心意了 想到此处啊 宋无牙笑着 借过了汤药 欢迎收听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隐移 第七百九十七集 怎样是喝了 我现在看着是没事了 谁知道这身体如何呀 正好你这一碗汤药 给我再来点猛劲 这下即便是有什么病恩 那也被这一碗汤药给消灭了 说吧这话 宋无牙端起药碗 皱着眉头 几口将南河的药汤喝了进去 果然看到宋无牙将汤药喝下去之后 小桓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结果药汤完便离开了 吃过了早饭 给司徒文和小桓也安排了事情 当然今天 不是让他们再去打听最先罗掌柜的事了 毕竟这个掌柜的事情 也估计打听不出什么来了 倒是宋无牙想起来 他们之间曾在这里打听到了关于无量教的事情 而昨天在酒馆的时候 那掌柜的也说过 有不少行迹可疑的人进入了最先楼 他们不是为了吃饭喝酒 而是去找那个掌柜的 宋无牙不禁猜疑 这些人是不是无量教的残党 他们还想着以这样的办法 重新发展他们的势力 无牙修 你觉得无量教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吗 前往侯府的路上 白竹很是好奇地问了一句 毕竟如今无量教 已经几乎是 被剿密 他们想要推翻朝廷的想法没有成功 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了 可宋无牙 却还是要让司徒文和小桓 去打听关于无量教的现实 这怎么看起来都像是无庸之举 白竹 昨天您可听到了那掌柜的话了 常有一些刑际可疑的人 去找那个最先楼的掌柜 我觉得这些刑际可疑的人绝对不简单 既然我们调查侯爷的案子 到了这里 而且也很清楚 这个最先楼掌柜底子不干净 他既然能做出这种拐卖女子的事情 还有什么是他做不了的呢 别忘了 咱们第一次与无量教接触的地方 可就是在这松江福境内啊 宋无牙可是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 无量教是否有能力卷土重来 现在还不好下定论 但是宋无牙很清楚 他们绝对不会就此收手的 话虽然是这样说的 可毕竟他们大势已去 即便是想要卷土重来 他们也没有那个实力了 而他们想要再有机会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白卓的话倒是也对 毕竟无量教已经大势已去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抗朝廷了 想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行 白兄 我们之前调查到一件事情 无量教建造了一个秘密基地 这是无量天尊作为后路的存在 他要与朝廷好着 所以他不可能就此放弃 毕竟无量天尊目前还没有路 只要他没有被抓到 这无量教始终都是个威胁 我们如今好不容易将他们逼迫到了这个地步了 为何要给他们苟延残喘的机会呢 万一他们韬光养晦之下 再次有了新的势力 只怕到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奈何他们了 有了一次失败经验的无量教 倘若再让他们发展起来 谁知道他们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本事 至少有一点 他们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到时候是否能够抓到他们的弱点 那就很难说了 好吧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先调查这侯爷的案子吧 虽然说圣上并不在乎这位侯爷 但咱们也不能一直拖着呀 怎么说也得给圣上一个交代才行 显然白卓是被宋无牙的话给说服了 也没有和宋无牙在争执无量教的事情 而是将话题转移到了侯爷的案子上 宋无牙听后点头 是啊 目前我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 你说究竟是什么人想要让这位侯爷 断子绝孙呢 这个很难说呀 白卓皱着眉头 摇头的 毕竟侯爷的爵位和皇位不同 也没有人会惦记这个 而且之前 我们从那个掌柜的口中也得知了 这位侯爷 平日里也算是平易见人 也未必会有什么仇家 至于他临死之前 所做的这些事情 确实是令人愤怒 但也未必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惹上什么仇家 毕竟那些女子的来历不明 想要找到他头上来 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错 目前我们所怀疑的这三个人之中 必定有一个人是凶手 或者说 是与这桩案子 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今天前往那边 并向这三人询问情况 务必要打断出事情来 尤其是侯夫人 必须要搞清楚 他藏着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 而且他为什么要藏着那个人 宋乌鸦 说了一下今天的目标 直接要在这三个人之中 找出和案子有关系的那个人 白卓很是认真的点头 乌鸦秀 我们必须要确定一件事情 那个婢女和管家之间 不是有所争执吗 我们要搞清楚他们两人之中 究竟是谁在说谎 那个管家 究竟有没有那种不轨之心 我们不妨去他的房间里看看 倘若搜出什么东西来 那不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吗 白雄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今天我们就去那管家的房间里看看 另外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这府上的婢女 一般都有几双鞋子 没错 白卓惊喜道 乌鸦秀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侯府即便再怎么家大业大 那也不可能给婢女 租太多的鞋子 这些婢女 必定只是有几双鞋子而已 只要搞清楚她还剩下多少 就知道她丢了几双了 这正是宋乌鸦所想的 之前他们太过纠结问题 倒是没有想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今天可是新的一天 宋乌鸦与白卓两人的头脑异常的清醒 一下子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 这样一来 他们今天呢 怕是就能够解开这个谜题了 这说话间的功夫 两人已经来到了侯府 对于二人 侯府的下人们早已经习以为常 毕竟他们是来调查侯爷之死的 而且是朝廷的钦差 他们自然也管不了 顺利的进入了侯府 那侯府的法事 还是在继续着 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做多久 还是说一直要做到 宋乌鸦他们调查出凶手才行 宋大人 怎么昨个儿没见着您呢 两人刚进入侯府 迎头便遇到了管家 管家瞧见了两人 笑眯眯地打了一声招呼之后 向宋乌鸦问了一句 宋乌鸦微微一笑 哼 为什么 出了点意外 也不知道这家伙是居心何在 明明前天宋乌鸦出事 整个侯府的人不可能不知道 他竟然还要这样问上一句 听了这话 宋乌鸦这心里啊 感觉这家伙是有意在嘲笑自己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也完全是因为 他出事的原因 是那蜡烛里的迷烟 这管家现在突然问他这话 就好像是在炫耀一般 是在告诫宋乌鸦 你那是活该 脸上不懂声色 宋乌鸦笑着说完了之后 看着管家问道 侯夫人 夫人 应当还未起来吧 管家好自也不确定 斜着眼睛琢磨了一下说道 宋乌鸦听后 当即点头道 将那天与你对峙的那个婢女 正在 我有事情要问你们两个 好 管家见宋乌鸦 说起那名婢女 这脸上的神情立刻就不自然了 不过还是应了一声 转身去了 他一走 白竹便不客气道 吴亚鸦 你瞧他刚刚那个样子 还问你昨天怎么没来 我看他这分明啊 就是居心不良 像是来向你挑衅一般 那迷烟 说不定就是他放的 这倒是和宋乌鸦想到一块去了 不过通过这一点 也没办法直接确定 管家和这迷烟的关系 宋乌鸦微微一笑道 白竹 现在用不着着急 一会儿咱们去他房间看看情况就是 倘若他真的对侯夫人有不畏之心 我想这房间里 一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对于这一点 宋乌鸦倒是很有希望 毕竟在他看来 只要他有这样的心思 就必定会有线索留下来 白竹也点了点头 对 过多时 管家便找来的那名婢女 两人往宋乌鸦与白竹面前一战 管家倒是什么话也没说 那婢女啊 竟然直接就给宋乌鸦与白竹跪下了 大人 小女真的冤枉啊 这可倒好啊 宋乌鸦还没有问他什么呢 他就直接开始喊冤了 谁冤枉你了 白竹也不耐烦了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不耐烦地问道 被这么一问啊 那婢女明显一愣 但是很快他就开口道 小女是冤枉的 问道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难不成他还忘了前天的事情不成 分明是他丢了鞋子 而且还能把现场的那只鞋子穿在脚上 不找他还能找谁 现在送乌鸦可懒地给他回答这个问题 周梅道 你现在是有嫌疑 我们还在调查 你赶紧请 我们要调查一些事情 冷冷地说上一句之后 宋乌鸦也不去理会那病 直接看向管家 询问他 管家 你们府上都给病女发了多长双鞋子 想必这些事情 你们都有记录吧 有 这个 全部都有记录的 管家听到询问自己这些 立刻点头回答 显然如宋乌鸦所想一样 不管怎么说 这鞋子还是衣服 那都是府上统一发放的 所有人的数量 那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 从这一点上就能够调查出来 那后 立刻调查出记录 本官要调查府上 所有病女的鞋子数量 宋乌鸦 直接将自己要调查的事情 说了出来 并且召唤了管家 立刻去做这件事情 管家一听这话 竟然高兴地笑了 急忙应了一声 提着衣摆 就往自己那边走去 临走之前 还不忘冲着那病女 冷哼一声 当然 宋乌鸦与白竹 没有让她自己去 两人也跟着走了过去 这管家很快便来到了 自己做工的地方 抛出了钥匙 打开了房间里的一个抽屉 从里边拿出了一本账户呢 这里时常有人来吗 宋乌鸦看着这个不大的房间 向管家问了一句 管家一边翻阅着账目 一边回答道 不常有人来 一般都只有我过来 那这里外人 也可以随意进来的吧 宋乌鸦又问了一个问题 这倒是 这里平时也不锁着 我的重要账目都在抽屉里锁着 他们一些丫鬟也时常来这里打扫 这儿又不是什么隐秘的地方 管家说明了这里的情况 如宋乌鸦所想一样 这里是谁都可以来的 这些账目或许也是有问题 不过要是账目有问题的话 这管家不可能不知道 更何况账目就在这里 凶手要毁掉 那也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说话的同时 管家已经找到了 他要找的线索了 大人您请看这儿 管家说着 只像账博上的一个地方 说道 我们所有的婢女 那可都是两套衣服 以及两双鞋子的 目的是为了方便他们地坏 但凡鞋子有损坏的 他们都来我这里上报 之后再给他们下发新的 你看这个地方 这便是小人之前向他们收取 旧衣服旧鞋子的记录 只有一部分 病理上交的鞋子和衣服 全都记录在了这里 他好像比宋雅与白竹 都要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直接就给他们说明 二人看着这些账目 可是上边的这些名字 他们全都不认识 怎么可能从这里找出线索来 小婉 当时他也上交了鞋子 宋无牙倒是在这诸多的 婢女名字之中 找到了小婉的名字 立刻向管家问道 没错 小婉当时正好有只鞋子破了 所以就上交了一双 当时我还留意过 这鞋子并非是小婉的 管家点头说着 而且还说这鞋子和小婉 没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 宋无牙皱起了眉头 感情他们之前的猜测 还是错的 那房间里发现的鞋子 和小婉没有关系 虽然这个猜测是他们错了 可另外 这也验证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鞋子 只能是眼前这名婢女的了 一听这话呀 那婢女也立刻愣住了 当即辩解道 大人 那只鞋子绝对不是我的 宋无牙没有理会他这话 而是向到管家问道 那当时他上交鞋子没有 没有 说着 管家便在那些账目之中 掌握出了一个名字 这个小秋便是他 指出了眼前婢女的名字之后 管家立刻就看向了 那名婢女 问完这话 宋无牙才觉得自己这话呀 是多余的 明明这个婢女说管家手里 有她的鞋子 宋无牙还要问这种话 倘若她没有换鞋子的话 那之前就说明 她在撒谎呢 想到这里 宋无牙扭头看向小秋 说道 将你的两双鞋子都找来吧 宋无牙 直接就向她要那两双鞋子 毕竟她要是拿不出那两双鞋子的话 那他们在现场发现的那只鞋子 就必定是这个小秋的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但是这同时又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 既然现场出现了两只鞋子 而且还是同一只脚的 那这样的话 她的两双鞋子全丢了一只的话 必定有一只是新的才对 这样看来这两只鞋子里边 还真的有一只不是她的 如果有一只不是她的话 那现场那只不是她的 而管家手里的这只才是 那究竟管家手中的这只鞋子 是她故意陷害小秋呢 还是真的在现场找到的呢 这一点还真是得好好地确认一下 小秋听到宋无牙这话 绝着绝嘴 皱着皱眉 倒也没有抗拒什么 立刻就转身往后走 看样子是要给他们 去找自己的鞋子的 这一次 宋无牙与白竹倒是没有跟着去 毕竟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小秋的鞋子 只有她自己能穿上的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担心 她拿别人的鞋子来顶替了 只需要让她将鞋子穿上 便能知晓这鞋子是不是她的呢 不多时 小秋便取来了自己的鞋子 鞋子拿来了 手上一双 脚下穿了一双 这两双鞋子可是正乘好好 那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难道说这鞋子和它完全没关系 她竟然有两双鞋子 那这样一来 她的话可就完全对上 案发之后 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在现场所找到的那双鞋子 并不是她的 而管家手中的鞋子 她承认那是自己 但是她却说这鞋子 是管家故意栽赃她的 宋无牙略微疑惑地 看向了一旁的管家 却见了管家也是一脸的错了 一副非常吃惊的样子 鞋子是拿出来的 可这却像是要证明 这婢女清白一般 但是要命的是 那这鞋子究竟是谁的呢 她分明能穿上去 但是她又有足够的鞋子 这可真是奇怪了 宋无牙紧住眉头 心里琢磨着这件事情 还不等她多想 那婢女便急切地说道 大人 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 我真的是冤枉的 就是管家故意栽赃我的 她直接把毛头 对准了管家 而宋无牙听了这话 却没有着急着下定 那婢女眼巴巴地看着他们 显然就是要让他们现在就说出来 这事和她没有关系 完全是管家栽赃陷害她的 你把脚上的那双鞋子脱下来 宋无牙看着婢女 她觉得很有必要 要认真地看下这两双鞋子 婢女听着这话顿时疑了 皱眉道 大人 是 让一个女子当众脱鞋 着实是不礼貌的事情 不过事到如今 为了确定这件事情 宋无牙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白竹刚刚也在犯难 但是现在听到宋无牙这样说 立刻也怀起她脚上的那双鞋子了 周眉道 把鞋子脱下来 婢女老大不乐意 可在这众目睽睽之下 她又不能反抗宋无牙 与白竹这两位钦差大臣 大人 婢女像是在苦苦哀求一般 她如此不乐意将鞋子脱下来 倒是增加了宋无牙与白竹对她的怀疑 管家在一旁见了这个情形 那也是心急不已 你快脱下来 你这鞋子一定有问题 倘若婢女小秋的鞋子没什么问题 那她的嫌疑可就坐实了 所以她比宋无牙与白竹更要着急得多 眼看是没跑了 小秋只好缓缓地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当她的两只鞋子脱下来之后 宋无牙等着一眼便看出来 这两只鞋子根本就不是一双 欧言兄 她穿的这两只鞋子不是一双 白竹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指着那两双鞋子 宋无牙点头 解释解释吧 这是怎么回事 宋无牙看着小秋 等着她给众人一个解释 她之前隐瞒事实 这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 而管家的话 可能是真的 这鞋子确实是她在现场找到的 当然宋无牙与白竹两人 在现场找到的鞋子 也有可能是她的 我 我也不知道 怎么丢了一只鞋子 小秋被宋无牙这样逼问 却还是选择撒谎 好像她那蒙混过去一样 见她不肯说实话 宋无牙直接道 丢不丢鞋子的事情 她几个说 这只多余出来的鞋子 哪里来的呀 不管她是不是真的丢了一只鞋子 但是现在又多出一只了 这只鞋子的主人是谁 那是必须要搞清的 除此之外 你应该有一双新的鞋子才对 跟你拿出来这两双鞋子 为何全都是旧的 白竹注意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立刻向她婢女小秋质问 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毕竟一双新的鞋子 那可是很明显的 但是眼前这两双鞋子 全都是旧了 这就有些奇怪了 倘若她没有新鞋子的话 那么这两双鞋子都是有问题 小秋面对两人的质疑 一时间说不上话来 白竹见她不回答 自己上去检查了起来 很快她就有了定义 吴亚秀 这双大小一样的是新鞋 只不过增了而已 另外这一大一小的两只鞋子 一定是丢了一只 也不知道管家手里的那一只 是她的呢 还是我们发现的那一只是她的 现在就是要搞清楚 这两只鞋子 留下痕迹 吴亚秀 你有办法确定 白竹还在为这件事情而苦恼吗 现在宋牙这样一说 让她很是兴奋 宋牙点了点头 说着也走了过去 原本管家和他们所发现的那只鞋子 也一并拿了出来 这下子眼前就有了六只鞋子 那一双新的鞋子 在宋牙查看之后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大一小的两只鞋子 自然是那只大的是小秋的 宋牙拿起的那只鞋子 和自己手中的两只仔细比对了起来 过多时 它宁没到 我们发现的这只鞋子 正是和这一只是一双的 吴亚秀 你怎么看出来的 白竹惊讶地看着宋乌牙 他实在是想不出来 宋乌牙看着鞋底 是用什么样的办法看出来的 对此 宋乌牙做我出了解释 这一点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每个人走路的方式 虽然看起来兴通 但是却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走路的侧重表现 会在鞋底造成不一样的磨损 你看 那双新鞋子 虽然穿过没有多久 但是也已经有了一些磨损的痕迹 而通过与这个上边的比对 我发现 这双鞋子是能够配对的 正是通过这一点 宋乌牙才确定 他们两人在县城发现的鞋子 是和小秋手中的那一只鞋子 是一样的 原来如此 白竹恍然大悟 一副穴道了的样子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宋乌牙抬头看向小秋 历声贺问 现在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这个小秋只怕从一开始 便对他们说了谎话 这让宋乌感觉到非常的气氛 毕竟如此一来 可是让他们绕了不少的弯子 小秋此刻已经开始慌了 他紧张地紧握着自己的双手 眼神更是不敢看向他们两人 藏你个臭丫头 原来你就是杀害侯牙的凶手 亏你还敢栽赃我 管家见宋乌牙 确定了答案之后 顿时就怒了 说把羊手 便要上去打人 瞧着这一幕 宋乌牙当即拦住 哎 你想干什么 为宋乌牙这一声利盒 管家立刻乖乖地住手了 毕竟在他们两名钦差的面前 他这个小小的管家 怎么敢造次 还不如是招来 白竹怒声喝得 小秋顿时吓得跪在了地上 他的眼泪 一下子就出来了 哭哭啼啼地说道 大人 那鞋子是我的 可侯爷不是我杀的 那你当时是躲在着床下 你是不是看到的凶手是谁 宋乌牙 见他承认是自己的鞋子 立刻追问 小秋却摇着头 呼道 大人 你你什么都没看到啊 没看到 白竹眉头一紧 那怎么可能 你要是没有看到凶手的话 那你钻到床底下干什么 确实 如果他不是遇到什么着急的事情 为何要钻到床底下 这一点必须要解释 这一点必须要解释清楚 想必这就是事情的根本 当时 小秋哭着 当时我看到有人来了 便钻到了床下 没想到是侯爷 哦 你是说你看到侯爷进入了房间 那你为何要进入那个房间呢 白竹继续询问 这整个侯府 可是人人都知道 这个无子闹鬼 你个弱女子 难道就不害怕吗 白竹问出了这话的同时 他心里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或许那个装神弄鬼的人 就是小秋 果不其然 小秋立刻点头 没错 就是我 他一口承认了这件事情 白竹顿时松了口气 扭头看向宋乌鸦 说道 乌鸦秀 没想到那个装神弄鬼的女子 就是她 她说谎 她宋乌鸦 根本不相信小秋所说的这 冷笑一声 直接怀疑道 我想她估计是想 打折随棍上 好意思来摆脱嫌疑的 大人 我没有啊 小秋还在哭着便记 可不管她如何哭喊 宋乌鸦 依旧不相信 她所说的话 毕竟她心里很清楚 倘若她就是那个装神弄鬼的人 那么管家手里的这只鞋子 是谁的呢 好了 你不用在这里装可怜 事情究竟如何 本官自然会调查清楚 倘若此案与你没有关系 那本官也绝对不会冤枉你的 宋乌鸦冷冷地说完这话 扭头就看向白竹 说道 白兄 那另外的一只鞋子 以及管家手中的那只鞋子 究竟是谁的 这一点咱们还得好好地搞清楚才行 没错 管家的那只鞋子 是谁的咱们不清楚 不过 我倒是觉得 这里边或许和小婉 有所关系 白竹听了宋乌鸦的话 立刻提起了小婉 毕竟小婉 至始至终 都没有出现 他们还没有验证过这鞋子 是不是小婉的呢 倒是那侯夫人 在后院的佛堂内藏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贪不得而知 但是送鞋回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小婉 想到此处 她立刻便向在场的婢女问了 小婉的鞋子 可还留在住处 小婉穿走了一双 还有一双遗留在了房间里 有一名婢女 立刻回答了宋乌鸦的问题 你立刻将小婉的鞋子拿来 宋乌鸦交代了那名婢女一声 便让她去将小婉留下来的鞋子 拿过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 那名婢女便回来 大人 小婉的鞋子只剩下一只了 她一回来 便向宋乌鸦说明了情况 听着这话 宋乌鸦 依旧向她索要那只鞋子 把那余下的一只鞋子 拿过来 在这里 接过了婢女手中小婉的鞋子 宋乌鸦看着这只鞋子的大小 立刻就和小秋脚上所穿的 那只略小的鞋子 比对了一下 结果很明显 这两只鞋子一左一右 大小相差无几 即便是这样 宋乌鸦还是翻过着鞋底 仔细地比对了一半 这一双鞋子比较旧 从磨损的痕迹来看 确实是同一双鞋子 宋乌鸦确定了这只鞋子 就是小婉的之后 立刻分析道 看来她是算准了小婉不在 所以才拿这只鞋子代替 这样的话 我们怀疑鞋子 自然而然地就会怀疑到 小婉的头上去 不过说来也真是奇怪 这整个侯府之中 只有她鞋子的尺码比较独一 要不是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很难找出端倪的 大概这是老天对他们的倦务 要不然的话 他们必定会在这鞋子上 耗费不少的时间 更何况眼前他们为了这只鞋子的事情 那已经是耗费了数天的时间 如今事情渐渐明朗 但是余下管家手中的那只鞋子 却又是谁的呢 那只鞋子 宋母牙也查看过 虽然说小秋能够穿得上去 但是这鞋子 却和它的大小有所区别 当然 宋母牙并未就此 确定这鞋子不是小秋 毕竟这里是古代 可不是线 所有的东西都是机械制造出来 尺码偏差不大 这只鞋子 真不是你的 宋母牙 拿着管家所发现的那只鞋子 皱眉向小秋问道 欢迎收听 由陌生人文化传媒制作的 长篇悬疑小说 大明行王 作者 无毒罪 演播 苏子 引语 第799集 小秋一边哭着 一边把头 摇成了波浪鼓 依旧不承认 这只鞋子是他的 管家 你说这鞋子是你们在第一次 因为房子闹鬼而进入房间之后 发现在床底下的 宋母牙猜测 这问题啊 还是戳在这只鞋子上 这只鞋子不是小秋的 这一地 通过鞋底的磨损痕迹 宋母牙已经有所判断 这只鞋子比较新 没有多少磨损 可除此之外 他真的是想不到这只鞋子 还能是谁的 管家听后 立刻点头 没错啊 那这只鞋子该是谁的呢 宋母牙皱着眉头 疑惑道 当时发现了鞋子 那么在你们进入房子之前 这里边应该是有人的 要不然他的鞋子 不可能出现在床底下的 难道说早在闹鬼之前 这鞋子就出现在这里了 这让宋母牙疑惑不及 他心里有些怀疑管家的话 是不是真话的 他怀疑地看向管家 可管家这脸上的神情 异常的镇定 丝毫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白卓在一旁瞧着宋母牙 又看着那名闭女 向宋母牙提醒道 狗言兄 现在既然知道 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只鞋子 是他的 我们现在就应该 好好地审问他一下 好让他把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事情 全都交代出来 听着白卓的话 宋母牙却依旧皱着眉头 他摆了白手 白熊 你去问他 先让我琢磨一个问题 宋母牙脑子里 在仔细地思索这件事情的 来龙去脉 想要从中再判断出 什么线索 根本顾无上 去审问那个碧云女 见他考虑问你 白卓也没有再说 只是点了点头 便扭头看向了碧云女小秋 你说你当天晚上 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你是什么时候 进入现场 又是什么时候 离开现场的 而且 你刚才还没有说你 进入现场 是去干什么 你非要说 装神弄鬼的 那个人是你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白卓开始了审问 而小秋还是在哭泣 如宋母牙所说 装神弄鬼的 那个人是小秋 这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他要逼问小秋 究竟是去做什么 眼看着他们两人 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话 小秋一脸都慌张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不想说是吧 那这性子等了那么一会儿 白卓见小秋啊 还是不开口 他冷冷地质问了一句 小秋还是没有回答 白卓冷笑一声道 好 你尽管不说 今天你不开口 我看你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开口 你可知道 案发当时你藏在现场的事情 现在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倘若凶手就在这侯府之中 你觉得 他会不会觉得 你看到了他作案的经过 倘若他是这样认为的话 你觉得你能不能活得过 今天晚上 询问 没办法让小秋开口 白卓直接开始了恐吓 不过他这话呀 说的倒是真的 倘若凶手就在侯府的话 那小秋当天晚上藏在现场的事情 必定会引起凶手的警局 他也绝对不可能让小秋活在世上 这话的威慑力无比巨大 小秋顿时打了个寒碜 他显然能想到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凶手 如何对待侯爷的 想必就会怎么样对待他 不管怎么说 面临死亡的威胁 谁的内心都会感到恐惧的 更何况小秋这样一个娇弱的女子 被吓得不轻 小秋却依旧没有开口 白卓的耐心都已经要被消磨光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 我们直接就把你当作凶手 把你砍了 白卓见刚才的话 那是有了一点效果 索性又说了一句狠话 这次说完还不够 他还把事情给挑明了 你可知道 就凭这些 已经足以给你订案了 要说给丫鬟小秋订案 这点证据还真是不够 不过现在为了让这个小秋开口 白卓 这也算是说了字谎话 小秋被吓得够呛的 他这吓子是真的着急了 金莫说道 大人 我是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啊 当天晚上我摸黑进了房间里 还没过一会儿 就听着外面有了动静 然后我就看着侯爷和小慧进来了 小慧点了蜡烛之后 就说去给侯爷弄洗脚水 离开了房间 然后过了一会儿 侯爷也不知道嘟弄了一句什么 然后就站起来就往门口走 之后 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说什么 听到这话 白卓顿时已惊 皱眉再次确认 侯爷嘟弄了一句 要我歪走 是啊 当时他已经喝醉了 说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 但他走出卧室来到厅堂之后 摇晃几下就坐倒在那地上 小秋哭着说道 这下可好 白卓一下子醒悟过来 他们前天便发现了那古怪的蜡烛 蜡烛里是混了什么东西的 只要燃烧起来 这蜡烛必定会释放出一些迷烟 这会让人很快陷入昏迷之中 然后可是要好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清醒过来的 所以说 当时侯爷或许是因为是闻到了那些迷烟 所以才走到了这厅堂里 但是这样也不对 白卓立刻又问 那你是什么时候 离开案发现场的 我是在第二天的早晨 小秋毫不犹豫地就回答道 可听了这话的白卓 突然间就冷笑着出来 你可真是死鸭子嘴硬啊 原本还觉得你可怜 本怪也有所怀疑 你与这件事情并无瓜葛 可你现在还在蒙骗本官 让本官不得不怀疑你啊 我看凶手即便不是你的 这案子你也参与了进去 那小秋一下子就傻眼了 他显然没想到白卓会是这样的反应 大人 我说的事都是实话 小秋还是不肯承认自己当天晚上的一切 而白卓 现在已经确定这个小秋在说谎 虽然说哪天侯爷喝醉了 但是醉倒的可能性并不大 要不然那混有迷烟的蜡烛 为什么燃烧到了那个地步 这个特别准备的蜡烛 恐怕燃烧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当时他在房间里 只要这个蜡烛没点人 他绝对不可能一晚上就清醒过来的 宋母牙不过是闻了一下 便昏睡了一整天 何况当时那样的状况 白卓再次冷哼一声 你刚才说起另外一个婢女 叫做小慧的 她是哪个 说起这个小慧 也不等小秋指名 便有一个婢女站了出来 回禀大人 民女便是小慧 白卓回头一瞧 这婢女正是那个 第一个发现案发现场的女子 从小秋这边调查案情 竟然调查到了 这个发现案发现场的婢女呢 白卓看着小慧 问道 那你后来 是什么时候给侯爷送来的洗脚水 没过一会儿功夫 我就把洗脚水送来了 小慧直接回答道 白卓听后点了点头 没有接着再问小慧 而是看向一旁的小秋 那你可看到小慧回来了 看到了 小秋犹豫了一下 确认了这件事情 她把洗脚水放下之后就离开了 真是漏洞百出啊 白卓冷笑一声 随即扭头看向小慧 那你当时看到侯爷 昏倒在地了 看到了 小慧也是犹豫了一下 才确认到 我看到侯爷 昏倒在厅堂内 身为侯府的丫鬟 难道你们二人看到侯爷 昏倒在地之后 不问不问 自行离去就是了 白卓皱着眉头 好奇地怀疑这两人 这也难怪白卓先前会说他们的话是漏洞百出 毕竟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主人不明所以地倒在了房间里 即便是他喝醉了酒 莫要说是身为下人了 即便只是普通认识的人 也该过来看看 究竟如何才对 这两名丫鬟 被白卓这般疑问 脸上的神情自然而然便紧张起来了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显然是说了谎的 要不然他们为何会说起这件事情 现在如此的仓促 而且还漏洞百出 我们怕侯爷他打我们 终于 那送来洗脚水的小慧 犹豫着 说了一句 他没有去理会侯爷 竟然是因为担心侯爷 会动手打他 难道是第二天醒来 侯爷看到自己躺在地上 就不会动手打你了吗 白卓听后 立刻质问 难道说 你们压根就清楚 侯爷明天根本就醒不过来了 忽然间的力声质问 吓得那两名婢女 顿时一嘚瑟 整个人就顺势贪沦下来 跪坐在了地上 白卓阴沉着灵 这两名婢女 对他有所隐瞒的事情 已经被他完全给看出来了 两名婢女 张口欲言又止 显然不知道该如何 接着往下便编了 你们还不如是招来 白卓再次发出一声怒吓 他已经不想再忍耐 这两名婢女所说的谎言了 会在地上的两人 只顾着低头看着地面 谁也没有开口说谎 几次逼问之下 这两人就是不开口 白卓早已经是不耐烦了 可是他们不开口 他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他们两个全都是娇弱的女子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对他们用刑 恐怕是不太合适 而与此同时 宋雅脑子里 还在想着那只鞋子的事情 毕竟这鞋子 也是线索之一 那是管家在案发现场所发现的鞋子 而且还是在第一次 发现屋内闹鬼的时候 找到的 这让宋雅感觉到非常的好奇 那个装神弄鬼的女子 究竟是什么人 她既然不是婢女小秋 却有着和婢女小秋差不多大小的脚 而且 她又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种种的疑惑 让宋雅想不明白 她的思路陷入了歧途 继续考虑下去 也是不可能想明白答案的 不过 经过这一番考虑 她倒是觉得 或许眼前这个管家 向他们隐瞒了什么 她或许知道这鞋子的主人是谁 而她却非要咬定这鞋子的主人是小秋 而不是别人 或许就是想要替这鞋子 原本的主人摆脱嫌疑 白秀 怎么样了 宋雅停止思考问题 看向白竹问了一句 刚刚白竹 就在她不远处 询问那两名闭女 可她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去听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她根本不清楚 白竹哪边发生了什么 正为这件事情而发愁的白竹 突然听到宋雅的询问 立刻回过神来 不远处 这两个丫头实在是太嘴硬了 我看不对他们用刑 那是不行了 白竹好像找到了抱怨的地方 向宋雅气愤地说着 好 一听这话 宋雅雅疑惑道 白竹 看来你是向他们问出点什么了 是啊 这两个婢女 一个当天晚上 就在现场的床下 而另一个 则是给侯爷送去了西郊水 白竹向宋雅解释着 刚刚自己所说的事情 可是他们两个 却谁都不承认 当天晚上的事情 和他们有关系 当时这侯爷醉倒在房间里 他们两个那都是看到的 这个藏在床下的 也就不说了 他心虚不敢出来 而这个送来西郊水的丫鬟 竟然看到侯爷倒在地上 理都不理 便放下了西郊水离开了 啊 听到这话 宋雅眉头一紧 你说 他当时送去了西郊水 然后见到侯爷倒在地上 然后就将西郊水放下离开了 宋雅雅听了白竹的话之后 看向那婢女小慧 问了一句 小慧抬起头 好像还在琢磨着宋雅雅的话 不过他也来不及多想 毕竟他刚刚已经说过这话了 只能点了点头 一听这话 宋雅雅立刻疑惑到 那为何我们在现场 没有看到那西郊盆 是 小慧顿时疑了 说不上来了 宋雅雅眉头一条 立刻向外边喊道 那个和他一起进入现场的人呢 小的仔 宋雅雅刚一开口 便瞧见一名下人跑了过来 你当时可注意到 现场有西郊盆 宋雅雅问出了这关键的问题 那下人犹豫着 想了想 最后摇了摇头 说道 大人 当时我一眼看到满屋子的血 还有侯爷倒在那里 哪还能注意得了那个呀 这话倒是也对 毕竟当时那样的情况而已 现场的情形是个人看到 主要的注意力 也必定会在尸体上 但是这个时候 宋雅雅听了事情的经过 他竟然和一个洗脚盆 杠上了 乌鸦雅 你问他 他哪能知道啊 你直接问他就是了 洗脚盆 便是他拿过去的 白卓见宋雅雅 向这个家丁 寻了洗脚盆的下路 立刻抬手 指向了地上跪着的小跪 向他说道 说完这话 白卓立刻向小慧询问 洗脚盆呢 洗脚盆 我拿回去了 小慧看着白卓 小心翼翼地说道 听了这话 宋雅雅立刻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拿回去了 是第二天早晨 进入现场之后吗 嗯 小慧点了点头说道 小慧点了点头说道 谢谢观看